第801章秦鬼龙,秦云听见姚芳的声音,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姚芳姐,我遇到了一个厉害的家伙,秦云快速把鬼龙的事情告诉了姚芳。忽然,秦云的前方,出现了一团黑气。姚芳听完秦云的话,就连忙出现,鬼龙他们还以为秦云要放出什么东西来,没想到出来的事却是一个人。 姚芳出现之后,就连忙飞冲过去,手持着秦云的冥魂圣刃,对着鬼龙T恤。鬼龙感觉到姚芳强大的力量,心中惊恐,连忙放出一把红色的巨斧,挡住了冥魂圣刃。 哐当,两把强大兵器的碰撞,激发出无比猛烈的震荡,这儿里面的冰层全部震碎。 全域和龙家那群人,也都被震飞出去,有不少还受了伤。姚芳在过去的时候,也放出一部分力量,将重伤的紫青城、水天资和蓝素摇摩到秦云那边。 秦云自己也受伤很重,只能将他们三人放入九阳神坡的第一株里,借用里面的两个仙之缘给他们疗伤。 你是什么人,鬼龙大力地握紧那把红色巨斧,将那不断压下来的冥魂圣刃挡回去。 能杀死你的人,姚芳的声音冰冷透骨,大力一掌打向鬼龙。 姚芳那看起来轻轻地一掌,打出去之后,顿时令这个地宫猛烈摇颤,出现了裂痕,那股声波震的这个宽达时是嗡嗡响。 全域和龙家那群人,都没得到保护,因为被这股力量震的气血翻腾,纷纷咳出鲜血来。 秦云吃下两粒疗伤的丹,那都是冰心给他的,能让他快速地恢复过来。 秦云恢复了些许伤势,就让自己的身体变得透明,然后小心地飞向那群人旁边。 韵儿,你有办法让我的天师阵龙顶产生很强的吸力吗? 我要把那群人一下子吸入天师阵龙顶。 秦云给林韵儿传音,他虽然能悄悄地过去,但却不能一下子干掉全部, 不,毕竟玄狱和龙家的人,都有半仙的。 他若是拿出九阳神锤敲死即可,其他人也会立即反应过来的。 他需要做的是一口气就拿下一群,这样才不会被他们反击。 你将天师阵龙顶放出去,我会在第一时间释放最强的吸力, 注入天师阵龙顶,把那群人吸进去。 林韵儿说道,玄狱和龙家那群,此时都在疗伤。 姚方和鬼龙在剧烈地大战起来,这个地方也被他们打出了许多裂痕, 似乎随时都会崩塌一样。 秦云来到那群人附近之后,猛地丢出了天师阵龙顶。 林韵儿也连忙控制冥阳,将所有的力量都释放出来。 呜呜呜呜,天师阵龙顶的顶口对着下面,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发出一阵笑声,产生一股强烈的吸力,将地面那群人吸了进去。 是天师阵龙顶,是秦云那个小鬼。 有人大喊道,那个人刚刚喊完,就被吸了进去。 只有三个半仙反应了过来,连忙运转力量去抵抗那股吸力, 同时冲向秦云。 秦云因为释放强大的力量,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现在,还剩下三个半仙了,秦云连忙控制天师阵龙顶飞回来, 轰,那三名半仙攻过来的力量,打在了天师阵龙顶上面, 将秦云和天师阵龙顶击飞出去。 姚芳虽然在专心的和鬼龙战斗,但无时不刻不在注意秦云那边, 他看见秦云被围攻,就连忙朝秦云那边打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秦云感觉到姚芳的力量打过来,就躲在天师阵龙顶后面。 通龙,姚芳随手打过来的力量,强悍无比, 打得那个角落的石头爆飞。 那三名半仙虽然进行了防御,可还是被击飞出去。 姚芳的实力,可是堪比仙王的,也就秦云有一个天师阵龙顶, 才能抵挡得住。 那三个半仙没有好的防御,一下子就被重伤了。 秦云吃下的那两粒丹,药粒也在不断释放出来, 快速治愈着他的伤势。 他也趁现在,拿出了九阳神锤,冲向一名半仙, 一锤子砸落下去。 九阳神锤吸收着秦云的舞蹈旋力,释放出一种九彩锋芒, 带着强烈的九阳之力。 轰,锤头落在那个受伤的半仙头颅, 打得脑瓜开裂,爆出一阵九彩光霞。 浑身是伤的龙唇员, 看见那名玄遇的半仙被打碎头颅, 惊骇到了极点。 轰,秦云控制天师阵龙顶, 撞向那名冲过来的半仙。 那名半仙本身就有伤, 刚才又被姚芳随手一下打伤, 现在伤上加伤, 然后又被天师阵龙顶狠狠撞击, 也被撞飞出去。 但那毕竟是半仙,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看见秦云过来, 也连忙起身。 秦云过去之后, 就让凌韵儿释放超级重力。 那个半仙被突如其来的强悍重力压得顿了顿。 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半个眨眼间, 秦云的九阳神破锤头, 也落在那半仙的头上。 砰,锤头砸落下去, 闷响暴震, 强烈的九彩光霞, 如同兵器的锋芒击射出来。 秦云又干掉了一名半仙, 秦云, 去死吧, 龙唇猿飞掠了过去, 对着秦云大力一拳。 啊, 秦云虽然用天师阵龙顶挡住, 可却被龙唇猿一同打飞出去。 龙唇猿的半仙力量也很强, 打得秦云和天师阵龙顶都撞击在墙壁。 他也被秦云那把锤子吓了一跳, 好在他距离秦云最远, 秦云没选择攻击他。 龙唇猿, 你别想杀我, 龙顶飞过去, 催动天师阵龙顶上面的天师图腾。 天师阵龙顶可是有九组天师图腾的, 这个顶, 从名字上, 就知道是用来对付龙的。 龙唇猿宁笑道, 你死定了, 他丝毫不惧那个压落下来的天师阵龙顶, 抬起双手, 轰向天师阵龙顶。 也在这时候, 忽然出现了三头鸣玉天师。 鸣玉天师一出现, 就猛地冲向那个变得很大的天师阵龙顶。 天师阵龙顶被三头鸣玉天师抱住之后, 也释放出强大的黑色气物, 顶口喷出出一阵阵强烈的天师阵龙之力, 压得龙唇猿难以喘气。 龙唇猿实在没想到, 行云巨人能召唤出三头强大的鸣玉天师, 这也忽然增强了天师阵龙顶的阵龙之力。 砰, 顶口盖在了地面, 将龙唇猿盖住了。 天师阵龙顶也渐渐地变小, 行云长吁了一口气。 砰砰砰, 这个巨大的地下室, 也不断地落下一块巨石。 姚方和鬼龙的激战, 将这儿破坏得非常严重。 鬼龙刚刚破开封印出来, 根本没恢复到巅峰, 而且他也没有明魂圣刃这种兵器, 此时也处于下风, 他可是被劈砍了好几刀。 而且每次被劈砍中, 身上的灵魂都像是被拉扯掉一片那样。 这是明魂圣刃特有的试魂之力。 该死的女人, 你到底是谁? 你身上为什么有魔仙大帝的诅咒之力? 鬼龙终于想起来, 姚方身上的气息, 是魔仙大帝身上的力量气息。 能被魔仙大帝诅咒的人, 也绝非普通之辈。 鬼龙心中可是把秦云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葛变, 他实在没想到, 秦云居然随身带着一个如此可怕的女人。 他只觉得自己倒霉透顶了, 好不容易才破风, 可现在却遇到一个狠角色, 一下子就被打得重伤。 啊, 鬼龙的头颅, 忽然被姚方手中的明魂圣刃披中, 令他大叫起来, 他的灵魂也被明魂圣刃在疯狂地吞噬着。 姚方心中一喜, 连忙抓住鬼龙, 冲向秦云那边。 还你, 姚方将明魂圣刃还给了秦云, 然后将鬼龙抓入了九阳神魄里面。 九阳神魄的第二株, 现在关押着半死不活的邪影, 以及鬼龙。 那可都是供姚方吸收的东西, 姚方姐, 把那双蓝色的圣童取下来给我。 秦云喊道, 然后连忙将那口大棺材取走, 就冲向那扇破裂的金玉大门。 知道了, 姚方将鬼龙蓝色的圣童取下, 放入九阳神魄第一株里。 他出去之后, 也看见一大群无头巨人, 地面还躺着许多无头巨人的尸体。 而见是天他们还在这外面, 他们并没有离开。 秦云, 你没事吧? 剑玲珑看见秦云之后, 连忙过去将他扶住。 秦云身上也满是伤, 我没事, 赶紧离开。 秦云喊道, 这里要崩塌了。 剑玲珑背着秦云, 剑是天荷包长寿这些强者在前面开路, 飞行在上空, 避开那些无头巨人。 轰轰轰, 禁忌死城中间的那个半圆建竹, 不停地塌陷着。 建竹遭到破坏, 里面的结界什么也都失效了。 剑是天荷包长寿他们, 一路上只是需要注意落下来的巨石, 他们都是强大的半仙和五帝, 能轻松地将落下来的巨石震碎。 即便道路被堵住, 凭借几个半仙的力量, 也能一下子哄开。 小半个时辰, 他们终于走出了那个半圆建竹。 禁忌死城之中的黑气, 因为在此时消散, 九阳照射下来, 禁忌死城里面的黑色怪穴, 也渐渐地化成器物消失了。 我们赶紧离开这个荒域, 见识天说道, 这里面实在是太危险了。 秦云也想快点离开, 然后去龙家, 帮子清城河水添资解除诅咒。 他们一行人, 快速地飞出禁忌死城, 飞向出口的方向。 秦云被剑玲珑背着, 也放心地趴在剑玲珑的背上, 闭上眼睛休息着。 第802章潘龙轩, 这片封禁上古遗族的荒域里, 资源比较匮乏, 因为在这里有一座禁忌死城, 为了维持封印所需的能量, 常年吸收荒域里面的灵气。 禁忌死城几乎将上古遗族荒域的能量耗尽, 封印才渐渐解开的。 所以这片荒域, 对于包长寿和剑士天他们来说, 也没什么吸引力。 多年来, 他们都在寻找一个好的荒域用来牺牲, 安置自己的宗门, 可就是一直都无法寻到, 而传说, 好的荒域大多处都在灵荒的悬域里。 剑士天和包长寿, 分别带着自己的人, 回去自己的宗门。 包长寿拿出自己的飞天大船, 让众人上去, 然后快速地飞往仙兵城。 娇月梅也跟着包长寿他们返回仙兵城。 她回想起禁忌死城这一行, 也觉得很危险。 玲珑姐, 我没看见包子姐和水姐姐, 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肖月梅很是担心, 因为秦云也没有告诉她这件事。 他们, 剑玲珑也不愿继续说下去, 剑如言想起这件事, 眼眸也忽然湿润了。 肖月梅的眼泪更是不由得哗啦啦地落下来, 她和紫青城, 水天姿都相处得很好, 已经把他们当作是好姐妹了, 可现在却忽然没有了。 秦云就坐在剑玲珑身边, 靠着她身上, 闭着眼睛, 看起来也很虚弱。 哥, 他们是不是都死了? 肖月梅伤心地哭着问, 傻丫头, 我是不会让他们死的。 秦云缓缓地睁开眼睛, 笑了笑。 那他们呢, 剑如言那沉重的心情, 也忽然变得好多了。 肖月梅也是破涕微笑, 轻轻垂打着秦云,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 剑玲珑长嘘了一口气, 问道, 秦云, 他们都在哪里? 包长寿皱眉道, 秦云, 他们难道还在禁忌死城下面? 秦云摇了摇头, 他们被龙家的一个家伙下了诅咒, 每个一段时间会非常痛苦, 我现在把他们封印起来, 存放在我的一个储物法宝里。 他把水添资和紫青城交给了姚芳。 姚芳也是常年遭受诅咒, 所以他处理起来也比较容易。 他是能破开龙家的诅咒, 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 秦云也打算去一趟腾龙州的龙家总部。 秦云把诅咒的事情告诉包长寿他们这些老辈。 他们听见之后, 脸色都十分的凝重, 楚兵于摇头探道, 这下麻烦了, 这是龙家最厉害的手段之一, 名叫烈魂碎心咒术, 所承受的痛苦, 就相当于灵魂撕裂, 心脏破碎一样, 而且会反反复复地出现。 好在两个姐姐被封印了, 要不他们肯定会很痛苦的。 肖月梅小脸人忽然满是愤怒, 龙家这群混蛋,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剑玲珑低声问道, 秦云, 你会腾龙州找龙家, 是吗? 肖月梅连忙喊道, 我也去, 剑如言和剑玲珑也看着秦云, 都想和秦云一起去。 月梅, 你暂时回药月岛, 秦云说道, 肖月梅想起自己要压制自己的灵魂, 只能暗脑地叫一声。 我自己去就行了, 我有帮手。 秦云笑了笑, 我想自己休息休息, 我的伤没什么大碍的。 剑玲珑扶起秦云, 把她送到一间安静的密室里。 秦云进入那间密室, 就把蓝素瑶放了出来。 蓝素瑶身上的伤势非常严重, 秦云探查了一番之后, 暗暗一探。 小云, 冰心姐应该能把她的伤治好。 林韵儿说道, 姚芳姐已经把她那两个圣童 夺回来了, 不知道能不能给她装回去。 蓝素瑶的生命力很顽强, 身体虽然重伤, 那双圣童被夺走, 可现在依然有着意识。 秦云, 星辰和天资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都没事吧, 蓝素瑶的嘴唇微微动着, 生如吐气, 非常的微弱。 但秦云却能听清, 他们的情况稳定下来了, 导师你比较糟糕。 秦云长叹了一声, 然后输送自己的力量进去, 让她的情况稳定下来。 她打算回到仙兵宫, 再让冰心帮蓝素瑶把那双眼睛装回去。 他们没事就好, 蓝素瑶轻声道, 秦云看着她那血淋淋的眼窝, 也有着莫名的心疼。 本来, 她也是非常讨厌蓝素瑶的, 可是蓝素瑶却非常关心紫青城和水天资, 为了救他们, 自己还差点死去。 秦云也觉得奇怪, 水天资和紫青城, 和蓝素瑶才没认识多久, 感情居然就非常的好。 经过几天的飞行, 包长寿他们一行人, 都回到了仙兵城。 肖月梅和秦云道别之后, 也依依不舍地跟着剑玲珑离开, 剑玲珑护送她返回腰月岛。 秦云经过几天的休息, 也精神了一些, 但身上的伤势却依然没有痊愈。 她一回来, 也急忙来到了仙兵殿里。 并兴安静地吸收仙兹的仙气, 修炼仙魔圣体绝, 秦云一进来, 她就感觉到秦云气息不对, 然后连忙起身飞掠了过去。 秦云有些意外, 她才刚刚进门, 这白裙飘舞的心灵仙女, 就偏若惊鸿般飞掠过来。 笔怎么伤得那么重, 并兴皱眉道, 发生了许多事, 说来话长, 秦云也是心情沉重, 然后来到仙池旁边, 将重伤的蓝素瑶放在仙池旁。 女人嘛, 冰心看着蓝素瑶, 促眉道, 这是上古遗族之人。 秦云也将进入那禁忌死城的室, 告诉了冰心。 冰心一边听着, 一边帮助蓝素瑶梳理伤势。 我先处理一下她的外伤, 冰心带着蓝素瑶进入仙池, 清晰着她那满是血字的身体。 蓝素瑶也清醒了许多, 知道是一个很强大的女子 在帮她清洗身体, 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秦云来到仙池下面, 进入仙池园里, 就看见蓝素瑶穿着冰心的白裙, 安静地躺在那张日月仙床上。 她拿出了那两个圣童, 递给冰心, 说道, 冰心姐, 这是她的圣童, 能给她弄回去吗? 这是她最强大的力量所在, 应该可以, 她现在的伤势也只是暂时稳定了, 但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完全恢复地过来。 冰心接过那两个圣童, 也非常的感兴趣。 那就好, 秦云连忙离开, 前往护法堂, 她要找马婆婆。 她去了马婆婆那里之后, 才得知龙巧凤有好几天都不见人影了。 秦云担心发生了什么意外, 然后就连忙和马婆婆前往龙巧凤的房间。 他们来到龙巧凤的房间之后, 就看见她留下的一封信。 因为一些原因, 我不得不返回龙家一趟。 秦云, 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但我却让你失望了。 龙巧凤留下的这简短的几句话, 也让秦云和马婆婆明白了什么。 马婆婆, 护法堂里面, 有什么可疑的人这段时间和巧凤接触过? 那个人, 必定和龙家有关。 秦云皱眉道, 龙家丢失了一条龙, 他们怀疑和巧凤有关, 肯定到处寻找她的。 把婆婆想了想, 说道, 有一个家伙, 她是五王静的, 她父亲是五弟, 以前是负责和龙家做生意打交道的, 在龙家的人没离开仙兵城之前, 他们和龙家的关系也很好。 一定是她跟巧凤说了什么, 才让巧凤忽然离开的。 秦云忽然心急如焚, 龙巧凤返回龙家, 后果不堪设想。 之前, 龙巧凤也说过, 他在龙家没什么牵挂了, 而现在却返回龙家, 显然是龙家用什么要挟他。 最有可能的就是, 用龙巧凤最关心的人来要挟。 把婆婆, 你赶紧暗中派人去调查, 我要知道那对父子在哪里。 秦云问道, 把婆婆拿出了传音海螺, 不多久, 她就得知了那对父子的行踪, 那五弟还在先兵宫, 他儿子在城里的一个赌场里赌博, 这段时间他都在豪赌。 看来那个家伙得到了一大笔财富, 我这就去找他。 你带人去找那独五弟, 秦云冷声道, 那狄明春虽然才刚刚成为武王不久, 但还是很强的, 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 把婆婆有些担心得到, 而且在那个赌场, 也有不少武王的, 那个赌场, 好像也是龙家在背后掌控的。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秦云说道, 随后, 他从马婆婆那了解具体的情况后, 就进行简单的易容, 离开先兵宫。 在先兵城里, 秦云有冰心荷包长寿在背后撑腰, 只要做太过分的事情就行了。 深夜, 先兵城的东区, 一座九层的大楼, 灯火通明, 非常的热闹。 这正是先兵城最大的赌房, 潘龙轩。 秦云来到之后, 直奔第九层, 秦云之前让剑玲珑帮忙购买大量的心荷, 身上的紫金币也花得七七八八了, 如今只有一千万紫金币, 不过他出示这些紫金币之后, 也够资格进入第九层。 第九层非常宽敞明亮, 有一个巨大的赌桌。 秦云来到之后, 也被吓了一跳, 他原以为这儿只是赌紫金币而已, 可没想到, 赌桌上面放着各种手脚道单傻的, 环游许多玄器灵器。 潘龙轩的第九层, 什么都赌。 秦云一进来, 就看见了一个长着小胡子的圆脸中年, 那就是迪明春。 第803章老千玉老千, 迪明春在红光满面, 正在堵得情绪激动。 秦云走过去之后, 看见他在玩骰子, 而且还是非常简单的那种, 就一个骰子。 一二三是小, 四五六是大, 秦云也不知道具体的玩法, 只看见迪明春桌面有着一张金币卡, 故意是玩很大的。 迪明春并不是和一众人一起玩的, 而是在和一个老者赌。 只是两个人在玩而已, 其他人都是围观的。 潘龙轩也只是做担保而已, 若是有人赌赢了, 潘龙轩就抽取两场的分红。 秦云过去的时候, 潘龙轩就赢得一百万紫金币, 给了二十万潘龙轩的人。 而围观的人, 也会按照迪明春和那名老者的结果, 在私下小赌一把, 这样他们就不用和潘龙轩分了。 这种赌法最大的优点就快, 很快就能赢, 很快就能输。 有赌隐的人, 如果有足够多紫金币, 就能连续不停地玩个痛快。 秦云在旁边看着, 使用绝灵眼, 很轻松就能看穿骰中, 是三点。 迪明春买得小, 也是说, 他这把又赢了。 每把玩的都是一百万紫金币, 这也是相当多了。 我又赢了, 哈哈哈哈, 迪明春非常开心地笑着。 那老者似乎输了不少, 脸色很难看, 给了一百万紫金币迪明春之后, 就哼了一声离开。 迪明春笑道, 还有谁要和我玩的? 我多少都奉陪, 秦云走过去坐下, 他一容过后, 迪明春也没能认出他来。 迪明春看着对面的人, 笑道, 这位兄台, 你要玩多少一把的? 两百万吧, 秦云说道, 他手头也只有一千万了, 所以也想着要赢一些紫金币。 好, 这个局是我开的, 所以你是客, 我会让你先猜。 迪明春说道, 你买大还是买小? 小, 秦云说道, 潘龙轩一名负责咬骰中的老者, 也开始了起来。 很快, 他就咬好了, 他打开了骰中, 是四点, 大。 我赢了, 迪明春把紫金卡递给秦云, 秦云也很爽快地过了两百万, 继续吧, 我买小, 秦云说道, 刚才那局, 他也是故意输掉的。 迪明春笑了笑, 说道, 够爽快, 很快, 结果出来之后, 是六, 迪明春又赢了。 众人无不惊叹, 因为迪明春连赢了很多把, 也只是偶尔会输掉一把。 秦云看了看摇骰子的那名老者, 也知道这其中有什么猫腻, 否则迪明春不可能运气那么好, 连赢那么多把。 我手头只有六百万紫金币了, 我一口气上五百万, 可以吧。 秦云问道, 当然可以, 迪明春哈哈笑道, 秦云依然蛮小, 这一次, 他按按释放精神力, 通过穿旋神通, 控制骰钟里面的骰子。 咬骰子的老者停下来之后, 打开骰钟, 里面是一点, 小。 看见这个结果, 众人也连连赞叹秦云好运气, 最后一把居然中了。 秦云笑道, 我似乎转运了呀, 迪明春脸色虽然满是笑容, 可却笑得有些勉强。 秦云在刚才, 也从那老者的眼神中不抓到一抹一色, 果然是潘龙轩的人和迪明春联合起来搞的鬼。 兄台, 你还继续吗? 迪明春问道, 当然继续, 我既然转运了, 那么我一口气就赌一千万。 秦云得到五百万之后, 给了一百万潘龙轩的那名老者, 然后加上自己的六百万, 总共又有了一千万。 好好好, 迪明春脸上露出了笑容来, 看起来非常的开心。 秦云这一次买大的, 摇骰子的老者, 这一次摇得更久了。 秦云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去控制骰子, 但他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赢的必定是他。 他直接用强大的精神力, 渗透到骰钟里, 去控制骰子。 骰钟落在桌面的时候, 本来是三点的, 但是在秦云的控制下, 却变成六点。 那老者打开骰钟, 看见里面的六点, 眼神中满是疑惑。 众人顿时惊呼起来, 一把就赢一千万, 这可是羡慕死人了。 我果然转运了, 秦云呵呵笑道, 秦云爽朗地笑道, 你还继续吗? 迪明春笑不出来了, 也有些生气, 我现在运气那么好, 当然要继续, 这一次我赌一千五百万。 秦云笑道, 接下来的十几局里, 秦云赢了十次, 输了三次, 总共也有一亿多了。 迪明春和潘龙轩的人, 也知道来了一个高人, 迪明春如果不继续的话, 那么就是潘龙轩来和秦云赌, 潘龙轩若是不和别人赌, 那可是会被砸招牌的。 这是先槟城的地盘, 不是龙家, 所以潘龙轩遇到有出老千的, 没有绝对的证据, 他们也什么都做不了。 再说了, 他们潘龙轩就经常出老千。 这次, 我赌一亿, 秦云笑呵呵地道, 秦云可是知道, 这潘龙轩是龙家的产业, 在这儿经营了多年, 给先兵成脚的税就有几十亿之多, 可见他们在这儿赚了非常多的紫金币。 秦云也决定, 一定要狠狠地在一笔这潘龙轩。 哥们, 既然赌得那么大, 就别玩骰子了, 没什么意思。 迪明春笑道, 那玩什么好呢? 秦云问道, 迪明春挥了挥手, 就有一名中年, 拿上来一盆黑色的石头。 里面有二三十个小石头, 每个都有核桃大小, 是白色的。 迪明春笑道, 这儿有三十个石头, 我们一人挑选十五个。 这些黑色石头里面, 都有一种叫做金玉的东西, 但是大小不一。 重量也不相同, 我们就比比看, 我们挑选出来的石头, 里面蕴藏的金玉, 谁的比较重? 这个好玩, 我喜欢, 秦云笑道, 放心, 挑选的过程谁都能看见, 所以根本没有玩花招的可能。 而且, 沉重的时候, 我们都能使用自己的秤进行。 迪明春笑道, 秦云使用绝灵眼, 一些就能看穿那些黑色石头的内部。 内部蕴含的金玉, 大小各不相同, 那些金玉是非常奇特的, 有些金玉即便很小, 但却很重。 再加上黑色石头大小不一, 所以很难直接判断那块石头里面的金玉有多重。 这时候, 就非常依靠经验了。 秦云之前也听说过这种玩法, 是肖月梅告诉他的, 但肖月梅也没玩过。 迪明春微笑道, 哥们, 你是客, 你先来。 因为我们堵住很大, 所以潘龙轩也不会抽成, 我们能直接赢得紫金币。 他们所使用的紫金卡也都是没登记过的, 否则还得给交税。 那一盆石头放在那里, 是不允许摸的, 只能看。 秦云选了一个内部金玉比较大的石头, 然后到迪明春雪。 他们选出一个纸会, 就开始将里面的金玉取出来。 取出来的金玉, 只有纸头大小, 被放在一个透明的水晶箱子里面。 然后又轮到秦云去挑选, 如此反复进行, 直到每人都选出十五个石头来。 片刻后, 秦云和迪明春也都开始沉重了。 迪明春的金玉, 重达十斤八两。 而秦云的金玉, 只有十斤三两, 他输了。 迪明春微笑道, 哥们, 你输了, 秦云咬了咬牙, 给了迪明春一亿子金币。 你还玩吗, 继续这个玩法。 迪明春微笑道, 我没紫金币了, 能抵押物品吗? 秦云问道, 我们这儿什么都赌, 潘龙轩的老者, 看见迪明春赢了之后, 也满脸是笑容。 秦云拿出了一把上品玄器, 是一把长枪, 他将之放在桌面, 问道, 这是上品玄器, 你们看看值多少? 两亿紫金币, 那名老者看见之后, 目露惊喜之色, 说道, 秦云暗暗鄙鄙视着那老者, 因为这件上品玄器 哪却拍卖的话, 少说也值个四五亿的, 可却被压到了两亿, 好, 我就赌两亿, 秦云说道, 迪明春和那名老者 都露出了笑容来, 众人也更加感兴趣了, 秦云也看出, 迪明春肯定有什么手法, 才会确保自己能赢, 可是在刚才, 他却没看出迪明春使用的手法, 小云, 他应该用了很巧妙的办法, 往金玉里面注入了特殊的能量, 能让每一颗金玉增加一二两个重量, 而你们所选的金玉, 大小重量都是差不多的, 如此一来, 他就能确保获胜, 林韵儿说道, 韵儿, 名阳里面的那种重力, 应该也能做到吧, 秦云问道, 应该可以, 我等一下试试看, 林韵儿说道, 这一次, 为了节省金玉石, 也只用石葛来进行, 每人都选取五葛, 秦云每次取出黑石头里面的金玉石, 林韵儿都释放一丝丝重力, 让他手上的金玉增加一点点的重量, 如此一来, 加起来的话, 就能比对方的重了, 终于, 到了最后称重的环节了, 秦云的总重量三斤九两, 而林明春的是三斤七两, 我又转运了, 秦云哈哈笑道, 他刚才输掉了一亿, 心里也不开心的, 但现在赢回来了, 也很是高兴, 林明春只觉得秦云是真的走了狗屎运, 拿到的金玉都很重, 所以才能赢他的, 对于金玉这时玩法, 林明春显然是玩得非常纯熟, 即便是许多武王武帝, 都输给过他, 也是因此, 他才能和潘龙轩这个赌房的关系很好, 第804张赌房老板, 林明春根本不认为秦云已经掌握了玩法, 他自己因为自身的武魂, 而且又在这方面清静赢多年, 所以才找到出老千的诀窍, 当然, 他也不敢经常出, 这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特别是和修为强大的武帝玩的时候, 他都是故意又赢又输的, 而秦云看起来也只是玄武进后期而已, 林明春也没有什么顾忌, 就打算让秦云输得惊光, 这一次, 秦云玩得更大了, 压上自己的玄器和手里的两亿紫金币, 总共就是四亿, 林明春手头的紫金币也不少, 自然也跟上, 和之前一样, 这一次也是挑选五个石头, 很快就到了称重的时候了, 秦云这次是三金七两, 而林明春则是三金五两, 秦云又赢了, 围观的那些人, 也大声欢呼起来, 秦云赢了四亿紫金币, 而且还不用和潘龙轩分红的, 秦云手头的紫金币, 也增加到了六亿, 谁都看得出, 秦云没有走的意思, 毕竟赢得那么爽, 只要没输光, 肯定会继续赌下去的, 若是赌下去, 说不定能继续赢呢, 林明春现在也不能确定, 秦云是不是真的掌握了玩赌金玉的手法, 因为这可是难度很大的, 要知道, 秦云在刚才对赌金玉一点都不懂, 一看就知道投一把玩, 所以还输了一次, 如今连赢两把, 也确实是运气了, 同样大小的金玉, 重量相差几两都有可能, 而迪明春的极限, 丙都也只是能悄悄地让金玉增加二两而已, 若是遇到运气好的人, 挑选的金玉都是质量很好很重的, 那么迪明春即便用了手法, 也依然会输, 秦云当然不是运气好, 那是因为他明阳的力量非常厉害, 轻松就能渗透到金玉里面, 让金玉暂时增加重量, 能维持的好几天, 迪明春的极限是增加二两, 而秦云增加一两金都不是问题, 只是那太过夸张, 增加的重量也是灵运而控制的, 他也算得非常精准, 总是比迪明春的虫那么一二两, 如此一来, 对方也看不出什么来, 你还继续嘛, 迪明春不信邪, 继续玩下去, 当然, 除非我输光了, 否则我绝不会走出这个赌场, 秦云笑道, 一名为官的中年笑道, 看来不是这个家伙输光, 就是这个赌房输光, 迪明春之前的运气不是很好的吗, 怎么输了那么多, 他身上的运气, 都被那个家伙输光了, 为官的那些人, 有的都是输得很惨的, 有的也只是来凑凑热闹, 对于豪赌这种事, 他们都很感兴趣, 秦云这一次连带那把玄器, 压了八亿, 迪明春也奉陪到底, 他若是能一把赢走这八亿, 那么还是大赚的, 秦云进来的时候, 也才一千万, 现在已经赢了八亿, 若是其他人, 早已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可是秦云觉得不够, 他要赌的这潘龙轩没法开下去, 秦云和迪明春挑选了 五个石头之后, 取出里面的金玉, 就开始进入称重的阶段, 这一次迪明春是三斤八两, 而秦云则是三斤九两, 一两只叉呀, 也让秦云擦了一把汗, 哈哈哈哈, 我又赢了, 秦云刚才也有些紧张, 弄得浑身是汗, 众人也看得心惊肉跳的, 这一两只叉, 就是八亿紫金币呀, 迪明春输了这把之后, 也非常肉痛地坐在椅子上, 脸色难看无比, 继续继续, 秦云可是玩上瘾了, 我身上只有五千万了, 迪明春说道, 五千万也来呀, 我也输光了, 后来用玄器抵押翻盘了, 你这五千万, 说不定能翻盘呢, 秦云笑道, 迪明春虽然无法确定秦云是不是动了手脚, 但他却觉得很邪门, 所以也不愿继续赌下去, 否则就真的输光了, 到时候说不定还会走上抵押的路, 这时候, 一名老者说道, 潘龙轩的老板来了, 潘龙轩的老板, 名叫龙山伟, 是一名中年, 从名字看, 就知道他是龙家的人, 也是五王静的, 迪明春看见龙山伟来到, 也连忙站起来走过去, 将这儿的情况, 传音告诉龙山伟, 龙山伟负责这如此大的赌场多年, 肯定也是精通各种出老千的手法, 他呵呵笑道, 小兄弟, 看你的架势, 不输光是不罢休的, 我就喜欢像你这样的优秀赌客, 秦云说道, 刚才那位大哥不赌了, 你能陪我赌个尽兴吗? 哈哈哈哈, 龙山伟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 说道, 我是这儿的老板, 我肯定能让你开心的, 那这把就赌十亿, 我们继续赌金玉, 秦云说道, 好好好, 龙山伟坐了下来, 这时候, 也有人端上来一个盘子, 龙山伟胸有成竹的, 让秦云先开始选取石头, 众人都非常安静地在旁边看着, 龙山伟可是潘龙轩的老板, 只要有人和潘龙轩赌, 他就要出面接招, 黎明春也认真的看着, 想看看秦云是怎么做的手脚, 当然, 他也想知道龙山伟有自己的手法, 这种手法都不外转的, 秦云将黑色的石头捏碎之后, 取出里面的金玉, 捏着金玉的时候, 就注入了重力, 这一次, 林韵儿也在金玉里面增加了重量, 秦云暗暗地看了看龙山伟, 也知道对方在动手脚, 脚云, 那个家伙是这儿的老板, 应该不会做得太过的, 林韵儿说到, 到了称重的时候, 是龙山伟先开始的, 武力金玉, 称得四金重, 称重的时候, 都是由专人用一个镊子捏取金玉去称, 所以在这个过程, 因为没人能动手脚, 到秦云的时候, 是四金二两重, 秦云又赢了, 龙山伟眉头一皱, 现在, 他也知道遇到了非常棘手的赌客, 秦云坐收十亿紫金玉, 也故意地大笑起来, 现在, 他手里有二十亿了, 我们继续把, 这一把玩多少, 龙山伟不信邪, 只能继续进行, 他输了十亿紫金玉, 也是很不爽的, 自然想赢回来, 二十亿, 秦云笑道, 好, 龙山伟此时的压力, 也渐渐大了起来, 如果再输了, 那么他总共就输掉三十亿了, 迪明春也深呼吸着, 因为即便是他, 也从来没玩过这么大的, 众人都暗暗佩服秦云的好运气, 谁都知道他进来的时候, 只有一千万紫金币, 而现在却积累到二十亿了, 也只有龙山伟和迪明春知道, 秦云是用了手段的, 但他们却无法找到证据, 这并不是龙家的地盘, 否则像秦云这种砸场子的, 早就被干掉了, 秦云也是因为在先兵城, 所以无所畏惧, 若是这个赌场敢向他动手, 那就能一锅端了, 龙山伟和秦云又玩了一把, 这一次又输了, 秦云手头总共有四十亿子金币了, 龙山伟虽然是老板, 但赌场的收入也是要上交一部分给龙家的, 如果他继续赌下去, 肯定要将这段时间的收入输光, 到时候也不好交代, 但是, 他又不能拒绝秦云, 否则他们赌场的招牌就被砸掉了, 继续继续, 我这一把赌四十亿, 秦云嘻嘻哈哈地道, 我们不赌金玉了, 龙山伟说道, 我开创了一种赌法, 你若是愿意和我进行这种赌法, 我给你两倍, 秦云暗暗吸了一口气, 因为只要他下四十亿, 若是赢了, 不仅仅能地回四十亿, 还能额外得到八十亿, 好, 秦云也不怕, 如果输掉了, 他也有信心再赢回来, 只要这赌场还在, 他就能继续翻盘, 龙山伟拿出了五个黑色的碗, 盖在桌面上, 然后在其中一个碗里面放入一个珠子, 他把这五个碗放在桌面的中间, 说道, 这五个碗都是空间法宝, 是互通的, 我开启之后, 里面的珠子就会乱窜, 然后我再停止, 那个珠子就会随机在一个碗里面, 你若是猜对珠子在哪个碗, 就是你赢, 秦云心中暗喜, 因为这就是蔡大纲呀, 他之前玩得很流的, 好, 他看着那五个碗, 说道, 他使用绝灵眼, 一下子就看穿了那五个碗的内部, 这和蔡大纲差不多, 只是变得小型了一些, 龙三尾开始控制那五个碗, 让里面的珠子乱窜起来, 秦云也看见, 那珠子在五个碗里面胡乱地移动起来, 不过却被他暗中控制了, 他很轻松就能做到, 很快, 龙三尾就停止下来, 说道, 你猜猜那珠子在哪个碗, 二号碗, 秦云指了指那个, 龙三尾也不知道珠子在哪个碗, 只是觉得秦云没那么容易猜到, 好, 龙三尾打开那个碗之后, 脸色刷的一变, 你输了, 秦云笑道, 紫禁币拿来吧, 龙三尾拿着紫禁卡的手有些战斗, 将八十亿给了秦云, 老板, 他一定是作弊了, 这个家伙, 肯定掌握一种奇数, 能看穿那五个碗, 这是不公平, 敌明春走过去, 将秦云抓住, 怒声说道, 你们这是玩不起吗, 秦云冷笑道, 不是玩不起, 而是你使用手段才能获胜, 这破坏了规矩, 你把紫禁币还回来, 我们就不追究你的错, 一名老者, 也走过来, 将秦云围了起来, 第805章当街开打, 秦云就知道这群人玩不起, 他看向龙三尾, 从容地问道, 老板, 你的意思呢? 龙三尾深吸了一口气, 年轻人, 我虽然见过不少运气很好的人, 但像你运气那么好的, 还是头一次见? 但我是不相信你有这种运气的, 秦云冷笑了起来, 你们这群人说我玩手段, 倒是说说我怎么玩的手段, 迪明春怒喊道, 你连赢那么多次, 而且每次都玩那么大的, 即便是眼瞎的都能看出你玩手段了, 赌金玉是你先玩起的, 刚才猜猪子, 也是你们的老板发明的, 我若是玩手段, 你们会看不出来, 秦云哈哈笑起来, 你们分明就是玩不起, 玩骰子和赌金玉, 倒还能说秦云出老千了, 但是龙三尾那刚刚发明的猜猪子, 秦云却也能赢, 确实不能说是玩手段, 围观的人, 也觉得潘龙轩这帮人玩不起, 输得太惨了, 我们虽然暂时没有证据, 但你就是出老千了, 龙三尾站起来, 逼试着秦云, 冷声道, 你如果不把那些紫金币交还, 你就别想离开, 龙三尾毕竟输掉了将近百亿的紫金币呀, 换谁都会肉痛的, 你们别忘了, 这二十先兵城, 秦云笑道, 若是闹起事来, 看谁吃亏, 迪明春冷笑道, 先兵城又怎么样, 我父亲在先兵宫里面是一个武帝, 若是真的闹起来, 我就把你抓到他那里, 让他处置你这种出老千的家伙, 秦云就猜道, 迪明春之所以能在这潘龙轩肆无忌惮地出老千, 就是仗着他父亲护着潘龙轩, 但是麻, 迪明春的老爹肯定被马婆婆拿下了, 所以秦云也不怕, 我就是先兵宫的弟子, 我还是武王, 迪明春冷笑道, 看见迪明春站出来这么说, 龙山伟他们这群攀龙轩的人, 也硬气了许多, 至少他们在这儿闹事, 先兵城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真巧, 我也是先兵宫的弟子, 秦云唯唯一笑, 哦, 既然如此, 那你就更加应该把那些紫金币交出来了, 迪明春大笑道, 若是被我查出你是谁, 我保证你在先兵宫里面待不下去, 这么说来, 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秦云问道, 像你这种武王镜都不到的小罗,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你, 不过麻, 你倒是有不错的手段, 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一定会查清楚你是谁的, 迪明春用一种威胁的语气说道, 秦云说道, 既然我是先兵宫的弟子, 那你还敢拦我吗? 龙三伟对这里面的几个中年打了个眼色, 只见一群人连忙堵住楼梯口, 不让人离开, 迪明春英笑道, 本来麻, 只要你交出赢得的紫金币, 我们也会放你一马的, 但现在麻, 对付出老千的人, 就要用我们的规矩了, 众人都暗暗心惊, 因为龙三伟他们要在这儿打人, 在先兵城里斯斗被抓, 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一群人都连忙散开, 担心激烈的战斗会波及到他们, 谁都能看出, 秦云只有玄武镜后期的气息, 只有一股淡淡的舞蹈旋力锋芒, 而迪明春是武王镜的, 我们先兵宫的弟子, 居然在赌场出老千, 那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他, 迪明春挽着袖子, 一脸阴狠之色, 龙三伟和一群攀龙轩的人, 也在旁边笑隐隐地看着, 秦云皱眉道, 你们真的想把事情闹大吗? 龙三伟大笑道, 你放心, 我们不可能会把事情闹大, 我们只是在这儿教训你而已, 不会有人知道的, 我们教训过的人也不少, 不也没事吗? 迪明春缓缓缓地走向秦云, 以他武王镜的实力, 足以傲视所有的玄武镜, 所以他一点都不怕眼前这人, 就在他走过去的时候, 秦云忽然不见了, 连气息都没有了, 众人猛然大惊, 迪明春惊恶的瞬间, 忽然怕得一声催响爆出, 虽然刚才那瞬间很快, 但这儿的人也都是实力不弱的, 都能看清楚秦云忽然出现, 打了迪明春一巴掌, 砰,迪明春被打得飞出去, 把墙撞破, 从顶层掉落到下面, 龙杉伟也是武王镜的, 却也被秦云的实力震惊了, 以,龙杉伟也突然出手, 飞掠过去, 要将秦云抓起来, 但是, 就在他刚刚过去的时候, 秦云又消失不见了, 龙杉伟连忙释放一股超强的力量, 形成护照保护自己, 呼, 秦云突然出现在龙杉伟身后, 手持一把黑刀, 对着龙杉伟身体踢下, 啊, 龙杉伟惊恐地大叫起来, 半边身体被踢开, 令人触目惊心, 赌场的其他人也都呆住了, 武王镜的老板都变成这样, 就更别说他们那些玄武镜的, 轰, 秦云一拳打在龙杉伟身上, 将他打向墙壁的洞, 也打得他掉落在街道上, 迪明春被秦云一巴掌打得脸都黑了, 就在他想冲上去的时候, 就看见血淋淋的龙杉伟掉落下来, 这两个垃圾武王, 整天在这儿赌博, 果然都不怎么强, 秦云摇了摇头, 然后也从那个洞口飞下去, 众人也连忙冲过去看, 街道上也有许多人, 虽然是大半夜的, 但潘龙轩里面却有许多赌徒, 此时都跑了出来, 那不是龙杉伟龙老板, 还有迪明春, 他们竟然都被揍了, 谁胆子那么大, 敢潘龙轩把他们揍了, 这下有戏看, 迪明春可是先兵宫的人, 还是武王静, 他父亲还是武帝, 是护法堂的, 迪明春看见秦云手持一把黑色滴血的长刀落下, 目喊道, 你完蛋了, 先兵宫的魏队已经在路上, 迪明春刚刚说完, 秦云就顺闪过去, 一刀劈向迪明春的肩膀, 砍下一条手臂, 这顿时令街道上的人震惊不已, 已经很多年, 没有的人敢当街打斗了, 而且打得还是先兵宫的人, 就连迪明春, 也没想到, 居然有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动手, 因为这么做的话, 相当于在挑衅整个仙兵城, 呼, 刀锋呼啸, 带着忧冷之气, 再次迅疾的批斩, 那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挥刀, 却快准狠, 以最短的刀路, 最恰当的力量, 最巧妙的角度, 流畅地劈下迪明春另外一条手臂, 众人再次发出一阵惊讶的呼叫, 想彻夜空, 啊, 迪明春的惨叫, 也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先兵卫队终于来了, 是一群身穿黑甲的大汉, 我是, 我是迪明春, 先兵宫的武王, 快把这个混蛋拿下, 迪明春痛苦地大叫起来, 先兵卫队的人很多, 有五十多人, 是好几个小队, 领头者都是武王静的, 他们一来到, 就连忙将现场包围了起来, 龙山尉, 迪明春和秦云, 都被包围了起来, 把他们都带回去, 问清楚经过, 这些先兵卫队, 可不管谁是谁, 冷冷地喝道, 迪明春宁笑地对秦云道, 你死定了, 秦云收起了明魂圣刃, 也非常从容, 众人也面带震惊, 看着这三个人被带走, 这时候, 他们也知道, 龙山尾输掉了近百亿的紫禁币, 深夜, 先兵宫, 护法堂, 一个厅堂中, 受伤的迪明春和龙山尾, 都在地面痛苦地叫着, 秦云则是淡定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忽然, 一名灰衣老者冲了进来, 看见迪明春手臂被砍断, 那两条手臂就放在旁边, 顿时大叫起来, 明春, 是谁对你动的手, 师父, 我爹呢, 你快让他来, 迪明春痛苦地叫着, 就是那个混蛋砍掉我的手臂, 而此时, 也有一群老者进来, 都是五王镜的, 他们看见那名灰衣老者, 也都连忙行礼, 那名灰衣老者, 目视着秦云, 连忙冲过去, 一掌打向秦云的脸, 秦云连忙避开, 拿出了明魂圣刃, 冷声道, 你是谁, 你要包庇迪明春吗, 哈哈哈哈, 你居然不知道, 他可是我们先兵宫新晋的半仙, 段金晴, 迪明春大笑道, 混蛋, 亏你还是我们先兵宫的弟子, 你死定了, 段金晴看着秦云, 含声道, 你身法不错, 你既然是我们先兵宫的弟子, 那么抱上你的师父来, 我连你师父一并处置, 我没有师父, 秦云说道, 那你就去死吧, 段金晴目和一声, 再次攻向秦云, 助手, 这是包长寿的声音, 震得段金晴后退了几步, 掌叫来了, 那群武王和段金晴, 连忙行礼, 秦云在进入先兵宫的时候, 就已经通知了包长寿和马婆婆, 掌叫,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那个混蛋斩断了我的双臂, 迪明春连忙跪在大场面, 大叫着, 秦云, 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包长寿对秦云说道, 迪明春和段金晴还有龙山伟, 顿时傻眼了, 他们实在没想到, 那个家伙居然就是秦云, 谁都知道, 秦云生的太上长老的厚爱, 而且对先兵宫的贡献极大, 为先兵宫争取了两个先之缘, 还是双齐文魂的齐文师, 所以, 就连掌教都要给秦云面子, 第806章飞凤楼, 段金晴刚才还想杀秦云来着, 而现在却想杀了迪明春, 畜生, 段金晴很清楚秦云在先兵宫里面的地位, 他顿时愤怒不已, 一巴掌打在迪明春脸色, 大骂着, 别把他打死了, 把婆婆说道, 迪明春也是被吓傻了, 他自然知道秦云的地位, 别说是把他双臂砍掉, 就算是砍掉他师父段金晴的双臂, 包长寿都不会追究什么的, 这是怎么回事, 包长寿看着迪明春, 冷声问道, 这, 这都是我的错, 迪明春也连忙大叫着道, 秦云走过去, 一把提起迪明春, 然后走向一间密室, 包长寿也没说什么, 只是在看着段金晴和地面的龙山尾, 长娇, 我刚才一时愤怒, 冲昏了头, 还请触发, 我自愿被关十年, 段金晴急忙请罪, 说道, 好, 将你关押在地牢十年, 包长寿点了点头, 把婆婆也带着段金晴离开, 迪明春被秦云抓进那间密室之后, 惊恐地大叫起来, 你要干什么, 巧凤为什么会离开仙兵宫, 秦云冷声道, 我, 龙家让我带话给龙巧凤, 他为什么离开的, 我不知道呀, 迪明春忽然想到, 龙巧凤和秦云暗中的交情 肯定很不错, 龙家怎么知道巧凤在先兵宫, 秦云眉头一皱, 杀鸡毕露, 我父亲之前偶然间看见龙巧凤在护法堂, 然后告诉了我, 我就告诉了龙山伟, 迪明春可是怕死得很, 就什么都招了, 秦云离开密室, 把外面的龙山伟抓了进来, 龙山伟也是背下的浑身发颤, 包长寿也从马婆婆纳得知, 秦云在为龙巧凤离开的事情而生气, 离给巧凤带了什么话, 秦云也不和龙山伟多说废话, 我, 那是一封信, 上面是龙巧凤奶娘写的, 那个奶娘现在生命垂围, 想要见见她, 龙山伟感受到秦云浑身杀气, 也是背下的恐惧无比, 巧凤回了龙家, 那么他现在呢, 秦云又问道, 他并没有回龙家, 只是, 只是去了他那奶娘那人, 龙山伟哭着说道, 后来应该被我们龙家的人抓走了, 具体我也不清楚, 我只是负责传话而已, 很显然, 那是龙家故意布下的局, 为的就是让龙巧凤回去, 你真的不知道巧凤最后去了哪里吗? 秦云大力掐着龙山伟的脖子, 他应该在龙家, 龙山伟恐惧地大叫着道, 他刚刚说完, 秦云就一刀将之披纱, 取出他的道单和武魂, 迪明春看见这一幕, 背下的大哭大叫起来, 别杀我, 别杀我, 若不是你们父子, 小凤怎么会离开仙兵宫? 秦云冷声道, 然后走过去, 秦云的明魂胜任闪电般刺去, 将迪明春杀死, 迪明春临死前, 脸上也满是恐惧, 秦云取出他的武魂和道单后, 包长寿说道, 你要去龙家, 你一个人能醒吗? 我们可以帮忙, 我先去看看, 若是小凤还活着, 我就能把他救出来, 如果, 他死了, 那么我再回来找你们帮忙, 将龙家移为平地。 秦云说完, 就立马离开了护法堂, 奥兴州的龙家总部, 坐落在威龙山脉里面的威龙山庄, 而在威龙山脉外面, 有一座威龙城, 也是龙家建筑的巨城。 秦云来到威龙城, 用了许多紫金币去打探消息, 很快就打探到有用的消息。 在这座威龙城的一座飞凤楼里, 准备拍卖一名美人, 传说是奥兴州的四大美人之一。 许多人都猜测, 就是前段时间龙家一直在气拿的龙巧凤。 龙巧凤拥有龙凤双五魂, 前段时间龙家的龙消失之后, 龙巧凤也跟着失踪。 那时候, 龙家就怀疑这件事和龙巧凤有关。 如今, 飞凤楼这座大青楼, 忽然拍卖一个这样的美人, 而且还是奥兴州的四大美人, 显然就是龙巧凤了。 参加拍卖的人很多, 都是为龙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新年中年和老年人都有。 今晚上就开始拍卖了, 还好我来得早。 秦云连忙赶往飞凤楼, 拍卖会就在飞凤楼大门前举办, 谁都能参加, 若是胡乱喊接不买的人, 也出不了这座城的。 要知道, 飞凤楼也是龙家的产业, 所以也没有人敢乱来的。 秦云心中很是担忧, 因为龙家把龙巧凤拍卖了, 显然是龙巧凤没有什么价值了。 之前, 龙巧凤就说过, 龙家的人想拿走他的武魂, 龙凤武魂还是比较罕见的。 秦云想到这一层, 更加担忧了, 飞凤楼下面, 已经齐聚了许多人, 飞凤楼的二层阳台, 站在一名很胖的中年女子, 喊道, 都准备好紫禁闭了没有。 我们今晚拍卖的姑娘, 可是有名的奥兴州美人。 肥老宝, 那大美人的城市怎么样, 如果是拨了许多手的, 就没什么价值了。 对呀, 赶紧说说, 放心, 我们飞凤楼拍卖的女模, 可都是一手, 都是完璧之身。 那肥老宝笑道, 夜幕降临了, 来的人也很多, 秦云原本想进入飞凤楼的, 可却感应到里面有至少五个五王镜, 难道他们故意拍卖巧凤, 为的就是引出巧凤的同党? 秦云忽然觉得, 在这四周肯定有埋伏的。 夜晚, 飞凤楼的二楼阳台, 亮起了灯光, 只见一名身穿红裙, 浑身被绑起来的憔悴的绝美女子, 被压着出来。 果然是龙巧凤, 飞凤楼下, 聚集成千上万人, 他们看见是龙巧凤, 也都纷纷大声呼叫起来。 龙家居然真的把龙巧凤拿出来卖掉, 虽然之前有不少人能猜到, 可现在也不免惊讶。 秦云记得, 龙巧凤在先兵换狱里面的时候, 可是非常怕死怕痛的。 而此时, 她那憔悴秀美的面容, 却满是平静, 显然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了。 看着龙巧凤, 秦云心中也暗暗愧疚起来。 小云, 你别内疚了, 巧凤和龙家的矛盾本就很大, 她上次返回龙家的时候, 不是差点就被取走武魂吗? 这件事也和你没关系, 林韵儿说道, 你要注意那些埋伏在这儿的人。 秦云望着满脸憔悴的龙巧凤, 心道, 韵儿, 巧凤看起来很虚弱, 难道是体内的武魂被取走了? 不知道, 先看看吧, 林韵儿说道, 你一定能把他救走的。 这时候, 底下有人问道, 肥老宝, 如果想要我们花大价钱买下龙巧凤, 如果只是完毕之身, 那还不够, 还需要他有修为才行, 这可是上好的双修定炉。 他的道单还在, 你们大可放心。 肥老宝笑道, 这顿时让更多人感兴趣了, 特别是那些修为强大的富有老者, 都一个个音笑起来。 肥老宝看见来了不少人, 也立马开始了, 喊道, 你们看心情出价吧, 借高者的。 如果乱喊借不买的人, 你们可要小心了。 我出一亿紫金币, 喊话的人, 是一名身穿蓝衣的中年。 我两亿, 三亿, 三亿五, 经过一轮激烈连续的竞价, 在十五亿的时候, 出价的节奏也慢了下来。 如今, 只有三个人在竞价, 一名老者, 一名中年和一名青年, 青年手持折扇, 身穿华贵紫衣, 满脸聪容的出价。 那名蓝衣中年虽然能继续出价, 可却觉得有压力。 年老的老者, 应该是比较富有的, 可他家价是最少的, 看起来也颇有压力。 秦云并没有参加竞拍, 而是做好出手的准备。 最后, 那名紫衣青年, 以十八亿紫金币的价格买下龙巧缝。 那个家伙, 好像是杨家的人, 杨方恒, 听说是杨家非常优秀的弟子, 玄武镜巅峰, 很快就能成为武王。 难道他也是修炼彩因不扬之术的? 看起来应该是了, 杨方恒飞掠到阳台上面, 给了十八亿紫金币肥老宝, 然后笑隐隐地看着龙巧缝。 爆心周的大美人, 我想死你了, 杨方恒满脸饥渴地看着龙巧缝, 舔着嘴唇, 然后伸手去摸龙巧缝的脸。 龙巧缝也连忙咬住杨方恒的手。 啊, 杨方恒被咬得大叫起来, 这儿引得底下一群人哄笑起来, 啪, 肥老宝看见之后, 对着龙巧缝一巴掌打过去。 小贱人, 你竟敢咬你的主人, 赶紧给我舔干净这位公子手上的血。 肥老宝扯着龙巧缝的头发, 杨方恒把手伸向龙巧缝, 冷声道, 你已经是我的女奴了, 你不把上面的血舔干净, 我就在这儿脱光你的衣服。 我呸, 龙巧缝对杨方恒吐了一口血, 肥老宝想继续打龙巧缝, 可却忽然感觉自己浑身无法动弹。 贱人, 杨方恒顿时大骂道, 正想打龙巧缝, 却忽然有一大片鲜血暴涌过来。 那是肥老宝的头颅忽然爆掉, 喷剑出一大片血。 看见这一幕, 杨方恒也是恐惧到了极点, 要知道, 他可是玄武镜巅峰的, 而有人忽然杀死肥老宝, 他却无法察觉。 就在杨方恒想动的时候, 发现自己脚下被许多树藤缠绕了起来。 唰的一声, 一阵细笑传来, 杨方恒伸出去的手, 忽然被砍断, 落在了地面。 第807章天师镇武王, 先是肥老宝的头颅爆掉, 然后便是杨方恒的手臂被斩落, 这几乎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围观的人, 也惊叫得连忙推开, 与此同时, 也有几个武王忽然出现在阳台外面。 李, 是什么人? 杨方恒能清楚地感觉到, 那个人就在附近。 秦云也现身了, 就在他刚刚现身的同时, 手里的明魂圣刃也对着杨方恒的头颅劈去。 啊, 杨方恒顿时惨叫起来, 身体差点被劈成两段。 轰, 秦云的拳头, 猛地打向杨方恒的腹部, 将里面的倒悬单轰打得从杨方恒的背部爆出来。 龙巧凤看见秦云站在自己前面, 那是他非常熟悉的背影, 顿时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我是谁? 我是秦云。 秦云说完, 一拳打向杨方恒的头颅, 将之打碎。 跑到远处的人, 听见秦云这两个字, 都不由得回头看去。 这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过震惊了。 秦云可是传说一样的人物, 而现在却出现在这儿。 谁都知道, 秦云和龙家是死对头, 也是龙家头号大敌。 如今, 秦云深入龙穴, 就是为了救走龙巧凤。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许多事情来, 之前, 龙家丢失了一条龙, 后来也只是知道, 这和龙巧凤有关。 如今, 秦云来救龙巧凤, 那就是说, 龙家那条龙, 是被秦云取走了。 对于龙家来说, 那条龙可是珍贵无比的, 是镇宅之寿。 可却被秦云夺走, 这对龙家来说, 简直是巨大的耻辱呀。 众人此时只想知道, 秦云是怎么取走那条龙的, 那条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原来龙巧凤在和你狼狈为奸, 一名龙家的武王, 看着秦云冷笑道, 秦云, 你来这儿, 根本就是自投罗网。 秦云将龙巧凤放入九阳神破第一株里, 也暂时安心了一些。 在这儿的几名武王, 和多名玄武镜的武军, 都是龙家早已埋伏在这儿的人。 秦云看着那群人, 冷笑道, 就你们这点人, 就想拿下我。 太天真了, 天真的是你, 比一个武王镜不到的家伙, 你今天插翅难逃了。 那名武王大喊一声, 冲向秦云, 秦云连忙将天师阵龙顶放出来, 天师阵龙顶一出现, 就旋转地飞过去。 秦云现在的是玄武镜后期, 能对天师阵龙顶运用得很好, 这口顶用在战斗的方面, 要比用在练气的时候多了。 天师阵龙顶飞旋着过去, 撞击在那名武王身上, 爆发出一阵天师阵效。 可怕的是, 天师阵龙顶上面的天师图腾纹, 像是飞涌出来的天师虚影一样, 产生极强的力量。 哄, 那名冲过来的武王, 直接被天师阵龙顶撞得浑身爆裂。 其他几个想要冲过来的武王, 看见这一幕, 也督心惊不已。 然而, 就在许多人的注意力, 集中在天师阵龙顶的时候, 秦云忽然消失不见了。 天师阵龙顶也随着不见了, 看起来, 就像是秦云带着天师阵龙顶忽然离开了一样。 就在众人吃惊的时候, 一股强悍的舞蹈旋力锋芒涌来。 那天师阵龙顶忽然出现, 猛的坠落, 压在一名武王的身上。 轰了一下, 那名武王的身体, 被重重落下的天师阵龙顶压扁, 飞溅出许多血肉来。 天师阵龙顶里面, 封印着龙家和玄狱的半仙和武帝, 秦云现在也不能打开顶盖, 但是天师阵龙顶释放的天师力量, 对于龙家也有很强的压制力。 一下子就两个武王被干掉, 这可是吓破了龙家那群人的胆子。 就连远处围观的人, 也是难以置信, 因为谁都没料到, 不到武王镜的秦云, 居然能轻松灭杀两个龙家武王。 天师阵龙顶就是厉害, 专门克制龙的法宝呀。 龙家也是倒霉, 遇到这样一个人, 难怪龙家要不顾一切地干掉秦云, 是因为秦云掌握了这件降龙利器吗? 秦云可是葛奇文师, 掌握双齐文魂, 若是他以后能根据天师阵龙顶, 炼制出更多的降龙利器, 那么龙家也没法混了。 是呀, 一群人感慨地说着, 还剩下三度武王, 他们也通知威龙山庄的龙家人, 让他们派人过来。 而秦云干掉那度武王之后, 就带着天师阵龙顶消失。 其他三度武王也都集合在一起, 天师阵龙顶忽然出现了, 冒出一阵阵黑气, 失吼阵阵。 一起挡住, 一名牢者喊道, 天师阵龙顶猛烈地压下, 三名龙家的武王, 也连忙释放最强的力量, 将那冲击下来的天师阵龙顶给挡住。 与此同时, 其他龙家的玄武进武军, 也纷纷地攻向秦云。 秦云冷笑一声, 放出五把飞刀, 飞刀闪烁着寒光, 在四周乱舞起来, 在那群武军身上来回穿刺, 一下子就灭杀了一大片。 龙家那群武军, 刚刚飞过去, 就全部落在了地面。 那三个武王心惊不已, 也决定撤退, 就在他们要撤退的时候, 秦云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把闪烁的强烈阳光锤子。 秦云握着九阳神锤, 来到那三名武王的上空, 施展了断龙震雷势。 通龙,雷鸣正想, 惊天动地, 如怒龙长啸。 那股磅薄的力量, 从空中冲击下来, 如同瀑布倾泻而下, 闪烁着强烈刺目的光芒, 带着藤武的雷电。 轰轰轰, 震雷势之力打下, 天师阵龙顶也忽然飞开, 力量落在那三名武王的身上。 夜空被照亮的同时, 也传出一阵痛苦的惨叫。 秦云高举九阳神锤, 整个人猛地冲空中落下, 锤落得瞬间, 仿佛星辰坠落, 带着无比的灼热与一阵阵冲击。 这是坠心事, 那三名武王, 面对这种专门克制他们的力量, 根本难以招架。 轰, 晴云坠落之势的垂直打下, 那三名龙家的武王, 身体顿时爆裂, 火焰喷腾。 砰, 全伏在空中的天师阵龙顶, 也迅急地压落下来, 将龙家的三名武王压扁, 还抱起一股火焰。 秦云看了看四周那些武军的尸体, 连忙过去, 快速将他们身上的武魂抽取出来。 威龙山庄, 给我等着, 秦云感应到几股强大的武帝气息传来, 连忙隐身消失。 秦云还在威龙城里面, 因为在这儿能打听到接下来的消息, 也能知道龙家下一步行动。 他一容过后, 入住在一家简陋的客栈里休息着。 控制天师阵龙顶对付那些武王, 也让他很是疲惫。 我的快点突破才行, 我如今也只是对付龙家的武王比较轻松, 若是对付其他武王, 就没那么容易了。 秦云回想刚才的战斗, 也是因为天师阵龙顶克制龙家人, 才能让他比较轻松的。 龙巧凤在九阳神破第一株里, 秦云让他出来, 看着受伤憔悴的他, 暗暗心疼着。 巧凤,对不起, 我来晚了。 秦云常叹道, 秦云, 你不用向我道歉的, 应该是我向你道歉。 龙巧凤微微垂着头, 不敢看秦云。 巧凤, 你那奶娘怎么样了? 秦云问道, 他走了, 龙巧凤不由得落泪, 一起都过去了。 秦云轻抚着龙巧凤的面旁, 谢谢你, 又救了我。 龙巧凤看着秦云, 眼神中满是感激。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秦云的手, 按在龙巧凤的腹部, 不由得皱起眉头来, 你的武魂呢? 被他们取走了, 龙巧凤轻轻一探, 他们也发现我有龙图腾。 我去取回来, 秦云脸色一沉, 那龙图腾可是我送给你的, 他们凭什么取走? 秦云, 别去了, 我还能活着, 已经很感激你了, 龙巧凤连忙拉着秦云, 我不能再让你冒险了。 巧凤, 我这不是为了你, 而是你的龙腾图龙武魂, 绝不能落入龙家人手里, 那是我送给你的, 谁都不能取走。 秦云脸色阴沉无比, 可是, 可是你的实力够吗? 龙巧凤很是担心, 放心, 我一定能取回武魂的。 秦云说道, 我先回仙兵宫, 找人过来。 秦云, 还是算了吧, 我能好好地过玩下半辈子, 已经很满足了。 我可不希望仙兵宫为了这件事, 和龙家开战。 龙巧凤悠悠一叹, 别多说了, 你好好休息, 秦云已经决定, 要去威龙山庄。 秦云在威龙城杀死几名龙家武王的事情, 也在一夜间传遍奥新州。 这可是让整个龙家暴跳如雷, 因为威龙城就在威龙山庄附近, 也是龙家的地盘, 可却让秦云干掉几个武王, 还杀死一大片玄武镜的武军。 这可是相当于, 在自己的家里被人踩着狂奏。 如果龙家不做点什么, 那么在奥新州也没法混了。 要知道, 现在林荒凡玉的整个龙家, 可是联合起来了。 所以, 腾龙州那边的龙家, 也极其重视他们整个龙家的地位。 即便是奥新州的龙家被欺负了, 他们也要出手相助, 这才能显得他们团结, 才能振折其他宗门。 但是, 仙兵城也不是吃素的, 里面有一个强大的仙人, 就凭这点, 就让那些想进攻仙兵城的人打消念头。 秦云带着龙巧凤回到了仙兵宫, 来到仙兵殿。 他来到仙兵殿的时候, 就看见蓝素瑶浸泡在仙池之中, 而冰星就坐在旁边, 似乎在调理着蓝素瑶的伤势。 第808章圣童助攻, 秦云走到水池旁边, 蓝素瑶也睁开了眼睛。 再次看见他那双臂蓝的眼睛, 秦云也放心多了, 他的圣童又回来了。 秦云, 谢谢, 蓝素瑶说道, 不客气, 你救了包子姐和水姐姐, 我也感谢你。 秦云坐在仙池旁边, 笑了笑道, 你的情况应该好多了吧。 清晨和天资呢,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蓝素瑶问道, 他们都被封印起来了, 这样能让免受诅咒之苦。 放心吧, 我会去腾龙州找龙家的,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一定会帮他们摆脱诅咒的。 秦云说道, 我也去, 蓝素瑶和尚也谋, 低声道, 我很快就能好起来的, 到时候我要和你去腾龙州。 冰星对秦云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蓝素瑶很强, 有蓝素瑶陪同前去, 秦云也能更有保障。 秦云本来也只是打算来看看蓝素瑶的伤势, 但现在看见蓝素瑶恢复得不错, 他忽然打算带蓝素瑶去威龙山庄。 到时候即便遇到很强的伴仙, 以蓝素瑶的实力, 应该也能对付。 冰星姐, 他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恢复过来。 秦云问道, 他现在就恢复得很不错了, 只是比较虚弱, 需要补充能量。 冰星看着蓝素瑶, 说道, 再过一阵子, 他应该就能完全好起来, 他的恢复力很强。 蓝素瑶说道, 只要我的圣童还在, 我的身躯受伤多严重, 都能快速地恢复过来的。 秦云点了点头, 然后小声地问道, 我惹了点事, 要去摆平一帮人, 越快越好。 素瑶女王, 你能跟我去吗? 蓝素瑶睁开了那双臂蓝的美丽眼睛, 看着秦云, 说道, 都有多强。 最强也只是半仙, 秦云说道, 哗啦, 蓝素瑶从仙池里轻轻地跳跃出来, 身上也没穿衣服。 秦云看着那晶莹艳丽的完美身体, 也暗暗赞叹起来。 蓝素瑶丝毫没有忌讳秦云在旁边, 拿出一套蓝色的衣服, 缓缓地穿上。 冰星轻轻瞪了秦云一眼, 低声道, 扭过头去。 秦云调皮地笑道, 人家素瑶女王都不介意了, 你介意什么? 蓝素瑶那美丽冰冷的脸上, 毫无感情色彩, 即便当着男人的缅穿衣服, 也没有其他不适。 秦云和冰星也觉得奇怪, 蓝素瑶应该是那种比较冰清郁洁的女子, 而现在居然如此大方。 当然, 秦云还是礼貌地扭过头去, 没有再看。 而林韵儿则是怂恿她去做一些不要命的事, 比如去摸摸蓝素瑶。 现在就能出发, 蓝素瑶说道, 她穿着一套蓝色衣装, 简单地扎了下头发。 这个麻, 再等等, 秦云将受伤的龙巧凤从九阳神坡第一珠放出来。 冰星也认得龙巧凤, 本来她还想说一些什么的, 可看见龙巧凤的情况不对劲, 就连忙去探查她的情况。 龙巧凤看着冰星, 也知道这就是仙兵殿里面的那位太上长老。 秦云其实也有些不好意思的, 因为每次有受伤的女子, 她都往冰星这儿送。 我会让她的情况变好一些, 但是武魂方面, 我就无能为力了。 冰星说道, 我会帮她夺回武魂的。 秦云说道, 龙巧凤似乎能看出, 冰星和秦云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也没敢多说什么, 只能默默地感激着秦云和冰星, 冰星此时也在为她疗伤。 冰星把龙巧凤送入仙池下的仙之园, 将她放在那日月仙床上。 龙巧凤武魂被抽走, 也对她自身的灵魂造成很大的伤害, 在日月时空界里进行修养, 能恢复得很快。 秦云看见冰星从仙池里出来,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冰星姐, 辛苦你了, 总是让你帮忙疗伤。 冰星也没抱怨什么, 毕竟她之前也说过, 让秦云把她认识的女人都叫来的, 她想看看那些女人是不是都有前世, 因为想对秦云的前世了解更多一些。 你们这次去, 都注意一些, 知道吗? 冰星叮嘱道, 嗯, 秦云和蓝素瑶都点了点头, 秦云带着蓝素瑶走出了仙兵殿, 刚刚出去, 就看见马婆婆。 马婆婆低声道, 秦云, 有一伙人在城门外面, 是龙家的人。 秦云皱眉道, 他们怎么来得那么快? 你这小子, 在龙家的地盘做掉他们极度武王, 他们能来得不快吗? 马婆婆笑道, 对了, 小凤的情况怎么样了? 秦云在威龙城的事, 也众所周知了, 武魂被龙家的人抽走了, 秦云说起此事, 也是满肚子气, 龙家这群家伙, 等把城门那帮家伙解决了, 我们再去进攻威龙山庄。 马婆婆听见之后, 也是勃然大怒, 不用, 我带这位朋友去就行了。 秦云看了看身边的蓝素瑶, 这是, 马婆婆也不知道仙兵殿里, 什么时候来了一个这样的女子? 我是蓝素瑶, 是秦云的朋友, 蓝素瑶说道, 不, 把婆婆点了点头, 我们快去城门看看吧, 掌教他们在那人挡着呢。 秦云和蓝素瑶, 跟着马婆婆, 飞了过去。 仙兵城的城门敞开着, 但是龙家的人并没有进来, 若是在以前, 他们直接进城, 并且会在仙兵宫的大门前闹, 现在, 他们不敢进城, 也是担心惊动仙兵宫的仙人。 龙家的人都不想来的, 可是他们又不得不来。 要知道, 现在整个澳新州的人, 都知道龙家的武王在威龙城, 被秦云一口气撸了, 这可是奇耻大辱。 龙家若是不做点什么, 别人会更加笑话他们的。 所以, 龙家的人也只能硬着头皮来了。 城门的城墙上, 也站在一些武帝和半仙, 他们倒是有恃无恐, 毕竟在是他们的地盘, 而且他们仙兵宫的整体实力也不弱。 龙家只来了两个半仙和十度武帝, 看样子是不打算真正的开战, 也只是来打打嘴炮, 骂几句秦云和仙兵宫而已。 包长寿就站在龙家那群人的前面, 说道, 你们是来向我们宣战的吗? 龙家那名伴仙冷笑道, 宣战, 就你们仙兵城, 还不配我们龙家向你们宣战? 我们来死, 只是让你们将秦云交出来, 他在威龙城的恶行, 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为官的人, 也佩服龙家的勇气, 明明他们怕得都不敢进城, 居然还吹得自己那么强大。 龙巧凤是我们仙兵宫的弟子, 不管是谁, 都不能迫害我们的弟子。 即便是你们龙家抓拿了龙巧凤, 那我们也必须要将龙巧凤救回来。 包长寿说道, 以龙巧凤勾结秦云, 让我们龙家损失了镇族天龙, 我们将龙巧凤抓拿,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龙家的半仙大声道, 哈哈哈哈, 你们龙家的镇族天龙也太弱了吧。 你们镇族天龙丢失的时候, 秦云还玄武进不到呢。 你们的镇族天龙若是真的被秦云抓走, 这种破玩意还留着干什么? 包长寿大声嘲笑道, 先兵城的一群人, 也跟着轰笑起来, 虽然秦云有这样的嫌疑, 但仔细想想, 秦云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龙家的镇族天龙就在威龙山庄, 据说可是比半仙还强大的龙。 而秦云玄武进不到, 他是怎么去到威龙山庄, 将镇族天龙带走的。 楚兵于大笑道, 说不定是龙家的伙食太差, 镇族天龙自己跑了, 然后怪罪在秦云头上。 你们龙家, 居然养不起自家的镇族天龙。 见如言的话, 又引得众人发出一阵大笑, 龙家的人都愤怒不已, 那名伴仙大喝道, 你们都闭嘴, 让秦云和龙巧讽出来对峙。 他刚刚说完, 众人就看见身穿白衣的秦云, 和一名满脸冰冷的蓝衣女子, 缓缓地降落在包长寿身边。 楚兵于何见玲珑他们, 看见双眸碧蓝的蓝素瑶, 居然和秦云在一起, 都很是惊讶。 秦云, 我问你, 龙家那名伴仙刚刚说话, 就被秦云打断了。 秦云冷声道, 我问你们, 小凤的龙凤武魂, 是不是被你们取走了? 快说, 龙家的伴仙怒道, 是又怎么样? 秦云给蓝素瑶打了一个眼色, 包长寿也忽然感觉到蓝素瑶的身上, 忽然涌出一阵杀气。 只见蓝素瑶双眸闪出一阵蓝光, 将龙家那群笼罩起来。 龙家的人实在没想到, 秦云一出现, 居然就要开打了。 蓝素瑶可是恨透了龙家, 因为紫青城河水添资, 就是被龙家的人诅咒了。 他圣瞳的蓝光, 能让人变得迟钝, 甚至是变成蓝色的雕像。 现在, 他也只是让那些人变得迟钝而已。 秦云也趁现在, 拿出明魂圣刃, 冲过去一刀劈向那名龙家的半仙, 将之拦腰斩断, 并且将那半仙命精和武魂取出来。 呼呼呼, 秦云使用凡刀绝, 窜入龙家那群人之中, 流畅而麻利地挥动明魂圣刃, 那些五弟一个个干掉, 取走他们的武魂和盗丹。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秦云一出现, 说了两句话, 就直接开杀。 而且还是很短时间内, 龙家的人就都被干掉。 站在长墙上的人, 都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难以置信, 杀死半仙和五弟, 居然和割草一样简单。 秦云对付龙家的人, 绝不手软, 再说了, 他的明魂圣刃也需要吞噬强大的灵魂来自我修复。 包长寿愣了愣, 刚刚想说些什么, 秦云就和蓝素遥飞到了空中,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第809章五龙战王, 秦云带着蓝素遥, 飞向微龙城。 因为龙巧凤的武魂被取走, 也激怒了秦云。 他也下定决心, 要将奥兴州的龙家除掉。 微龙城是龙家建造的城市, 龙家的收入来源, 大部分通过微龙城的税收。 秦云现在去微龙城, 也是想看看, 龙家都会有什么举动。 他上次就在微龙城干掉几个武王, 龙家若是重视这件事, 肯定会对微龙城增派人手作证。 微龙城可是龙家的地盘, 如今连龙家的武王都被人杀死, 而且龙家不能将凶手抓住, 这也弄得微龙城人心惶惶。 大家选择在大城市里面, 就为了求个安全。 而如今, 微龙城出现这种事情, 也让人感到有些不安全。 蓝素瑶在来的路上, 拿出面纱插着自己的脸, 是秦云让他这么干的, 因为他的容貌太过招摇。 微龙城的城门, 有许多人都在排队。 现在出入微龙城非常的严格, 秦云带着蓝素瑶过去排队的时候, 为了快些, 他就直接上去, 给了一百万紫金币那个负责看门的一个武王。 百万紫金币, 对于普通的武王来说, 也是不小的财富了, 所以那个武王就直接让秦云进去。 被安排在这儿守门的武王, 都混得比较差的, 只要有的赚, 根本不管洪水滔天。 那些人就在这里面嘛, 蓝素瑶之前虽然没接触过灵荒的人类社会, 但却也没觉得好奇。 因为这和他所在那个荒域差不多, 应该有一些人在这儿, 秦云带着蓝素瑶来这儿, 打算将威龙城破坏掉。 只要将这儿破坏了, 对腾龙州的龙家, 打击也是很大的。 只有如此, 才能振折龙家, 威龙城里面还是很热闹的, 毕竟这是龙家的地盘, 即便之前有几个武王被干掉, 可却依然有很多人在这儿。 威龙山庄就在附近, 众人还是比较放心的。 大街上, 时不时有龙家的人在巡逻, 那些人看起来都不强。 龙家居然还那么淡定, 秦云走在街上, 也没看见有更强的人去巡逻。 小云, 龙家强大的武帝半仙, 可是死去不少的。 林韵儿说道, 之前进入禁忌死城死掉一些, 在仙兵城的城门外, 也被你干掉一些。 龙家的人手不足, 也正是龙家最削弱的时候。 这么说来, 他们应该增派了不少人来这座城市, 只要找到修为不错的, 我就可以出手了。 秦云暗暗笑着, 奥兴州的龙家, 确实没太多强者了。 但是腾龙州和其他几个州, 还是有不少的。 如今奥兴州的威龙山庄需要帮忙, 其他几个州肯定也会过来帮忙, 他们龙家现在是一个整体了, 肯定会联合起来的。 秦云带着蓝素瑶, 走向一座山庄, 那人是威龙城的城主府。 城主府的大门前, 有许多人排着队。 秦云也打听到, 城主府正在招兵买马, 这也和林韵儿之前猜测的一样, 龙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秦云来到城主府的门口, 就看见一名穿着金色衣裳的中年, 他肥头大耳的, 脖子很粗, 背着双手走来走去, 身后跟着许多人。 他在门口走来走去, 看着那些排队的人。 那个金一中年是五王镜的, 看起来很不可一世的样子, 对排队的那些人各种嫌弃。 怎么都是这种垃圾来排队, 他们难道以为有那么容易成为我们龙家旁戏吗? 那名中年很是不屑地说道, 城主, 我们开出的条件太低了, 本来家族说好五百万紫金币一年的, 但你, 你却只拿出两百万来招人。 一名老者低声道, 两百万一年, 招巅峰五军, 难道不够吗? 那城主冷笑道, 这个是有点少了, 那老者轻叹道, 这时候, 那城主瞥见秦云和蓝素瑶。 蓝素瑶身穿蓝衣, 简单地扎着头发, 遮着面纱, 看起来打扮得非常简单朴素, 可是他那双臂蓝的毛子, 却非常的引人注意。 威龙城主看见蓝素瑶之后, 就笑盈盈地走过来。 这位姑娘, 你来排队, 是准备加入我们龙家的吗? 威龙城主目光带着银鞋, 猥琐地笑着问道, 秦云连忙说道, 不是, 我们只是路过, 威龙城主看了看秦云, 见秦云也只有玄力锋芒而已, 是玄武镜后期的, 不懈地喝道, 死随从, 给我闭嘴。 这儿还轮不到你说话, 威龙城主的大喝声, 也让四周的人都看过来。 在威龙城的人, 也都知道这个城主的品性很恶劣, 也见怪不怪了。 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让我闭嘴? 秦云冷笑道, 她一容过了, 即便满街都是她的画像, 也没人能认出她来。 就凭我是城主, 只要在我这座城市, 我让你吃屎, 你就得吃。 威龙城主更加愤怒了, 大声说道, 你自己长嘴巴, 若是我动手, 我能把你的嘴打烂。 我若是不听你的呢? 秦云拳头忽然紧握起来, 威龙城主看了看蓝素摇, 问道, 美人, 你的随从很不听话, 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以放她一马, 但是麻, 你要到我府上做客几天? 就你这种货, 快撒跑狗尿照照自己的蠢样, 还想追我家的素摇女王。 秦云激笑道, 众人顿时吸了一口冷气, 居然有人敢这么骂威龙城主, 这简直是不知死活。 蓝素摇也只是在静静地看着, 你这随从, 真是欠打。 威龙城主顿时勃然大怒, 看向身边的那名老者, 说道, 把那小子的嘴打烂。 那名老者是玄武镜巅峰的, 他走过去, 还拿出了一块铁板, 看来是专门用来长嘴的。 他过去之后, 就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 挥起那块铁板, 猛地转身, 砸在了威龙城主的脸上。 碰了一下, 威龙城主的脸被打得正想起来, 也被打萌了。 看见这一幕, 谁都知道, 那个老者绝对不是故意的, 而是被人控制了。 众人也连忙散开, 以, 你敢打我, 威龙城主看了看那老者, 然后看向秦云。 打就你就打你, 秦云猛地一拳击出, 直冲在威龙城主的鼻子上。 啊, 威龙城主被打得惨叫一声, 鼻血标射出来。 在威龙城, 当众挑衅威龙城主, 而且还打威龙城主, 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也只有一个, 就是秦云。 众人马上想到了这点, 离得更远了, 排队的那群人也忽然地散开。 威龙城主也不蠢, 知道眼前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就是秦云。 你是秦云, 一个王八蛋, 威龙城主怒喊一声, 拿出了一把大刀劈去。 也在这时, 蓝素瑶的眼睛冒出一阵蓝光, 让威龙城主和那群冲过来的人身体变得僵硬起来。 秦云手中的明魂圣刃黑气腾腾, 对着威龙城主一刀劈下去。 威龙城主顿时惨叫起来, 灵魂也被明魂圣刃吞噬吸收。 一成之主, 居然就这么被干掉了。 其他人都看傻眼了, 他们之前还以为秦云能杀死几个武王, 是因为那些武王毫无防备。 可是那个威龙城主, 明知道是秦云, 却依然难以抵挡。 这让众人不得不怀疑, 秦云拥有武王镜的实力了。 城主,城主, 那名老者惊恐地大叫着。 他既然是你的主人, 那你也去陪他吧。 秦云的挥刀一批, 又是一阵鲜血飙飞出来, 那老者也被干掉了。 城主府里面, 忽然抱涌出几股强大的气息。 和秦云之前猜想的一样, 龙家也派来了几个强者来坐镇, 但还是太少了。 飞略出来的几个龙家的人, 都也只是武王镜的而已, 连一个武帝都没有的。 他们一出来, 在远处围观的人就惊喊道, 是龙家武龙战王, 都是实力强大的中年巅峰武王。 这五个武王, 可是龙家非常有名的, 听说他们五个联手, 能升秦武帝。 秦云这下子要栽跟头了吧, 他也真蠢, 明知道龙家会派人来这儿助手, 却不知死活地来闹事。 秦云之前杀死的那几个武王, 也只是比较菜的。 而武龙战王, 身经百战, 是武王之中的精英, 只差半步就是武帝了。 远处的人, 纷纷惊叹着那武龙战王的实力。 那武龙战王看起来也确实很强, 身穿紫金战甲, 手里的紫金战刀很大很霸气, 刀柄雕刻着龙头, 闪烁的紫金光芒也刺眼, 散发着道文的气息。 五把同样的盗器战刀, 五套盗器战甲, 看起来确实充满足力量。 这也是众人觉得秦云要玩的原因, 因为在装备上面, 武龙战王就远超秦云。 一些垃圾盗器, 居然也拿出来炫耀。 秦云低横道, 秦云, 我们今天一定会将你活抓, 然后公开处死。 一名忠言说完, 猛地冲向秦云, 对着秦云大力一刀劈下。 紫金大刀挥起的瞬间, 龙校真正, 仿佛紫金龙附在上面一样, 散发着透明的紫金龙虚像。 过来攻击秦云的, 也只有一人而已, 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武王, 就能拿下秦云了。 那名武王的刀, 眼看就要落下, 却忽然停住, 他的身体僵住了。 蓝素瑶的圣童, 闪烁着微弱的蓝光, 将那名武王定住。 第八百一十章进攻龙家, 就在那名武王的身体迟缓的瞬间, 秦云的明魂胜任如同黑色的闪电, 猛地刺入那武王的身体。 从旁边看去, 就像是一道黑色闪电贯穿了身体一样。 众人看得震惊不已, 那名武王可是身穿道气战甲的, 可却被秦云那把满脸裂痕的刀刺穿。 刷, 秦云的刀向下一压, 将那武王的身体连带紫金战甲划开, 劈成两半。 实力令人震惊的巅峰武王, 居然就这么挂掉了。 众人都惊恐地吸着冷气, 不由得浑身一颤, 因为秦云这个年轻人的实力, 已经超出他们认知的范畴了。 当然, 他们都不知道, 那是因为有蓝素瑶在旁边, 他那双厉害的圣童也令秦云向往不已。 一起上, 那四名龙家武王, 也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然后从四个方向, 冲向秦云。 蓝素瑶的眼眸, 射出微弱的蓝光, 打入那四个武王的体内, 让他们在冲过来的时候, 身体慢慢地僵硬, 变得迟缓。 若是他放出更强的蓝光, 就能让人变成蓝色雕像。 当然, 那种光芒对秦云是无效的, 那四个武王也在那瞬间, 接触到蓝素瑶那双碧蓝的美丽眼睛, 他们也都知道, 这双美丽的碧蓝眸子, 充满着可怕的力量, 能让他们的身体僵硬。 修修修修, 秦云连续闪身四下, 披斩四下,将那四个武王拦腰斩断。 他的冥魂圣刃虽然有裂痕, 还要剖开那些垃圾倒戏还是很容易的。 那四个武王身穿的紫金战甲, 看起来是很厉害, 但秦云一眼就看出, 只雕刻了夏婷道文而已, 只是样子做得很夸张和浮夸, 才把人吓到。 刚才被一群人吹到天上去的武龙战王, 现在都被干掉了。 秦云肯定用了很强的定身符, 对了,这家伙是很强的奇纹师, 而且掌握定身符什么的。 他娘的, 这种奇纹师也太犯规了。 众人顿时感慨不已, 掌握好的奇纹, 若是雕刻出好的符路来, 在战斗的时候, 就能打得别人怀疑人生。 秦云将那些尸体收起来, 里面的盗丹和武魂, 都对他有用, 能让他进行炼魂。 城主和武龙战王都被干掉了, 这也令整个威龙城的人惊慌不已。 此时,谁都知道, 秦云要准备灭掉这座威龙城。 威龙城顿时吵闹不已, 许多人都腾空而起, 飞向四个巨大的城门。 威龙城虽然有很强的结界, 但那也只是防御外面的攻击而已, 若是有人从内部攻击, 根本无法阻挡。 只是片刻间, 威龙城内部就空荡荡的, 秦云双全紧握, 闷喝了一声, 一股强悍的地震神通之力, 通过他的双脚灌入大地之下。 轰轰轰, 威龙城顿时狂猛地摇颤起来, 许多剑竹纷纷崩塌。 许多人出城之后, 都悬浮在空中, 看见下方那座庞大的城市, 在短短的时间就崩塌成废墟, 也都恐惧无比。 秦云的地震神通之力, 随着他的修为提升也增强了许多, 那股震荡波在地面肆虐着, 令大地上下起伏, 猛烈的波动开裂, 能把大地变成凶猛澎湃的巨浪。 威龙城被一片浓浓的尘土笼罩, 城墙和里面的所有一切建筑都被震毁了。 那个耗费大量资源建造的结界, 也因此而毁掉。 秦云也带着蓝素遥, 从浓浓的尘土之中飞离, 前往那威龙山庄。 这座城市, 可是龙家的面子, 是龙家的基业, 多年来为龙家赚取了大量的紫金币。 可现在却被一个人毁掉, 秦云毁掉了威龙城, 那么下一步就是毁掉威龙山庄。 龙家自己招惹秦云, 终于尝到苦果了。 秦云当年还很弱小来着, 龙家估计也没想到, 秦云会成长得那么快。 我们要不要去威龙山庄看看, 走, 去看看热闹, 见证一下龙家被灭, 这也是相当于见证历史呀。 一大群人顿时兴致勃勃, 发现威龙山庄, 威龙山庄距离这儿并不远, 威龙城发生的事情, 威龙山庄里面的人, 肯定也知道了。 暴兴周各大势力的巨头, 得知仙兵城大门前, 有龙家的半仙和五帝被灭, 就以为仙兵城要进攻龙家, 所以也立马赶去看热闹。 暴长寿他们本来也想去帮秦云的, 但担心他们离开的时候, 会有人来扰乱仙兵城, 所以他们都没有行动。 他们也知道, 有蓝素瑶帮忙, 秦云肯定能拿下龙家的。 剑家和龙家是死对头, 龙家遇到这种事, 对于剑家来说, 也是喜闻乐见的。 剑士天和一群人, 也连忙赶去看热闹。 爷爷, 听说要仙谷、 杨家、 天家、 苍火仙山, 都赶去增援龙家了。 剑南虎说道, 我们到时候要不要帮仙兵城一把。 剑南虎跟着剑士天他们一群人, 飞行在空中, 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威龙山庄。 剑士天说道, 先看看情况, 仙兵城敢进宫龙家, 肯定是有什么倚仗的。 而且他们也没约上我们, 爷爷, 灵荒不能有仙人的, 仙兵城为什么会有一位仙人? 难道他们把那位仙人请出来了? 剑南虎有些震惊地问道, 仙兵城有特殊的结界, 能让仙人停留, 但那位仙人却不能离开仙兵宫? 这件事都是大家都知道的, 剑士天说道, 所以那位仙人不能跑出来, 顶多也只能护着整座仙兵城而已。 秦云这次肯定也去了, 也不知道他成长到了什么地步。 剑南虎非常期待, 威龙山庄的大门口, 雕刻着许多金色的龙雕, 在九阳的照耀下, 金光闪闪, 灰红华丽。 秦云和蓝素瑶来到大门前, 就看见一大群人站在龙家的大门前。 小云, 有玄狱的家伙, 林韵尔说道, 玄狱里面的某个势力, 和龙家的关系不错, 之前虽然有不少死在禁忌死城里, 但还是有几个留在龙家。 腾龙周来的半仙, 也有两三个半仙在龙家这儿呢。 除此之外, 其他家族和仙门, 也都派来帮手。 威龙山庄的大门, 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广场, 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龙雕, 如今龙家那边的人, 就站在那个龙雕下面。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来进攻威龙山庄的人, 居然只有两个人, 就是秦云和一个蓝衣女子。 此时, 从威龙城赶过来看热闹的促十万人也都来到了, 密密麻麻的悬浮在远方的空中, 俯瞰着龙家那气派奢华的大门和广场。 真的只有秦云和那个女子吗? 有人疑惑得道, 我还以为在路上的时候, 会有先兵城的其他人来参战的。 就是呀, 就秦云和那个女子, 怎么打得过龙家那么多人? 他们难道是来求饶的? 理在书校的吧? 秦云刚刚把威龙城灭掉了, 他要求饶, 会干这种事。 快看, 剑士天他们来了, 众人猛地看向远处那剑气逼人方向。 果然是剑士天和一群剑家的人, 剑士天来到之后, 也立马得知消息, 秦云自己单枪匹马进入威龙城, 干掉几名强大的武王, 然后将整座威龙城震碎。 掌教, 秦云身边那名女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实力, 虽然一直跟着秦云, 但却没出过手。 一名剑家的探子说道, 那个女子, 剑士天远远地看着蓝素瑶, 不由得瞳孔收缩, 忽然明白, 为什么只有秦云和一个女子来。 因为那个女子是蓝素瑶, 剑士天可是很清楚蓝素瑶的实力, 即便是半仙面对蓝素瑶, 那也只是几个瞬间的事情, 就要被干掉。 蓝素瑶的那双圣童实在地太过逆天了。 爷爷, 秦云现在到底是什么修为, 他和一个女人, 就准备挑了整个龙家吗? 剑男虎惊讶地看着秦云的背影, 龙家那边的强者不少, 玄狱和腾龙舟的人都有。 一名剑家的老者皱眉道, 我们如果要出手, 也要做好伤亡的准备。 剑士天长叹了一口气, 龙家可能要完了。 爷爷, 那个女子是仙人, 剑男虎惊问道, 不是, 但只有仙人才能制住他, 剑士天并不担心秦云, 他也很好奇, 秦云和蓝素瑶可是有很大矛盾的, 居然能联手。 秦云这家伙, 为什么总能勾搭这些厉害的女人? 剑男虎不由得低骂起来, 阿虎, 这就是你和他的差距, 剑士天摇头一叹, 哼, 我是孤傲的剑客, 不需要女人, 剑男虎很不屑地道, 我迟早会击败秦云的。 秦云和蓝素瑶, 看着前方那群人, 都很从容。 秦云, 就你自己来嘛, 包长寿他们呢, 都躲起来了, 说话的人, 是一名老汉, 身披淡金色的盔甲, 手里握着一把雕龙的拐杖。 我来就够了, 秦云说道, 就你们两个, 别说要对付我们了, 你们想跑都跑不了的。 那老汉冷笑道, 其他龙家的人, 也看着四周, 想看看是不是有仙兵城的人埋伏着。 把巧凤的龙凤武魂还回来, 秦云看着那名老者, 声音冰冷地说道, 龙巧凤是我们龙家子弟, 我们要他死, 他就得死。 况且他还勾结外人, 害我们损失镇族天龙, 我们抽走他的龙凤武魂又如何? 而你, 又有什么资格所回他的龙凤武魂? 那名老汉也很愤怒, 因为他们的龙没有了。 第811章最强扮仙, 损失了镇族天龙, 对龙家来说是无比巨大的耻辱。 要知道, 在凌荒凡玉的几个龙家之中都有一条镇族天龙, 而奥兴州的龙家, 却丢掉了, 如今还生死不明, 这必定会让他们被其他龙家所耻笑的。 龙巧凤的龙武魂上面, 有龙图腾, 那就是我雕刻的。 秦云高声说道, 我绝不能让那拥有龙图腾的龙武魂, 落入你们这群家伙的手里。 听见秦云此话, 众人无不震惊, 就连龙家那群伴仙, 都对此感到意外。 剑是天井皱着眉头, 因为他知道剑如炎身上有剑图腾的, 而且还是忽然出现, 他虽然发现, 可却没去问剑如炎。 如今, 他不由得怀疑, 那极有可能是秦云雕刻在剑如炎的武魂和身体上。 谁都知道秦云有龙图腾, 而且还送给了剑家。 可是, 能将图腾纹雕刻在武魂之中, 那可是需要掌握炼魂师的炼魂秘术才行。 各大势力都有炼魂师, 但是那些炼魂师都不精通奇闻之道, 所以都得配合其他奇闻师进行炼魂, 效率也很差。 而像秦云这种, 既是奇闻天才, 又是炼魂师的人物, 放眼整个灵荒繁育, 如凤毛铃角般稀有。 龙家的人在那瞬间, 都巴不得把秦云控制起来, 为他们龙家的每个人都雕刻龙图腾纹, 那能让他们获得更强的力量。 剑是天之道秦云是炼魂师之后, 也换出了本命之剑, 其他几个剑家的半仙, 也都立马进入作战准备。 让我出手吧, 他们提防剑家的人就行了。 一名穿着红袍的白须老者, 缓缓地飞掠出来, 站在秦云和蓝素瑶前面。 前辈, 你一定要将秦云抓起来, 这个家伙掌握的龙图腾, 是属于我们龙家的, 是他从我们龙家盗取的。 龙家的一名老者说道, 为官的人, 都大骂龙家不要脸, 谁都知道, 掌握龙图腾的人很少, 根本难以盗取, 就连龙家的人, 也没几个能掌握的。 龙家这么说, 也是想将秦云抓起来, 好控制秦云这个奇闻炼魂师。 蓝素瑶虽然从小在那个荒域里面长大, 却也知道奇闻师和炼魂师的厉害。 比如纳龟老仙, 就是一个奇闻师, 在荒域里面就得到许多人的尊重。 就连他, 都得对纳龟老仙客气一些。 那名白虚老者, 看起来很强, 地位也很高, 他眼神中满是轻蔑, 藐视着秦云和蓝素瑶。 他用一种无比傲慢的语气, 说道, 秦云, 你若是肯认罪, 做我的奴仆, 我也只是将你软禁起来。 绝不虐待你, 也保证你今后的日子过得非常潇洒。 老家伙,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我今天来此, 不是认罪, 也不是谈判, 而是取回巧缝的武魂。 你们若是不给, 我就和你们拼命。 秦云冷声道, 龙家那名老者顿时大喝道, 秦云, 你放尊敬点, 你知道那位前辈是谁吗? 他可是来自玄狱的赵鱼权前辈, 只差一截, 就能语化成仙。 在场的武王和武帝, 就连半仙, 都哗然一片。 斗面带无比的向往与尊敬, 看着那名白薛老者赵鱼权。 半仙有七截, 只要渡过就能语化成仙, 能进入仙荒。 也就说明, 赵鱼权是仙人之下最强的人类了, 是半仙之境的巅峰存在。 要先古的半仙说道, 秦云, 你对一个未来的仙人如此不敬,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秦云冷笑道, 半仙七截的最后一截, 是逆天之节, 他能渡过再说吧。 许多半仙都在这一截被轰得灰飞烟灭, 在我眼里, 他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而已。 他这番话, 也让许多半仙沉默了, 恐惧了。 半仙难以成仙的原因, 就是难以克服心中的恐惧, 不敢贸然渡劫, 否则就会死。 秦云的话, 也不无道理, 逆天之节非常可怕, 能渡过此节的人, 万中无一。 促万年来, 许多非常被人看好的天才, 也都在渡劫之中魂飞魄散。 所以, 无论天赋再好, 只要不能一直活下去, 那就不算什么天才。 有许多所谓的天才, 就无法度过半仙七截。 赵鱼泉看着秦云, 眼角微微跳动着, 他心中愤怒不已, 因为秦云触动了他内心最恐惧的东西, 戳中了他的心中的痛点。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不懂得珍惜, 不管你多么有天赋, 多么奇才, 你今天都要死在我手里。 赵鱼泉愤怒的声音传出, 朕的方圆万里都在摇颤。 大鼓音波, 滚滚如雷, 冲向秦云和蓝素摇。 赵鱼泉也只是气势一放, 就如此可怕了, 这也让许多半仙都看得暗暗震惊。 不少半仙, 也都是刚刚成为半仙而已, 连一节都没有度过的, 也不敢去度节。 所以他们对比度过六节的半仙来说, 实力相差太远了。 赵鱼泉的气势一放, 身体闪烁着光芒, 呼得一下, 就略向秦云。 秦云在那一刻, 只感觉到无比磅薄的力量笼罩下来, 他和蓝素摇四周地面的石砖, 一下子就崩碎了, 变成一片粉尘, 大地也裂开。 在远空围观的人, 以及龙家那边的人, 都感到惊恐而羡慕。 这种强大的力量, 也正是他们所追求的。 他们顿时觉得有些可惜, 因为秦云要死了, 一个奇闻炼魂师, 可是无比珍贵的, 若是能控制为他们所用, 将会让他们得到更强的力量。 赵鱼泉强大无比的力量, 令众人心生恐惧, 像是被死亡笼罩着一样。 但是, 让众人更加惊讶的是, 蓝素摇和秦云, 竟然一点都不怕的样子。 秦云可是见过风浪的人, 他遇到过血影, 月幽, 冰星, 瑶芳, 鬼龙, 都是实力远超仙人的。 对于赵鱼泉那种半吊子的仙人气势, 秦云一点都不怕。 蓝素摇之前和鬼龙交锋过, 遇到过比赵鱼泉更强的家伙, 所以也显得很从容。 秦云,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臣服于我, 做我的奴仆。 赵鱼泉身若红中, 正想天地, 带着一股充满振折力的气势。 他并没有愤怒彻底冲昏头, 他来自玄狱, 很清楚奇闻恋魂师的重要, 更别说是秦云这种掌握双奇闻魂的超级天才。 你一个快死的家伙, 即便你做我的奴仆, 我都嫌弃你。 你居然还想让我做你的奴仆, 做梦去吧, 秦云也放声讥笑道, 众人实在想不明白, 秦云哪来的勇气。 居然在这种时候, 还能说出如此充满挑衅的话语来, 摆明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你不做我的奴仆, 又不肯去死, 那我只能将你封印起来, 将你折磨得生不如死。 赵鱼泉愤怒一吼, 天地震动, 一股充满威势的气势, 猛地笼罩下, 画成一只巨大的白色手掌, 拍向秦云和蓝素瑶。 蓝素瑶的身躯, 忽然闪烁着蓝芒, 轰, 那手掌拍下去的时候, 也忽然被震开。 蓝素瑶和秦云没事, 众人也发出震震惊呼, 没想到那个女子竟然那么强大。 赵鱼泉也暗暗心惊着, 意外地看着蓝素瑶, 然后快速地冲过去。 可她刚刚迈出两步, 身体就变得非常的迟缓。 她看着蓝素瑶那双臂蓝的眼睛, 只感觉到有一股奇特的力量涌来, 进入她体内之后, 令她身体僵硬。 秦云手里忽然出现了冥魂圣刃, 她看见赵鱼泉的身体顿住的瞬间, 就闪身过去, 动用自己最强的力量, 注入冥魂圣刃之中。 呼啦, 她挥刀披斩的瞬间, 像是要撕裂空间一样, 发出一阵令人恐惧的尖锐呼啸, 仿佛来自久悠的恶魂呼啸。 秦云那简单俐落的一刀劈下, 将赵鱼泉的身体劈成了两段。 因为这一幕过于震惊, 顿时间令所有人感觉到时间凝固, 也受到了无比强大的冲击。 赵鱼泉一个度过六节的半仙, 居然被人砍成了两半。 呼呼呼, 秦云一刀下去之后, 紧接着又是几刀快速连着过去, 将赵鱼泉大卸八块, 碎尸散落一地。 就在众人还没感应过来的时候, 秦云就将那碎尸收了起来。 剑十天紧握着本命之剑, 也已经手心出汗, 恐惧着蓝素瑶那可怕的圣童之力, 居然轻松就能解决赵鱼泉。 他之前虽然说过, 只有仙人才能置住蓝素瑶, 但自己却还是有些不幸的。 现在, 他彻底地相信, 真的只有仙人才能击败蓝素瑶。 龙家的人, 以及龙家同盟势力的巨头, 被眼前这一幕, 吓得浑身发颤。 他们无比尊敬的赵鱼泉, 居然就这么被秦云给灭掉了。 在刚才, 谁都看见, 是蓝素瑶发功了, 只是不明白他用了什么手段。 难道这就是仙兵宫那名仙女, 仙兵宫神秘的太上长老? 不是说, 那个仙女不能离开仙兵宫的吗? 一离开就会进入仙荒, 说不定他有什么办法压制了自己的修为。 听说那个太上长老非常宠爱秦云, 难怪他们才来了两个人, 因为其中一个就是仙人呀。 远空围观的那群人, 顿时爆发出轰闹的惊讶讨论声。 龙家那群人, 也都被吓傻了。 他们无法确定, 蓝素瑶是不是先兵宫的太上长老, 他们只知道那个太上长老是个仙女, 而且还非常美丽。 我之前给过你们机会, 让你们交出巧缝的武魂。 现在, 我不会再给你们机会了。 秦云充满杀气的声音传来, 也令龙家的人陷入恐惧之中。 第812章 仙龙威慑, 龙家这群人, 都被蓝素瑶那诡异的力量振折住, 陷入一阵短暂的恐惧之中。 要知道, 这儿还有不少其他势力的人, 只是龙家的同盟而已。 这些龙家的盟友, 之前都以为秦云先兵宫很好对付的, 也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六结伴仙在这儿, 所以都以为能轻松地击溃先兵城的人。 先兵城并没有来多少人, 也只是秦云和一个神灭而强大的女子来了而已。 可是, 蓝素瑶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像是仙人一样强大, 让龙家的盟友都恐惧起来。 各位, 我们根本就不必惧怕他们的, 那个女子, 并不是真正的仙人, 只是懂得一些厉害的邪术, 我们只要联合起来, 从四面包围过去, 就能将他们两人拿下。 龙家的那名老者说道, 我们腾龙周也有一群帮手在路上了, 很快就能抵达, 大家不要惧怕他们。 毕明忠年也大喊道, 得知腾手里那边派来救兵, 龙家的盟友也都感到安心了许多。 秦云的环不是武王, 他只是依靠那个女子的帮忙, 才能轻松得手。 我们一起冲过去, 他们肯定无法得手, 团结就是力量, 龙家的老者大喊着, 鼓舞着其他人, 也鼓舞自己。 毕竟这群人都是活了许多年头的人, 当然看得出蓝素瑶的具体实力。 根据他们的经验来看, 蓝素瑶的实力确实很强, 但还没到达仙人的修为。 冲,拿下他们, 我们那么多半仙武帝, 一定击败他们了两个人的。 杀,龙家的人, 和他们的盟友, 顿时纷纷大叫起来。 震天的喊声, 也令这片微龙山脉震战起来。 这时候, 几十个武帝半仙, 一同释放出强悍的力量气息, 如果透明的波浪, 忽然震荡开来。 在远空上面围观的人, 只觉得这一幕震撼无比, 就连他们都想参与到这场战斗之中。 但是, 他们又觉得有些好笑, 因为龙家那么多人, 以如此气势出击, 居然只进攻两个人而已。 蓝素瑶踏出几步之后, 那双蓝色的圣童, 蓝芒闪烁。 如果有那个四方眼就好了。 林韵尔说道, 蓝素瑶得到的四方眼, 被那个鬼龙吃掉了, 当时就让秦云觉得非常可惜。 他虽然没有了四方眼, 但那双蓝色的圣童却也很强, 释放出来的蓝色极光, 如同蓝色的海桃般, 冲向前方那群人。 那群冲过来的人, 速度忽然变得缓慢起来。 杀, 秦云手里的冥魂圣刃, 也振战起来, 似乎非常渴望着吞噬大量强大的魂魄。 他冲进人群之中, 就大杀特杀起来。 比较前面的那些人, 都是五地镜的, 他们身上虽然有护甲, 但在冥魂圣刃面前, 都像是纸糊的一样。 秦云也基本是一刀一个, 剑是天他们本来也想下去的, 但是他深知那种蓝光的可怕, 也只有秦云能不怕那种蓝光。 秦云冲进去, 被蓝光照射到, 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也是秦云为什么不让那么多人来, 因为他们即便来了, 也不好施展, 还不如守在仙兵城。 龙家和玄域的那几个最强的半仙, 都没有冲锋, 而是躲在后面。 蓝素瑶圣童释放出来的蓝光, 笼罩着威龙山庄门前的整个广场。 即便有些人没有冲过来, 也一样被照射到。 龙家那群, 还是低估了蓝素瑶的力量。 要仙谷半仙, 仓火仙山, 齐文殿, 天家, 杨家等几个龙家的同盟势力的半仙, 都一个个地被秦云劈杀而死, 尸体也被秦云收走。 蓝素瑶虽然站在那人不动, 但他却是最可怕的, 因为他圣童释放出来的蓝光, 就像是无比强大的定身术一样, 能让人无法动弹。 围观的人, 每当看见有半仙被干掉, 都发出一阵激动而惊讶的呼叫。 因此也有络绎不绝的呼喊声传来, 令现场的气氛更加的沸腾。 杀杀杀杀, 半仙武帝, 可是这片灵荒之中最强的一群人, 虽然不多, 但却是灵荒之中顶峰的人物。 如今却都如同草鸡一样, 被人一刀就斩杀。 这也是最令人感到最惊骇的, 让人向往不已的五帝半仙, 居然也如此脆弱。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 也和普通人一样会死。 只是短短的片刻间, 地面就满是鲜血。 龙烈的血腥气和梦幻的蓝光, 笼罩着这片广场上, 充满死亡而惨烈的气息, 却又美丽而梦幻。 刷刷刷, 秦云的杀戮还没停止, 他放出去的那些飞刀, 也在疯狂地收割那些武王武军的生命。 他催动明月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 控制凌晶玄器的飞刀, 穿刺着那群武军和武王。 有些人身上的护甲很强, 飞刀无法穿透, 秦云就飞略过去一刀劈杀。 威龙山庄大门前的广场, 有着一个雄武的龙雕, 这个龙雕四周都满是鲜血。 巨大的广场被染红, 武军和武王, 被蓝光笼罩, 根本无法动弹, 生命都被秦云收割。 他们都恨不得将秦云杀死, 可他们现在却都被秦云取走了性命。 把巧凤的武魂交出来, 秦云充满愤怒和杀意的怒合声, 震向八方天际, 令人心灵震战。 龙家和他们的那群盟友, 都全部阵亡了。 他们原本聚集在这儿, 也是在合谋着如何进攻仙兵城, 将整座仙兵城覆灭的。 可他们还没出击, 就被秦云堵在门口狠揍。 如今, 也只剩下几个龙家的半仙和弦欲来的人。 他们都大大低估了蓝素瑶的实力, 他们之前都以为, 蓝素瑶那双眼睛也只能对付几个人而已。 没想到只要被蓝光笼罩, 都会被定住无法动弹。 秦云, 在这儿有那么多人看着, 你杀死我们玄狱前辈的事, 肯定也会传回去的。 我们玄狱里面的宗门之庞大, 可不是你能想象到的。 一名玄狱的老者, 用充满着威胁的语气说道, 可眼神中却又带着恐惧。 玄狱的实力很强, 里面也宗门伶俐, 但是, 秦云却不管那么多, 挥刀一斩。 那几个玄狱的半仙, 也被秦云劈杀而死。 秦云也是恨透了这群玄狱的人, 他们来凌荒繁育的目的, 就是联合龙家搅乱整个繁育, 从而避免被凌荒繁育的势力进攻玄狱, 甚至还打算控制繁育。 现在, 也只剩下龙家的人了。 说, 巧凤的武魂在哪里? 秦云的刀架在那名老者的脖子上, 立刻道, 你想夺回龙巧凤的龙凤武魂, 别做梦了, 我们早已送往腾龙州, 你有种就去腾龙州的龙家总部抢驳, 哈哈哈哈, 那名老者说着, 身体忽然膨胀起来, 他居然想自爆。 半仙若是自爆, 威力可是非常可怕的, 秦云连忙几刀过去, 将之披杀之后, 就放入九阳神坡的第二株, 那里面是专门放尸体什么的。 就在秦云干掉那名老者之后,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怒聋的吼笑。 呼呼, 一阵狂风席卷而来, 也令人骚动起来, 纷纷看向龙啸的方向。 只见那边金光闪闪, 晶云涌动, 一头体长千米以上的金色巨龙, 藤捂着巨大的龙区, 发出阵阵令人震耳欲聋的笑声, 霸气腾腾而来。 藤龙州派来支援的人来了, 但是却来晚了, 龙家的人并没有完全被杀掉, 也只是一群最强的半仙, 五帝五王和五军被干掉了, 还有不少杂鱼在威龙山庄里面, 可都充满了恐惧。 藤龙州派来的人, 也是龙家的, 而且还带着一条威猛巨大的金龙玩来。 在这儿, 有不少人都活了许多年, 都没见过活生生的龙。 现在, 他们终于见到了, 也被那条龙的实力震惊。 爷爷, 那条龙的实力怎么样? 见南虎问道, 很强很强, 即便是我们拼命, 也难以拿下, 见是天爷忽然有些担心晴云和蓝素摇了。 藤龙州那群龙家的人, 来到之后, 也降临在威龙山庄里面, 很快就得知晴云和蓝素摇在门口前大开杀戒的事情。 来的人虽然只有三个, 但都是半先修为。 他们从地面腾飞而起, 来到空中, 降落在那个硕大的龙头上, 从空中看着晴云和蓝素摇。 晴云, 你杀死我们龙家如此多人, 即便死千次万次, 都无法还清。 我们一定会将你抓拿, 折磨你一辈子, 让你下半辈子在痛苦之中度过。 毕宁站在龙头上面的老者, 声音充满愤怒, 喊道, 龙巧凤的龙武魂, 由我雕刻的龙图腾。 谁取走他的武魂, 我就让谁死。 你们龙家, 取走他的武魂, 也没有归还的意思, 我只能将你们龙家灭掉。 晴云对藤龙州的龙家, 也满含怨怒。 因为此清城河水天资, 就是被藤龙州的龙家所诅咒。 蓝素瑶的脸色, 也如寒霜一般, 森冷无比。 哈哈哈哈, 你要灭掉我们龙家, 实在是太天真了, 我们藤龙州的龙家, 可是整个繁育最强的势力。 你别以为只有你们仙兵成有仙人, 我们藤龙州的龙家, 可是有仙龙坐镇的, 即便是仙人来了, 也只能成为我们仙龙的口粮。 那名老者傲然大笑道, 见家本来还有些不服, 但得知龙家有仙龙, 也都暗暗畏惧起来。 第813章最后一节, 眼前这条金龙, 虽然不是仙龙, 可却也很厉害。 若是真正的仙龙, 实力可想而知, 晴云听见藤龙州的龙家有仙龙, 不由得暗暗激动起来。 杨杨这只小鸭子, 可是神兽九天玄雀, 在出奇阶段, 需要吃大量强大的瘦肉, 才能快速成长起来。 默默吃掉一条龙之后, 就一直睡到现在, 在沉睡成长着, 一旦醒过来, 肯定又需要吃大量的肉才行。 晴云之前干掉龙家的那条龙, 也收集到了不少龙肉, 但根本就不够养养吃。 如果能弄到龙家的那条仙龙, 晴云也不用愁了。 晴云, 你也闹够了吧, 我们会让你彻底沉浮于我们的。 那名老者说完, 那条金龙就张开嘴巴。 众人都以为那条龙要从巨大的口中喷出能量攻击, 可是那条龙却是在吸气。 呜呜呜呜, 一阵阵鸣笑声响起, 地面大量的东西, 都冲向那条龙的口中。 那条巨大的金龙, 正在吸气, 广场上的大片石砖, 都忽然被掀开, 进入那条龙的口中。 转眼间, 威龙山庄大门前的广场, 就被弄得面目全非。 蓝素遥拉着秦云, 悬浮在半空中, 抵挡着那条龙的吸力。 而地面的大量泥土, 也哗啦啦地被吸起来。 不多久, 威龙山庄的大门前广场, 就变成了一个巨坑。 那条金龙吃掉了许多泥土, 就像是无底洞一样。 秦云和蓝素遥也很厉害, 都这样了, 都没有被那条龙吃掉。 威龙山庄有节节保护着, 并没有被波及到。 站在龙头上的三个半仙, 也开始觉得秦云和蓝素遥不好对付了。 若是在以往, 他们能很轻松地将半仙吸进金龙的肚子里面。 那条金龙的肚子里有一个空间, 被吸进去的人都会被弄到那个空间里面封印起来。 吼, 金龙也觉得恼怒不已, 发出一声愤怒的吼笑, 增强了吸力。 秦云也发现, 四周的灵气也疯狂地涌入那条龙的口中。 蓝素遥拉着秦云, 也一点点地摆脱那条龙的吞吸范围。 秦云则是趁现在, 把天师阵龙顶里面的人, 都丢入九阳神破第二珠里, 让姚芳去将那些人干掉, 取出半仙命金和五帝五王的盗丹。 也只有天师阵龙顶, 才能对付那条金龙。 蓝素遥的圣童, 也在一直释放蓝光, 可都被那条金龙给吸收了, 导致圣童的力量无法凝聚在一起。 秦云, 有办法堵住那条龙的嘴巴吗? 蓝素遥给秦云传音问道, 有, 秦云腾空了天师阵龙顶, 就是为了堵住那条龙的嘴。 金龙的实力很强, 是半仙级别的, 腾龙周的人得知蓝素遥的有那种诡异的蓝光, 也谨慎无比, 不敢乱来, 也觉得这样不停地吞吸, 是最稳妥的做法。 蓝素遥拉着秦云, 抵抗那种吞吸力量, 也得用很强的力量才行, 对他的消耗很大。 如果这样耗下去, 他们必定会被吸进去的。 秦云忽然发出了天师阵龙顶, 在他的控制之下, 天师阵龙顶猛地变得很大。 天师阵龙顶也顿时被吸了过去, 卡在那条龙的嘴巴里。 这是腾龙周那三个半仙没想到的, 而在远处围观的人, 也因此惊叹连连。 那条金龙大开的嘴巴里, 能清楚地看见天师阵龙顶堵塞在喉咙里。 腾龙周的半仙顿时着急不已, 而这时候, 蓝素瑶也飞到了空中。 快跑, 一名半仙大叫道, 可他刚刚喊完, 一阵蓝光顿时笼罩下去, 刚刚飞跑的三名腾龙周的半仙, 也顿时停在了空中。 就连那条金龙, 也被蓝光给定住, 秦云连忙控制天师阵龙顶便小飞出来。 天师阵龙顶从金龙的喉咙飞出来, 连忙升到高空之中, 然后顶口对着金龙, 忽然变得非常巨大。 金龙发出一声怒笑, 也被吸入巨大如山的天师阵龙顶里面。 在远处的那群人, 惊得瞪大双眼,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他们之前都觉得, 秦云的修为那么低弱, 不可能将威龙山庄的阵族天龙抓走的。 现在, 他们亲眼看见强大无比的金龙, 被天师阵龙顶收走, 都相信威龙山庄的阵族天龙, 就是秦云弄走的。 天师阵龙顶渐渐变小, 回到秦云的手里。 藤龙州的那三个半仙都傻眼了, 他们藤龙州的龙家, 虽然养着几条龙, 但其他都是年轻的幼龙。 虽然有一条强大的仙龙, 但是那仙龙的架子很大, 平时遇到什么事情, 都很难请出来。 而这条金龙, 是唯一能拿出来到处参战的。 可现在却被秦云收走了, 秦云也没想到, 天师阵龙顶那么能吃, 居然能成功地将一条金龙给夺走。 他也明白, 当初天师阵龙顶出现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一条龙拼命地阻止别人得到? 就是因为天师阵龙顶太可怕了, 全面地克制强大的龙。 藤龙州的那三个半仙, 都悲怒到了极点, 可身体却被蓝光笼罩, 无法动弹。 秦云将那条金龙抓住, 也是心情大好, 飞冲过去, 挤刀挤干掉那三个半仙, 然后把尸体收走。 众人也不知道秦云为什么要把尸体都带走, 但都觉得他杀人收尸是个很不错的习惯。 藤龙州过来支援的半仙和强大的金龙, 也都败了。 这令整个威龙山庄顿时陷入无比的恐惧之中。 威龙山庄忽然阵战起来, 有人打开了保护山庄的结界。 结界一打开, 一大群就如同惶恐的老鼠, 到处逃窜着。 这座奢华而古老的山庄, 在短短的片刻间, 就变得空荡荡的, 里面的人全都逃走了。 众人看见这一幕, 也都唏嘘不已, 没想到自己真的能亲眼看见, 暴兴州龙家被覆灭的经过。 他们看着空中的晴云和蓝素遥, 只觉得他们神秘而可怕。 特别是蓝素遥, 他并没有说过什么话, 但那双臂蓝的眼睛, 却有着逆天的力量, 能让人无法动弹。 秦云看着下方空荡荡的威龙山庄, 心中也暗暗一探, 因为他没能将龙巧凤的武魂夺回来。 龙巧凤的龙武魂, 雕刻着龙图腾, 可是珍贵无比的武魂, 已被送入了藤龙州的龙家。 好在, 蓝素遥也要去藤龙州, 秦云想到有蓝素遥帮忙, 也放心了许多。 蓝素遥那强大的蓝色圣童, 可是能顶许多半仙的。 蓝素遥的脸色忽然奏变, 素遥女王, 怎么了? 秦云问道, 我, 我遇到麻烦了。 蓝素遥审声道, 你赶紧跑, 我不跑。 秦云连忙道, 到底是什么麻烦? 在灵荒之中, 还能有谁找你的麻烦? 我感觉到我的结束要来了。 蓝素遥冷声道, 我的第七节, 逆天之节。 秦云顿时愣住了, 蓝素遥的第七节要来了, 意味着他一旦渡过, 就要前往仙荒。 素遥女王, 那你还怎么和我去腾龙周呀? 秦云不由得郁闷起来, 不知道, 对不起了。 蓝素遥看着空中, 脸色凝重, 秦云想起自己炼制出道君旗闻魂的事, 那时候似乎也引来了逆天之节。 他连忙询问九阳神破第三株的姚方, 姚方姐, 那蓝素遥的逆天之节来了, 能去你那朵朵吗? 不行, 他如果进来了, 那么渡劫的就是你。 以你此时的修为, 面对逆天之节, 必死无疑。 姚方也是惊讶, 急声道, 你赶紧远离他。 那, 为什么上次到君旗闻魂的时候可以? 秦云问道, 蓝素遥是人, 到君旗闻魂是魂体, 不一样的。 魂体引发的逆天之节, 也只是象征性的而已。 姚方催促说道, 你赶紧离开他, 蓝素遥连忙抓住秦云, 释放一股强大的力量, 大力地将秦云丢向远处, 与此同时, 空中忽然出现了一片墨云, 通龙, 一道充满煞气的狂雷, 有如一座巨山那般闪烁而下, 将蓝素遥笼罩起来。 其他半仙看见这一幕, 脸色都下白了。 秦云, 快走, 见是天拉着秦云, 带着剑男虎, 连忙飞逃起来。 赤逆天之节, 赶紧跑, 可恶的女人, 都要杜劫了, 乱跑干什么。 这会害死人的, 你们看见没有, 那群半仙都被吓得魂飞魄散一样, 他们好像比我们害怕。 你是不知道, 那些半仙都在压制着自己的修为, 生怕引来劫难。 可现在, 他们距离逆天之节那么近, 很容易触发自己的劫难。 一大群人在飞逃的时候, 也不由得看着后面。 这一片大地, 已经被黑云笼罩, 但是蓝素遥所在的地方, 落下的蓝色狂暴雷电, 却像是一大片瀑布那般飞流直下, 打出一股股狂猛的气波, 将附近大大小小的山全部崩碎。 密集而粗大的雷电, 充满着死亡与毁灭的气息, 狂暴的杂落, 像是要把大地打穿一样, 可怕到极点。 在远处的那些半仙和五帝, 感受着那种可怕的能量气息, 都恐惧得心脏狂跳。 这就是第七节的威力, 太可怕了, 那个女人, 居然能支撑到现在。 如果是我, 肯定一下子就被轰成渣的。 只要她没死, 逆天之节就不会散去吗? 我原本还打算去度第二节的, 现在看来还是算了。 多名半仙满怀惊恐, 看着远方暴闪的蓝芒, 感叹着说道, 蓝素瑶不能陪秦云去腾龙州了, 秦云虽然有些郁闷, 但现在更加担心蓝素瑶的安危。 秦云紧握着拳头, 望向远方那狂暴的劫雷, 心道只要她没事就好了。 即便没有她, 我也能自己去腾龙州的龙家, 取回巧凤的武魂, 寻到破解诅咒的法门。 第814章圣童之谜, 秦云很担心蓝素瑶, 她的伤才刚刚好, 就面临如此凶险的挑战。 再加上她刚才对付那群人, 肯定也消耗了许多能量。 剑是天等人, 都面色严肃, 眼神中闪动着恐惧, 因为前方的那种竭力, 实在是太害人了。 秦云低声问道, 剑长焦, 你对这逆天之节有什么了解吗? 她记得, 之前炼制出道君旗闻魂的时候, 也引发过逆天之节。 但是那股节力对比蓝素瑶引发的, 要弱太多了。 不同的人, 引发的半仙之节也是不同的, 有的人运气好, 引发的半仙之节很弱, 而蓝素瑶她引发的半仙之节, 应该是最强的那种。 剑是天说道, 最强的, 秦云惊讶地看着远处, 那不断落下来的一阵阵光雾。 那一片片光雾, 就是雷电组合而成的。 这是我根据古书的记载来判定的, 古书之中记载过一些逆天之节的威力, 也都有详细的描述, 但从来没出现过像蓝素瑶这种情况。 剑是天长叹道, 蓝素瑶果然很强, 居然能抵挡那么久。 秦云之前还以为, 蓝素瑶的修为不怎么高的, 没想到居然是半仙顶峰的修位了。 剑云, 蓝素瑶拥有圣童, 能让她的身躯变得很强, 拥有很强的恢复力, 她能支撑那么久, 就意味着肯定能撑到最后的。 林韵尔说道, 远方的劫雷并没有停止, 不断地落下。 如此多的能量, 也都是天地间提供的, 凝聚出来的劫雷。 两个时辰过去了, 笼罩在天空的黑云, 也渐渐消散。 被劫雷肆虐着的大地, 也终于宁静下来。 渡劫的地方, 依然笼罩着浓浓的烟尘。 那股烟尘也忽然被一阵狂风吹走, 是晴云冲了过去。 威龙山庄和附近的山全部消失不见了, 而且地面还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坑。 在远处围观人, 一个个都惊叹连连, 在那个深坑上面, 闪烁着一阵微弱的蓝光。 晴云冲进那片蓝光里面, 也看见伤痕累累的蓝素瑶, 她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毁掉, 受伤的身体正在快速地恢复着, 变得白皙晶莹,浑身缭绕着淡蓝色的仙气。 蓝素瑶此时也很虚弱, 但却能睁开眼睛看着晴云。 晴云,趁现在过去抱着她, 然后顺便摸摸她。 凌云儿连忙催促道, 我才不干,万一她一目之下, 一掌把我打死, 云儿大美人你也得完蛋的。 晴云没好气地对凌云儿道, 晴云翻找出一套蓝色的衣服, 走过去盖在蓝素瑶的身上。 素瑶女王, 恭喜你度过逆天之节。 晴云小心地帮她穿上衣服, 外面的人也只是看见一团蓝光, 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蓝素瑶也懒得动了, 就这样让晴云帮她穿衣服。 晴云在帮忙的时候, 也不小心碰到蓝素瑶, 可她却没一点反应, 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晴云, 我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到时候就会被吸入仙荒。 蓝素瑶终于开口说话了, 那双臂蓝美丽的眼睛中, 也满事不舍, 对不起, 不能陪你去腾龙州了, 你一定要帮助清澄和天资解除诅咒。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你不说我也定会帮他们的。 晴云点了点头, 你也要小心, 你最好将自身的修为提升再去。 蓝素瑶叮嘱道, 她也非常的无奈, 她之前实在没想到, 会忽然引发半仙之解。 晴云皱着眉, 一脸疑惑地问道, 素瑶, 你为什么对包子姐和水姐姐那么好? 你才认识他们没多久, 因为他们是我的徒弟, 我收他们为徒, 可却没有尽到师父的责任, 我心有愧疚。 蓝素瑶常叹道, 或许我当初就不应该收他们为徒, 他们以后肯定也会恨我的。 放心吧, 我了解他们, 等他们好起来, 他们也会认可你这个师父的。 晴云看着蓝素瑶那敞开滑落的衣服, 然后连忙去帮忙拉好。 你也真是的, 怎么就不在乎我看你呢? 晴云铁嘴道, 我的圣童无法将你变成石雕, 蓝素瑶说道,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 我不知道, 晴云怀疑是那种怪血, 然后将怪血的事情告诉了蓝素瑶。 和那种怪血无关, 蓝素瑶道, 她的脸色也渐渐红润了起来。 那和什么有关, 晴云也忽然好奇起来, 我不知道, 蓝素瑶穿好晴云的给的衣服, 虽然是男装, 但也很合身。 她扎好散乱的头发, 身上释放出来的心力越来越强。 素瑶, 你去到仙荒, 找到一个叫做月幽的女子, 然后告诉她, 你是我的朋友。 晴云忽然想起了月幽, 又道, 她对我有亏欠, 你去到仙荒人生地不熟的, 可以去投靠她一阵子。 好, 蓝素瑶点了点头, 此时她的身体四周, 也渐渐地浮现出空间的波纹。 她的身体, 也随着荡漾的空间波纹扭曲起来, 然后消失不见了。 这时候, 剑士天他们等人, 也才飞过来。 那些半仙可不敢靠近, 都担心忽然窜出一道劫雷。 剑士天他们也是看见那团蓝光消失后, 才敢过来的。 她成功了, 一名剑家的半仙无比地羡慕, 她去了仙荒, 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居然能亲眼目睹别人度过逆天之节。 这或许对我没有些帮助, 让我们知道最强的第七节有多钱。 能观看渡劫, 也是很大的收获。 剑家的半仙, 都纷纷感慨着, 剑男虎看着秦云, 问道, 秦云, 你还打算去腾龙州吗? 秦云摇了摇头, 暂时不去, 她打算先提升修为再说, 毕竟现在没有蓝素瑶陪同了, 她的进行多方面的考虑。 走吧, 我送你回仙兵宫, 见世天说道, 暴兴州的龙家被灭, 还死去多名半仙, 就连玄域来的六节半仙都被干掉。 最令人心惊的是, 腾龙州的一条金龙, 还被秦云用天师镇龙顶收走了。 这一连串轰动林荒繁域的事, 也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繁域的各大城市。 短短的几日, 威龙山庄发生的事, 就传遍了林荒繁域, 许多人都知道了。 如今可以确定的是, 奥兴州已经完全被建家的联盟势力控制。 腾龙州那边的龙家总部, 也愤怒无比, 他们损失可救大了, 丢掉了一条厉害的龙不说, 还有一个很强分支被灭掉。 建家的势力, 也终于统治了整个奥兴州。 龙家现在也将其他州的力量收拢起来, 结合在腾龙州的龙家总部。 崔书兰素摇去了仙荒, 但是龙家依然很担心秦云又带着厉害的人去进攻。 还有就是, 龙家也担心建家和一群同盟去攻打腾龙州。 如果腾龙州被建家拿下, 就意味着建家能称霸整个凡域了。 到时候, 建家的下一步举动, 就是联合凡域的力量, 进攻玄域。 这是玄域里面那些势力最担心的事情, 所以玄域才会派人出来, 意志建家的扩张。 秦云在仙兵殿里, 泡在仙池里面, 看着坐在池边的冰心。 冰心持着一双修长美丽的玉腿, 浸泡在仙池里, 轻轻晃动着一双晶莹的莲足, 心叹道, 素摇引发了逆天之劫, 真的很让我意外。 冰心姐, 素摇有钱是吗? 秦云问道, 没有, 冰心摇了摇头, 轻声道, 但她那双圣童却很厉害。 有度厉害, 秦云连忙问道, 圣童属于圣体的一部分, 也不知道她为何能有那双圣童, 你应该也看见那圣童有多可怕了吧? 冰心说道, 秦云也不由得回想起素摇释放的那种蓝光, 又道, 冰心姐, 她圣童的力量, 对我没有影响, 这是怎么回事? 她之前虽然差点被蓝素摇变成蓝色石雕, 但后来她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些怪血的缘故, 就不再被蓝素摇的圣童影响了。 她也和我说过这件事, 冰心忽然陷入沉思之中, 冰心姐, 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 秦云看见冰心的眼神, 急忙游过去, 抓住冰心的小腿问道, 冰心轻横轻横一声, 一脚将秦云踹飞到池边。 秦云撇嘴道, 冰心姐, 你对素摇女王的态度很不一样,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隐秘的, 冰心说道, 我暂时也只是推测, 我怀疑她那双圣童是你给的, 你的前世, 在远古时期, 就去过优越荒域, 还在那里留下了月积奇闻魂。 所以我觉得你的前世, 也去过那个禁忌死成的荒域, 并且把一双圣童给了素摇。 秦云顿时惊讶地张大嘴巴, 说道, 这不可能的吧? 蓝素摇的年纪很大了, 他应该是在出生的时候, 就接受了你给的圣童, 你之所以不被圣童影响, 可能是因为圣童发现你的灵魂和前世的主人很像。 冰心又道, 我前世, 怎么可能会有圣童? 秦云连忙摇头, 以前是有许多事情, 都隐瞒着我们, 就连月蓝他们都不清楚。 冰心又道, 秦云忽然觉得自己的前世, 似乎在策划着什么惊天阴谋一样。 冰心姐, 龙家的人可能会来城外闹事, 你到时候吓吓他们。 秦云从先驰爬起来, 穿着衣服, 那你接下来要干什么? 冰心说道, 准备闭关修炼吗? 秦云点了点头, 我想到突破的办法了。 我得到了一种道文, 叫做生玄道文, 我去试试看。 第815章收弟子, 秦云得到的生玄道文, 能有助于让玄武镜提升修为, 具体的效果怎么样, 他也不知道。 如果有什么需要指导的地方, 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冰心说道, 秦云离开了仙兵殿之后, 来到护法堂。 马婆婆之前就和她说过, 让她搬来护法堂。 护法堂就是一个很大的院子, 在这里面也有许多大中小的宅院。 秦云如今所在的宅院, 位于护法堂的北部, 也是一座很大的宅院, 宅院有一座六层塔, 正是建玲珑的玲珑阁。 她跟着马婆婆来到这里, 就看见一个身穿白裙的可爱少女, 在院子里捏着泥巴玩, 还玩得很认真。 大少女正是柳静蒙, 她看见秦云来到, 很开心地喊道, 云哥哥。 秦云走过去, 摸了摸柳静蒙那可爱白嫩的小脸蛋, 笑道,静蒙, 你也住在这儿吗? 柳静蒙把把手洗干净之后, 很开心地拉着秦云走进屋内, 说道,云哥哥, 我和玲珑姐还有如颜姐都住这儿, 马婆婆说了, 你以后也会住在这儿的, 是吗? 嗯, 我会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秦云觉得和建玲珑在一起, 也能在练器方面有个帮手。 建玲珑从一间密室里面出来, 穿着一套火红色的衣裳, 看见秦云后, 笑道, 秦云, 得知你要入住这儿, 萌萌可是很高兴的。 把婆婆和建玲珑打了个招呼之后就离开了。 颜妹呢, 怎么不见她? 秦云笑道, 她闭关修炼了, 这丫头说一定要赶上你, 建玲珑说道, 我也准备修炼去, 看见云哥哥来, 我就能开心地去修炼了。 柳静蒙非常喜欢和秦云在一起, 秦云也很喜欢这个可爱单纯的小脸, 小妹妹, 还给了一些果子她吃。 见玲珑平时也指点柳静蒙炼器或者修炼, 有时候也会带柳静蒙去掀冰店, 让冰心指点。 所以柳静蒙的成长速度也上很快的。 玲珑姐, 我参加剑舞奇闻赛, 引得的那个阳闻到底有何作用? 秦云好奇地问道, 那个阳闻的作用很大, 简单地来说, 就是能增速摄取九阳灵器。 见玲珑说起那个阳闻, 一下子就来劲了。 随后, 她也和秦云说了许多关于那个阳闻的运用场景。 等增速吸收九阳灵器的阳闻, 用途很广, 用于布阵布置结界方面, 或者是雕刻在法宝上。 增速吸收九阳灵器, 意味着能快速地补充能量。 许多阵法和法宝, 都有吸收九阳灵器的奇闻, 但都比较普通。 如果是阳闻的话, 那摄取九阳灵器的时候, 肯定能更快地。 随后, 见玲珑又和秦云聊起那个生玄道文的事。 这也是秦云非常在意的。 玲珑姐, 你说我有可能依靠生玄道文, 踏入玄武镜巅峰吗? 秦云问道, 可以是可以, 但要多久才能突破, 我就不能肯定了。 理论上来说, 生玄道文作用, 就是能释放出对玄武镜武军有用的能量, 能有助于玄武镜的人提升。 剑玲珑说道, 我先休息休息吧。 秦云想了想, 也打算尝试用生玄道文去辅助修炼, 不过这需要炼制一个器具。 在炼制前, 他打算好好休息两天, 然后再和剑玲珑开始。 剑玲珑掌握的好道文不多, 所以他在奇闻大赛获得那个道文之后, 一有时间就开始钻研起来。 再加上他拥有道君奇闻魂, 所以他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 秦云回到自己的房间, 拿出了藏仙图, 滴血在上面。 过了片刻后, 秦云的脑海中, 也忽然传来谢奇柔的声音。 奇柔姐, 我最近遇到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才没有联系你的。 秦云说道, 因为谢奇柔要让他去找明阳之魂, 都遇到了什么事情, 和我说说, 谢奇柔也很想知道秦云的情况。 随后, 秦云也和谢奇柔说起了许多事情, 比如龙圣狂被邪神附体, 然后便是自己进入了禁忌死城, 以及蓝素姚圣童等一些事。 邪神的魔脚在姚芳姐那里呢, 秦云说道, 他说要好好研究, 也不知道研究出一些什么来。 邪神魔脚暂时放在他那里, 你如果拿出来, 邪神说不定就能感应到, 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的。 谢奇柔说道, 他听完秦云的讲述, 也感到很震惊。 其柔姐, 那个邪神到底是什么家伙? 附在一个人的身上, 居然能变得那么强大。 秦云说道, 是个很强的家伙, 无处不在, 当然, 他想报复你也没那么容易, 你不用担心这件事的。 谢奇柔笑道, 小云, 冰心姚芳都和你相处得不错嘛。 还行吧, 秦云说道, 姚芳在九阳神破第三株里, 也会让秦云觉得安心许多。 秦云也不知道, 要什么时候打开第四株, 按照姚芳说的, 要打开第四株的话, 突破修为是不够的, 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提升。 其柔姐, 素姚的圣童是怎么回事? 冰心姐说, 那双圣童, 极有可能是我前世给他的。 秦云好奇地问道, 等以后去到仙荒, 就自然明白了, 谢奇柔说道, 小云, 你既然还要去腾龙洲, 那么就先别去寻找明阳之魂, 等你的事情解决了再说。 那种诅咒拖太久也不好, 要尽快地帮那两个姑娘解除魔咒。 嗯, 秦云也是这么打算的。 他问道, 其柔姐, 如果要抓仙龙, 要怎么抓才好? 腾龙洲的龙家, 若是真的有仙龙, 即便是刚刚成仙的人, 也难以打得过。 你如果想要抓住那条仙龙, 首先就需要将它打伤, 再用天师镇龙顶。 谢奇柔说道, 哎, 看来真的很难抓到那条仙龙了, 秦云觉得有些可惜, 你真的想抓住那条仙龙, 倒是可以找月梅帮忙。 谢奇柔笑道, 月梅的前世, 就很擅长抓龙。 秦云倒是没想到, 肖月梅会有这种本事。 好, 我会去找她的。 秦云说道, 秦云和谢奇柔中断了联系后, 就去休息。 第二天早晨, 秦云一起来, 就去找剑玲珑。 走, 我们去炼制辅助玄武镜修炼的器具。 剑玲珑笑道, 这也是秦云跟她约好的, 剑玲珑是舞弊镜的, 手里也有很多炼器材料。 以她的实力, 炼制出来的材料也是非常好的, 能让人炼制出更好的倒器来。 你在旁边帮忙就行了, 我来完成主要的工作。 剑玲珑拿出了一大堆材料, 是一块雪白色的长砖。 秦云过去敲了敲那些长砖, 问道, 这些是什么东西? 这可是王级材料, 金刚王玉, 剑玲珑有些得意的道, 我在剑仙格的时候, 虽然没得到什么好的道文, 但是这种好的材料还是能弄到的。 剑仙格也经常给剑玲珑许多上好的材料, 才能将它留下。 秦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 玲珑姐, 让你破费了。 剑玲珑捏了一把秦云的脸, 笑道, 小云, 你跟我客气什么? 这金刚王玉, 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储蓄很多能量。 辅助别人修炼的器具, 就是需要储蓄许多能量才行。 秦云点了点头, 说道, 这种材料, 肯定不好炼制吧。 剑玲珑说道, 如果再剑仙格, 就有些难了, 但在这儿就不同了。 鲜兵长的仙之源多, 能凝聚出很强的仙火来, 能比较容易地炼制。 剑玲珑的这座塔, 也处于一段能吸收到大量仙之源仙气的位置上。 他拿出一个顶炉, 在密室里, 就能直接将仙之源的仙气引入那个顶里面。 小云, 这个顶就是雕刻了那种九具阳纹的。 此时也能吸收九种仙气进来, 剑玲珑说道, 秦云也忽然感觉到, 那个顶炉里燃烧起剧烈的仙火。 剑玲珑开始把那些金刚王玉放进去, 秦云也只是在旁边看着, 在炼制这种材料方面, 他也不能帮什么忙。 在鲜活的焚烧下, 金刚王玉也很快就被熔炼得发软。 剑玲珑也将金刚王玉拿出来断打, 别看她是一个女子, 抡起垂头的时候, 也是非常彪悍的。 这让秦云想起了蓝凤锦, 这可是她的徒弟, 但她这个师父却没尽到什么义务, 她觉得可以将蓝凤锦甩给剑玲珑来指导。 剑玲珑用了两天的时间, 将大量的金刚王玉, 断打成一个宽达三米的四方体。 这个四方体有一面是可以打开的, 能让人进去坐下站着或者躺下修炼, 对于一个人来说, 也算很宽敞的了。 材料炼制好了, 接下来就开始雕刻奇纹。 主要雕刻的就是那九句杨文和声玄道文。 当然, 秦云也提出要雕刻一些新月奇纹上去。 剑玲珑得知秦云掌握那么多厉害的新月奇纹, 也心惊不已。 秦云, 你所说的那几个新月奇纹, 都是上古时期的, 属于诗传的那种, 很厉害的。 剑玲珑惊叹着问道, 你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玲珑姐, 实不相瞒, 我自己也是一个长教。 我的宗门叫做奇纹门, 秦云笑道, 你要秘密败入我的奇纹门吗? 我让你当大长老什么的? 好, 我加入, 剑玲珑想都没想, 很干脆的就答应了, 还非常正实地对秦云下跪行礼。 第816章飞旋小屋, 秦云连忙将他扶起来, 笑道, 玲珑姐, 我奇纹门没太多礼数, 你只需要忠于我们奇纹门就行了。 剑玲珑连忙点头笑道, 笑云, 我会把我掌握的奇纹都拿出来的, 和你共享。 秦云说道, 这个不急, 毕竟来日方长, 我以后也会将许多奇纹都传授给你。 对了, 静盟应该很听你的, 你暗暗地把他收入门, 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如果答应, 就是我们奇纹门的人了。 好, 剑玲珑想了想, 又问道, 掌教, 那么我们奇纹门的目标是什么吗? 目标嘛, 也没什么目标, 就是尽可能地收集奇纹, 成为酒荒之中掌握奇纹最多的宗门。 秦云随便想了一下, 说道, 这可是个大目标呀, 剑玲珑面露惊诧, 感叹道, 这确实是个大目标, 因为他们现在掌握的道文就很少。 剑玲珑的脾气虽然很火爆, 是个火山美人, 不过对秦云却非常客气, 两人也很合得来。 所以, 秦云此时也将一些新月奇纹传给他。 剑玲珑的潜力可是很大的, 因为他掌握了道军奇纹魂, 这奇纹方面的天赋极高。 秦云以后可是需要一大批天才奇纹师, 和他一起去揭开藏仙之地的谜团。 不说藏仙之地, 就说那张藏仙徒, 就隐藏着许多玄机, 秦云和默默到现在, 都无法看穿里面的奇纹。 藏仙徒里面隐藏的秘密, 应该就一张地图, 能指引人前往封印泄奇柔掀磨圣体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里, 秦云和剑玲珑日夜不停地去雕刻奇纹, 也只是偶尔休息一下。 剑玲珑也知道秦云拥有道军奇纹魂以及月积奇纹魂, 感到震惊的同时, 也很是欢喜。 因为他在未来, 也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奇纹魂。 秦云要练魂, 也需要许多武魂打底才行, 他上次和肖月梅一起进行, 就差点失败了, 好在有一条龙魂, 才能弥补过来。 秦云下次要炼制的, 就是图腾奇纹魂。 剑玲珑和秦云炼制的那个四方小屋, 雕刻了许多足九句阳文和声玄道文, 还有几种心悦奇纹, 都是能辅助人修炼, 或者是聚集能量之用的奇纹。 这可是非常厉害的道气, 剑玲珑忙碌了十几天, 看着那个白玉一样的四方小屋, 也很有成就感。 就是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秦云说道, 仙兵城有多个仙之园, 这个东西能将仙之园释放出来的心力, 转化为更强的能量, 应该能让你很快就突破的。 剑玲珑笑道, 随后, 剑玲珑也给这个法宝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飞玄小屋。 秦云觉得名字怪怪的, 不过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有用。 小云, 拿去和冰心姐一起使用, 我记得他说过, 他也懂得日月心惊的。 剑玲珑说道, 好吧, 我拿去和他试试, 你一起去嘛。 秦云问道, 我就不去了, 我要好好熟悉你给我的心月奇闻。 剑玲珑伸了身懒腰, 又道, 我也要休息休息。 辛苦你了, 玲珑姐, 秦云笑道, 你可是我的小掌娇, 你跟我客气什么。 剑玲珑倾笑道, 秦云离开了护法堂, 来到仙兵殿。 在来的路上, 他也跟姚芳打了个招呼, 问他要不要试试那个新玩意。 姚芳想看看那个器具有什么好, 也答应出来。 仙兵殿里面, 秦云在仙池旁边, 把那个飞旋小屋放了出来。 姚芳也从九阳神破第三株里面出来, 他脸上戴着一个面具。 秦云和冰心虽然都不介意他的容貌, 但他自己觉得在冰心面前, 还是有必要遮掩一下的, 否则和冰心对比起来, 差距太大了。 姚芳有九阳风魂针, 但却不能连续使用, 否则秦云根本就不用去炼制这种小屋。 那个小屋并不大, 秦云和姚芳还有冰心在里面, 就有点拥挤了。 姚芳也是广寒弓出来的, 自然也懂得日月星经, 而且和秦云修炼起来也没什么其他不好的反应。 姚芳虽然非常痛恨秦云, 可现在却也渐渐地相信秦云了, 因为他被魔仙大帝诅咒之后, 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而且好处还非常巨大。 他甚至有些怀疑, 秦云的前世故意让他受诅咒, 就是为了让他获得九阳灭世经。 冰心经常和秦云和修, 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所以现在也是冰心在主导修炼的过程, 秦云开启了飞旋小屋之后, 这里面也充斥一种奇特的能量。 飞旋小屋外面, 被九彩仙气缭绕着, 而内部却哗啦啦地滴落许多九彩露珠。 那些九彩露珠, 落下来之后, 也被秦云通过明阳吸收了。 随后, 他将吸入体内的一大股能量, 输送到冰心那边。 冰心将那股能量进行淬炼增强了一番, 然后再输送到姚芳那里。 冰心和姚芳, 本来就是强大的仙王, 有他们辅助秦云修炼, 简直太容易不过。 姚芳将冰心输送来的能量, 通过日月星晶在体内流转了几圈, 大幅度增强之后, 再输送回秦云的身体里。 秦云感受到姚芳输送回来的能量, 不由得一颤, 只觉得身体差点被撕裂, 太过强悍了。 他之前和几个女子和修过, 但那些女子最强的也只是见玲珑这的五弟。 现在, 姚芳和冰心, 可是仙王级别的。 小云, 这两个曾经非常恨你的女人, 现在都对你无比信任, 都与你和修, 可见她们心底里对你有着很深的感情。 林韵儿咯咯笑道, 不得不说, 你前世真是个人才, 把这些强大的仙女骗得团团转。 秦云虽然比较痛恨她那浑蛋前世, 但仔细想想, 她前世还真的很有一手, 让一大群女人对她又爱又恨的。 小半个时辰后, 秦云就适应了那一股股很强的特殊能量。 她的名阳和仙魔之体, 都在贪婪地吸收那种能量, 自我净化着。 姚芳姐, 你和我的前世修炼过吗? 秦云忽然问道, 修炼过很多次, 姚芳也如实答道, 你前世骗了许多广寒宫的女子与你和修, 也让你突飞猛进, 变得很强。 我今生没有欺骗你们, 可你们却也愿意与和我和修。 秦云笑嘻嘻地道, 你再说这件事, 信不信我打你? 姚芳冷恒道, 显然是担心秦云多想什么。 秦云, 你可是背负重任的, 你要帮助起柔姐脱困, 要帮助姚芳姐解除诅咒, 还有重建广寒宫, 以及消灭两个仙荒的大帝。 冰心说道, 冰心姐, 你这么说一说, 我会压力很大的。 秦云苦笑道, 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帮你, 冰心倾衡了一生, 你今生还能重获我们的信任, 也是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秦云想了想, 也觉得自己得到了冰心他们很大的帮助。 而他更在意的是, 想弄清楚他的前世到底布了一个什么样的局。 还有就是, 谢其柔似乎也知道许多事情, 就是不肯说。 秦云闭上眼睛, 安静地修炼起来, 他紧握着冰心和姚芳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就在他有了这种感觉之后, 林韵儿忽然喊道, 小云, 你前世的记忆, 似乎有苏醒的迹象。 真的吗, 秦云突然很担心, 我如果现在苏醒记忆, 会怎么样? 也只是有这样的极限而已, 看来你前世和这两个女人的感情都很深, 才会让你有那种熟悉的情感。 林韵儿轻叹道, 这么说来, 我前世也不是复兴汉吗? 秦云笑道, 你的灵魂中, 有着前世的记忆, 迟早都会觉醒的, 到时候你应该就清楚了。 林韵儿说道, 冰心和姚芳, 都非常有耐心地陪秦云在这儿修炼。 那葛飞玄小巫的效果也很好, 超乎秦云的意料。 玄武镜后期, 武道旋力的锋芒能外溢出来, 能让旋力更强, 甚至能让那股强大的旋力锋芒化成半透明的虚像。 而达到旋旋武镜巅峰期之后, 旋力催动武道旋力, 那爆发出来的锋芒一出现, 就像是万剑齐发那样, 非常的厉害。 武道旋力是各种强大能量的结合, 精神力和道丹内力量所结合出来的, 特别是到了旋武镜巅峰, 武道旋力更到达了鼎盛的阶段。 秦云现在就能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武道旋力非常的狂猛, 从冥羊里面冲涌出来, 不断地奔腾起来。 轰轰轰, 秦云的身躯忽然一场, 涌出一股可怕的武道旋力, 那股旋力一出来, 带着强烈的锋芒, 像是万马奔腾一样。 已突破了, 冰心说道, 全武镜巅峰的武道旋力, 锋芒一出, 如万马奔腾。 姚芳说道, 秦云前后也用了十多天的时间, 再加上炼制飞旋小屋的过程,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了。 即便如此, 他的突破速度也是很快的, 姚芳回到了九阳神魄第三株里, 冰心也走出飞旋小屋。 我去看看巧凤, 冰心说道, 我出去走走, 秦云将飞旋小屋放好, 走出仙兵殿, 前往护法堂。 秦云刚刚去到护法堂, 就看见一名弟子, 浑身伤痕累累, 被马婆婆扶着回来。 马婆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仙兵宫有比武。 秦云连忙问道, 不是, 我们仙兵宫接待一些远方来客, 他们提出要和我们的弟子比武, 就去切磋了下, 谁知道他们下手很重。 马婆婆说起这件事, 也有些生气, 这样呀, 那我去会会他们。 秦云揉了揉拳头, 笑道, 第817章超悬海域, 马婆婆派人安排好那名受伤的弟子后, 说道, 秦云, 你现在最好别出去, 那些家伙来来此的目的, 也是为了挑战你。 秦云笑道, 他们来挑战我, 这不是很好吗? 我去迎战就是了, 马婆婆, 你难道担心我打不过他们? 马婆婆点了点头, 我确实担心你打不过他们。 刚才那位被打伤的师兄, 是武王镜的吗? 秦云想起刚才那名被俘找的中年弟子。 是的, 但把他打伤的家伙, 才选武镜, 把婆婆点头道, 选武镜就能打伤武王镜, 这确实很厉害。 是选武镜后期还是巅峰的, 秦云又问道, 他现在也蠢蠢欲动起来, 巅峰, 你如果真的和那个家伙打, 不能使用兵的。 把婆婆又道, 他知道秦云很强, 可是秦云不用兵器的情况下, 难以击败更强的人。 谁都知道, 秦云手头有许多好的道气。 秦云之前能干掉那些武王, 一方面是用了天师阵龙顶, 另外也是靠了明魂圣刃。 他如果不使用这些法宝兵器, 打起来确实很吃力。 不过, 他还是打算去会会那些人, 把婆婆看见秦云执意要去, 也只能带他过去了。 把婆婆, 那些远方的来客, 都是什么人? 来自哪里的? 秦云问道, 他们来自超悬海域, 也是一片很神秘的海域。 把婆婆说道, 传说, 那片海域有通往仙荒的仙门, 只要在海域里面寻到仙门, 就能进入仙荒。 那超悬海域在什么地方? 秦云连忙问道, 听说在悬域里面, 把婆婆说道, 秦云, 关于进入仙荒仙门的事, 也只是传说而已, 你别当真。 这种传说, 往往都是真的。 秦云笑道, 超悬海域的人都很强, 而且也非常的高傲, 你和他们见面的时候, 最好有心理准备。 把婆婆又道, 非常高傲, 那就让我来叫她做人。 秦云哈哈一笑, 把婆婆也只希望秦云在比武的时候不要输就行了。 秦云跟着马婆婆, 来到仙兵宫的一个斗舞场里面。 这个斗舞场里, 有许多内外门的弟子, 以及一些长老。 秦云刚刚进去, 就听见一阵惨叫声传来。 只见斗舞场的中间, 有一名中年, 被打得大腿爆碎。 那名中年, 正是先兵宫的一名武王, 比武场宽达两三百米, 上面除了那名武王, 还有一名短发的红衣青年, 他手里满是鲜血。 刚才就是他将那名武王的打柜抓爆的。 一群弟子们, 都看得暗暗心惊, 武王镜的人, 居然被一个玄武镜的青年打成这样。 包长寿身边, 站着十来个人, 他们身上都穿着红衣, 男女老少都有, 应该就是来自那超玄海域的人。 秦云还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名老者虽然穿着红衣, 可秦云却认得出来, 正是应成宇。 应成宇, 就是先兵城的前长教。 之前带来的弟子, 输给了秦云, 还将火狂奇闻浑书掉。 现在, 应成宇又来了, 而且还和一群超玄海域的人在一起。 他看了看马婆婆, 也明白马婆婆为什么不想让他来了。 应成宇此时来到先兵宫里面, 肯定别有目的, 极有可能就是来找秦云报仇的。 比武场上面的红衣青年, 大喊道, 你们先兵宫难道就只有这些垃圾吗? 赶紧让秦云出来吧, 我要击败他这个只有虚名的天才。 秦云闭关修炼的这个月来, 腾龙州的龙家也有人来过, 但也只是在城外嚷嚷而已, 根本就不敢进城。 除此之外, 就是秦云的事迹, 传遍了整个林荒繁玉, 也让许多有名的天才, 都想来找秦云比武。 但是都被包长寿拒绝了, 这一次, 应成瑜带着一批超悬海域的人来, 包长寿本来也只是打算, 让弟子们和这批人友好的切磋切磋。 可谁知道, 超悬海域的弟子, 一点都不友好, 而且实力也确实很可怕。 应成瑜喊道, 包长寿, 你快让秦云出来应战吧。 你们先兵宫的弟子, 能打得也没及格了。 应成瑜前辈, 好久不见, 你又老了很多呀。 秦云忽然呵呵地笑道, 飞掠了过去。 秦云终于出现了, 千兵宫的弟子们, 也顿时发出了一阵呼喊, 心中的底气多了一些。 秦云呀, 呵呵, 终于又见到你了, 我是老了一些, 但你也变得更强了, 居然把奥兴州的龙家都灭掉, 听说, 你还抓住了一条金龙。 应成瑜看见秦云来道, 也连忙笑道, 比武场上面的那名红衣青年, 看见秦云来道之后, 也连忙飞掠过来, 他一头短发, 脸型略长, 看起来也颇为英俊, 脸上不满傲气。 秦云, 你快和我比武, 你输给我, 就将那条龙和天师阵龙顶给我。 彭一青年看见秦云之后, 傲然地大喊道, 那你输给我, 又能给我什么? 秦云笑道, 你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呀, 你拿什么和我赌战? 我是不会输的, 我若是输了, 就自断一臂, 彭一青年冷然地喊道, 你自断一臂, 对我有批的好处。 你一条手臂, 连龙屎的价值都比不上, 还想用来读我的金龙和天师阵龙顶, 你做梦去吧。 秦云大笑道, 你, 你看不起我是吗?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彭一青年顿时愤怒不已, 身上释放出一股红色的舞蹈旋律, 如同龙笑一样冲向秦云。 包长寿连忙站在秦云身前, 轻轻一挥手, 挡下了那股气息。 秦云就知道, 映成瑜带人来找他比武, 就是为了引走他的天师阵龙顶 以及里面的龙。 那天师阵龙顶上面, 可是有多种天师图腾, 稀有无比。 映成瑜也一直念念不忘, 秦云, 我们这次来, 也确实是为了你的天师阵龙顶而来, 你说说, 要我们拿出什么东西, 你才肯上场。 映成瑜问道, 你们先拿出你们的东西来, 让我看看值不值。 秦云说道, 在场的仙兵宫弟子, 也想起了秦云当年引走映成瑜的火狂奇闻魂。 映成瑜若是想引走秦云的东西, 那必须地拿出和火狂奇闻魂相当的东西来。 映成瑜身边的一名老者, 拿出了一个红通通的东西, 看起来像是心脏一样, 而且还在普通普通跳着, 不过仔细一看, 却又不是心脏, 而是一种果实。 这个果实上面, 还有许多天然形成的奇妙纹路, 那是奇纹。 天生就生长有奇纹的果实, 令然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这是五王纹新果, 吃下一个, 就能成为五王。 那个老者说道, 这种果子, 只有我们超悬海域才种得出来, 百万年才能结果。 你只要的玄武镜的, 不管什么初期中期还是后期, 吃下一个就能成为五王。 红衣老者的话, 顿时让许多玄武镜的五军沸腾起来。 他们想要修炼到五王, 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但是, 吃下一个那样的果子, 就能成为五王, 这听起来实在是太过夸张了。 秦云好奇地看了看那个红衣青年, 问道, 他是玄武镜巅峰的吧? 他为什么不吃这种果子成为五王? 他的疑惑也不无道理, 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给自己的人吃, 而是拿出来赌? 那名红衣青年冷笑道, 因为我根本不用吃这种东西, 也能成为五王。 映成瑜说道, 这种果子非常稀有, 而且有很大价值。 我们的弟子不吃, 也是因为他们能快速成为五王, 如果保留下来, 就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秦云笑道, 我也能成为五王, 我要这种果子干什么? 这种对我没什么用处的果子, 也想跟我的天师镇龙顶比。 这顿时让超悬海域的人有些尴尬, 这种果子对秦云这种天才来说, 用处确实不大。 秦云的天师镇龙顶, 可是龙的克星, 能轻松就把龙抓起来, 只有一件。 你们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那我回去睡觉了。 秦云打了一个喝欠, 然后转身就要走。 这让那名红衣青年气得不行, 年轻气盛的他, 很想将秦云击败, 然后扬名领荒。 要知道, 秦云的大名, 也传到玄域去了, 不久之后, 就连超悬海域都会知道。 如果击败秦云, 不仅仅能得到他的天师镇龙顶, 还能出名。 等等, 我们还用一个阳文跟尼赌, 那名红衣老者又道, 那个阳文名叫秦天阳文, 是一种能让兵器法宝拥有更高强度的阳文。 用来布阵, 也能让阵法节节拥有秦斑的力量。 秦天阳文和武王文心果, 好, 秦云听见阳文, 两眼放光, 见玲珑连忙拉拉拉秦云, 低声道, 小云, 那秦天阳文比你的天师镇龙顶差远了。 是差远了, 但我不会输的, 所以他相当于把秦天阳文白送给我。 秦云嘿嘿笑道, 你们这些家伙, 怎么都那么自信, 都以为自己要赢了。 见玲珑低横道, 秦云轻轻一掠, 来到了比武场上。 那名红衣青年, 也面露得意的笑容, 跟着飞掠过去。 应成瑜等人, 看见秦云答应赌战, 也都满脸笑容, 像是剪刀大便宜一样。 第818章狮王炮, 秦云来到比武场之后, 许多弟子也纷纷欢呼起来。 千冰城的弟子, 都对秦云的实力很有信心, 都纷纷呼喊着给秦云助阵。 那名红衣青年, 看着满脸微笑的秦云, 心中也很不舒服。 包长寿也把姐姐开启, 她可是知道秦云的实力, 如果不做好防护, 这座斗无偿肯定会被打垮。 秦云, 龙胜狂死在你手里了, 是吗? 那红衣青年冷笑道, 你别以为能击败龙胜狂, 就是玄武镜之中最强的了。 告诉你吧, 龙胜狂那个垃圾, 也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 这倒是让秦云有些意外, 并不是惊讶眼前这红衣男子的实力, 而是惊讶他居然和龙胜狂打过。 龙胜狂最强的力量, 是邪神附体的时候, 红衣青年打败的龙胜狂, 也是最弱的。 龙胜狂本来就是垃圾, 打败他确实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秦云淡淡地说道, 今天, 你也会被击败的。 彭一青年狂放霸道地说道, 你似乎很自信。 秦云说道, 那是因为你一点都不强, 我之前打败了两个你们的武王, 根本就不会吹灰之力, 而击败你, 肯定更加简单。 彭一青年冷笑道, 你的天师阵龙顶很快就是我的了。 秦云哈哈一笑, 好吧, 看来你还没经历过绝望呀。 红衣青年也放声嘲笑道, 我今天就让你经历绝望, 高傲的家伙。 高傲自大的是你, 不是我。 秦云摇头一笑, 抱长寿把姐姐弄好之后, 喊道, 你们都准备好, 我喊时生, 就马上开始。 要开始的时候, 秦云也连忙和那个红衣青年保持距离, 隔着百米多远。 秦云对这个红衣青年的了解不多, 也不敢靠得太近, 以免来不及反应而吃亏。 抱长寿鼠道士之后, 比武开始了, 红衣青年立马化作一道红光, 眨眼间就冲到了秦云的身前, 一条手臂也变得很粗大, 那手臂化成了鲨鱼的猙獰嘴巴, 红通通的, 散发着红光, 很是吓人。 这群人来自超悬海域, 因为环境的缘故, 武魂也和海兽有些关联。 红衣青年的武魂, 看起来就像是鲨鱼武魂。 红色的鲨鱼武魂, 这是一武魂, 秦云心惊的同时, 手臂也幻化出一个黑色的天狮头颅, 发出一阵吼笑, 打了出去。 轰, 两拳碰撞在一起, 威猛的天狮头与凶恶的鲨鱼头冲撞, 抱涌出一股黑红色的气息。 秦云和红衣青年通过舞蹈旋力锋芒幻化出的形态, 也都瞬间崩碎。 两人都后退了几十米, 秦云在刚才, 也大折磨清那个红衣青年的实力。 彭一青年也暗暗心惊秦云的实力, 要比他想象中强悍。 映成于在场边观看着, 笑道, 秦云打不过那个鲨鱼小子的, 鲨鱼小子的武魂可是一武魂, 而且他还掌握着强大的一神通。 红色的一武魂, 随着修为的提升, 会渐渐地变强, 而具体有什么作用, 却非常的神秘。 秦云至今都不太了解这种武魂的力量。 彭一青年大力一踏, 身后忽然出现了一股股巨大可怕的海龙圈。 这种海龙圈, 只有在海上才比较多见。 可是现在, 却被那个红衣青年释放出来了, 而且还带着一股神通之力, 这显然是神通。 哗啦啦, 海龙圈在旋转的时候, 也释放出一片片水花。 几股狂暴的海龙圈, 疯狂地旋转起来, 从四面八方向晴云聚拢。 与此同时, 红衣青年也冲入海龙圈里面, 消失不见了。 观战的那些弟子, 也是大开眼界, 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战斗方式。 彭一青年钻入一股海龙圈里面, 然后又从另外一股冒出来。 哗啦, 一头红色的猙獰巨沙, 身长二三十米, 从海龙圈里冒了出来, 冲击晴云。 那一股股海龙圈, 如同巨珠一般, 一点点巨拢过来, 还释放出狂烈的钢风与强烈的犀利。 晴云被包围起来, 被狂风和犀利弄得有些迟钝, 来不及进行反应, 就被那忽然冲出来的红色巨沙咬到了手臂。 啊, 晴云痛喊了一声, 手臂也冒血, 畜生, 晴云大声怒吼, 打出绝龙掌, 咆哮的掌风, 像是掀起滔天巨浪, 声势震撼, 轰在那头红色巨沙上面。 红色巨沙被一掌打爆, 化成红色的狂风, 席卷八方。 晴云的手臂虽然被咬到, 可却没有被撕扯下来, 坚韧得令人震惊。 神通嘛, 我也懂, 晴云的身躯微微一晃, 只见他的身躯波荡出一股透明的波纹, 像是水波那样荡漾开来。 那是地震神通之力, 地震神通爆发出来, 凶猛的震荡力量波荡涌向四周。 哗哗哗, 从四周慢慢聚拢过来的海龙圈, 都在同一时间被那股狂猛的震荡波冲断, 化成一大片的水落下来。 隐藏在海龙圈里面的红衣青年, 也曝露了出来。 比武场之中, 也被大量的海水淹没, 那名红衣青年, 也连忙躲入海水之中。 晴云连忙悬浮到空中, 双臂一张, 呼呼呼地, 出现了一大片黑色的火焰笼罩在空中。 那可是通过明阳释放出来的黑色火焰, 在经过鲜魔肢体释放出来, 可是带着一丝丝心力的火焰。 密布在空中的火焰, 顿时制造出一股灼热力量。 压了下来, 将那片海水一下子烧得沸腾起来。 红衣青年也像鱼一样, 忽然蹦出水面。 混蛋, 红衣青年没想到, 自己的神通居然奈何不了晴云。 他到现在, 才开始正视晴云的实力。 晴云看见红衣青年像是一头红色鲨鱼般冲来, 就连忙释放出他另一种神通之力, 痛苦神通。 这种神通他很少使用, 一方面是还不够熟悉, 另外就是消耗比较大。 红衣青年刚刚冲过去, 就感觉到一阵清风吹来, 然后身体内部猛地疼痛起来。 突如其来的疼痛, 让他变得很慢, 轰, 凌云而控制冥阳, 释放出超级重力, 砸在红衣青年身上, 将他压得身体开裂, 发出一股沉闷的震响。 红衣青年被打落到沸腾的水中, 也依然被那股重力压着, 导致四周的水都被那股无形的重力推开。 此时, 谁都看见红衣青年已经身受重伤, 躺在地面大叫着。 我认输了, 红衣青年大叫道, 秦云看见红衣青年认输之后, 也微微一笑。 硬成于他们这群老辈的脸色, 都变得有些难看。 秦云对玄武镜巅峰的力量很满意, 他觉得自己赤手空拳击败武王,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鲍长寿等人也都非常开心, 仙兵城的弟子都纷纷发出欢呼声来。 结界撤开之后, 一名老者连忙飞略进去, 将那红衣青年抱起来, 为入乙里丹药, 让他恢复得快一些。 之前说好的, 给我擎天阳文和那的武王文心果。 秦云说道, 他也不怕这群人赖账, 除非他们不想活了。 这可是在仙兵宫里面, 兵心一出手, 就能让他们见鬼去。 鲍长寿笑道, 我承认你们玄域和超玄海域的修炼环境, 要比樊域好很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无敌的。 秦云虽然赢了那名红衣青年, 但樊域之中, 能赢那名红衣青年的人不多。 而在玄域和超玄海域, 和那名红衣青年同样实力的人, 肯定也有不少。 想到这点, 这让鲍长寿他们更加向往樊域了, 恨不得立马杀入樊域, 在里面占夺一席之地。 一名红衣老者, 将一个盒子, 以及一张兽皮交给了秦云。 盒子里面放在那的五王纹新果, 兽皮上面雕刻着晴天阳纹。 应成渝说道, 秦云,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秦云笑道, 我就很高兴, 毕竟有人给我送礼来了, 多谢各位了。 超玄海域的这群人, 只能自认倒霉, 他们实在没想到, 秦云不依靠兵器, 居然也能那么厉害。 秦云若是没有突破, 说不定还真的有可能会败。 哼, 你以后若是来我们超玄海域, 我一定会让你惨败的。 那名红衣青年很是不服, 你这个家伙, 只懂得用一些诡计, 根本就不是堂堂正正地打。 反正我赢了, 秦云笑嘻嘻地道, 然后走向剑玲珑那边, 跟着他离开了斗舞场。 秦云对那超玄海域也是很好奇的, 因为传说在里面有一扇通往仙荒的仙门, 若是他能找到那扇门, 不用成为仙人, 也能进入仙荒。 秦云把那张兽皮递给剑玲珑, 让他记录下阳文。 剑玲珑记录完之后, 很开心地交还给秦云。 玲珑姐, 我要炼制一些东西。 秦云说道, 你帮我炼制好吗? 当然可以, 剑玲珑也一口答应了。 秦云来到剑玲珑的那座塔里, 在一间密室里面, 两人一起炼制着东西。 秦云要炼制像是玄王炮一样的兵器。 当然, 那不在玄器, 而是盗器, 他也打算把玄王炮给肖玲没完。 剑玲珑有许多炼制盗器的材料, 而且炼制盗器的经验也很丰富。 他在剑仙格的时候, 就经常炼制胚子。 秦云也和剑玲珑探讨着改进玄王炮, 用到文和新月奇文, 再加上图腾, 炼制更强的炮筒来。 他们几天几夜都没休息, 也总算画出了一张图纸。 秦云的仇敌主要是龙家的比较多, 所以也在那门炮上雕刻了天师图腾纹, 因此取名为狮王炮。 第819章列龙二人组, 狮王炮的炮头就是一个张嘴的狮子, 也雕刻了天师图腾纹。 火图腾纹也有, 主要是增强发射炮弹的温度。 天师图腾纹能在发射的时候, 注入强大的天师之力, 这可是一种克制龙的力量。 而星月齐纹、盗纹和阳纹, 则是起到其他辅助作用。 比如雕刻的阳纹, 就有九巨阳纹和晴天阳纹。 九巨阳纹能快速吸收九阳灵气增强力量, 晴天阳纹则是能增强炮筒的强度。 盗纹则是起到增加发射速度的作用, 至于星月齐纹, 就是带着一些其他的能力。 比如有一种心纹, 能让狮王炮凝聚星辰之力, 打出流星来, 又或者是提升狮王炮精确度。 而阳纹也是增加能力的, 有一种阳纹, 就能让狮王炮变得比较小, 像是一个笛子或者是一支笔那么大, 能暗暗地偷袭。 总之那狮王炮上面, 被晴天阳雕刻了不少复杂的星月齐纹上去, 毕竟他有星君和阳机齐纹魂。 雕刻星月齐纹对他来说, 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晴天阳打算去腾龙州, 所以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被他合见玲珑改进过的狮王炮, 并不太依赖炮弹了, 都是能凭空凝蓄能量打出去。 而炮弹方面, 晴天阳也炼制了一些定身炮弹, 或者是大物炮弹, 辅助用的比较多。 如果真的需要很强的炮弹, 他就打算用武王武帝或者半仙的命精直接打出去, 那种威力才最可怕的。 剑玲珑看见狮王炮那么强, 也要炼制一把。 晴天阳也打算趁现在多多提升自己的奇温水平, 也配合剑玲珑去炼制。 剑玲珑并不能独自完成狮王炮, 因为哪些星月奇纹, 以及图腾,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雕刻好。 但晴云来雕刻, 就非常容易了, 因为他掌握多种奇纹魂。 小云, 你的魔星霸王呢, 那可是很强的傀儡呀。 剑玲珑说道, 出了点问题, 暂时报废了, 应该很快就能好起来的。 晴云苦笑道, 魔星霸王和古龙融合起来了, 而且还吞噬了许多天兽谷, 如今正在融合,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融合成功。 晴云也很期待融合成功的那天, 到时候, 他将会有一个更强的傀儡。 随后, 晴云又和剑玲珑联手, 去炼制一些道器。 道器对于哪个宗门来说, 都是很稀缺的东西。 但是对于剑玲珑和晴云来说, 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了, 因为他们都有道君旗闻魂, 掌握道闻也不少。 对于他们来说, 炼制道器的难度, 也只是在制作材料上面, 以及收集材料。 收集材料的事情, 也是包长寿他们这些办先去负责。 千兵宫的武王和武帝, 如果人手一套道器装备, 将来进攻玄域的时候, 也会很有用的。 足以剑玲珑现在也成为先兵宫的核心了。 对于晴云和剑玲珑来说, 好的道闻还是太少了, 他们拥有道君旗闻魂, 能在一件道器胚子上雕刻更多的道闻来, 能让道器更强更好。 只是因为他们掌握的道闻太少, 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限制。 晴云也给了一些图腾剑玲珑, 他雕刻图腾的速度慢, 但是由柳静蒙帮忙, 就能变得很快。 柳静蒙现在也是齐文们的一员了, 现在, 晴云已经收了三个齐文师做弟子, 蓝凤锦、柳静蒙和剑玲珑。 他已经找过胡静仙了, 让他把蓝凤锦弄来这儿, 跟剑玲珑学习齐文。 另外他还交代胡静仙, 让肖月梅过来。 切齐柔说过, 肖月梅的前世很喜欢猎龙, 晴云打算前往腾龙州的龙家, 到时候说不定会遇到那条仙龙。 所以他要让肖月梅出个主意, 把那条仙龙抓起来。 胡静仙很快就将肖月梅带了过来, 蓝凤锦在修炼闭关, 所以暂时还不能来。 肖月兰、杨诗月和其美莲他们都很努力地修炼, 不是压制灵魂的成长, 就是闭关修炼, 或者的外出修行。 而肖月梅因为那个镜子武魂的缘故, 需要他到处去照别人的武魂, 所以也是个坐不住的主。 肖月梅易得知秦云要找他, 就兴冲冲地来了。 鲜兵宫的护法堂里, 见玲珑居住的宅院中, 肖月梅咯咯地笑着, 和柳静萌在追打嬉闹着。 肖月梅也把柳静萌当作是自己的妹妹, 很疼爱她, 给了许多自己珍藏的玄果和一些好吃好喝的东西给柳静萌。 那些东西, 就连肖月梅自己都不舍得吃的。 肖月梅摸着柳静萌的脸蛋, 说道, 萌萌,姐姐要出去游历了, 等我回来, 一定会带更多好吃的给你。 嗯, 谢谢月梅姐, 我也会努力地修炼, 让自己变得更强, 以后给月梅姐炼制好玩的东西, 和一些厉害的法宝。 柳静萌有些舍不得肖月梅, 抱着她小声道, 我的好妹妹, 真懂事, 肖月梅笑着亲了亲柳静萌那可爱的脸蛋。 见玲珑也晴云也看得很温馨, 走吧, 晴云说道, 然后和柳静萌见玲珑道别, 就带着肖月梅去了鲜兵店。 鲜兵店里的冰心, 也早已知道晴云准备出发前往腾龙州。 她看见肖月梅和晴云在一起, 心叹道, 如果是施月和你们去就好了。 为什么, 肖月梅嘟着小嘴轻横道, 因为你们两个都很不靠谱, 冰心也很无奈, 走过去捏着肖月梅那翘美的小脸蛋。 月梅, 你们这次去, 面对的可是一个强大的古老世家, 一定要小心谨慎, 知道吗? 知道啦知道啦, 肖月梅对冰心, 冰心吐着舌头, 娇笑道, 冰心姐, 你还真关心我哥, 你该不会还爱着我哥吧? 小丫头, 别瞎说, 冰心脸色微微一变, 轻轻瞪了肖月梅一眼, 然后揉了一把她的小脸蛋。 肖月梅对冰心做了一个鬼脸, 就拉着晴云蹦蹦跳跳地走向大门。 晴云, 如果有什么事, 一定要及时和姚芳姐商量, 让她给点意见, 不要鲁莽。 冰心连忙给晴云传音, 嗯, 冰心姐你大可放心, 有时候启柔姐也会在梦中和我联系的。 晴云回应道, 冰心放心了一些, 对她点了点头, 肖月梅已经拉着晴云走出了仙兵殿的大门。 啦啦啦啦, 肖月梅横着小曲, 晴云拉着她走向一条密道, 直接离开仙兵城。 那条密道, 也是冰心让包长寿他们在仙兵殿外面建造的, 能快速地通往仙兵城外面。 肖月梅和晴云出城之后, 她就拿出了一只一盏十几米的黑鹰。 这个黑鹰看起来很像是真的, 但其实只是一个飞行法宝, 肚子里面空空的。 哥, 这玩意是一个老头送给我的, 飞行速度可快了。 肖月梅推着进去进入那只鹰的肚子里, 还是从屁股进去, 让晴云觉得怪怪的。 晴云笑道, 月梅, 这只鹰是你骗来的吧? 肖月梅进去之后, 笑道, 是我骗她送给我的。 晴云也不知道和肖月梅去, 会闹出怎么样的事情来, 不过她确实也很想和肖月梅一起行动。 这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 一肚子坏水和鬼点子, 能轻松就骗到许多好东西。 起飞, 肖月梅喊道, 然后控制那只鹰飞起来。 她也去过腾龙洲, 所以知道腾龙洲在什么方向, 她对腾龙洲还是比较了解的。 晴云坐在那只鹰里面, 把玄王炮送给了肖月梅。 肖月梅很是开心, 她也只是想要而已, 并不会经常使用。 哥, 我听说你得到了一个什么武王文新果是吗? 吃了就能变成武王。 肖月梅问道, 其他人或许真的可以, 但我不行, 这也是晴云没有吃的原因, 以她的修炼情况, 可是需要吃好几个才能突破的。 她有日月神碗, 能通过这个碗, 种出更多的果子来, 只是比较需要时间。 月梅, 你要吃吗? 晴云问道, 我才不吃, 叫月梅拿出自己的小镜子, 说道, 我现在虽然是玄武镜后期, 但我根本就不需要怎么修炼, 就能突破的, 我就是这么厉害。 真羡慕你, 晴云笑道, 哥, 你放心, 有我跟你去, 肯定能从龙家找到破除诅咒的法门, 包子姐和水姐姐就能活过来了。 肖月梅说道, 当然, 我们到时候还要弄到那条仙龙。 说起那条仙龙, 晴云也有些激动着, 月梅, 你真的有办法抓住那条龙。 我们的实力都很弱呀, 那条仙龙可是和仙人一样强大的, 如果是我自己, 我就没有信心。 肖月梅嬉笑着, 伸出五根手指, 说道, 但和你在一起, 嘿嘿, 我有五成把握的手, 五成把握, 那也是很厉害的了, 这让晴云不由得欢喜起来。 腾龙州, 距离澳新州挺远的, 晴云和肖月梅也不赶时间, 所以就通过那个飞行法宝漫悠悠飞过去。 在飞行的时候, 晴云也和肖月梅在聊着许多趣事。 也只有肖月梅, 经常说起晴云前世的事情, 比如一些行骗惊艳啥的, 让晴云听得很是感慨。 十几天过去了, 肖月梅正吃着点心, 忽然嗖的一声, 有一把剑刺了进来, 刺穿了肖月梅的飞行法宝。 飞行法宝被弄烂之后, 也失控地坠落着, 不停地旋转。 哪个龟孙子打烂本女王的法宝, 我要拿她来喂乌龟。 肖月梅勃然大怒地骂道, 联盟用自己的力量, 控制飞行法宝稳定下来。 第820章林云宗, 肖月梅将飞行法宝稳定下来之后, 晴云正要去拔剑, 却看见那把刺来的长剑, 上面雕刻的奇纹比较特别。 赤福气, 晴云急喊一声, 连忙拉着肖月梅, 施展穿旋神通跑出飞行鹰法宝内的肚子。 轰轰, 那个飞行鹰法宝, 也突然爆开, 该死的混蛋, 打烂了我的宝贝, 肖月梅看见自己的飞行法宝坏掉了, 生气地低骂着, 一脸心疼地看着那些碎片。 没事, 对以后帮你炼制一个更好更强的傀儡因。 晴云连忙安慰着肖月梅的心情好了一些, 连忙看向下面, 喊道, 就是那群家伙, 我们下去。 晴云和肖月梅, 也连忙降落到下面。 下面有十多个人, 年轻人居多, 那些年轻人, 都是领武镜的, 另外还有两个中年是选武镜的, 看见他们的阵容, 晴云和肖月梅也立马想到, 这可能是一个长辈带着小辈出来历练的队伍。 肖月梅也不是那种乱杀无辜的人, 如果对方真的只是无异, 那么他也只是让他们赔偿一些紫金币而已。 那个鹰不是真的鹰, 是我的飞行法宝, 你打坏了我的飞行法宝, 赶紧赔给我。 肖月梅轻横道, 那十多个年轻人, 看见肖月梅如此年轻貌美, 还翘眉可人, 都不由得大肆欣赏起来。 哼, 一个飞行法宝, 值及格紫金币, 还浪费了我的一件福气, 应该是你赔我才对。 一名方脸中年, 冷笑道, 肖月梅刚要发飙, 另一名销售有黑的中年, 说道, 两位, 你们的飞行法宝, 大概要多少紫金币。 我赔给你们, 看见这个销售中年的态度不错, 肖月梅也放得客气了一些, 说道, 一百万紫金币。 啊, 这么贵啊, 那中年听见之后, 惊讶道, 飞行法宝就是这么贵的, 我那个还是比较次等的。 肖月梅说道, 别赔给他们, 应该让他们赔偿我的福气, 那可是价值两百万的福气。 那方脸中年怒喊道, 你差点杀了我们, 还敢嚣张。 肖月梅很是生气地道, 两位, 我暂时没有那么多紫金币。 我是凌云宗的陆绍文, 你们一个月后, 再去凌云宗找我索要, 我写一张欠条给你们。 那个中年, 说着就拿出一张纸来, 师兄, 你赔偿给他们干什么,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不对, 那名方脸中年很是不满, 谁对谁错, 我分得清, 陆绍文摇头一探, 算了, 本姑娘看在你明是非的份上, 不让你赔了。 肖月梅说完, 瞪了瞪那名中年, 冷声道, 混蛋, 你有种就抱上名来, 我必定会让我的长辈上门赔偿你那把破福气。 那个方脸中年一听, 脸色微微一变, 立马想到, 这两个年轻人年纪轻轻, 就有珍贵的飞行法宝, 必定出身名门。 姑娘, 我会赔偿紫金币给你的,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陆绍文连忙说道, 不行, 我欠了那个家伙的一件福气, 我现在赔不起, 我以后会让我长辈赔偿给他的。 蕭月梅轻横道, 不瞒二位, 我此行来此, 是为了寻找解毒药材, 为我的小儿子解去剧毒, 实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陆绍文的态度一直都很不错, 蕭月梅做事的时候, 也是看人的, 沉默读, 我们帮忙解读。 蕭月梅说道, 记得行善啥的, 他遇到也会做。 这个, 你们真的能解开, 那陆绍文面露金色, 可以, 秦云点头道, 秦云也是看陆绍文这个人不错 就打算顺便帮他一把 陆绍文也连忙带着秦云和萧月梅 离开这片山区 返回那个林云宗 出了山区 就看见一个湖泊 林云宗就在那湖泊旁边 也有许多建筑都建在水中 秦云和萧月梅也知道 那个方脸中年 为什么那么嚣张了 因为他们的宗门就在这外面 林云宗是一个小门派 像这种小门派 一般都是距离繁华地带很偏远的地方 就像是土皇帝一样 所以这些小门派的人 不少都是比较嚣张的 甚至有些小门派 只是挂着五道宗门的名号 暗地里确实匪邦 也有的好事坏事都做 秦云看见陆绍文为人不错 所以也觉得那个林云宗 应该还算过得去的那种 小门派还是比较简陋的 各种建筑都没有那种 大门派的那种奢华感 像是来到了贫穷的村落一样 这个林云宗也有两三千人 在这片区域算是最大的势力了 萧月梅和秦云 跟着陆绍文 来到湖上的一座五层高的楼塔 来到第三层 在这座塔之中 居然也有好几个舞王 一个安静的房间里 躺着一名面色发蓝的孩童 约莫五六时这样 皮肤甘皱 冒着淡淡的蓝气 中毒极深 在这儿有一个老者舞王 照看那名孩童 那老五王容貌看起来和陆绍文有几分相似 应该是陆绍文的父亲 老五王脸上也满是悲痛的看着那名孩童 他看见陆绍文带着秦云和萧月梅来 就急忙过去问道 绍文 你寻到解毒药材了 并没有 我在路上遇到两位朋友 他们说可以解毒 陆绍文也是比较老实的那种人 他也是看见秦云和萧月梅好说话 才相信他们的 此时 也有几个老者走了进来 还有那名方脸中年 方脸中年一进来 就说到 就是他们 害我浪费了一件福气 老陆 你孙子没救了 别抱什么希望了 现在 这两个人 害我们损失价值千万的福气 我们应该联手将他们抓起来 让他们用东西来抵偿 一名老者冷笑道 你们都给我出去 被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那老陆沉声道 连忙将那群人赶出去 关上门之后 秦云也拿出小玉兔 放在那孩童的掌心 开始吸取那些毒力 这时候 陆绍文也向老陆讲起事情的经过 那福气 根本就不值两百万紫金币 更不值一千万 老陆怒道 他们分明是想趁机敲诈 那个家伙毁掉我的飞行法宝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居然还想了我 肖月梅也是一脸愤怒 这时候 那名孩童身上的皮肤 也渐渐地变得嫩润起来 不像之前那么干皱 而且皮肤上的蓝色毒素 也渐渐地消退 陆绍文和老陆看见之后 都欢喜不已 连忙感激着秦云和肖月梅 小半个时辰之后 小玉兔也将那些毒都吸走了 连忙扑到秦云的怀中 然后就回到九阳神破第一株 这是两百万紫金币 一百万是赔偿那个飞行法宝的 另一百万是答谢你们的 老陆拿出了一张金币卡 算了 举手之劳而已 我不要你们的 我们这就走 我不想再看见那群 让人恶心的家伙 肖月梅说到 陆绍文也连忙打开门 外面的那群人 也立马冲了进来 他们看见那个孩童的毒解开 更加确定秦云和肖月梅手头有许多好的丹药 你们两个 害我们损失福气 若是不赔偿 就别想离开 一名老五王 满脸阴乐的喊道 手里还拿着兵器 老陆和陆绍文 都非常的愤怒 连忙挡在秦云和肖月梅身前 你们父子赶紧让开 那个小孩得救了 你们带着他离开吧 这两个家伙交给我们就行了 你们父子也谢过他们了 可别因为这份恩情 而忽视我们损失的福气 秦云和肖月梅 听见这群人的话语 心中都满是怒火 老陆怒道 他们是我的恩人 你们若是动他们 我就和你们拼命 陆绍文连忙道 他们两人都是来自大事家的 你们难道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吗 顾虑 我们凌云宗可是有一位贵客 他是来自龙家的 他马上就来了 有他在 我们怕什么 一名老者笑道 也在这时候 走来一名身穿金色绣龙衣上的中年武王 这果然是龙家的人 那中年武王看见床上的那名孩童气色恢复得那么好 就没道 这两个人厉害麻 居然一下子就把那种毒解开了 龙家的混蛋 是你对那小孩下毒的吗 肖月梅冷声问道 你一个龙家的人 跑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对小孩下毒 就是想控制别人为你做事 并且掏空别人的财富 这些伎俩 肖月梅一眼就看穿了 老陆他们父子 听见之后 脸色也都变得阴沉起来 没有这样的事 听说你们让人家损失了福气是吧 我作为凌云宗长娇的朋友 今日无论如何 都要让你们赔偿 那名龙家的中年冷笑道 愤怒的老陆 走了过去 推开那些人 喊道 都给我让开 我要送我的恩人离开 蠢货 一名凌云宗的老武王怒道 忽然刺出一剑 前辈小心 秦云连忙喊道 但是老陆还是被刺中心脏 还被一掌打了回来 咳出一片血 爹 陆绍闻连忙接住受伤的老陆 愤怒的额头抱窜清惊 哈哈哈哈 那群凌云宗的武王 和龙家的中年 都大笑起来 秦云看见受伤的老陆 体内的怒火生疼 猛地将冥魂圣刃缓出来 他压抑不住的愤怒力量 也汹涌地冲向冥魂圣刃 释放出一阵阵黑色的气物 第821章龙家的机密 那名嚣张的方脸中年 看见秦云拿出来的刀 脸色一沉 说道 这就是你的兵器吗 你们不是大使家出来的子弟 怎么使用这种破兵器 他一脸嫌弃地走过去 抓住秦云的冥魂圣刃 冷笑道 就这种兵器 他的话没说完 就感觉到冥魂圣刃内部那股狂暴而可怕的力量 当他感到惊恐的时候 秦云猛地挥刀 吐痴地以下 冥魂圣刃直接横扫过去 将那冥方脸中年的头颅斩落下来 也将灵魂吸走 这也把龙家那名武王吓了一跳 其他几个凌云宗的武王 更是勃然大怒 因为有人在他们的地盘杀人 以 你找死 一名老武王怒喊着冲过去 秦云忽然消失不见 避开那名老武王之后 一刀劈向龙家武王 龙家的武王也有不错的实力 能及时避开 而且猛地冲向那面墙 跑出这个房间 飞行到外面 秦云连忙追上去 其他几个老武王 看见秦云如此厉害 也担心那名龙家武王抵挡不住 只能跟上去 若是龙家的人实在这儿 他们凌云宗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要知道 这可是腾龙舟 龙家是这儿的霸主 秦云飞冲出去之后 那名龙家的武王也换出一把很大的金色重剑 是一把盗器 但在秦云眼中 那却是很差劲的盗器 比这家伙的实力不错 我还真的看走眼了 龙家的武王冷笑道 但你充其量不过是玄武镜巅峰而已 里面对武王毫无胜算 龙家的武王说话间 就闪身来到秦云身侧 重剑斩落下去 掀起一阵如龙的笑声 金色的剑气 像是割肉的狂风一样 将秦云笼罩起来 秦云的身体震战出一股震荡力量 将那震剑风荡开 然后挥刀挡住那劈下的重剑 哐当 最想随着气涌爆发出来 吹得下方的房屋要颤 林云宗那些老武王也被秦云的力量惊呆 他们实在没想到 一个年轻人 居然拥有抗衡龙家武王的实力 可怕的是 龙家武王那把重剑 出现了一个崩口 我们一起上 林云宗的一名老者连忙喊道 秦云感觉到后面忽然有一股强劲的气息用来 就施展瞬息绝隐步 一下子消失不见 连气息也能暂时隐秘 刚刚飞过来的极格老武王 看见秦云忽然消失 也是一脸猛笔 忽然 他们感觉到后面有人 他们猛的扭头一看 就看见一道黑色的光刃闪来 秦云出现在那极格老武王的身后 迅猛一刀划去 就将那极格武王的身体砍成两半 那极格武王的身体断成两半之后 碎块也都落在地面 那极格老武王 都是熬了许多年才能成为武王的 面对秦云这种不一般的玄武镜巅峰 也只有被秒杀的份 他们的断开的身体掉落在地面 也并未死去 只是受了重伤 无法继续战斗了 龙家的武王 看见秦云如此厉害 心中也生起了恐惧 你给我等着 龙家的武王说完 就化成一道金光飞向远方 秦云连忙拿出通体黑色的狮王炮 对着龙家的武王远远一炮打去 吼 只见一个脸盆大小的黑色狮头 从炮筒飞窜出来 发出一阵吼啸 冲向远处的龙家武王 通龙 只是一下子 那个黑色狮头就追上去了 准确地命中那名龙家武王 最后 秦云也踏着瞬息绝影步飞掠过去 龙家的武王被集中的背部 出现了触目惊心的焦黑裂痕 他感觉到秦云追来 正要进行躲闪 却听见啪啦一声催响 秦云过去之后 双指对着前方一戳 打出穿山裂地址 那股狂暴的指力 如同黑色的闪电一般 带着浓烈的舞蹈旋力 呼啸过去 在空中留下一阵扇形的黑色气雾 啊 那龙家武王的身体 像是被黑色闪电贯穿一样 让他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秦云眨眼间就飞了过去 大力一脚飞窜过去 将那龙家的武王踢了回去 砰 龙家的武王 从远处被踢飞回来 落在那几个老武王的身上 直接砸死了一个老武王 其他几个老武王 双手趴在地面爬行着 他们只有上半身了 而且还受伤很重 不断地求救着 你到底是谁 与我们龙家作对 没有好下场的 龙家的武王 吐着血惊恐道 他们谁都没想到 一个玄武镜巅峰的年轻人 居然能将他们这群武王打得溃散 这种力量实在令人感到恐惧 秦云飞了回来 从空中落下的时候 双腿灌入一股震荡神通之力 他落下的时候 也有一股股震荡的力量不断冲压下去 将那几个老武王碾成碎块 龙家的武王也死得很惨 临死前还发出一阵阵惨叫 秦云收走他们的武魂和盗丹 然后放火将身体烧掉 就回到那个房间 陆家父子 也被秦云的实力吓得不敢说话 为什么这儿会有龙家的人 秦云好奇地问道 我听说距离这儿不远处有龙家的人活动 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老陆说道 他的伤势也好了许多 你们还是解散凌云宗吧 有龙家的人在附近 他们肯定会想着奴役你们做事的 还是赶紧远离这个地方为妙 秦云说道 老陆和陆绍文也连忙点头 然后就不断地感谢着秦云和肖月梅 秦云和肖月梅飞离了这个小门派 就飞往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 也是龙家武王刚才要飞去的方向 哥 你拿尸王炮真厉害 等你回去了 可要和玲珑姐给我炼制一个 肖月梅嬉笑道 没问题 秦云笑道 龙家的人在这种偏僻的地方活动 应该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我们过去看看 肖月梅说道 我们如今的位置 在腾龙州的一片大山区里 这块区域的灵气比较稀薄 而且距离繁华的地带很远 夜晚 肖月梅拿出了她那个神奇的镜子 在镜面的地方 有许多光点在动 这附近有很多人 肖月梅说道 那些光点就是一个个武魂 秦云和肖月梅 连忙降落在下面的山林中 降落下去之后 肖月梅看着镜面上的光点 低声道 那边至少有好几百人 几百人 都是龙家的吗 数量可不少了 秦云说道 嗯 不知道他们的实力都怎么样 肖月梅轻笑道 他们应该在找什么东西 龙家这群混蛋 招惹我们 有他们倒霉的 肖月梅跟着镜子 带着秦云 小心地穿行在山林里 这片大山在夜晚里非常的安静 似乎连鸟兽都没有 也不知道为什么 像这种原始大山 应该有许多鸟兽才对 即便在夜晚 也不应该那么的清朗 不多久 秦云和肖月梅靠近了有人的地方 那边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秦云拉着肖月梅 让身体变得透明 再加上他身上的悬影道符 能保证不泄露气息 而前方 也有很强的光亮 他们过去之后 只看见那边本来是有许多山的 但都被挖开了 挖出一个巨坑 在那个巨坑的上面 还悬浮着几艘巨大的飞天巨船 不少兽类也在飞行着 似乎是在巡视 得 他们在干什么 肖月梅看着那个巨大的深坑 好奇地问道 他们好像在挖什么东西 秦云也看着 但什么都看不见 就在这时 忽然有一群人飞来飞去 而那几艘大船上 也落下许多绳索 肖月梅低声道 他们要掉起来什么东西了 秦云点了点头 果不其然 不多久 那几艘飞天大船缓缓地向上升着 一口巨大的黑色箱子 也被拉了起来 秦云和肖月梅都暗暗心惊 那口黑色的大箱子 长宽都超过一千米 非常的巨大 但是并不重 否则那几艘飞天大船 也没那么容易拉上去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肖月梅很是好奇 恨不得过去把那巨箱打开 看看再说 秦云说道 这么大的东西 他们应该不会直接收入储物法宝的 秦云也在各种猜测 那大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黑色的大箱子表面 看起来很旧 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 几艘飞天大船 吊着那口巨大的黑色箱子 在黑夜中缓缓地行驶着 前后上下都跟着许多龙家的人 秦云和肖月梅 也在后面跟上去 天亮了 几艘飞天大船也加快速度 月梅 他们飞去的方向 是去龙王城的吗 秦云问道 龙王城 是腾龙州最巨大的城市 也是腾龙州龙家的总部 不是 肖月梅摇了摇头 龙王城并不在那个方向 秦云和肖月梅 也只能继续跟着过去了 龙家的这几百人之中 有一个半仙 好几个武帝 武王也有好几十 其他的玄武进武军 都带着一种小的飞行蜥蜴龙 在四处巡查 能派出这种规模的力量 保护那口箱子 可见龙家对此非常的重视 哥 那个箱子里面有魂体 肖月梅忽然说道 这是我根据我的小镜子找出来的 第822章上古宝箱 肖月梅那神奇的镜子 能探查到魂体 他看着前方那群人 确定没有人飞到那箱子的中间 所以非常肯定 在箱子里面有一个魂体 这顿时让秦云更加好奇了 巨大的箱子里面 存放的东西 极有可能是活物 龙家的人 到底在搞什么 韵儿 你能看出一点什么吗 秦云询问林韵儿 我也不知道 不过可以抓一个龙家的人来问问 林韵儿说道 那个箱子里面存放的东西 肯定是非常宝贵的那种 说不定里面封印着什么东西 毕竟那么大的箱子 秦云忽然担心 龙家要放一个什么厉害的东西出来 因为前面龙家的人 整体实力太强了 秦云和肖月梅也不敢乱来 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若是有龙家其他强者过来 秦云和肖月梅就更加没把握拿到里面的东西了 月梅 我准备出击 秦云低声道 我打算用狮王炮 轰掉两艘船 让那箱子坠落在地面 那个巨大的箱子里面 必定有着对龙家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几艘飞天巨船的飞行速度 都很缓慢 可以看出龙家对此非常的谨慎 秦云和龙家有仇 所以一旦有机会对付龙家 他就绝不会错过的 如果能抢夺龙家的宝物 那更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好 说不定会弄得龙家的人手忙脚乱 或者是那个箱子会被意外弄开呢 肖月梅也有些兴奋地喊道 他就是一个看热闹不怕是大的主 秦云拿出了狮王炮 他和前方龙家的大部队保持着一段距离 有上万米 这儿四面八方都是大山 就算爆发出很大的动静 也不会波及到其他人的 秦云的狮王炮 经过改进之后 即便在很远的地方 也能秒得很准 这一次 秦云并没有通过狮王炮去凝聚能量发射 而是放入了一颗珠子进去 那是武王的盗单 一粒武王的盗单爆炸 威力可是很可怕的 即便是武帝 都会被炸得灰头土脸 肖月梅看见秦云拿出武王的盗单 也握着小玉拳 很是激动地笑道 哥 你真是太会玩了 秦云黑黑一笑 然后瞄准一艘飞天巨船的屁股 咻 狮王炮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 能让炮管里面的东西 以极快的速度打出去 而且声音还很小 那武王的盗单 眨眼间就飞过一万多米 速度极快 虽然有几个武王发现了 可却来不及去抵挡 通龙 大力武王盗单 撞击在飞天巨船的屁股上 爆发出一阵蓝色的气波 几百米长的飞天巨船的尾部 被炸出一个巨洞来 一大片破碎的铁块飞得到处都是 船体内部也遭到了破坏 呼呼呼 爆炸产生的气波 也尽得了一会儿 才波及到晴云野萧月梅他们这边 巨船下方的那片巨山 也被震得崩塌 可怕的是 那股气波还波及到其他几艘飞天巨船 产生了很剧烈摇动 轰轰 被击中的飞天巨船 也追落在地面 产生一股巨响 那个巨大的方形箱子 也有一侧失去平衡 然后将其他几艘飞天巨船 都拖拉的掉落下去 轰轰轰轰轰轰 先是巨大的黑色方形箱子落地 砸碎一座巨山 然后就是几艘飞天巨船 被拖的落下 漂亮 萧月梅和晴云几掌 高兴地喊道 晴云也没想到 打出去的五王导弹威力那么大 似乎是十王炮增强威力 本来 就算被炸掉一艘飞天巨船 其他几艘船也掉起 那个巨大的箱子 但是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太强了 导致其他几艘巨船 也受到了破坏 失去平稳的一瞬间 就被沉重的黑色箱子 突叶落地 何方鼠辈 在暗中偷袭 赶紧给我出来 我是龙家的长老 龙玄辉 你有种就出来 那名龙家的半仙 大声怒吼道 充满愤怒和杀气的声音 回荡在天地之中 镇的山林里的树木 萧萧作响 秦云也 萧月梅当然不会跑出去 都在暗暗偷笑地看着 就在他们暗暗偷笑的时候 那口黑色的巨大箱子 忽然震战了下 随后就发出咚咚的震响 哥 有反应了 里面的东西居然是火的 萧月梅惊讶着给秦云传音道 会是什么呢 会是一条龙吗 秦云问道 不可能 如果是龙的话 为什么要封印在一个箱子里面 萧月梅觉得不是 里面说不定有什么强大兽类 秦云说道 远处的上空 龙家的人也忙得一团乱 那些玄武进的武军 骑成着小型的蜥蜴龙 在飞来飞去 寻找附近的敌人 月梅 我们抓一个家伙下来 秦云看着上面有飞来飞去的蜥蜴龙的 说道 嗯 那些小家伙太烦人了 一定要弄一个下来 萧月梅笑道 要我出手吗 暂时不用 秦云说着 就让林韵二准备 不多久 就有一条体长几米的小蜥蜴龙飞掠过秦云和萧月梅的上空 秦云和萧月梅在一座山的山顶上 躲藏在一片古树下 就算他们不变透明 也很难寻到他们 那条蜥蜴龙飞掠过来的时候 秦云故意释放一点气息 在蜥蜴龙上面的玄武进武军 似乎也感觉到了 然后控制蜥蜴龙俯冲下去 钻入树林里面 看见那条蜥蜴龙下来 秦云就连忙施展超级重力 把整条蜥蜴龙和上面的武军压住 萧月梅也连忙冲过去 拿出一个麻袋 把那个武军罩住 秦云拿着尸王炮 当作棍棒一样来使用 对着蜥蜴龙的头颅狠狠打了几下 直接打晕过去 然后又对着麻袋里面的人一通狠揍 萧月梅也笑着对那个人拳打脚踢起来 他们两人打过瘾之后 也停止下来 把麻袋取下来 蜥蜴龙也被秦云收入九阳神破第二株理 那个武军是个青年 此时一脸蒙笔 刚刚摘下麻袋之后 萧月梅就拿出一粒黑色小药丸 塞入那个青年的口中 你吃下了我的断肠碎心丸 若是敢对我说假话 或者是不回答我的问题 你就会饱受断肠碎心之痛 萧月梅面带一种非常阴毒的笑容 秦云也暗暗惊讶 萧月梅有这种厉害的药丸 打算以后问她要一点 你们 就是你们打烂我们的船 大青年很是愤怒的道 吵废话了 你想生不如死的话 直接跟我说一声 我现在就开始折磨你 萧月梅拿出了一把满是各种导钩的尖刺 音音一笑 萧月梅威胁别人确实很有一套 你 你别乱来 龙家的那名青年 看见那些导钩 身体的某个部位在隐隐作痛 我现在问你问题 你如实回答 你如果不回答 或者说谎 那你就 萧月梅把那满是导钩的场次扎入一棵树 然后慢慢地拔出来 勾出许多树肉来 看起来非常的吓人 龙家的青年 直接被吓得脸色发白 他真的很担心萧月梅在他身上来那么一下 肯定会无比痛苦的 我问你 那个大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萧月梅问道 那是 那是 我们龙家许多年前藏起来的宝箱 那个青年吞吞吐吐的说道 我在问你 里面有什么东西 萧月梅冷声问道 手中的尖刺再次扎入那棵树 有 我也不知道 总之那是龙家先祖当年藏在里面的 因为 因为我们龙家面临大敌 所以才将枝挖出来的 那名青年被吓哭了 流着泪说道 龙家面临大敌 应该是指建家准备进攻腾龙舟 现在谁都知道 建家要独霸繁育 然后再攻入繁育 我刚才听见里面有响声 里面有活着的东西 秦云问道 这个 我不知道 我只是听说 里面藏着我们先祖当年留下的东西 那些东西里面 也包括一些傀儡人 或者傀儡龙什么的 那名青年说道 总之那是我们龙家的宝箱 给我们龙家应急用的 那你们准备把宝箱运往什么地方 肖月梅问道 运往一个我们龙家的一个秘密基地 在那里打开 青年的情绪也稳定多了 秦云和肖月梅对视了一眼之后 然后就把那青年打晕 封印起来 肖月梅低声道 龙家的宝箱 还是先祖留下来的 那个先祖 应该进入了仙荒 在临走之前 留下了许多好东西 如果能得到就好了 我们肯定拿不走的 太大了 而且还有那么多强者看着 秦云也觉得很棘手 他当然想要一点里面的东西 只是太难弄了 难道我们要放弃吗 肖月梅觉得有些可惜 当然不能放弃 秦云皱眉道 我们的尽快出手 如果拖太长时间 有更多龙家的人过来 就真的没机会了 哥 那你有什么办法 肖月梅看着那个巨大的箱子 很是心急 有 不过有些冒险 我们进入那个箱子里面 怎么样 秦云说道 好呀好呀 肖月梅想到了穿旋神通 如果能顺利进去 那确实能从内部拿取东西 里面说不定有很厉害的东西 我就怕这个 秦云说道 第823章神秘魂体 肖月梅拿出自己的神奇小镜子 看了看 说道 哥 你不用怕的 里面只有一个魂体 再说了 那可是龙家的宝箱 里面不可能放有坑人的东西 秦云想了想 也觉得里面应该没什么危险 毕竟是龙家先祖留下给后人的宝箱 如果在里面放入什么危险的东西 可是会祸害到自己的后人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秦云笑道 他和肖月梅手拉着手 然后小心地走下这座山 再使用穿旋神通钻入地下 在一起 他不能接连使用穿旋神通 是因为修为太低 提供的能量太弱 他现在是玄武进巅峰的武军 也有足够的能量 长时间去使用穿旋神通 秦云和肖月梅 从地面小心翼翼地 前往那个巨大的黑色箱子下方 龙家的半仙和武帝 都在上面飞来飞去 以免有人忽然过来抢夺 他们也联系了龙家的人 让他们派人过来 秦云带着肖月梅来到巨大黑箱子下面之后 试了试 确定那箱子并没有抵御神通之力的保护 我们进去 秦云拉着肖月梅 施展更强的穿旋神通力量 离开地面 穿过巨大黑箱的表壳 进入了里面 肖月梅拿出几个很大的发光石 用精神力控制着悬浮在四周 将他们附近照亮 龙家的先祖 竟然留下了那么多的东西呀 肖月梅看见四周都是 大大小小的箱子 不由得开心的笑道 我们去打开看看 秦云低声道 月梅 之前这里面可是传出过咚咚咚的声音 这里面应该有什么大东西 这里面塞满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箱子 秦云和肖月梅根本看不见远处有什么 应该不是其他东西弄出来的 我们打开箱子看看 肖月梅打开了一个箱子 里面放着一些铠甲 只是灵气而已 不过灵文却是上古灵文 秦云看着那套铠甲上面的灵文 说道 但因为常年缺乏灵气的孕养 这套铠甲的质量也差了许多 秦云大力一扯 就将铠甲撕开了 随后 肖月梅又打开了许多箱子 里面放着的都是铠甲 肖月梅抱怨道 什么狗皮的大宝箱 根本就是一个垃圾堆 秦云笑道 月梅 你之前不是探测到这里面有一个魂体吗 我们过去看看 其实 秦云使用绝灵眼 就能轻松看穿那些箱子里面有什么 都是一套套铠甲 这里面的箱子很多 秦云要想把所有的箱子都看一遍 也得用不少时间 肖月梅拿出镜子 确定了那魂体的方向之后 就带着秦云过去 在过去的路上面 他们也是踩在许多箱子上面的 秦云走得很慢 因为他在用绝灵眼看透下面许多层的箱子 哥 有什么发现吗 肖月梅问道 这个区域的铠甲 稍微厉害了一点 是王品灵器级别的 可惜都被损坏的厉害 那个龙家的先祖 应该是个很没尝试的人 居然将这些法宝 放在一个如此封闭的环境里面 秦云打开一个箱子 拿出一套铠甲 很是万喜的探道 肖月梅撇嘴道 那个蠢货 可是害了自己的后人 我还以为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的呢 谁知道都是这些垃圾 秦云笑了笑 如果这里面的铠甲保存得当 那可是非常有价值的 组成的大军也能更强 肖月梅继续带着秦云前往那魂体所在的地方 并不是在中间 而是在靠近边缘的位置 之前 秦云看见箱子里面都是铠甲 而过了一会儿后 他们脚下的箱子里 都是各种兵器 也都是损毁严重的 肖月梅从一个箱子里面取出一把刀 很轻松就能掰断 龙家的人打开箱子后 估计要哭晕 肖月梅不由得笑了起来 他们的先祖居然这么坑他们 秦云摇头一笑 说道 像这样大的箱子 里面应该都是兵器和防具 我们可以不用在意了 若是有其他不同的箱子 倒是要注意一下 片刻后 秦云和肖月梅的脚下 就不再是箱子了 而是各种白色的方形石块 长达一米多 这些方形石块上面满是裂痕 这是什么石头 秦云用手摸着 是紫金石 就是大块的紫金壁吧 只不过内部的能量都流失了 肖月梅看了看前方 惊讶道 前面都是这种紫金石 但内部的能量都没有了 秦云皱眉道 看来我错怪龙家的先祖了 这个大箱子虽然是封闭的 但却有许多紫金石 这是让那些法宝吸收的能量 存放法宝的箱子 也是经过特别炼制 能储存吸收灵器 肖月梅说道 但它还是计算错误 存放的紫金石根本就不够 秦云摇头道 这么多的紫金石 足够保养法宝存放很久了 这些紫金石看起来 在很久之前就消耗完了能量 肯定是提前就被吸收完 哥 你别吓我 肖月梅浑身一颤 连忙抱紧秦云 然后看了看自己的镜子里 那个魂体就在他们前面几十米了 秦云刚才的意思 也是在说 这里面有个什么东西 把这里面所有的紫金石里的能量 全部吸收完了 那个东西的出现 肯定是龙家先祖意料不到的 月梅 要小心了 秦云一手拿着明魂圣刃 一手握着九阳神锤 还控制天师阵龙顶悬浮着 肖月梅点了点头 手里也拿着秦云的狮王炮 准备打出武帝的盗单 他们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然后小心地走向前面 这个区域存放的都是紫金石 因为能量好光 都变成了白色的石头 而且有许多都碎裂了 再加上刚才这个大宝箱从空中坠落 也让这里的碎石更多 秦云看见前方都是碎石 也凝神戒备 忽然 哗啦的一下 有一个东西 从那片白色的碎石堆下面飞窜了出来 只是一下子 那个东西就窜入黑暗之中 肖月梅放出来的发光石 也只能照亮一片区域而已 那是什么东西 肖月梅连忙拿出镜子 看了看镜面 低声道 魂体还在那个位置 刚才跑出来的东西 没有魂体的 没有魂体 那是什么 秦云面带一丝恐惧 看着肖月梅 我 我不知道 难道是傀儡 肖月梅想了想 摇头道 如果是傀儡 那么是谁控制那个傀儡 秦云靠近之后 就使用绝灵眼去看着那片碎石的下面 肖月梅看见秦云认真的看着 而且还看了很久 好奇的小声道 哥 你看见什么了 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只能看见一团棺在下面 也不知道那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个东西并不大 秦云说道 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受累呢 那刚才窜出来的是什么 肖月梅描了描四周 有些担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下面那个魂体 应该没什么危险 否则我们也走不到这里 秦云说道 肖月梅拿出了一个很大的铁手 用精神力控制着那个很大的铁手 将那些碎石抓起来 看见那个东西了 肖月梅轻喊道 果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现在 秦云和肖月梅也只能看见那是一团光亮而已 确定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之后 秦云和肖月梅就走过去 他们低头看向那个大坑 下面的东西发出很强的白色光芒 忽然 秦云和肖月梅都大叫了一声 因为那团光芒爆发出更强的光芒 刺痛着他们的双眼 还让他们感到头痛欲裂 在刚才那瞬间 秦云和肖月梅都看见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飞入他们的一个眼睛里 啊 哥 我的眼睛好痛 肖月梅捂着一个眼睛 痛苦地喊道 我 我也是一样 秦云忍着痛苦 连忙过去抱着肖月梅 安抚着她 秦云也有一个眼睛很痛 还冒着白光 而且眼窝的地方正在流血 那种痛苦不仅仅是来自眼睛的 环有精神上的折磨 她在修炼仙魔肢体的时候 早已能忍受各种痛苦了 所以她现在也能忍受 而且还能帮助肖月梅减轻痛苦 肖月梅紧紧抱着秦云 一声轻喊着 小云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应该是一双圣童 你和月梅都得到了一个 林韵儿惊喜地喊道 如今正在融合 秦云听见之后 也心惊不已 这里面居然有着一双圣童 而且多年来 还将这里面的能量吸收完 哥 是 是圣童 肖月梅似乎也感觉到了 虽然很痛苦 但她却有些高兴地逼声道 月梅 这圣童有什么能力 像素瑶那样的吗 秦云问道 肖月梅摇了摇头 她抱着秦云 缩在秦云的怀中 咬牙忍受着痛苦 也不想再说话 就这群 秦云和肖月梅相拥着两天 痛苦也在渐渐地减轻 然而就在此时 他们听见了一些声音 也感觉到一股灵气涌进来 龙家的人打开箱子了 秦云连忙抱着肖月梅 钻到下面那层 第824张鬼魅异兽 龙家的人能将箱子的打开 应该是来了不少帮手 秦云也是担心龙家的人太多 所以才急忙带着肖月梅 躲入下面的 她和肖月梅的梅 彻底融合那个圣童 头部一直在隐隐发痛 也不得不躲起来 秦云在钻下去的时候 留了一个灵眼珠在上面 留下这个灵眼珠 也是为了看看上面的情况 巨大箱子的盖子 很快就被彻底翻开了 外面也传来一阵阵吵闹的声音 听见那阵声音 秦云心中暗暗一颤 有些担心会被龙家的人抓到 她和肖月梅 现在可是在融合圣童 并不方便战斗 甚至无法动用权力去逃离此地 秦云通过灵眼珠 看见了一大群人落下来 外面是白天的 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来的同时 也有一阵惊喜的呼喊声笼罩而下 龙家的人都非常的高兴 纷纷欢呼起来 他们看见这里面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箱子 觉得会有许多宝物 一个个都欢呼雀跃着降落下来 龙家来的人很多 总共有上千 秦云猜测 是附近的那个秘密基地来的人 他们降落下来之后 纷纷去打开那些箱子 箱子里面有不少玄器灵器 护具和兵器都有 许多年轻人 拿到那些玄器和灵器 一个个都开心不已 不少年轻人还穿上了 如此多的玄器和灵器 足够装备我们龙家所有精锐了 我们把这些装备运回去 就差不多可以进攻箱家 到时候 箱家那群嚣张的家伙 肯定会被我们打得溃散的 这些玄器灵器 怎么看起来有些老旧 毕竟是先祖那时候留下的 老旧一点也正常 可是 可是还很容易损坏呀 很快 就有不少人发现 那些法宝针还容易就坏掉了 那些五帝和半仙 也都脸色难看 难道是刚才箱子掉落下来摔坏的 不可能 这些玄器和灵器又不是磁器 那有那么容易坏掉 是因为常年的不到灵器的酝氧而损坏了 毕名奇闻道师万喜地常叹道 这个大箱子里面是给封闭的空间 灵器无法进来 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刚才还欢呼雀跃的龙家人 此时一个个都沮丧无比 如果这里面的装备都没有损坏 这对龙家来说 可是一大笔财富 还能提升龙家整体的实力 我们到处找找 看看有没有能用的东西 一名半仙喊道 其他人都满怀失望的心情 纷纷晴云翻找这里面的东西 很快 就有人找到了一些服 但却不能用 这里面的装备和服录 长时间的不到灵器的孕氧 损坏的严重 都无法使用了 晴云之前也仔细检查过 发现许多奇闻都淡去了 这可是损毁得非常严重的 如果得到灵器的孕氧 这些雕刻了各种奇闻的装备 保存几万年都不是问题 甚至还有可能变得更强 不少龙家的年轻弟子 都开始抱怨着他们的先祖 先祖为什么要封闭这个箱子 难道就不能弄一个阵法 在箱子外面吗 一名青年低横道 李氏不知道 之所以完全封闭箱子 不让灵器进出 也为了起到隐秘的效果 李要知道 这个大宝箱里面 有那么多的装备 每时每刻都在吸取 灵器自我保养 如果不封闭 很容易就被人看出 这下面有东西的 先祖也不能这样坑后人呀 这时候 一名老者喊道 这里有许多消耗完的紫金石 许多老辈都纷纷冲了过去 也正是秦云和肖月梅 刚才所在的那片区域 这里面有如此多的紫金石 足够维持这里面的装备 进行自我保养 可是这些紫金石 在几千上万年前就好光了 一名老者捏碎着一块紫金石 眉头紧皱着道 难道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把紫金石内部的灵器吸收了 一名中年 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秦云的灵眼珠在刚才也一直 注意着四周 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他和肖月梅在之前 可是看见了一栋速度很快的东西 快得令他们无法看清 龙家的人 顿时陷入一片惶恐之中 他们非常确定 这里面有什么厉害的东西 啊 不远处 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 只见一个年轻人的腹部爆开了 上身里面的内脏全部被掏空 里面只有骨头和肉 内脏和道丹全部不见了 血淋淋的很是骇人 那个年轻人却还活着 也被吓得脸色惨白 发疯的大叫起来 是什么东西 一名老者走过去 急声问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年轻人大叫着 我的内脏没了 没了 其他人赶过来一看 也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赶紧集合起来 离开这个地方 一名半仙大喊道 就在这时候 远处接连传出一阵阵惨叫 只见有几十个人 被人开膛破度一样 上身的内脏道丹全都没了 中招的有玄武镜和领武镜 武王和武帝并没有遇到 那些人虽然被开膛破度 但凭借着他们武者的身躯和体内有着强大的血液 一时半会也死不了 赶紧跑 一名武王大喊道 许多人都纷纷腾空而起 那几十个被开膛破度的人 在下面喊叫求救着 他们没有了导弹 没有力量支撑着飞行 也无法离开这个大箱子 一大群人在飞上去的时候 又传来了许多惨叫 这时候 晴云也通过领眼珠 看见那是什么东西了 居然是一个 个像是蜘蛛一样的东西 只有脸盆那么大 行动速度非常快速 那是什么东西 晴云向凌云儿问道 不知道 应该是一些奇怪的生物 凌云儿说道 你和月梅都没有被攻击 这又是为什么呢 晴云皱眉道 如果只是这些东西 应该还不足以弄得 这个巨大的黑箱咚咚响 龙家的那些年轻人 被那些奇怪的蜘蛛附体之后 体内的内脏都会被吃掉 此时都纷纷地坠落下来 发出喷喷喷的声音 那些年轻人也恐惧到了极点 在地面求救着 在上空的那群人 看见下面两三百人 肚子敞开 里面空荡荡的一片 还血淋淋的 不由得头皮发麻 心生恐惧 晴云通过灵眼珠看见 心中也是很暗暗恐惧着 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居然没有魂体 晴云心惊不已 肖月梅之前通过镜子 也只是看见一个魂体而已 但是那些蜘蛛却是非常多的 而且 晴云和肖月梅都融合了圣童 他觉得那魂体应该就是圣童 长老 先祖为什么要这么坑我们 就是 害死了我们不少人 而且还留下一大堆垃圾 我们要不要下去救那些人 对了 之前还有人在暗中偷袭我们 到底又是谁 别去救了 免得把我们的命搭上去 他们没有内脏 没有盗丹 就算把他们救回来 能通过药材让内脏再生 但想要重新修炼出道丹 那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他们没救了 就让他们去死吧 晴云也没想到 龙家的人居然那么无情 如果是他们先槟城或者是建家 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 本门的弟子死去的 晴云抱着肖月梅 在忍受着来自头颅内部的痛苦 同时还得非常警惕 因为他和肖月梅 极有可能就处于一个蜘蛛巢穴里面 那些蜘蛛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的速度很快 钻入身体内 一下子就将内脏和盗丹吃掉 晴云刚才也只是看见一些类似蜘蛛的东西 并没有看见那些蜘蛛是怎么吞吃内脏和盗丹的 总之 那个蜘蛛怪非常的可怕 即便是那些半仙和五弟 也都无法抓到那些蜘蛛 龙家的人也非常不甘心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箱子里面应该还有其他东西的 所以都不肯一走了之 可是 即便是半仙也不敢下去仔细查看 他们都很担心 下面有更强的东西会干掉他们 晴云心中也是毛毛的 他之前实在没想到 这里面居然有一种能快速吞吃内脏和盗丹的生物 忽然 晴云感应到有非常微弱的气息在靠近 那些东西要过来了吗 晴云此时隐匿着气息 还躲藏在一口大箱子里 使用了暗影之力隐藏 沉住气 那些东西不能对你做什么的 晴云省声道 晴云已经听见了四周出现了各种声音 他和晴云眉躲在的这个大箱子周围 都是许许多多的箱子 那些箱子里面放着许多装备 而现在 他听见的声音 就是那些装备和箱子被损坏的声音 晴云心中紧张到了极点 他已经准备换出天师阵龙顶 躲在里面 过来了 晴云在黑暗之中 能清楚地感应到那些蜘蛛从他这儿经过 那些蜘蛛的行动非常缓慢 也只是路过而已 晴云也趁现在 仔细地看清那些蜘蛛的形态 看起来像是蜘蛛一样有许多脚 但是那些脚都有着一个龙爪 中间的蜘蛛身体布满很小的龙鳞 第825章读龙珠 这是龙蜘蛛吗 晴云心道 极有可能这里面说不定放着什么东西 所以经过许多年后 把躲入这里面的蜘蛛进化了 凌云儿笑道 小云 这些蜘蛛并没有发现你 放心了吧 晴云确实放心多了 他刚才也能感觉到 从他身前经过的龙蜘蛛 体内都有着盗丹的气息 那些内脏和盗丹被吞吃了 保存在肚子里 他也暗暗惊叹 这个世界无奇不有 居然孕育出这种东西来 这也是龙家先祖无法预见的变数 忽然 一阵嘈杂的声音传来 晴云能感觉到那群蜘蛛 突然间飞窜了上去 晴云连忙通过领眼珠 也看见大片的蜘蛛 速度快得无影无踪 飞窜到空中 冲向两个降落下来的中年 那两个中年是龙家的武王 降落下来的同时 对着下方打了一拳 哼 不愧是龙家的武王 再下来的时候察觉到有什么动静 就快速出击 那群龙蜘蛛终于被击中了 总共有好几十的龙蜘蛛 被打落下来 被许多碎掉的箱子掩埋 晴云所在的位置也遭到了波及 让他不得不施展川玄神通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躲藏着 萧月梅似乎晕了过去 进入融合圣童的状态 晴云也是忍着无比的头疼 去观察这里面的情况 龙家的人 也在刚才看见了那群龙蜘蛛 虽然只是一瞬间 却足够他们看清龙蜘蛛的模样 他们的脸色都变得非常难看 更加的惊恐了 那几个龙家的武王 都连忙升到空中 是 是远古独龙珠 一年武王上去之后 惊叫道 远古独龙珠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在这里面 那两个半仙听见之后 脸色微微一变 不知道 那样子我没记错 八族都是龙爪 躯体是龙鳞 通体漆黑 而传说中 毒龙珠的移动速度很快 那名武王说道 刚才那群飞上去的毒龙珠 虽然没有成功吞吃武王 而且还被打落下来 可似乎并没有受伤 这也是非常厉害的 长老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是去抓毒龙珠 还是离开这个地方 那些毒龙珠应该还属于幼年时期 身体还没有毒 一名半仙犹豫着 但是也不好对付 毒龙珠水火不怕 而且有很强的生存力和再生力 秦云听见之后 也暗暗心惊 他还以为那些龙蜘蛛是自然进化出来的 没想到是远古时期的物种 他虽然知道那些龙蜘蛛叫做毒龙珠 但还是觉得很疑惑 那些毒龙珠多年来 都没有吞噬圣鹏 而且 毒龙珠似乎在保护圣鹏一样 秦云现在还没有彻底融合圣鹏 也不知道圣鹏有什么能力 就在龙家的人 犹豫着要不要去抓毒龙珠的时候 空中的许多玄武镜的武军 都纷纷地惨叫起来 然后肚子被爆开 里面的内脏和盗丹都不见了 毒龙珠 居然悄无声息地就飞到了空中 快跑 一名半仙喊道 龙家那群人 也不再看热闹了 连忙飞逃起来 在飞逃的过程中 有许多龙家的年轻人 不断地被杀 秦云控制着灵眼珠悬浮到空中 看着一大片的飞逃的人纷纷落下 心中暗暗惊叹着 龙家来的人 恐怕要有大半人被废掉 毒龙珠的移动速度太快了 即便是半仙也不好一下子就抓住 而且数量很多 也只有五王五帝和半仙 没有被毒龙珠攻击 一些聪明的年轻人 也紧紧地跟在那些半仙五帝旁边 才幸免于难 哥 我没事了 肖月梅忽然轻声道 真的没事了 秦云倒是感觉到头还很痛 嗯 肖月梅笑道 我们都得到了一个圣童 虽然只有一个 不过却足够了 月梅 你见多士广 跟我说说那个圣童有什么能力 我现在还被那玩意折磨的头都要炸了 秦云好奇地问道 我现在暂时还不知道 圣童自身的能力 本来就很奇怪 如果再配合拥有着的能量或者五魂 圣童的能力就会各有不同 可能我的圣童能力 和你的就不一样 肖月梅说道 秦云的头虽然很痛 但也不敢休息 因为她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毒龙珠 随后 秦云将毒龙珠的事情告诉了肖月梅 肖月梅听见之后 惊讶不已 然后拿出了她的镜子 秦云看着镜子 发现上面有一个光点 就在他们附近 以镜子显示出来的魂体 并不是圣童的魂体 而是其他东西的 秦云惊讶不已 毒龙珠的诸后就在这里 肖月梅给秦云传音道 声音凝重无比 之前 那个诸后就在圣童旁边 她应该在吸收圣童的力量 诸后无法吞噬圣童吗 秦云觉得有些奇怪 圣童是自己认主的 诸后也无法吞噬 肖月梅传音道 哥 你用天师阵龙顶 把那诸后抓住 秦云拉着肖月梅 不想让她过去 传音道 月梅 那个诸后之前 为什么没有攻击我和你 可能是你之前 拿出了九阳神锤和天师阵龙顶 肖月梅猜测着道 秦云的九阳神锤和天师阵龙顶 确实很有威慑 肖月梅想要过去抓那只诸后 但却被秦云拉住了 秦云给姚芳传音 将毒龙珠的情况告诉姚芳 姚芳听完经过之后 回应道 按照月梅说的去抓 小心地把诸后抓住 你身上肯定有什么东西让诸后忌惮 所以诸后并没有攻击你 似乎还在躲着你 秦云想了想身上可能让诸后忌惮的东西 禁忌死成的那种怪穴 林韵儿说道 那些怪穴 是龙仙大帝之子的龙穴 是非常正统的上古龙尊之穴 毒龙珠好歹也是龙系兽类 所以才怕你身上那种怪穴 那些怪穴真的那么神奇 秦云有些不幸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到时候我放出那些怪穴 诸后肯定不敢攻击你的 林韵儿说道 秦云犹豫了片刻 也决定出击 龙家的人 早已被毒龙珠追杀的四处逃窜 秦云和肖月梅也赶来到上面 秦云手捧着天师阵龙顶 准备随时出击 肖月梅指着方向 也小心地跟在秦云身边 秦云现在的状态并不是太好 因为她的头还在痛 但她却很想将诸后抓住 肖月梅和秦云虽然都得到了一个圣童 但眼睛还是很正常的 并没有变成其他的颜色 不像蓝素窑那样变成碧蓝色 不过秦云还是能感觉得到 肖月梅有一只眼睛地 蕴藏着很强的能量 花 一道很大的影子忽然飞窜起来 毒龙珠的猪后出现了 是一个体长几米的大蜘蛛 那八条脚就像是龙爪一样可怕有力 而且通体还是金色的 让秦云和肖月梅震惊的是 那猪后中间的身体 居然是人形的 只是包裹着一层淡金色 通体都包裹着淡金色的蛛丝 让人觉得里面有一个人那样 这是快要化人的猪后 肖月梅惊喊道 也在这时候 秦云挥手打出了一团黑色的血 正是他从禁忌死城里面得到的怪血 那团血打过去之后 只见猪后的身躯微微发颤 连忙后退 秦云心中一喜 果然和凌韵儿说的一样 那些怪血让诸后很恐惧 秦云连忙控制天师阵龙顶 将诸后压住 这诸后的实力应该不算太强 否则刚才早就冲出去干掉那几个武王了 他放出去的小蜘蛛 也远不是武王的对手 诸后被天师阵龙顶给封住了 秦云和肖月梅也安心多了 哥 你有玉兽还什么的吗 快拿出来收服这只独龙珠 肖月梅说道 这个麻 还真没有 秦云也有几个兽宠 小玉兔和羊羊就是 但都是自愿跟他的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玉兽还 那赶紧练至一个呀 肖月梅笑道 秦云撇嘴道 你哥的头都要痛得炸掉了 让我摸摸 肖月梅垫起脚来 摸着秦云的头笑道 秦云和肖月梅飞离那个大箱子 然后找到了一个山洞休息 在山洞里 秦云睡上了一觉 也终于融合那个圣童 他现在只是觉得自己的左眼有些不一样 仿佛有一股很强的能量在那人 而且还能快速吸收他全身的力量 可是 当他要通过那只眼睛释放能量的时候 却无法顺利进行 小云 你现在还不能完全掌控圣童 这需要一段时间磨合 林韵儿说道 你赶紧练制一个玉兽环 收服那只猪后 然后让猪后控制小只猪回来 那些小只猪非常的厉害 无声无息的 环能吞噬到丹五魂 秦云想到 若是能掌控那些小只猪的话 以后做事肯定也会方便许多的 他连忙拿出材料 拿出九阳神锤 开始练制玉兽环 是不是要用盗器级别的玉兽环才行 秦云并没有玉兽道文 只有玉兽玄文而已 但是降服兽类的新闻和乐文 他倒是有的 就用雕刻新月奇文试试看吧 秦云现在也只能用新月奇文 制作玉兽环 到时让姚芳帮忙给猪后带上去 如果不成功 再另想办法 第826张龙天机 萧月梅在旁边看着 也帮不上什么忙 如果是制服什么的 他就能帮忙处理符纸 而现在秦云在断打材料 只能是他自己完成 哥 你现在应该能轻松练制稻器了吧 萧月梅问道 我之前练制稻器的时候 有玲珑姐在帮忙 所以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自己的话 应该也能练制出来 但并不会很轻松 秦云说道 比较难的就是材料制作上面 我对稻器材料的制作 经验还不太够 还不能制作出顶级的稻器材料来 萧月梅笑道 哥 你还不是武王镜呢 就能练制出稻器 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等你以后成为武王 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奇闻道师 月梅 你是不是想要一些什么稻器 你跟我说说 我看能不能帮你练制出来 秦云笑道 这个麻 等以后再说吧 萧月梅吐了吐舌头 娇笑道 你这丫头 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的水平还不够 怕我练制得不够好 秦云笑骂道 才不是呢 萧月梅兮兮笑着 秦云将天师阵龙顶里面的猪后 丢给姚芳 先让姚芳振折一下这只异兽 同时他也能腾出天师阵龙顶来练制东西 天师阵龙顶内部的空间很大 装一条很大的龙都不是问题 当然 九阳神坡的每一个珠子里面的空间更大 九阳神坡内部的空间 都是随着秦云的修为提升而增大的 很是神奇 秦云锤打着材料 他现在炼制的就是盗器材料 也是因为他手里的材料不多 否则他就去炼制王级材料 王级材料 是王器所需的 而目前为止 在林荒繁育之中 还没有奇闻王师出现过 林荒繁育之中的王器 都是由盗器进化而成 盗器本身就要足够优秀 而且炼制的材料必须是王级材料 最重要的是 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既炼蕴含 才能进化成王器 所以 王器也非常的稀有 秦云炼制的玉兽环 顶多也只是盗器 他担心以后驾驭不住那只猪后 两天过后 秦云终于断打好玉兽环的胚子了 玉兽环是淡金色的 加入了特殊的材料之后 可大可小 能紧紧地戴在兽类的身上 随后 秦云开始雕刻奇闻 本来这需要雕刻道文才是最好的 但是秦云没有相关的道文 也只能用新闻和乐文去代替 他也不知道新闻和乐文是否会冲突 只是觉得叠加在一起 效果会更好 秦云根据自己才经验和那种奇妙的直觉 去判断哪些奇闻能叠加而不冲突 会增加效果 他这种奇妙的直觉 每次都很准就连件玲珑都对此感到很羡慕 要知道许多奇闻师都是需要经过多次尝试 才能知道奇闻和奇闻之间的契合度 有的奇闻若是本身就有冲突 那么无论雕刻奇闻刻得多好 都会造成冲突 最后只会没有效果 或者是效果很小 所以这就需要不断地去尝试 最后才能总结出图纸来 而秦云根本就不用 一看那些奇闻 就大体知道能不能契合 不过嘛 他这种直觉还是比较模糊的 环不能具体的确定有多契合 但足够他炼制出成功的法宝来 至少奇闻会释放出很不错的效果来 秦云根据自己的直觉 在预售环上刻入三种新闻和两种乐闻 然后再刻入九句阳闻用来吸收九阳灵气 给兽类提供能量的补充 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秦云在预售环上滴血 预售环如果起到效果 那么秦云就能控制诸后 一般来说 这种预售环也只对兽类有效果 对人类的效果不大 而且还很容易会被反噬 秦云把预售环放入九阳神破第三株 交给了瑶芳 瑶芳的实力强大 早就把那诸后驯服了 如今带上预售环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就在他给诸后带上玉兽环的时候 秦云也与诸后建立了一种玄妙的联系 能随时对诸后下达命令 让诸后听他的话 但是他也感觉到诸后那种不甘和不服的情绪 似乎非常的嫌弃他 这家伙 算了 反正他现在是我的了 秦云把诸后放了出来 萧月眉看见秦云成功 也很高兴 然后爬上诸后的身上 姚芳给秦云传音道 诸后可以变大变小 那些小蜘蛛并不是他生出来的 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秦云试了试 让诸后变小 很快 机密宽大的诸后 就变成一匹小马一样 小猪猪 你放出去的小蜘蛛都去哪里了 能把他们召唤回来吗 秦云通过心灵 与诸后交流着 诸后并没有回答 甚至还有些暴躁 秦云连忙控制玉兽环 释放了一点力量 让诸后感到了一丝来自灵魂的痛苦 诸后的身体是人形的 八条腿像是店长的龙族 看起来还是怪怪的 因为还处于比较年幼的阶段 所以身上战时无毒 你做我的主人 能给我什么好处 诸后终于回答了 那是粗雅的女子声音 我就算不给你好处 你能怎么样 秦云铁嘴道 我跟着你 只是被你奴役 什么好处都没有 我活着也没意思 我宁愿死 诸后又道 好吧 你要什么样的好处 秦云想了想 问道 萧月梅也在旁边看着 觉得非常的有趣 我要变强 我如果想拆遣我做事 就要给我足够的好处 诸后说道 我变强需要吸收能量 最好是给我吃各种 蕴含能量的天才地宝 这个大箱子里面的紫金石 都是被你吸光能量的了 秦云看着那些紫金石 问道 是我吸收了里面的能量 但根本就不够吃 诸后说道 秦云暗暗心惊 如此看来 这诸后可是一个无底洞 萧月梅问道 你派出去的那些小蜘蛛 吃了不少盗丹和内脏 能量都被你吸收了吧 不能 我无法直接吸收盗丹 只能吸收人类血液的能量 盗丹还储存在小蜘蛛体内 诸后又道 如果我能吸收盗丹的能量 我就不会那么虚弱了 而被你抓起来了 秦云不由得笑道 看来你饿肚子很久了 之前 肯定就是这个诸后 弄得大箱子咚咚响的 不错 你现在需要补充能量 否则我宁愿死 也不为你做任何事 诸后的声音本来而沙哑 你吃龙肉吗 秦云问道 他之前抓住了一条金龙 也被姚芳干掉了 取出了龙魂和龙元什么的 但身体并没有被动到 你有 诸后连忙问道 他之前可是见过秦云放出一种很强大的龙血 也让他恐惧 秦云的让瑶芳弄了一大块龙肉出来 有一千多斤 那块龙肉是金色的 诸后看见之后 就连忙扑过去撕咬着 你派出去的小蜘蛛回来后 把道单都给我吧 秦云说道 你只要把我的事情做得漂亮一些 我以后会定时给龙肉你吃的 毒龙猪有很大的潜力 强大的时候 能释放出很强的毒素 而且速度很快 秦云 夺龙猪如果实力够强 他知出来的王也很厉害的 能直接在上面雕刻奇纹 布置大阵 姚芳说道 秦云听言 心中欢喜不已 我控制那些小蜘蛛追踪那群人 暂时没有出击 只是跟着他们 寻找机会出手 诸后说道 好 你以后就叫做猪猪吧 秦云说道 不 我不要这个名字 诸后立马拒绝 声音还带着一丝愤怒 大肥猪的猪猪嘛 换我 我也不喜欢 萧月梅咯咯笑道 月梅 你给他取个名字 秦云说道 他是蜘蛛 在网上跑的 就叫他网虫好了 萧月梅很认真的想着 又道 或者叫网猪 网龙 就叫网龙吧 很酷的名字 网你个头 秦云捏了捏萧月梅的脸蛋 我自己取 诸后听见那几个名字 也很生气的 大喊道 我虽然是毒龙猪 但我体内的龙血多 我姓龙 叫我龙天机 天机 天上飞的鸡 萧月梅笑道 闭嘴 诸后怒喊道 秦云连忙笑道 好好好 龙天机就龙天机 萧月梅对龙天机吐了吐舌头 我还是觉得小猪猪好听 我以后就你叫小猪猪好了 我叫龙天机 小猪猪 秦云拉拉拉萧月梅 她担心会把那毒龙猪后气的自杀 萧月梅也不再刺激那龙天机了 龙天机女王 你应该能吐丝吧 蜘蛛好像都是从屁股吐丝的 你屁股在哪里 萧月梅好奇地问道 我还没进化完全 暂时没有屁股 龙天机很是恼火 说道 我如果能吐丝 早就把你们捆起来了 特别是你这个小丫头 我会把你嘴巴封起来的 哎呀 你没有屁股呀 萧月梅不由得笑了起来 等我化人 我的蛛丝可以从掌心出来 又不是从屁股 龙天机怒道 天机 快吃你的龙肉 我要跟踪那群人 他们都是龙家的人 应该再赶往龙家的那个秘密基地 秦云催促着道 你要带我们追上去 第827章九彩云霞 秦云想去龙家的那个秘密基地看看 那应该是龙家非常隐秘的重地 龙家把那个黑色的箱子 运到那个秘密基地 显然是要在那人培养出一批强大的人 秦云原本也只是好奇 也知道想要去那个基地不容易 但现在有龙天机带路 就能比较轻松去到那个基地 腾龙州的龙家 整体实力很强 能对抗整个建家 龙家也有许多同盟 那些同盟也都是其他各州上面的家族和宗门 因为建家现在独霸了奥兴州 也让其他州都感到危险 担心建家会杀过去 所以都投靠龙家 龙家也答应其他州的势力 绝不会侵入其他州 不会危及到他们的势力 但条件是 要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建家和建家的同盟 肖月梅跟在秦云身边 给秦云分析着这些事 他们正在一起前往那个秘密基地 龙天机这只独龙珠走在最前面带路 我对付龙家 只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夺回巧缝的武魂 另外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帮助包子姐和水姐姐破除诅咒 秦云对龙家 已经厌恶到了极点 等做好这两件事 我们再着手如何猎取仙龙 肖月梅笑道 嗯 秦云感应着龙天机所在的方向 也和肖月梅隐身 无泄露气息跟上去 这片大山非常的宽敞 像是没有边际一样 整体的灵气都比较稀薄 确实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 腾龙州将一个秘密基地安置在这个地方 可能也是为了进攻澳新州的时候方便一些 三天过后 龙天机也将那些小蜘蛛收回来 并且从小蜘蛛的肚子里 弄出了许多盗单 秦云得到那些盗单之后 将里面的五魂取出来 并且给了龙天机一块很大的龙肉 就让他进入九阳神坡的第三株里 和药方待在一起 前方不远处 就是龙家那个秘密基地 秦云和肖月梅刚刚要靠近 就看见前面不远处的天空 忽然出现了一片九彩云霞 那片九彩云霞出现之后 就缓缓地涌动起来 然后渐渐地形成一个漩涡 那是什么 秦云看向肖月梅 只见他俏美帝小脸人上满是震惊 赤荒界大阵引发的 肖月梅惊讶到 荒界大阵 秦云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赤仙荒和林荒的界线 有人通过强大的阵法 从仙荒穿过这条界线了 肖月梅声音凝重道 而且还落入龙家的秘密基地里面 也不知道龙家要干什么 忽然 那个九彩云霞宁城的巨大漩涡 涌出一道非常巨大的光束 落在了地面 秦云拿出了一个望远灵气 只看见那道粗大的九彩光束 落在地面之后 有许多人缓缓地降落下来 肖月梅也看见了 低声说道 有不少人从仙荒过来了 是仙人吗 秦云连忙问道 肯定不是仙人级别的家伙 即便下来 也会立马被弄回仙荒去的 肖月梅摇头道 应该是六节半仙 这种家伙在仙荒很多 秦云只觉得很不妙 叹道 看来龙家能得到仙荒的支援 肖月梅点了点头 我没猜错的话 龙家这个秘密基地 也是龙家仙祖建造的 为的就是沟通仙荒的人 龙家在仙荒 应该也有很强的势力吧 秦云问道 当然有 龙仙大帝的天龙门 在仙荒也是非常有名的 肖月梅说道 如果这些从仙荒下来的人 是来自天龙门的 那就麻烦了 他们难道是为了帮助龙家 对付建家才来的 秦云暗暗担忧起来 若是真的打起来 奥兴州的各大势力 肯定都要进行大战的 不是 他们应该是冲着你来的 你有天师镇龙顶 抓走他们的镇足天龙 而且还灭掉奥兴州的龙家 足够让仙荒的天龙门派人下来了 肖月梅说道 秦云耸耸耸肩 笑道 月梅 这不可能吧 天龙门从仙荒降临那群人 肯定耗费很大的 如果只是为了我 那应该不太值吧 绝对值了 你应该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而帮助龙家雄霸林荒 应该也是天龙门的大目标之一 肖月梅说道 秦云原本想去那个龙家的秘密基地看看的 可现在的那人出现了一群来自仙荒的人 虽然还无法确定那群人具体有多强 但肯定不弱 以秦云和肖月梅的实力过去 也只是送菜 虽然不能去那个基地 不过我们也是有收获的 至少知道龙家来了强大的帮手 秦云咬牙说道 看来玄狱那边不能派人过来了 只能从仙荒派人来 哥 我真的很担心你 你已经被天龙门盯上了 你的天师镇龙顶和奇闻魂 即便在仙荒 也是很抢手的东西 肖月梅说道 不怕 我不会有事的 秦云笑了笑 我们先去龙王城吧 相传 龙王城是林荒繁域最强大最繁华的城市 再也是龙家自吹的 具体是不是也不好平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座城市确实非常的繁华 而且整体也很大 是一个能容纳数千万人的巨大城市 在龙王城的里里外外 到处都能看见龙雕和龙的图案 龙家的子弟在这座城市里面 也是如同大爷一般的存在 谁都不敢得罪 当然 龙家子弟在城内争斗的事情也有不少 像龙家这种庞大的家族内部 各种名争暗斗也很多 也只是表面看起来比较团结 而内部有时候为了争夺利益 差点能打出狗脑子来 龙王城 龙家的总部 秦云进入这座城之后 看着一排排整齐的楼屋 看着宽敞而繁忙的街道 不由得感叹起来 这座城市 确实很不一般 至少 秦云能感觉到 这座城市处处充满着一种朝气 很是活跃 龙家所在的位置 位于东面的龙王庄 而中间是城主府 主要是城主处理各种城内杂事的地方 秦云和肖月梅进入大门之后 要前往龙王庄 也只能坐马车过去 在这座城市里面 即便是龙家子弟都不能随便乱飞 这也是为了更好的管控 只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龙家子弟 持有飞行令牌 才能自由地飞行在空中 若是乱飞被抓到 可是会被重罚的 除了坐马车之外 还可以乘坐飞天大船到处跑 如此一来 空中也只是有飞天大船 和一些巡逻的士兵而已 可以让空中变得非常的清爽 抬头就能看见蓝天白云 如果不限制飞行 城市的空中也乱糟糟的 毕竟有能力进入这座城的人 可都是有一定修为的 都能欲空飞行 飞天大船也是龙家 赚取紫金币的工具 在这儿每天有那么多人出行 飞天大船是最快的一种工具 虽然贵 但大多处人都能承受得起 也只能乘坐了 龙家每天都能通过那些飞天大船 赚到大量的紫金币 一次两三千紫金币 珍贵 娇月梅带着晴云登上飞天大船 抱怨着道 这对晴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毕竟他有上百亿紫金币 而且还是从龙家人的赌场赚来的 晴云和肖月梅 现在就飞往龙王庄外面的区域 龙王城有的繁华区有好几个 其中最热闹最繁华的 就是龙王庄附近和城主府附近了 特别是龙王庄附近 什么东西都是最贵的 那边也建造许多了屋 一小间房就要几千万上亿 根本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 而在龙王庄附近混的人 也是腾龙州各大名门世家的人 他们靠近龙王庄 也是想结交到龙家的子弟 同时了解龙家的动向 好让他们更好地做生意 而现在 不仅仅是腾龙州的名门世家过来 就连其他州的名门世家子弟 也都被派来这里 导致这里的房价一涨再涨 半个时辰之后 飞天大船也靠近龙王庄了 秦云和肖岳梅 在飞天大船上 就看见了那宽敞无比的龙王庄 龙王庄就像是一个城中城一样 里面至少能容纳十几万人 从高空看下去 能看见龙王庄里面 有许多高楼宫殿 园林繁多 还有不少高山瀑布 像是一个室外桃源一样 秦云之前都觉得 建家的那两个空岛是很厉害的了 但现在觉得龙家在这方面 要比建家高明一些 龙家毕竟传承已久 底蕴比建家雄厚 肖岳梅叹道 如果搭起来 胜负难分呀 秦云远远的就能感觉到龙王庄的结界很强 很难进入里面 即便使用川玄神通也没那么容易 龙家要比我想象中强大 秦云来之前 虽然早有耳闻 但还以为只比奥兴州的龙家强一点而已 现在看来 这腾龙州的龙王庄比奥兴州的威龙山庄不知高到哪里去 飞天大船降落之后 秦云和肖岳梅走下大船 肖岳梅原本想要老办法混入奇闻店的 但是想了想 也就老实地跟着秦云了 她知道秦云这一行 有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能胡闹 肖岳梅也只是带路 带着秦云来到一座酒楼 在龙王庄附近的酒楼 都是装饰的金币辉煌的居多 有的酒楼外表就用金光闪闪的水晶建造 高达百层 在夜晚的时候 非常的炫目 第828张龙树阁 龙王庄周围的住房需求很大 所以一个进的加高 导致这儿有许多高楼 高楼虽然多 但并不密集 基本上每座高楼都是建在一个小园林里面的 秦云和肖岳梅 也在挑选着入住那栋酒楼 哥 你看那栋酒楼 看起来很普通 只要30层高 是用木头建造的 焦岳梅指着不远处的那栋木楼说道 好 我们就去那里 去一个比较低档的地方 低调一点 秦云看见那栋木楼 也觉得很不错 在这儿到处都是闪瞎狗眼的华贵的浮夸酒楼 唯独那栋木楼是一股清流 虽然看起来很朴素 可却给人一种很舒服很典雅的感觉 四四方方的木楼 能看见许多木纹建造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 怎么看都很舒服 秦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品味的问题 他觉得那栋木楼比其他奢华的酒楼都好太多了 但是其他奢华酒楼的园林中可都非常热闹的 而木楼却给人一种冷冷清清的感觉 虽然也有人在里面 但对比其他酒楼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月梅 你说我们要不要换一个人多的地方 好方便打听消息 秦云问道 他和萧月梅 已经来到那栋木楼所在的园林门口 随便吧 不过要打听消息的话 只要有紫禁币就够了 住哪里都一样的 萧月梅笑道 就在秦云要走进园林大门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一个结结出现 秦云和萧月梅都觉得有些奇怪 一个酒楼 居然也有这种厉害的结结 这时候 有一名穿着得体的白衣女子出现 用温和的声音说道 两位是从外地来的 不知道进入龙树阁的规矩 这叫做龙树阁 秦云看了看 也没看见什么牌匾 要进入龙树阁 必须要有十亿紫禁币的身价才行 那名白衣女子看见秦云和萧月梅一脸茫然 解释道 紫禁卡有十亿紫禁币就行了 秦云问道 是的 白衣女子点了点头 哥 我没那么多 萧月梅拉了拉秦云手臂 低声道 我们换个地方吧 鬼知道这里看起来那么低档 却有那么多条件 这时候 有几名穿得很华贵的青年 走了过来 出示了他们的身份牌之后 也听见了萧月梅的话 萧月梅和秦云 都简单的一容过了 穿着同样颜色的蓝衣看起来也是普普通通的样子 我说你们这两个家伙是刚刚进城的吗 居然就赶往龙王城最贵的酒楼跑 一名红衣青年 手里捧着一个很精美的蓝色蝉橱 继笑地看着萧月梅和秦云 想进入这道门 你首先要有十亿紫金币的身家 没有就滚蛋 别浪费人家白柯仙的时间 他可是一名武王 还是龙树阁的掌柜 很忙的 另外一名蓝衣男子 对那白衣女子笑了笑 白掌柜 他们就是两个穷鬼 不用搭理他们的 一名精衣男子笑道 白柯仙也礼貌地对秦云和萧月梅笑了笑 然后转头就要回去 秦云忽然喊道 白柯仙白掌柜 我如果有十亿紫金币 就能办理通行卡了 秦云在刚才就觉得这龙树阁非常不错 但人却很少 他还以为自己品位不对 没想到是有苛刻的入门条件 比这香巴佬 回去买套像样的衣服再来吧 就你们这两货身上穿的低端货 会拉低龙树阁所有人的层次 那名蓝衣青年 忽然有些恼怒地道 他们这群人 进入龙树阁 就是为了追求那种层次 以及优越感 如果随随便便一个人也能进去 那他们还怎么到处装 你们应该还不知道 要去哪里买衣服吧 我告诉你们 直接去龙树阁买 最便宜一套 也需要三十万紫金币 你们连一个钮扣都买不起的 赶紧滚远点吧 你们在这儿太爱演了 就你们这寒酸的模样 会让龙树阁的气氛变差 那几个男子 阴阳怪气地奉刺着秦云和肖月梅 肖月梅也是底气十足 冷笑道 像你们这几个家伙 应该是掏空的了家族的积蓄 才能进入这龙树阁的吧 不就是为了攀上一些名门子弟吗 就你们这种尖酸刻薄的样子 八成是难得进入一次龙树阁 才如此的色的 秦云唯唯一笑 真正有格调的贵人 也不是像你这样的 拉低龙树阁层次的人 应该是你们才对 那几个衣着华贵的青年 也是火帽三丈 都想冲过去揍秦云和肖月梅 看见要吵起来了 白科仙也连忙说道 各位 给我个面子 都少说一句吧 肖月梅问道 白掌柜 进入你们龙树阁 为着装也有要求吗 白科仙想了想 说道 有一定要求 你们买得起龙树楼的衣服 再来吧 两个穷鬼 那名蓝衣男子逼骂道 你们身上的衣服 都是龙树楼的衣服 但我看未必就好 也只有蠢货才会去买 秦云说道 你 你说什么 我身上这套 可是龙树楼新出的爆款 价值七十万子金币 一个穷鬼 买不起就说不好 那名蓝衣男子怒道 也把声音说得很大 路过的人也都纷纷围观过来 听见他买的衣服 价值七十万子金币 也都连连惊叹起来 白科仙有些尴尬的道 我身上的衣服 也是从龙树楼买的 这时候 围观的人 也纷纷称赞龙树楼的衣服 有品味 有内涵啥的 人家白掌柜的衣服 价值八十万 虽然看起来普通 但是龙树楼的衣服 就是这样 买的就是内涵与品味 你们这两个穷鬼 永远不会懂的 那名蓝衣青年冷笑道 其他人也都纷纷指责 秦云和肖月梅 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确实没什么特征 在这儿 有许多衣服的品牌 都能通过衣服上的花纹 分辨出来 龙树楼的衣服 就绣着淡淡的龙土岸 秦云说道 那好 我问你们 龙树楼衣服那么贵 可以保命吗 可以让自己多活几年吗 什么最贵 当然是命最贵 龙树楼的衣服 除了绣几条龙 牛皮吹得响 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只有你们这些 爱显摆的蠢货才去买 白柯仙有些不高兴了 因为他就花了不少紫金币 买了一些龙树楼的衣服 在附近的人 也有不少身穿龙树楼衣服的人 也都很不满 这位公子 你既然说龙树楼的衣服不好 那你说什么样的衣服 才是最好的 难道你们身上穿的 就能保命吗 白柯仙问道 实不相瞒 确实可以保命的 秦云笑了笑 你们应该都有玄器吧 我保证你们的玄器 无法割破我的衣服 一名为官的老者笑道 你身穿的衣服 是软材质 如果真的能抵御玄器的攻击 那可是玄器护甲 如此软材质的玄器护甲 至少上千万紫金币的 而且你们穿的那么合身 肯定是量身定做的 哪个奇纹师那么无聊 会帮你们做这些衣服 其他人也连连点头 公子 你们别胡闹了 如果老板看见你们闹事 说不定会生气的 白柯仙低声道 你们快离开吧 这怎么可能 就你这套破衣服 能抵挡锋利的玄器 我的玄器是中品玄器 北极玄铁剑 如果不能割破你的衣服 我就把我的剑吃掉 那名蓝衣青年 走了过来 冷笑道 快让我试试 晴云扯出一片衣角 笑道 来吧 那蓝衣青年用那把很锋利的剑刺 向那片衣角 还很大力地刺过去 居然无法刺穿 这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蓝衣青年又用力地戳了几下 真的无法刺穿那片衣角 他的脸色也变得难看无比 这说明 这真的是软材质的玄器护甲 至少价值几百万上千万紫金币 而且还是奇纹师量身定做的东西 可比龙山楼那些破步强许多倍 这确实是能保命的衣服呀 软材质的护甲 一般都是内穿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又重又硬 而像晴云和肖月梅这种柔软的护甲 需要很高的手艺才能炼制出来 你们那些破衣服 就别在我们面前显摆了 肖月梅交恒道 那些围观的人 刚才嘲笑过晴云和肖月梅 此时也都纷纷散开 百科仙作为一个掌柜 见过的人不少 但像晴云和肖月梅这种 还是第一次见 当下认定晴云和肖月梅 都是很有身份的那种 那 那又怎么样 说不定是你们 从那个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呢 你们有足够的紫金币 进入龙树阁吗 一名红衣男子很是不爽 大叫道 穿蓝衣服的那个 你先把你的剑吞了再说 你刚才可是说过 要吞掉自己的剑 肖月梅戏虐着笑道 那个蓝衣青年不说话了 连忙走入龙树阁的院子里 晴云缓缓地拿出了一张紫金卡 立给白柯仙查看 白柯仙看见那张紫金卡 顿时惊呆了 因为上面有100多亿紫金币 两位请进 白柯仙连忙将紫金卡还给晴云 我没有识意啊 肖月梅低声道 这位公子有足够多的紫金币就行 白柯仙面上露出了非常礼貌恭敬的微笑 第829章贵客的黛玉 白柯仙虽然不知道晴云的身份 却很肯定是大友来头的 只是他也不会过问 毕竟可不是谁家的公子哥 都能随身带上百亿紫金币出来的 入住龙树阁的人 百亿级别的并不多 而且都是老辈 其他那些年轻人 也只是紫金卡上有十亿紫金币而已 可不能随便用的 否则也不好回去交差 晴云和肖月梅 都得到了一个进出的通行令牌 能让他们轻松地穿过那个结界 白柯仙也亲自接待晴云和肖月梅 带他们来到龙树阁一间朝向很好的套房 里面有几个宽敞的房间和密室 大小厅 浴池和浴房一英俱全 有一个大厅里面 还中有一些奇特的花草树木 能释放出一种令人舒爽的新香 我们龙树阁与众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整栋楼的建筑材料 都是来自于一棵上古龙树 是在一段树干里面开造出来的 白柯仙也知道晴云和肖月梅 对龙树的不了解 就连忙解释着 上古龙树嘛 就是那种连仙人都很想得到的东西 肖月梅有些惊讶到 传说上古龙树 一般都是龙用来筑巢的地方 一棵树就非常的巨大 高达几千米都有 是的 白柯仙笑着点头道 白掌柜 像这个套房 要多少紫金币 晴云问道 免费 白柯仙微笑道 晴云和肖月梅都很吃惊 他们还以为白柯仙 故意带他们来很贵的地方 没想到居然是免费的 免费 那你们龙树阁 岂不是没得赚了 肖月梅疑惑地说道 该不会是有什么坑吧 有时候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其实 只要紫金卡 有百亿紫金币的贵客 在龙树阁吃住 都是免费的 白柯仙倾笑道 两位就请放心的入住吧 如果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用这个传音海螺联系我 白柯仙拿出两个传音海螺 递给晴云和肖月梅 晴云和肖月梅还是有些理解不能 毕竟这相当于是天上掉馅饼的事 白柯仙离开之后 肖月梅把那传音海螺收起来 嬉笑道 哥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既然是免费的 那么 嬉嬉 我就不客气了 李这丫头 晴云笑了笑道 我们还是换一身衣服吧 在这个地方比较安全 不需要穿护甲了 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也都是晴云以前炼制的 不仅仅有很强的防御 里面还有光纹什么的 有一定的疗伤作用 肖月梅换上了一套淡蓝色的裙子 扎着一双马尾 给人一种轻力翘美的感觉 晴云则是穿着很朴素的白衣 打扮成一个沉稳的青年 脸色贴着胡须 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折扇 月梅 你说这龙树格 为什么给百亿身家的人免费 他们图的什么 晴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猜是这个龙树格的老板 想要结交富有的贵人 也不是谁都能随身带百亿紫金币的 许多武王和武帝就算有 也不是他们自己的 肖月梅说道 晴云想想也觉得肖月梅的猜测比较靠谱 能拥有大量紫金币的人 大多数都是实力强大 而且颇有地位的人 肖月梅和晴云 走出了那间套房 他们住在三十层 现在来到第七层 第七层叫做果层 这一层提供了多种果类 肖月梅最喜欢吃果子了 她一来到 就看见有许多透明的柜子里 摆着五颜六色的各种果子 大大小小 形状不一 看得肖月梅不停地淹口水 晴云不由觉得好笑 肖月梅可是觉醒了前世的 居然还像是个小孩子那样 那么喜欢吃东西 肖月梅出示了她的通行令牌 白柯先说过 只要凭这张令牌 就可以不用付费 虽然是免费的 但肖月梅却也不算很过分 也只是每样果子都拿十几个而已 拿了果子之后 晴云和肖月梅又来到第十层 因为白柯先给他们传来消息 说第十层正在弄一个什么酒会 许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会出席 晴云和肖月梅来到之后 看见的人 大多数都是中年和老者 年轻人也有 却比较少 是那几个混蛋 肖月梅看见了在门口嘲讽他们的那几个青年 那几个青年 也看见他们了 在那几个青年生前 还有一名穿着华柜子衣的俊朗青年 他也看了过来 白柯先也连忙走过来 华柜的白裙席地 带上了一些精美的发饰和小饰品 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的装扮 贵气逼人的同时 却又不失淡雅 白掌柜你好 肖月梅连忙打着招呼 肖姑娘 云公子 你们好 白柯先走来时 微笑着道 晴云和肖月梅都用了假名字 这时 那名英俊的子衣青年 也带着几个嚣张的年轻人走来 这位云公子 想必是个大有来历的人 不知是来自哪个大市家的 或者是大门派 大子衣青年一过来 就带着虚伪的笑容问道 我是齐文门的长教 云齐文 晴云淡笑着打道 居然是一个长教 白柯先和那几个嘲讽过 晴云的青年 都是不幸的 而且还是什么齐文门的 齐文门 还是长教 这齐文门听起来 应该和齐文有关的 难道说你也懂得齐文 大名子衣青年眼前一亮 问道 略懂一二 秦云说道 白柯先也连忙 介绍着那紫衣男子的身份 轻声道 云 云掌教 这位公子 是腾龙州的御风仙门的首席弟子 风无求 不久前刚刚成为武王 是腾龙州为数不多的年轻武王之一 风无求此时也一脸的意 毕竟这确实是足以自傲的事情 真是失敬失敬 秦云连忙拱手笑道 云掌教 你的齐文门在哪个地方是几流宗门 风无求又问道 他可是对秦云和肖月梅感兴趣的很 再加上他的几个小弟 今天也吃了一点亏 我们齐文门在空中的北华星 几流麻 可能是不入流的 秦云笑了笑道 肖月梅只是一边看着 一边吃着果子 还时不时地瞪着那几个青年 风无求应该是来挑事的 但秦云却没有让他的场 白柯仙连忙说道 云掌教 我们的老板等一下就来了 他说有重要事宣布 秦云看了看这里面的人 一个个都是怀揣十亿紫金币的 算得上市巨富了 龙树阁的老板 将这群人聚集在此地 显然是有什么目的 风无求说道 龙老板还没来呢 我们在这儿也是无聊 既然云兄年纪轻轻 修为不高 就是一个小门派的掌教 想必也有过人之处 你手里的紫金币 至少也有二十亿吧 你哪来的那么多紫金币 风无求故意提高嗓音 让这儿的人都听见 小孩子发生小冲突 老辈们是不怎么关心的 可现在有冲突的两个小孩子 可都是身份不简单的 风无求是这儿的人都认识的 毕竟他年纪轻轻成为武王 也轰动腾龙舟 而另外一个 虽然不是武王 却是什么齐文门的掌教 还有二十亿紫金币 这就足以令人重视的 要知道 许多武王武帝身上 也才十来亿而已 这个麻 实不相瞒 我运气好 我在赌房里面赢来的 秦云也如实回答 他确实赢了上百亿 能赢到那么多紫金币 运气确实很好 不知你敢不敢和我赌一局 风无求呵呵笑道 赌多少 怎么赌 秦云问道 萧月梅也似乎看见 要有大量的紫金币 成为秦云的了 我赌十亿紫金币 就赌你不懂得齐文 而且根本不是什么 齐文门的掌教 风无求冷笑道 我看你们两个 就是招摇撞骗的大骗子 萧月梅听见这话 不由得笑了 因为好像就是这样子 老板来了 白科仙忽然喊道 他看见一名高大英俊的 黑衣青年走进来 也松了一口气 走进来的那名黑衣青年 长得很英俊 有着两颗胡子 一双眼睛很是明亮 身穿很普通的黑衣 可身上却满是一种强悍的气息 令人不敢小看他 这个大堂里的一些女子 都小声地称赞起来 龙老板 我们入住龙树阁那么久 终于见到你了 一名老者连忙笑呵呵地走过来 那是一名武帝 龙兄 我正要和这个小子赌一场 你来见证见证吧 风无求说道 白科仙走过去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那名龙老板 龙老板似乎早知道 秦云有百亿紫金币 不管紫金币是怎么来的 那都是他的贵客 他笑道 风老弟 给我搁面子 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风无求说道 我风无求可是一个健义勇为的人 他们两个身上有两套很不错的护甲 又有大量的紫金币 我怀疑他们杀人越货 或者是骗来的紫金币 那小子还说 他是什么奇闻们的掌交 你信吗 摆明就是在骗人 我猜 他们混入这里面 然后要向我们推销一些假货 坑骗我们的紫金币 秦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风无求要咬着他不放 不过他一点都不怕 微笑道 龙老板 我这个人是容不得别人污蔑的 既然有人怀疑我这个掌交身份 那我只能用事实证明了 第830章有趣的老板 白科先低声道 老板 你不是说有重要事情宣布吗 他也是为了转移大家对这件事的注意 否则闹下去 对秦云他们很不利 龙老板说道 我确实有重要事宣布 是关于龙家的邀请 不过嘛 这件事可以等一下再说 秦云听见龙老板的话 忽然想到了什么事情 龙家在不久前 和仙荒的人联系上了 仙荒还开启一个荒界大阵 派下实力强大的半仙 龙家肯定在搞什么阴谋 秦云和肖月没来龙王庄附近 也是为了打听龙王庄的事 想看看怎么混入龙家 如今 那龙老板说什么龙家的邀请 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上好的机会 龙老板很显然就是龙家的人 否则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秘密 而且他建造的这座龙树阁 也非常特殊使用了龙树木建造 这种东西可不是谁的知能搞到的 就目前来看 秦云并不能看出龙老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从外表看 是一个英俊而且实力强大的年轻人 风无求看向秦云 说道 你就快点证明自己是齐文们的长教吧 只要你能证明自己懂齐文 就算是我输 秦云笑道 这个容易 我只要制作出一张符 就足以证明我懂齐文了 这时候 一名老者走出来 笑道 齐文们即便是个不入流的门派 但你作为一个长教 至少也要掌握道文 才能算是一个长教 如果只是制服 那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名老者 一看就知道是偏袒风无求的 风无求是一个先门的首席弟子 还是年轻的武王 而且和龙家的年轻子弟关系都极好 未来可谓是前途无量 即便是老辈 也都想巴结风无求 这时候 一大群老辈 也纷纷站出来挺风无求 指责秦云和肖月没事骗子 风无求这么做 也是为了帮自己的几个小弟找回面子 只有这样 他才能树立威望 以后才有更多人的跟他混 老板 这两位贵客是我招待进来的 白柯仙轻声说道 他希望那龙老板能化解其中的矛盾 龙老板和白柯仙 都知道秦云拥有百亿紫金币 自然也非常重视这样的贵客 风老弟 这件事就算了吧 龙老板也终于出生了 龙兄 现在有人在你的地盘行骗 还想骗到我头上来 我可不能就这样算了 这个家伙 一定是个骗子 他年纪轻轻 修为也不高 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小门派的长教 风无求一口咬定 非常肯定的道 龙老板 多谢你刚才替我解围 这件事确实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可是被人污蔑了 若是不澄清 我这齐文门长教 还怎么混 秦云笑道 眼下 可是有人给他赠送紫金币 绝不能让龙老板打断了 龙老板对白柯仙摊了摊手 也是一脸无奈 落牌长教 那么你现在就开始证明自己吧 弄出一张道符来 我就相信你是那什么齐文门长教 到时候 我也会给你十亿紫金币的 就当做事对你表示道歉 风无求哈哈笑道 这个麻 不乐乐不如中乐乐 如果只是我们两个在赌 多没意思呀 我看你朋友那么多 要不也让他们参与进来 既然他们都不相信我是一个小门派的长教 就让他们也下注吧 秦云笑道 小子 你让我们参与 你有那么多紫金币赔吗 一名青年冷笑道 就是 我们风大哥一个人迎走你十亿 你还觉得不够爽吗 另一名青年说道 不好意思 我手头有一百多亿 你们可以十个人下注 敢不敢来 秦云拿出了一张紫金卡 递给了百科仙 笑道 百掌教可以作证 这顿时让这儿的老辈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个年轻人 居然手持上百亿紫金币 还要在这儿豪赌 可见必定有很大的倚仗 风无球也愣了愣 因为即便是他 手里也才只有二十来亿紫金币而已 还都是与风仙门战时借给他来装笔的 装完之后 是要归还的 好赌上百亿 肯定是很有自信的 秦云呵呵笑道 我齐文门虽然是个不入流的小门派 但百来亿还是拿得出的 风无球和那几个青年 以及几个帮忙说话的老者 此时都有些骑虎难下 龙老板皱眉道 这位兄台你的卡上确实有百多亿紫金币 但这不能证明你就是一个门派的长教 反而更令人怀疑你了 因为一个负责任的长教 是绝不会动用一个门派的财产去赌博的 龙老板此话一出 也令许多人纷纷点头 在场不少老辈 都是一方势力的高层 非常赞同这番话 龙老板既然不信 那么也吓住来赌一局 怎么样 秦云笑道 他心中也暗暗疑惑 因为这龙老板似乎在暗中帮他 目的就是为了怂恿风无球跟上 比账面有120亿紫金币 别以为紫金币多 就能吓到我 即便上千亿的紫金卡 我也见多了 赌就赌 龙老板冷笑道 你到时候可别赖账 否则出不了龙树格的 肖月眉一眼就看穿 这龙老板是在帮他们的 然后他连忙拉着秦云 逼声道 掌叫 我们走吧 他们爱怀疑就让他们怀疑去 别赌了 你的伤刚好 万一没只做出道福 你就输了呀 别想跑 风无球连忙拦住肖月眉 其他几个老者 也纷纷堵住秦云和肖月眉的路 如此一来 其他人都觉得秦云和肖月眉有鬼 刚才还自信满满 现在看见龙老板玩真的 却想跑路 看见龙老板出马了 风无球和他那五个小弟 以及几名老者 也纷纷的参与进来 我愿意和你们赌 但是麻 你们的先把紫金币给龙老板 让他做担保 我担心你们耍赖 秦云脸上也没有笑容 没问题 风无球得意的笑道 我倒要看你玩什么花样 随后 风无球和几个青年 以及几个老者 都给了龙老板十亿紫金币 秦云心中暗乐 虽然不知那龙老板为什么要帮他 但显然是想和他结交的 虽然龙老板是龙家的人 但秦云和肖月眉 此时正需要揭示一个龙家子弟 才能比较容易混入龙王庄 秦云拿出了一张桌子 这时候 一名老奇闻道师走过来 说道 用我的符纸吧 我是奇闻道师 在这儿也有几名奇闻玄师 他们都能鉴定你制作的符 龙老板笑道 我虽然不是奇闻师 但是要鉴定道符的真假 还是没问题的 秦云看了看那张符纸 并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用比较好的材料制作的 这也让他放心了许多 他没有使用灵溪玄笔 而是用比较普通的雕刻刀 秦云制作的道符 是比较常见的火焰道符 只需要下品的火道纹就行了 这是件玲珑传给秦云的 虽然是下品道纹 不过却是比较实用的 秦云在刻会道纹的时候 可是非常轻松的 这也是道军奇闻魂的强大之处 秦云刻会了几组下品火焰道纹 然后再刻上两组新纹 作为辅助之用 能增强那张火焰道符的威力 其他加上一些玄纹就行了 前后 他也只用了半个多时辰的时间 这速度 也算是很快的 令在场的几个奇闻师 都觉得有些惊讶 我完成了 秦云刻会好之后 就连忙离开那张桌子 说道 龙老板 你可以鉴定鉴定了 龙老板走过去一看 皱眉道 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张火焰道符 而且上面还有新闻 居然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刻会了新闻和道文 听见龙老板的话 风无求和那几个青年 心脏猛地紧缩起来 脸色奏变 这时候 一名奇闻道师也走过来 看见那张火焰道符 也惊叹连连 这确实是一张火焰道符 道文和新闻的精细度都极高 奇闻们 我从来没听说这个门派 居然有如此高明的奇闻道师 以这种水平 担任一个奇闻为主的小门派 绰绰有余了 龙老板笑道 云长焦 我刚才还是看走眼了 我愿赌服输 这些紫金币也你赢的 他说着 就过给了晴云一百二十亿紫金币 这的龙兄 他们说不定是作弊的 风无求的脸色都绿了 而他那几个小弟 则是面如死灰 那些紫金币可是他们的家族给他们的 现在都输光了 不可能 没人能在我面前作弊 龙老板笑道 风老弟 我们做人就应该爽快一点 输了就输了 十亿紫金币对你这个年轻的武王来说 不过是毛毛雨 我不也输了十亿紫金币吗 但是嘛 我们却结识了一位的年轻的奇闻道师 而且还是一门之掌教 这可是大传 风无求听见这番话 心中有一万句妈妈批响说 虽然输了 但风度还是要有的 特别是风无求这种很爱装的人 输也要输得体面 他连忙对秦云笑道 云掌教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刚才都有得罪 还请原谅 第八百三十一张龙王庄 风无求可惜 心中滴着血在对秦云微笑的 毕竟人家龙老板都输得那么好爽 若是他斤斤计较的话 肯定会被人笑话的 而他那几个小弟 也只能跟着笑了 他们笑得比哭还难看 萧月梅心中也是了开了花 暗暗称赞那龙老板真是一个妙人 卖对有卖的飞起 龙老板确实把风无求出卖了 但风无求却没有察觉 毕竟龙老板自己也输掉了十亿紫金币 所以这就是龙老板的高明之处了 秦云也知道 自己欠了这龙老板一个人情 是要还的 那几个帮风无求的老者 输掉十亿紫金币后 心中也非常不爽 似乎也看出龙老板那点小心思 毕竟他们都是老江 龙老板正色说道 我把大家召集在这儿 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各位都是我们龙树阁的贵客 所以可以比其他人早点得知 我们龙家的一些秘密 这时候 众人也感受到入住龙树阁的好处了 虽然花费了不少紫金币 但却很滑得来 龙老板要说的重要事 对大家肯定都是有用的 众所周知 我们腾龙州龙家 正在面临奥新州建家的威胁 如今 除了建家和其党羽之外 其他州的宗门和家族 大部分都投靠我们龙家了 即便如此 我们若是与建家开战 情况依然不乐观 谁都知道 建家那群建修的可怕 同级别之中 一个顶十个 甚至是几十个 而且建家还有七把非常厉害的仙剑 以及七名六节半仙的建修坐镇 就凭这种实力 即便是玄域里面的势力 也不敢随意去招惹他们 秦云想起了那七剑老祖 确实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建家是有实力 雄霸整个林荒繁育的 甚至是杀入玄域争夺一席之地 这儿的人 所在的势力 都是向龙家靠拢的 听见龙老板的话 也都面色凝重 龙老板说道 但是在前段时间 我们龙家终于和先荒的天龙门联系上 而且天龙门在前些天 也从仙荒派人下来 如今他们就在我们龙王庄之中 这番话 让在场的上百人都惊呼连连 仙荒派来的人 还在龙王庄里面 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 那些人 都是仙人吗 一名老者问道 并不是仙人 只是半仙而已 但实力很强 带来了一些仙气和仙政而来 还有仙丹 龙老板说道 这又引起了一阵轰动 秦云和肖月梅 之前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了 龙老板说道 仙荒来的人 最强虽然只是半仙 但他们都很优秀 而且还同意指导我们修行一段时间 传授我们一些对付建修的本领 因为我在龙家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拿到了50个名额 能让大家进入龙家修行 那50个名额 可是我非常艰难才争取到的 所以需要10亿紫金币一个 10亿紫金币一个名额 这让风无求的脸色变得铁青无比 而他那几个小弟 更是想死 他们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各位 名额虽然很贵 但我保证绝对物有所值 而且这些紫金币 我只能拿一成 其他九成都要给我的长辈 这些名额 都是我通过各种关系拿到的 你们懂得 龙老板说道 50个名额 每个卖10亿 龙老板就能收入500亿 这可是爆赚呀 在这儿也有几个老滑头 都在考虑着 龙老板 你们龙家应该也会公开 邀请其他势力的人吧 也会开放名额的吧 一名老者问道 开放是开放 但名额总共是500个 有50个在我这儿了 其他450个名额 需要其他势力竞价才能买到 到时候可不是10亿那么便宜 再说了 这儿就有上百人了 龙老板没说完 就把打断了 是秦云打断的 他喊道 我买两个名额 非常欢迎 龙老板连忙笑道 把紫金币给白掌柜 他会登记好的 秦云和有的是紫金币 20亿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这时候 其他几个巨富也纷纷买下名额 接下来 就有许多人在白掌柜那人排队 买下名额的人 都是一些五帝五王 因为他们的紫金币都是自己的 那个名额也是为自己而买的 其他那些年轻人 手头虽然都有10亿 可不是他们的 所以也不敢下决定 风无求心中可是恨透了秦云 若是他没输掉10亿紫金币 那么现在就能果断地买下 他手头只有10亿多紫金币了 若是买下一个名额 那他就难以交差了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名额也被抢光了 各位既然都入住龙树阁 想必也是信得过在下 我保证你们这10亿绝对花得值 龙老板呵呵笑道 各位 这件事也需要保密 毕竟是我通过关系搞到的 如果外赚了 我也不好办 众人也都连连点头答应 龙老板离开之后 秦云和肖月梅也回到自己的套房 他们刚刚回到 龙老板就来敲门了 哥 这个家伙虽然是龙家的人 但很有趣 可以好好利用利用 肖月梅笑道 我当然知道 秦云笑了笑 然后走去开门 龙老板面带微笑 就像是看老朋友一样的那种笑容 龙老板请进 秦云也微笑着道 龙老板走到厅中 也坐下来 肖月梅还抛了一个果子给他 多谢了 肖姑娘 龙老板笑了笑 不用客气 那果子也是我从你们这拿的 肖月梅笑了笑 龙老板 刚才还真的多谢你 让我捞了不少紫金币 秦云也直接感谢着道 不客气不客气 风无求那群蠢货 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龙老板笑道 我把十亿紫金币还给你吧 秦云拿出紫金卡 给了龙老板二十亿紫金币 龙老板也没拒绝 直接收下了 秦云就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两位 实不相瞒 那五十个名额是有点坑的 龙老板笑道 你们如果想退出 我也愿意把紫金币还给你们 为什么有点坑 肖月梅好奇地问道 好处是有 但没那么大就是了 否则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弄到五十个名额 龙老板黑笑道 龙老板 真看不出你一肚子坏水 肖月梅铁嘴道 你的掌教也是一样麻 龙老板看起来以表堂堂 英俊潇洒 可却是一个很懂得坑人的家伙 没事 我们不介意 等与仙荒的人接触接触 这倒是挺值的 秦云笑道 这么说吧 名额虽然有五百个 但是五百个名额并不是最具体的 到时候都是一方强者 带着小北进入我们龙王庄 而且也不是仙荒的人指点修行 具体干什么 我也不清楚 龙老板又道 肖月梅一听 就知道其中有什么猫腻 秦云说道 龙老板 我们进入龙王庄 到时候还请多多照顾 龙老板笑道 这是肯定的 不过麻 你们到时候可别太过招摇 当然 若是惹事了 也可以报我的名字 就说你们是我龙玉仓的朋友就行了 龙老板也没多问秦云什么 闲聊了几句就走了 哥 这龙老板肯定有所怀疑的 肖月梅低声道 我们到时候提防一点就行了 我们最重要的是进入龙王庄 秦云长叹了一口气 他现在距离目标近了很多 进入龙王庄 要帮助紫青城和水天资解除诅咒 然后就是寻回龙巧凤的龙凤武魂 这都是非常困难的 原本 他还打算和肖月梅联手抓那条仙龙的 但现在有仙荒来的人在龙王庄 肯定非常的艰难 第二天白柯仙传音来告诉秦云 下午的时候就能进入龙王庄 进去之后龙玉舱会安排好住处的 龙王庄非常的严密 进出都非常困难 否则秦云早就和肖月梅混进去了 下午 在龙玉舱的安排下 50个人分批进入龙王庄 并不是从大门进去的 而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门 坐在马车里面进去 秦云和肖月梅 是最后一批进去的 而且也只剩下他们两个和龙玉舱 在一辆马车上 云长叫 你们两个比较年轻 就是之后 会和其他年轻人在一起 我到时候会安排好你们的 龙玉舱说道 总之你们在龙王庄里 别闹出大事就行了 龙老板 你到底是什么人 肖月没问到 我还没调查你呢 我妈 我爷爷在龙家 是一个厉害的奇闻道师 地位也高 我父亲也是一个长老 总之我的背景还是很硬的 龙玉舱笑道 就在这时 马车忽然停住了 一个中年打开马车的门 满脸严肃的道 玉舱 你爹死了 五叔 你开什么玩笑吗 龙玉舱笑道 不 我是认真的 你爹死了 被人大谢八块 死得很惨 那名中年又到 龙玉舱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他刚才还很得意地说 他父亲是长老 可现在他五叔 却突然冒出来 说他爹死了 还被大谢八块 这令他难以接受 谁杀死的 死在哪里 龙玉舱脸色忽然变得阴沉起来 在龙王庄里面死的 被天龙门的人杀死的 那中年的脸色也满是冰朗 秦云和肖月梅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是觉得天龙门的人很不好惹 但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 因为龙王庄内部 肯定会因为此事而闹矛盾的 第八百三十二章 龙玉舱走下马车后 声音带着本怒 沉声问道 五叔 天龙门的人 为何要杀我爹 那中年时也很愤怒 紧握双拳 冷声道 他们提出和三哥比武 要迎娶三哥手中的王级药材 最后 最后三哥败了 也被杀死了 天龙门的人 这次从先荒来 可是想掌管我们龙家的 五叔 你先回去 我明天再去找天龙门的人 龙玉舱也忽然冷静了下来 天龙门是先荒的龙氏族 人组建的强大宗门 实力肯定很强 如今下来 自然也要立威 所以下手根本没有轻重 此时 谁敢对抗天龙门 那就会被当做出头鸟来干掉 龙玉舱坐上马车之后 一言不语 这辆马车缓慢地驶向一个院落 云兄 萧姑娘 这是我的住所 你们暂时就先住在这儿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而我爷爷正在闭关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好 龙玉舱叹道 龙老板 节哀顺便 秦云拍了拍龙玉舱的肩膀 他此时和肖月眉也知道 天龙门从先荒下来 肯定要接管龙家 要彻底地把龙家掌管在手中 并且扫除龙家内部的各个派系 才能带着龙家制霸凌荒 一般要做这些事 必定会血流成河 而这对秦云河来说 倒是个不错的契机 能让他有更多的机会 从陷入混乱的龙家中 去完成自己那两件重要的事情 秦云和肖月眉 进入了一个房间 在里面歇息着 哥 我担心那龙老板都要被牵连进去 像这种大势力的内部斗争 一般都是连跟拔的 龙老板属于一个派系的 他们若是不能及时逃离龙王庄 那么在这里面只会继续被打压 最后必然发生很大的矛盾 肖月眉低声道 是的 好在我们顺利混入了龙王庄 秦云笑了笑 凭我们两人的能力 可以躲在这里面不被发现 我担心会有其他变故 不如这样吧 我先躲入你的储物法宝里 若是遇到什么突发的事情 你一个人也比较容易应付 肖月眉说道 秦云九阳神魄第一株里 虽然有许多东西 但也都是肖月眉早已知道的 她也觉得肖月眉的建议很不错 就将肖月眉放入九阳神魄第一株里 肖月眉前世就是广寒宫的 所以她和小玉兔也很熟悉 而且在里面还有默默这可爱的小精灵 她也不会太闷的 次日清晨 秦云早早就起来了 秦云走出房间 来到厅中 就看见龙玉仓脸色阴沉 坐在一张椅子上 一言不发 龙老板早 秦云打了一个招呼 林兄 我等一下要去比武 你来观战吗 龙玉仓长叹了一声 我可能会死 和天龙门的人比武吗 秦云心里安静 龙玉仓昨晚肯定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只有用这个办法 才能为我父亲报仇 他们答应我 就算我败了 只要不死 也不会杀我的 龙玉仓说道 我复仇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好吧 我去观战 秦云说道 骄姑娘呢 龙玉仓问道 他在我的一个储物法宝里 我担心会有突发情况 才把他放进去的 秦云笑了笑 龙玉仓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秦云 快速奔跑在山庄里面的一条大路上 不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一座很宽大的斗舞场 龙王庄里的一大半人 都坐在这里面 在路上的时候 龙玉仓告诉秦云 说天龙门下来的人 直接说要掌管整个龙家 若是有谁不服 就可以向他们发起挑战 天龙门下来的人 从小在仙荒成长 而且还是在一个大门派之中 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前后就有好几个人去挑战过来 全都惨败 甚至被杀死 龙玉仓的复兴 不仅仅败了 还输掉珍贵的药材 秦云跟着龙玉仓 进入了龙王庄的斗舞场 在这儿观战的龙家人 大多数都是希望天龙门接管的 因为天龙门那些人说过 会让龙家变得更强 前面几场比武 也让龙家人知道 天龙门的实力有多强了 云兄 你在旁边看就行了 我如果死了 你就说是我的随从 他们不会难为你的 龙玉仓给秦云传音 然后还给了秦云一张紫金卡 那张紫金卡上面 可是有好几百亿紫金币的 龙玉仓也将紫金币转给了秦云 秦云想不明白 这个龙玉仓居然那么信任他 将几百亿紫金币交给他保管 他刚才那下子 真的很希望龙玉仓死掉 这样他就能得到几百亿紫金币了 但是 秦云又立马地意识到 龙玉仓这个龙家紫币 在其他方面更有价值 秦云不缺紫金币 只是想快点解除那绝美双鸡的诅咒 取回龙巧缝的武魂 如果有一个熟悉龙王庄的人 在暗中帮忙 那肯定会方便许多的 所以他仔细想了想后 又不希望龙玉仓死了 天龙门的人出现了 那是一群浑身都充满凌人气势的人 有几十人之多 他们毫不掩饰自身的气息 所以整体看起来 给人一种很可怕的压迫力 他们都身穿一种金白色的衣服 上面会着非常凶猛的藤龙 龙玉仓是一名年轻的武王 还是中席武王 他的对手应该也是修为差不多的 天龙门的人一来 全场呼声一片 纷纷起力鼓掌着 这是对天龙门最高的敬意 龙老板 看来天龙门是要定你们龙王庄了 秦云低声道 他们杀了我的父亲 我要杀回他们 龙玉仓说道 秦云觉得 就算龙玉仓成功反杀一个天龙门的人 也活不了多久的 龙玉仓上台了 龙家的人也安静下来 谁都能看出 天龙门掌管林荒繁育的龙家 也是众望所归 现在没有人支持龙玉仓的 龙玉仓挑战天龙门的人 一个是要报仇 另一个就是不服天龙门 天龙门也说过 不服就可以挑战他们 龙玉仓进入比武场之后 现场就安静下来 没有人为他喝彩 但是 天龙门的人进入比武场的一瞬间 场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与呼喊 这种鲜明的对比 也让龙玉仓感到一阵火大 天龙门派出来的人 也是一名很年轻的男子 他飞掠过来的时候 就扯掉上身的衣服 将身上那非常霸气的金光雕龙呈现出来 是龙图腾 而且还是王图腾 林韵儿惊呼道 图腾之中 有灵图腾 玄图腾 道图腾 然后就是王图腾 晴云即便有默默 但现在的图腾还是玄图腾 想要转化为道图腾 还需要默默的能力提升上去才行 图腾越强 实力肯定越强 天龙门的那名年轻男子 不仅仅身躯有王及龙图腾 而且武魂肯定也有 还有鲜龙肢体以及身龙的龙血脉 无论哪方面 都是最优秀的 你就是龙川武 就是你杀死我父亲的 龙玉仓感受到对方那股气息 心中也是压力不小 大声喊道 你父亲都死在我手里 更别说你了 你也只是在送死 龙川武的容貌也比较英俊 是那种很冷的人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龙玉仓 龙玉仓看着龙川武身上那些金色的龙图腾 也是羡慕不已 也知道自己和龙川武有一定差距的 可他现在绝不能退缩 小云 龙玉仓这家伙必输 你做好跑路的准备吧 林韵尔说道 我知道 秦云也不看好龙玉仓 龙川武身上的王龙图腾 就能说明龙川武的力量了 那群天龙们的人 也都神情轻松 可见龙川武让他们非常的放心 龙玉仓这边 也只有一个武熟是帮他的 但也不能做些什么 毕竟他也要活命呀 结界布置好了 一名老者喊道 开始 刘武开始了 秦云紧握拳头 认真的看着 龙川武站在原地不动 龙玉仓快速出击 龙玉仓使用的是拳法 出拳的时候 打出一股凶猛的武道旋律 正想出一阵龙笑 拳头也变成一个充满微怒的龙头 吼 一双微怒的龙头 快速而狂暴地轰击在龙川武身上的龙图腾 正想出一道想撤天际的怒龙吼笑 是天龙诀的武学吗 秦云也懂得一些天龙诀 心中暗道 令人震惊的是 龙玉仓带着强劲力量的双拳 居然只能打得龙川武后退几步 龙川武就背着双手 冷冷地看着龙玉仓 根本没有出击的意思 观众们也都发出了一阵震惊呼 龙川武展现出来的实力太强了 持着上身 背着双手 站在那人让龙玉仓打 但却毫发无损 龙玉仓也感觉到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以及莫大的屈辱 那龙川武也是武王境中期的 可是他们的差距却如此大 秦云心中暗惊 他也能看出 龙玉仓的实力绝对不弱 同级别之中 算是很强的那种了 甚至能击败武王境后期 可是面对龙川武这种天龙门弟子 居然如此无力 轰轰轰轰轰轰轰 龙玉仓一边大吼着 一边冲上去 轰打着龙川武的身体 滚 龙川武冷喝一声 口中震出一股音波 就将龙玉仓震飞 我认输 龙玉仓喊道 全场一片哗然 龙玉仓实在是太狼狈了 这时候 姐姐也缓缓地关闭了 龙玉仓口中吐着血 跳出比武场 奔向秦云那边 和我比武国的人 绝不能有活口 龙川武想了想 忽然喊道 脸色变得猙獰无比 飞升而起 冲向龙玉仓 一拳轰过去 龙玉仓跑路都差点摔倒 根本无力抵挡龙川武背后突袭 已必死无疑 轰龙 龙川武一拳打过去的时候 秦云忽然闪身出现在龙玉仓身后 拳头迎接而上 两拳碰撞 荡出一股气波 龙玉仓被震飞回比武场 而秦云也被打得撞飞龙玉仓 天龙门的那群老辈 也都面露金色 很是不可思议 居然有人能接住龙川武那可怕的一拳 第833章老把戏 龙川武被秦云一拳震飞出去后 也是一脸惊恶 他落在地面的时候 手臂在发抖着 有一种麻麻的痛 秦云连忙扶住了龙玉仓 低声道 龙老板 你没事吧 龙玉仓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的长教 不仅仅其闻了得 居然还有很强的力量 咳咳 龙玉仓咳出了几口血 摇头道 没死没死没死 龙玉仓的武叔 大怒道 你们不是答应过 只要认输就不杀人吗 龙家的人都觉得龙玉仓非常狼狈了 没必要把他杀死 既然认输 那么就不应该赶尽杀绝了 毕竟都是龙家的优秀子弟 龙川武可不甘 冷声道 我赢得不服 众人听见这话 也是一阵无语 从来只有输得不服 现在居然有人赢得不服 我可以杀掉他的 龙川武紧握着拳头 冷冷地看着秦云 那个家伙是龙玉仓的什么人 让他来和我打 秦云没理会他 而是扶着龙玉仓要走 龙川武连忙飞掠过来 落在秦云和龙玉仓前面 这时候天龙门的那群人也过来 他们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一拳把龙玉仓打飞 秦云刚才接下那拳也很不容易的 手臂内的肌肉都被撕裂了 现在也隐隐作痛 好在他有很强的恢复力 能快速地恢复过来 龙玉仓这边 只有一个武术 那个武术也只是一个比较强的武王而已 恐怕都不是龙川武的对手 天龙门的一群人围过来 挡住秦云和龙玉仓的去路 也不想让他们离开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明明认输了 为什么还要为难我 龙玉仓大怒道 你是认输了 但这个家伙却向我发起了挑战 龙川武指着秦云说道 声音之中隐含怒意 我是龙老板的随从 我刚才也是倾尽全力才接下纳权的 秦云说道 我即便和你打 也只会立马认输 我根本就打不过你 随从 龙川武看着秦云连连冷笑 这么说来 你刚才是护主心切 龙老板待我不薄 秦云又道 他现在伤得很重 我要带他回去疗伤 龙玉仓心中也暗暗感激着秦云 在这种时候居然没有袖手狂观 他还以为秦云巴不得他死掉 毕竟他之前给了秦云几百亿紫金币 这时候 一名青年走过来 打亮了下秦云 说道 龙玉仓身边从来没有这样的随从 难道的新来的 我身边的随从怎么样 关你屁事 龙玉仓对那个青年怒道 你都快死 还那么嚣张 那名青年冷笑道 你们有种就杀死我吧 顺便把我爷爷也干掉 龙玉仓怒声道 龙玉仓的爷爷 还在闭关 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半仙 先前龙玉仓的老爹在比武时死去 那或许还能说是他老爹既不如人 但现在龙玉仓都认输了 如果还继续纠缠他 那么他爷爷出来 肯定会发飙的 龙玉仓 我不会杀你 我只要和这个家伙比武 龙穿武的手还有些痛 因为他很久都没有感觉到痛了 所以他一定要与秦云交战 我才选武境巅峰 还不是武王 我也说了 我刚才接下你那拳 为了保护龙老板出尽全力 我的内伤也不轻的 我根本打不过你 秦云生气的道 你就是一个随从 哪来那么多屁话 一名中年武王走上来 对着秦云的脸一拳砸了过去 秦云连忙侧头避开 也在这时候 龙穿武以极快的速度 闪身到秦云身后 对着秦云的背部重重一拳 打得秦云吐出一口血 里面助手 龙玉仓愤怒的吼道 这让他的伤势更加严重了 龙穿武是那种瑕疵必报的人 被秦云阻断他灭杀龙玉仓 所以怀恨在心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干掉秦云 秦云现在被这么一群人围着 根本不能反击 否则他也会死的 天龙门可是有几个非常可怕的半仙 比这家伙修为不高 却能接我一拳 也确实有本事 龙穿武看见秦云吐血 心中也好笑了许多 面露一丝阴厄的笑容 你想知道我刚才 为什么能接你一拳吗 秦云忽然笑了起来 哦 你倒是说说看 龙穿武问道 附近的其他老辈 以及现场的观众 也都很想知道 都在看着他 因为我这条手臂 天生力大无穷 我打不过你 毕竟我没什么好的武学 但若是比力量的话 我绝对不会输给你 秦云玩起袖子 非常自信地说道 笑话 你一个玄武进巅峰的家伙 力量再强 强得过武王进中期的穿武吗 说话的是一名指高气昂 容貌娇美的高挑女子 我只是这条手臂的力量很强 但在速度和其他方面 我肯定不如龙穿武 秦云说道 如果掰手腕的话 我必赢他 这顿时激起了龙穿武的好胜心 我如果赢你呢 龙穿武很是不服 冷笑道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 就比掰手腕 如果谁输 谁就被打一巴掌 怎么样 你如果赢了 就能狠狠地打我一巴掌 秦云唯唯一笑 这种游戏 他以前就玩过 还玩得特爽 龙穿武觉得自己武王进中期 是绝对不会输给一个 玄武进巅峰的人 况且那个人还被他打伤了 穿武和他比 赢了之后 让我打烂他的脸 那名高挑女子傲然一笑 好 龙穿武笑了笑 这时候 也有一名老者 拿出了一块方形的石头 当做桌子 让他们进行掰手腕 秦云唯唯半蹲着 把手放在桌面上 然后抓住龙穿武的手 开始 天龙门的一名老者 也觉得非常有趣 喊道 开始之后 龙穿武身躯一颤 身上的亡龙图腾 金光闪闪 如同金色的太阳附体那样 闪耀出非常强烈的光芒 这时候 在龙穿武附近的人 也都纷纷退后 因为他们被那种光芒照射得很难受 龙玉仓也被他武束缚着退到远处 天龙门的人在退后的时候 也暗暗吃惊 他们都知道龙穿武的实力很强 可却没有一下子就将秦云的手腕压下去 龙穿武也是心惊不已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似乎无形中就消散了 秦云这只手的手腕 就有一格九阳神魄 隐藏在手腕的皮肉之下 此时感应到龙穿武那强悍的力量 也被快速地吸收了 龙穿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自己的力量被对方压制了 当然 秦云放出的力量也很强 毕竟他有些魔之体 体内相当于拥有三个道旋单 此时释放出去的武道旋力 带着震荡和雷火 也是狂暴之急 龙穿武的手满是金色的光芒 而秦云的手腕 则是滋滋滋地闪烁黑色的带火雷电 斗舞场之中成千上万的龙家人 都微微低呼起来 因为龙穿武的手要把压下去了 龙穿武也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不敌秦云 正在被一点点压下去 即便自己运用了很强的力量 也始终无法搬回去 穿武 你在干什么 那名高挑女子大贺道 龙穿武咬紧牙 发出一声爆喝 赤着的上身 猛闪出一道金光 出现了一条金色的龙 那是武道旋力化成的虚像 那条金龙虚像出现之后 缠绕在龙穿武的身上和手臂 让龙穿武的力量忽然增强了不少 也能抬起手来将秦云反压回去 不愧是我未婚夫 就是厉害 快把那小子压下去 让本姑娘狠狠地抽烂他的脸 那名高挑女子大叫道 众人心中惊呼 那个女子居然是龙穿武的未婚妻 看样子也很强 秦云愣恨一声 释放了地震神通之力 控制那股地震力量涌入手腕 谁都能看见 秦云那抱出条条青筋的手臂 飞气狂涌 而且还不断地震战着 龙穿武的手臂上的金龙虚向 也因为这股震战而变得很不稳定 一个混蛋 龙穿武顿时满脸涨红 大骂了一声 因为他的手被秦云压在了桌面上 他输了 龙穿武在掰手腕的时候 居然输给了别人 龙玉仓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谁都能看出 在刚才角力的过程中 两人都非常的认真 这种鄙视非常考验对力量的运用 以及全身力量的协调能力 而拥有巨大优势的龙穿武 却依然输掉了 我说过 我这只手力大无穷 掰手腕是稳赢的 秦云柔着手腕 微微笑道 按照之前说的 你输了 就要给我打一巴掌 当然 你如果要耍赖 我也没办法 天龙门的人 以及龙家的那群老辈 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之前比武的时候 龙穿武追打认输的龙玉仓 就已经让人觉得没什么诚信了 如果此时再耍赖 那么可是让所有龙家子弟暗中笑话的 穿武 给他打 以你的实力 他肯定破不了你的防御 那名高挑女子冷笑道 龙穿武也不想让人嘲笑她是孬种 也点头答应了 只见她的身体表面 浮现出一层半透明的金光 一看就知道是个很强的能量护照 第834张护体龙钢 晴云是不想打的 因为打了龙穿武艺巴掌之后 天龙门的人肯定会发飙 可是麻 他不打的话 就太对不住自己的手了 刚才 他的手可是很卖力 才争取到这次机会的 他娘的 打了再说吧 晴云深吸了一口气 挥起手来 连忙将体内的各种力量全部释放出来 使用了最强的地震神通之力 呵呵呵 快来打我吧 龙穿武看见晴云抬起手来 面露阴冷的一只色 云兄 别打他 赶紧住手 在远处的龙玉仓忽然大喊道 晴云扬起的手 也悬在空中 扭头看向龙玉仓 问道 为什么 龙玉仓脸色凝重的道 他身上释放出来的护照 叫做护体龙钢 非常的可怕 传说 即便是玄器打下去 也会损坏的 而且护体龙钢 还有一种特别诡异的特性 就是能钻入血肉骨之中 然后快速蔓延 会撕裂血肉骨和筋脉 这是天龙觉之中的无上秘法 斗无常里面的人 绝大多数都是龙家的人 他们听见龙玉仓的喊声 无不惊恐 他们都听说护体龙钢的传说 传闻中 如果是仙人使用 甚至能抵挡仙气 天龙门的人 都面带得意的微笑 因为只有他们 才能修炼出那神秘而强大的护体龙钢 那个随从 你赶紧打吧 高挑女子在远处喊道 我不打了 晴云深吸了一口气 收回了力量 也把手放下 众人顿时轰笑起来 宋连给他打 居然不敢打 这就是护体龙钢的可怕呀 他如果刚打下去 那条手臂八成都要废掉 不愧是天龙门的弟子 掌握核心武学 就是那么威武 现场的龙家人 都纷纷惊叹称赞着 这时候 那名高挑女子也走了过来 冷声道 你不打也由不得你了 川武愿赌服输 你若是不打的话 会让人认为我们川武耍赖的 随后 几名天龙门的年轻人 也纷纷过来 把晴云围起来 你不打下去 就不准走 高挑女子冷喝道 声音充满了威胁 众人都觉得这一幕很是好笑 因为现在是天龙门的人 逼着别人去打龙川武 谁都知道 护体龙刚的可怕 而龙川武又是五王进的 他释放出来的护体龙刚 能抵挡到气 若是玄气打上去 都会毁掉 天龙门的人逼着晴云去打龙川武 用意很明显了 就是要让晴云的手废掉 如此一来 也让人见识到护体龙刚的可怕 不打不行嘛 晴云说道 他可是你的未婚夫 你让我打你的未婚夫 这可不好 高挑女子冷声道 少废话了 赶紧打吧 就凭你这种卑贱的随从 绝对碰不到我川武英俊的面庞 晴云就没看着满脸得意的龙川武 问道 刚才掰手腕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放出护体龙刚 如果放出来 你就赢定了 龙川武说道 那是因为我想要用堂堂正正的方式赢你 如果用护体龙刚 你的手臂肯定会废掉 这种鄙视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他这番话 说得大义凛然 那高挑女子也笑道 不愧是我命中注定的人 做事就是那么光明磊落 不错 要赢就赢得堂堂正正 而输了 也要履行诺言 所以 你赶紧去打他一巴掌吧 你再说一个字 我就灭了你 晴云深吸了一口气 扬起手来 再次调动全身的力量 这一次 林韵儿也会释放明杨之力 看见晴云杨起手来 众人也都站起来 认真地凝视着龙川武的脸 他们要看清楚晴云的手打下去之后 会怎么样 会不会融化什么的 我打了 晴云大喊一声 然后一巴掌打过去 晴云的手掌落在龙川武的脸色 顿时全场暴震 通龙 震想带着震荡 暴涌出一股黑色狂雷 荡出一股汹涌的气波 滔天的声势 伴随狂风大浪 震撼全场 那龙川武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被那股无比狂暴的力量 打得像是弹射飞出去一样 冲撞在远处的观众席 砸出一个大坑来 川武 那高挑女子的顿时大叫起来 声音中带着愤怒与心疼 目视着晴云 是你逼我打她的 晴云一脸无奈地道 众人都很想笑 可却又不敢 龙玉仓也很想大笑 却只能憋着 否则他肯定会被那高挑女子狠揍的 因为谁都看得出 那个女人很不讲理 确实是那高挑女子逼晴云去打她未婚夫的 本来晴云说不打的 可是却硬是被逼着打 现在嘛 龙川武被打飞了出去 及格天龙门的中年 也连忙飞掠过去 把龙川武扶了过来 看见那半死不活的龙川武 众人心灵震撼 刚才英俊冷酷的龙川武 那张能迷倒许多女子的俊脸 居然被打得红肿不已 嘴也被打歪了过去 此时正眼貌惊心 半晕着 一个英俊的青年 被打得面目全非 正在憋笑的龙玉仓 看见龙川武那惨不忍睹的脸 更加想笑了 但也只能憋着 因为憋得很难受 本就受伤严重的她 更是咳出一大片血来 笑出内伤来 川武 你怎么样了 高挑女子很心痛地喊道 秦云也趁现在开溜 却被那愤怒的高挑女子一把抓住 你想干什么 也想和我玩掰手腕吗 你玩不过我的 秦云连忙说道 混蛋 让你打伤川武 那高挑女子愤怒大叫着 身上涌出阵阵可怕的冰冷气浪 令四周的温度骤然下降 高挑女子一双拳头 也连连打向秦云 秦云实在没想到 这个女人居然那么厉害 看样子是五王静后期的 比龙川武还高一个境界 肩慌下来的人 都是怪胎嘛 秦云心中大骂着 连连躲闪 秦云在躲闪的时候 忽然发现自己的双腿上面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冰锁 让她无法移动 轰 高挑女子的拳头 也重重地落在秦云的脸上 随后便是一连串的冰冷拳头 打在秦云身上 秦云才玄武镜巅峰 只是力量对抗 面对仙荒那些五王静后期 根本就打不赢 只是及格转眼间 秦云就被那个高挑女子 打了上百拳 于清脸肿地环流着鼻血 狗随从 我要把你打成太监 高挑女子怒喊着 那只玉手也猛地抓向秦云的 双腿之中 秦云此时双手也被冰锁封住 难以动弹 看见高挑女子那偷逃手抓过来 心中冒出一连串卧槽 卧槽 妈妈批 高挑女子倒是不想杀掉秦云 觉得那太便宜她了 所以就想到了把秦云当众打成太监 就在她玉掌聊过去的时候 哪知道秦云的大腿 却忽然把她的玉掌夹住了 夹 夹住了 在场许多人都看着呢 顿时就蒙比了 那高挑女子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偷男人的头 高挑女子也傻了 她以为秦云被打得没力了呢 她一掌过去就能把秦云打成太监 没想到秦云的大腿那么有力 居然死死地夹住她的玉手 无比的羞怒 顿时涌上高挑女子的心头 令她满脸羞红 为了把手抽出来 她还大力地掏了几下 这也让她感到后悔无比 因为让她碰到了似乎不得了的东西 所有人都蒙比了 这个高高在上的女子 居然做出如此粗鲁不雅的事情来 啊 秦云也是愣住了 然后发出尖锐无比的大叫 天哪 王我手伸如玉二十多年 今日却被女流氓当众轻薄 快来人呀 有人轻薄良家少男了 秦云撕心裂肺地大喊起来 那高挑女子美丽的脸儿 也红通通地满脸羞怒 不断跺脚 她听见秦云的话语 也蒙了 该死的混蛋 高挑女子对着秦云大力一脚 终于将秦云踹飞出去 她现在恨不得把自己的御手剁掉 我虽然是个随从 但我也是有尊严的 亏你还是个女儿家 居然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事情 一点廉耻之心都没有 秦云把踢飞之后 呕出几口喜来 愤怒大骂起来 你 你 你 我我要杀了你 那高挑女子气的跳起来大叫着 拿出一把长剑 冲了过去 天龙门的人也没拦着 因为他们现在也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快来杀了我吧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秦云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说道 你摸了我 我就是你的人了 你要杀药瓜 悉听尊便 那女子的剑已经刺过去了 却悬停在秦云的额头前 寒光闪闪的长剑战动着 带着无比的怒气 龙玉苍也暗暗佩服秦云 居然能那么贱 简单让那个女子都下不去手来 以 你给我等着 那高挑女子咬牙切齿地说道 然后跺了跺脚 就飞身离开 甚至看都不看她那个未婚夫龙穿舞了 她只觉得今天丢尽了脸 受够了气 只想回去好好静静 秦云也被那五叔扶了起来 那五叔也是一脸佩服 哎 我的清玉真是毁于一旦呀 秦云那故作悲叹的样子 让人很想揍她 五叔带着秦云和龙玉苍 这两个受伤的家伙离开 都无常也散去了 他们实在没想到 龙玉苍的随从居然那么极品 也很有实力 打了龙川武一巴掌不说 还被龙川武的未婚妻看上了 众人都很期待 龙川武醒来后得知他未婚妻 当众调戏一个随从 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会不会去杀掉那个随从 第835章先性之人 龙玉苍的住宅里 那五叔在厅中 给龙玉苍了伤着 秦云坐在椅子上 他的恢复力导致很快 虽然被那个女子暴揍了一顿 但伤得也不是太严重 导致龙玉苍的伤势最重 看样子像是没了半条命一样 龙老板 那个女人是什么来头 看样子比龙川武还厉害呀 秦云也是因为有仙魔之体 和强大的天师血脉 才没有把那种可怕的寒冰冻伤的 我只知道那个女人不是姓龙 名叫仙如静 看穿着似乎是天龙门的弟子 那五叔说道 他的实力确实很强 看样子年纪不大 却是五王静后期了 甚至要踏入五王静巅峰 龙玉苍笑道 年纪大不大谁知道 说不定他是一个活了万年的老母虎呢 五叔摇头道 他如果再仙荒活了万年 还是这种修为 那肯定会非常平庸 根本不能成为天龙门的弟子 龙玉苍看向秦云 笑道 云兄 你刚才用大腿夹住他的手 可是危险的你就不怕被他捏爆吗 秦云哈哈笑道 当然不怕 我保护得很好的 小兄弟 龙川武在天龙门之中 应该很有背景 否则仙如静这样的女人 也不会愿意做他的未婚妻 那五叔说道 你最好快些离开我们龙王庄 否则等龙川武醒来 他作为仙如静的未婚夫 肯定会发狂地报复你 未婚夫 我才不怕他 秦云可是好不容易才混入龙王庄的 他才不会离开的 秦云根本就不怕龙川武 他可是未婚夫杀手 我先去休息了 秦云回到房中 也静静地躺在床上 把外面的事情告诉萧月梅 萧月梅听见之后 咯咯的笑咯不停 咯 那仙如静应该是被蒙骗了的 你是不知道 在仙荒之中 信仙的人意味着什么 那龙川武 无论背景多硬 都配不上仙如静的 萧月梅说道 秦云想到了仙喜柔 就是那仙帝之女 在仙荒之中 信仙的人都是什么来头 秦云连忙问道 来头大了 那个仙帝就是信仙的 他们这一族 在仙荒成为一方霸主 也挺久的了 萧月梅笑道 我怀疑 仙如静应该是悄悄跟来的 秦云说道 不管这些了 等龙玉苍商好 我的想办法套点画才行 我要快点把这儿的事处理完 然后赶紧离开龙王庄 龙王庄里面的局势很混乱 秦云担心会发生其他的变故 秦云休息了一天 在早晨的时候 忽然听见龙玉苍愤怒的声音 你们来干什么 这是我的地盘 赶紧滚 龙玉苍大喊道 秦云走出房间 只看见外面有几个天龙门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龙川武 另外就是一些龙家的老辈 龙川武看见秦云出来 顿时满脸愤怒 面露森冷的杀鸡 他昨天不仅仅被秦云一巴掌抽飞 他的未婚妻还受入了 这对他来说可是双重仇恨 龙玉苍 你这个随从触犯了我们龙王庄的规矩 我们现在要把他关押起来 一名龙家的老者说道 放心 我们不会杀他的 只是按照我们龙王庄的规矩 关押他十年 龙玉苍怒道 他犯了什么规矩 李导士说说 那老者冷笑道 他在龙王庄思斗 龙玉苍猛地想道 秦云昨天确实在比武场外面战斗过 和那仙如静过了几招 而且还打了龙川武 那个女人也思斗了 这又怎么说 龙玉苍喊道 你们可不能偏袒任何人 放心 我们也会将仙如静送入地牢里面 和你的随从关押在一起 那名龙家的老者 阴冷地笑了起来 龙川武紧握着拳头 宁笑道 招惹如静 不知死活 其实 龙川武更想亲自出手的 但仙如静已经放话了 说那个随从是他的猎物 弱势的龙川武 也只能将秦云让给仙如静 龙玉苍眼角一跳 他可以想象得到 秦云和仙如静被关押在一个地牢里会是什么下场 他只是我的随从 并不是我们龙王庄的 我现在就把他送走 龙玉苍可是被秦云救过的 他现在当然也要保住秦云 龙玉苍 你若是阻挠我们 那就连你一起关押 大老者喊道 你们那么霸道 为什么不直接把我的随从干掉 龙玉苍大怒道 你们天龙门的人 不是很嚣张的吗 直接让那女人过来杀掉我的随从 龙川武冷笑道 我们虽然来自天龙门 但也要遵守龙王庄的规矩 免得以后说我们破坏森严的家规 规矩还是要守护的 否则以后就不能用规矩来约束竞争的派系 龙玉苍的父亲虽然被杀死了 但却是在比武场死的 这是允许的 而之前龙川武之前要杀龙玉苍 这就相当于破坏规矩 好在龙玉苍没被杀死 否则龙玉苍的爷爷出关 那就有得闹了 在龙王庄之中 越是老的人 越是守规矩 他们现在也不敢继续破坏龙王庄的家规 否则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你们这群虚伪的王八蛋 特别是你龙川武 之前差点把我杀了 你这个破坏规矩的人 为什么好端端地站在这儿 龙玉苍指着龙川武大骂道 因为我对龙王庄有功 将功补过 所以我没事了 龙川武说道 他现在也恨不得过去扭断秦云的头 但是在之前 却被长辈告诫过多次 不能乱来 现在也只能忍了 王八蛋 你有什么功 龙玉苍很是不服 我贡献了一些天龙绝的秘法 这获得龙王庄的元老们一致认可 龙川武冷笑道 龙玉苍看了一眼那武叔 武叔摇了摇头 他现在也无能为力 他昨天就让秦云走了 否则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那好 把我关押起来吧 秦云忽然说道 龙玉苍说道 我也要亲眼见证 那个女人被关进去 龙川武哈哈笑道 没问题 就这样 秦云被几个老者押走 前往龙王庄中间一个森严的境地 那个境地就有一个结界和高墙围着 是一个宽达千米的圆形 里面只有许多假山什么的 看不见建筑 秦云一进入境地 就感应到至少有十个实力强悍的先帝在暗中 巡逻队的队长 也都是很强的武王 一座假山有葛山洞 秦云被压着进去 通过一条楼梯 进入很深的地下 走在一条昏暗的通道中 龙玉苍也跟在后面 不多久 他们来到了一扇石门外面 几名老者 用了一些时间 才打开那扇石门 在石门里面的宽敞石室中 有一个身穿白蓝铠甲 扎着马尾发的高挑女子 那女子正是仙如镜 他一看见秦云 浑身就抱涌出一股杀气 穿心透骨的冰冷杀气 令进入石室里的人都暗暗惊骇 龙玉苍就知道 他们把秦云送来这里 就是要给仙如镜杀的 仙如镜触犯龙王庄的规矩 在龙王庄内私斗 也要被关押十年 一名老者说道 龙玉苍 你也看见了吧 我们是很公平公正的 狗屁 仙如镜没多久就能出来的 龙玉苍逼骂道 他若是对我们龙家有贡献 确实能将功补过 我们龙王庄也是很讲人情的 那名老者呵呵地笑道 行了 就让他们在这儿服刑吧 龙玉苍只希望秦云不要死 熬到他爷爷出关 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这时候 众人也都走出了石室 厚重的石门缓缓关上 还被布置了几层结界 秦云看了看四周 然后淡淡地问道 我自己拖 还是你来拖 李 你在想什么 仙如镜木叫道 然后拿出了一把寒气逼人的长剑 竟然是一把仙剑 李昨天调戏我 今天我们又孤男寡女的在这儿 你难道不是要把我 把我救地正法了吗 秦云说道 李葛魂球 李自杀 还是让我来杀 先如镜想起昨天的事 气得跺脚 他也知道那是秦云故意整他的 从小大到 他从来没经历过那种事 所以昨天经历了下 也是措手不及 只能满含羞怒离场 后来他冷静下来 才知道是被摆了一道 我被你摸过了 我就是你的 你要杀就过来杀我 秦云蹲坐一个角落里 一脸委屈的道 李 你还给我装算 李一个大男人 装什么冰清玉洁 李就是一个混蛋 无耻的迎徒 先如镜紧握着那把仙剑 冲了过去 把剑架在秦云的脖子上 实不相瞒 我至今还是同身 倒是你那个未婚夫 嘿嘿 他玩过的女人 肯定比你的衣服还多 秦云铁嘴道 我再怎么混蛋也比他强 好不好 不许你这么说穿武 他对我是一心一意的 秦云静大怒道 不信 我们达哥赌怎么样 我就赌他趁你被关在这儿 在外面风花雪月 秦云黑黑笑道 你不信的话 可以跟我出去看看 秦云静咬着牙 心中也有了一点疑心 他忽然很好奇隆穿武 是不是真的在外面乱搞 第836章交香楼 秦云静望着嬉皮笑脸的秦云 恨不得一巴掌打过去 你得魂球 别想挑拨离间 我和川武的感情之深 不是你能想象到的 秦云静低贺道 就算 就算他在外面有其他女人 那也正常 他那么优秀 本就很招风影蝶 秦云点头笑道 嗯 你说得不错 男人三七四妾并不算啥 但是嘛 他找的女人怎么说也得和你相当吧 鲜如静越听越气 沐道 和我相当的女人 你别妄想了 他就算在外面也只是逢场作戏 把那些女人当作发泄的工具 我才是他心中的唯一 没想到你居然那么开明 龙穿武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妻子 还真是运气不错 秦云笑道 你很羡慕对吧 哼 就你这样的魂球 几辈子都不可能有像我这种优秀的妻子 甚至没有人会做你的妻子 鲜如静也忽然得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有妻子了 秦云哈哈一笑 我妻子比你优秀多了 你和她站在一起 就像一个丫鬟 我要杀了你 鲜如静先见一挥 猛地刺向秦云的额头 秦云连忙闭上眼睛 衣服不怕死的样子 口中喃喃的 你摸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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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如静起疯了 大喊道 我摸过你又怎么了 我恨不得把你淹了 秦云连忙打开大腿 说道 来吧 过来淹了我 反正我已经被你玷污了 死就死吧 你装什么装 你是真的认为我不敢杀你吗 鲜如静几次都想出手 但却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下不了手 你当然敢 所以快点杀了我吧 秦云撇嘴道 杀了我之后 就赶紧去找你的川武 他说不定在哪个窑子里面销魂呢 鲜如静暴跳如雷 怒喊道 魂求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的川武绝不是那种人 绝不会去那种肮脏的地方 你再怀疑他的品格 我就把你大谢八块 秦云笑道 你不信的话 我们就去看看 怎么样 怎么去看 我们现在可是被关押在这儿 你别以为这样刺激我 我就带你出去 我才不上你的当 鲜如静本以为在这儿里面折磨秦云几天的 没想到被折磨的是他 秦云就知道这鲜如静对他下不了手 鲜如静心中还是有点愧疚的 觉得自己不小心摸了秦云那里 心中略有些过意不去 你如果答应 我现在就能带你去 秦云说道 好 我答应跟你去 你要怎么带我离开这个地牢 鲜如静哼了一声 把手给我 秦云说道 你别想碰我 鲜如静顿时警惕不已 你都摸过我那里了 让我拉拉手怎么了 秦云觉得十分好笑 说道 鲜如静寒声道 你可别耍什么花样 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你根本就打不过我 你自己应该也很清楚 他把手伸向秦云 秦云拉着他让两人的身体变成透明 然后施展了穿旋神通 那个地牢虽然有不少结界 但并没有全部开启 因为鲜如静还在里面呢 所以秦云也能轻松地带着 鲜如静跑出来 鲜如静被秦云拉着走出那个地牢 心中也震惊无比 他也明白秦云为什么那么有恃无恐了 原来是随时可以逃脱的 安静 别说话 秦云给鲜如静传音道 你可魂求 你是故意进入地牢的 你到底对我有何居心 鲜如静传音问道 他现在就跟着秦云 小心走在一条昏暗的通道 要离开这地下宫殿 我能有什么居心 倒是你 故意让龙家的人把我抓进来 有居心的是你 秦云传音道 哼 我当然是要狠狠地教训你这个家伙 鲜如静低骂道 不多久 秦云就带着鲜如静离开了那个地宫 来到了上面的境地 此时是中午 秦云和鲜如静浑身变得透明 谁都看不见他们 秦云身上有一张玄影道符 也能隐秘气息 秦云根据自己的记忆 走出了这个森严的境地 鲜如静暗暗吃惊 没想到这个随从的本事那么大 能轻松进出这种严密的地方 秦云带着鲜如静 回到了龙玉仓的宅子 龙玉仓自己一个人 在宅子里走来走去 显然是很担心秦云 龙老板 我回来了 秦云忽然喊道 然后也让鲜如静现身了 龙玉仓看见鲜云和美丽的鲜如静 忽然出现 还手拉着手 立马就傻了 有一种想跪下膜拜的冲动 他可是担心秦云会被 鲜如静月的半死不活 没想到还没过去多久 秦云就牵着鲜如静的御手回来了 这简直颠覆了龙玉仓被世界的认知 云 云兄 他 他是鲜如静 龙玉仓惊着问道 是本姑娘 怎么了 鲜如静冷恒道 他也不知道为啥 觉得悄悄地跟着秦云跑出来 有一种异样的刺激 龙玉仓很想跪下对秦云叩头 以表示对秦云的敬佩之心 龙兄 赶紧背车 带我去龙王庄附近的瑶子 秦云说道 瑶 瑶子 啊 你要干什么 你要把他迈到瑶子去 龙玉仓瞪大眼睛 差点大叫起来 秦云没好气地道 才不是 我怀疑龙川武在瑶子里面 这位先姑娘不信 所以就打算带他去看看 秦云之所以敢那么肯定 也是因为龙玉仓说过 有几个龙家子弟和龙川武走得很近 而那几个龙家子弟 都是开青楼啥的 这个没问题 我立马就带你们去 龙玉仓说道 然后连忙弄了一辆马车来 龙玉仓 秦云和仙如静 登上了马车 对了 等一下我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检查车厢 你们到时候可要躲起来 龙玉仓说道 没问题的 秦云笑了笑 然后看向仙如静 你到时候别出声就行了 仙如静白了秦云一眼 放心 我绝对不会出声的 我倒是想看看 你的花招能耍到什么时候 说着 他一把抓住秦云的手 大力地捏着 冷声道 你别误会 我只是不想让你跑了 你这家伙滑头得很 秦云笑了笑 也没多说什么 龙玉仓说道 云兄 龙川武应该是跟那几个家伙 离开龙王庄了 那几个家伙都掌管着一些青楼 他们这次出去 肯定是逍遥快活的 仙如静低骂道 你这混蛋 别想污蔑我的川武 他绝对不是那种肮脏的人 龙玉仓笑了笑道 仙姑娘 那龙川武一看就知道是这方面的老手 别看他冷冰冰的 但在床上的功夫 那可是非常恶德的 李瞎说 他和我在一起那么久 从来没怎么碰过我 他内心是非常单纯的 也只有你们这些满脑子龙龙的人 才把他想得那么坏 也难怪 谁让你们实力不如他 所以也只能污蔑他 仙如静冷笑着道 秦云也没多说什么 龙玉仓笑道 仙姑娘 男人好色那是正常 但像龙川武这种整天逛窑子的 就很不像话了 仙如静冷冷地道 你们若是不能拿出证明来 你们都得死 马车行驶的过程中 秦云也好好的一融了下 变成了一个中年 仙如静和龙玉仓都暗暗惊讶 如果他们在外面遇到秦云 肯定认不出来的 云兄 你到底有几个身份 龙玉仓开始怀疑 之前见过的那张面孔 也有可能是假的 呵呵 多了去 秦云笑道 不敢以真容示人 并然是个丑八怪 仙如静鄙夷夷的道 仙姑娘 如果要比英俊 你那未婚夫可能还不如我的膝盖好看 你信不信 秦云笑道 像你这种一肚子坏水的人 肯定长得很难看 仙如静不以为然 这时候 秦云拿出了一张追魂灵符 他之前和龙川武掰手腕的时候 九阳神魄吸收了许多龙川武的力量 他现在就通过那些力量 提取出龙川武的力量气息 打入追魂灵符之中 如此一来 他就能知道龙川武在什么地方了 很快 追魂灵符就有了一个方向 在龙王城北面 那边有龙桃建造的新楼 名叫焦香楼 龙玉仓说道 仙如静心脏也猛然一跳 心中更加担心了 他是绝不能容忍龙川武整天 逛窑子的 不由得有些紧张 担心那是真的 秦云现在就被他紧紧地抓住手 还有些疼 傍晚的时候 马车也来到了那栋焦香楼下面 焦香楼也有好几十层 建造的花花绿绿的 到了 你们进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们 龙玉仓也不敢上去 担心发生什么冲突 会被龙川武秒掉 秦云拉着仙如静 两人变成透明之后 就走下马车 秦云之所以要挑拨离剑 也是为了打乱天龙门的内部 谁都能看出 龙川武对天龙门比较重要的 若是龙川武和仙如静发生矛盾 到时候龙王庄内部就更乱了 就能让他有机可乘 焦香楼里面 到处都是花枝招展 龙庄淡抹的妖媚女子 充满了浓浓的风尘之气 第837章神秘能量 仙如静一静来 就莫名地紧张起来 你怕了 秦云传音道 我不怕 川武不可能在这种地方的 就算在 也是陪那些龙家子弟来的 他一定不会参与进去 仙如静回应道 秦云根据追魂灵符 一下子就来到了第六十层 并且有川玄神通 进入了一间很大的厅堂 那个厅堂里 有着一个水池 水池里满是各种穿着 薄薄衣衫的妖媚女子 这里面的几十个女子 衣服随随便便穿着 甚至是不穿 很是暴露 在这儿有一张长桌 坐着几个男子 赫然是龙川武和几个龙家子弟 川武大哥 你看我这场子的姑娘怎么样 都是上好的 毕宁圆脸青年得意的笑道 此人便是龙桃 很不错 姿色和身材我都很满意 龙川武呵呵笑道 然后喝了一大口酒 仙如静气的发颤 身上虽然的气息虽然溢出来了 却被秦云的悬影道符隐秘起来 那龙桃笑着问道 他们和仙如静比起来怎么样 在龙川武身后 就站着几个没穿衣服的妖脑女子 这时候都趴在龙川武身上 龙川武的手也在他们身上摸着 哈哈大笑道 比仙如静好太多了 你们可不知道 那头母老虎有多可怕 我连他都脸都不敢心 更别说睡他了 秦云听见龙川武那话 心中暗爽的同时 也大力拉住仙如静 仙如静也出现了火山喷发的迹象 这种事换做谁 谁都会爆发的 川武大哥 不得不说 你真是有衣手呀 居然能让仙如静那种女人死心塌地的 一名蓝衣青年称赞道 这不算什么 你们是不知道 我在仙荒的时候 嘿嘿 人称我霸龙腔 等晚点的时候 我定然会让你们这的姑娘 见识见识我霸龙腔的威力 哈哈哈哈 龙川武一脸傲然地笑道 那几个趴在龙川武背后的女子 也不停说着各种浪荡的言语 还在龙川武身上摸来摸去 龙袍说道 川武大哥 那仙如尽管你管得那么死 你为何还要和他在一起 若是你以后娶了他 岂不是不能逍遥快活了 龙川武笑道 他可是答应过我了 可以找几个小妾的 我和他在一起 主要是看重他的背景 你们是不知道他的家族可强大了 如果把他睡了 我身上的灵脉 就能净化成仙脉 非黑 他有那么厉害 龙桃和其他几个青年 都很是震惊 秦云也暗暗心惊 这仙如镜居然有这种功能 他紧拉着仙如镜的手 也感觉到不断地战斗传来 似乎是仙如镜在难过地唾弃着 看见差不多了 秦云也连忙拉着他离开这件厅堂 而在里面的龙川屋等人 并不知道秦云和仙如镜来过 继续喝酒聊天着 天要黑了 秦云带着仙如镜离开的时候 也在这里面铁了几张火符 他和仙如镜走出交香楼 也开启那几张火符 让里面燃烧起大火来 仙如镜和秦云进入马车之后 交香楼里也传出一阵阵呼喊 交香楼着火了 云兄 是不是你干的 龙玉仓看见秦云和仙如镜出现在马车 连忙问道 仙如镜满脸泪 一副湿魂落魄的样子 快走吧 秦云催促道 龙玉仓看见仙如镜哭的梨花带雨 就知道龙川雾在里面 你们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仙如镜伤心地哭着道 那是 龙玉仓笑道 云兄 你是不是好东西 我是好人 不是好东西 秦云面带微笑着道 我才不幸 龙玉仓黑黑笑道 深夜的时候 秦云带着仙如镜回到了那个地牢 守在地牢外面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秦云和仙如镜出去过 而准备快活一番的龙川舞 也因为交香楼大火而不得不转移战场 秦云在刚才也想做掉龙川舞的 可条件却不允许 龙桃等那几个龙家子弟都是五王镜的 而且在他身边还有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仙如镜 所以他还是保守起见 把仙如镜带回来再说 因为他最终的目标 是潜伏在龙王庄里面 那个密室里 仙如镜缩在角落一个镜的哭泣着 仙姑娘 真是遗憾呀 看见你哭得那么伤心 我是有些内疚的 不应该带你去那种地方的 秦云走过去 坐在仙如镜旁边 离滚 仙如镜哭着大喊道 我能滚到哪里 我现在可是在坐牢呢 秦云铁嘴道 你都带我出去逛了一圈 你哪里都可以去 仙如镜大骂道 你赶紧给我滚远点 大哭大闹的仙如镜 也忽然安静下来 吸了几口鼻子 说道 你这魂球 到底有什么图谋 你明明能跑出去 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受虐 秦云争了争 他实在没想到 仙如镜都伤心欲绝了 却能想到这一层 龙玉仓在自己的屋子里 也在好奇这件事 他本来就不蠢 也想到秦云是别有目的 但他也没好问 毕竟秦云救过他一命了 龙老板是我的朋友 他此时的处境很危险 我绝不能离开龙王庄 秦云探道 他曾经帮过我 我自然要帮回他 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事情说出去吗 仙如静冷声道 他现在也不哭了 你并不是龙家的人 而且龙川武那么对你 你为什么要帮他 再说了 龙川武都有一个霸龙枪的外号了 你说天龙门的人会不知道 但他们却没告诉你 摆明就是要帮龙川武瞒着你的 秦云探道 你当局者迷啊 用情太深 所以才没看出来的 以后你可要多留一个心眼 你别装好人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你肯定也是个花心大萝卜 仙如静又哭了起来 不错 我就是个花心大萝卜 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秦云笑道 你又不是我妻子 秦云觉得自己比龙川武好多了 至少他也只是骗感情却不骗色 秦云静猛地站起来 拿出那把仙剑 只在秦云的脖子上 你说过你有一个妻子的 你肯定瞒着他和其他女人勾三搭四 就凭这点 我就要杀了你 秦姑娘 你别把其撒到我头上 秦云摇头一笑 你不也允许龙川找小妾啥的吗 我妻子也允许的 我不信 除非你带我去见他 让他亲口告诉我 秦云静说道 好 我这就让他出来见你 秦云连忙和九阳神破里面的 肖月梅串通了下 刚才在回来的路上 秦云也告诉肖月梅事情的经过了 大体的事情 肖月梅也得知道 肖月梅从九阳神破里面跑出来 也让仙如静有些吃惊 这就是我的妻子 秦云捏了捏肖月梅的脸蛋 笑道 比你好看多了 仙如静看见肖月梅 也暗暗惊叹着 因为肖月梅长得确实很美 肖梅可人 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灵动气韵 那种独特的气质 给人一种很惊艳的感觉 仙如静刚才在娇香楼里 也看见许多有姿色的女人 但一个个都充满了风尘之气 而眼前的女子 却满是一种灵韵 这位姐姐 你为何要杀我的夫君 肖月梅看见仙如静 手持仙剑 一脸惊慌地问道 我 他是个骗子 他对你不忠 仙如静说道 月梅 你告诉他 我有多少个女人 秦云说道 持葛 肖月梅说道 怎么了 仙如静气得直跺脚 也连忙把剑收了回去 没事了 秦云也担心肖月没乱来 就连忙把他收回去了 仙如静擦干泪水 冷恒道 算你逃过一劫 秦云笑嘻嘻地道 仙姑娘 你也不要伤心了 以你的条件 肯定能找一个比龙穿五好的 我不找了 我打算孤独一辈子 仙如静走向那扇门 我现在就要出去 你自己待在这儿吧 那你会把我的事情说出去吗 秦云问道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会马上离开龙王庄 远离这个伤心之地 仙如静说着 就大力敲着那扇门 你难道不打算教训龙穿五 秦云有些意外 我不想再见到他 仙如静怒道 这时候门也打开了 仙如静大摇大摆走了出去 然后门又关上了 小云 这出乎你的意料呀 还以为他会教训龙穿五的 林韵尔说道 秦云摇了摇头 然后坐在一个角落 盘散着接下来的计划 忽然 他感觉到一股气息涌上来 还带着一股轻微的震战 耗强的能量气息 秦云惊叹道 脚云 这个境地都市地牢 维持地牢的强大战法和结界 需要大量的能量 林韵尔惊喜地道 这儿算不定连通着龙家的能量源 刚才的震战 是那能量源吗 难道是仙之源 秦云也有些意外 可能不是仙之源都是很稳定的 但这儿的能量源不稳定 是不是会爆发一股气息 应该要比仙之源还要强 林韵尔笑道 你去探查探查 看看是什么东西 第838章九龙仙元 秦云有九阳神魄 能让他对各种能量很敏感 天地间的能量 都是来自于九阳的 他通过九阳神魄 就可以快速摄取九种能量 在能量摄取方面 他有着巨大的优势 因为绝大多数所谓的天才 也就五六脉而已 心末的都极少 七脉能摄取七种太阳能量 但是对比九种太阳能量 还是太弱了 秦云闭上眼睛 静静地通过九阳神魄 去感应着那非常微弱的能量气息 很快就从中摄取到 非常微弱的能量 有点像是灵气 但却又不是 应该是仙气 但并不是纯粹的仙气 秦云皱眉道 如果是正常的仙气 应该是比较平和柔顺的 如今我吸收到的那些微弱能量 却有些暴躁 小云 你在仔细地感受下 那种能量气息的来源在哪里 然后去看看 林韵儿说道 秦云继续认真去感应着 足足用了大半天 他才摸清一个方向 说道 应该在那边 我真的要过去看看吗 林韵儿笑道 当然要去 你难道不觉得你吸收道的能量 很是特别吗 似乎要比仙之源 释放出来的仙气好 秦云自己就有两个仙之源 只是因为他还不是半仙或者仙人 吸收仙之源的仙气 并不能直接运用 需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才能被他的身体和道单吸收 但是 他如今吸收那神秘的能量气息时 却不需要转化 就能直接被冥阳和身体所吸收 龙家能那么强大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林韵儿说道 剑家的强大 是因为剑修很多 而龙家没有其他方面的依赖 根本就无法对抗剑家 秦云施展川玄神通钻入地下之后 寻着那微弱的能量气息 前往那个能量源所在的方向 那应该是龙王庄的能量中心 林韵儿说道 像龙王庄这如此多阵法节节的地方 必然有一个很强的能量源 才能让龙王庄内部仙灵之气充沛 秦云现在也有些担心 怕遇到龙王庄里面的仙龙 毕竟是一方势力的能量源 肯定会有最强的力量助手 秦云前进得很缓慢 也是为了不弄出太大的气息波动来 月末过去了半个时辰 秦云终于能感应到浓郁的能量了 不是灵气 而是一种仙气和灵气的混合体 非常的奇特 林韵儿说道 有很浓郁的龙园之力 秦云之前也吸收过龙园的力量 所以才觉得很熟悉 我明白了 应该是龙家的人把仙之园特殊炼制过 让仙之园产生了龙最喜欢的能量 林韵儿惊喜道 这应该是龙王庄那条仙龙弄出来的 秦云现在还在身地里 他没敢继续前进 担心那存放能量源的所在地 有很强大的仙龙 他也只是在这儿挖了一个很小的空间 够他躺合作就行了 我就在这儿修炼吧 秦云笑道 我的冥阳什么能量都能吸收 即便是蕴含龙园之力 也没关系的 那种能量对谁都有很大的溢出 快点吸收 林韵儿说道 我也会配合你的 九阳神破能吸收九种不同的能量 而林韵儿开启冥阳的吞噬之力后 就能加速吸收 只是一下子 秦云所在的这个地下小窝 就充满了九彩光瑕 而且那些光瑕都很狂躁 不停地冲击秦云的身体 钻入进去 秦云运转仙魔圣体觉 将那种能量吸纳入体 九彩光瑕涌入仙魔之体后 流动了一圈 就变成了非常精纯的能量 能与秦云全身契合 然后再进入冥阳里面 我感觉我的冥阳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秦云虽然吸收了很大的能量进来 可是进入冥阳之后 却没有让冥阳出现一点而动静 冥阳非常的安静 黑漆漆的 九彩的霞光一靠近就被吸入进去 变得黑乎乎的 秦云在这儿吸收了两天 并没有感觉到变强 他之前突破的时候 也都是需要吸入超多的能量才行的 脚云 你进入那个能量园看看吧 林韵儿说道 在这儿虽然也能吸收不少能量 但还远远不够 不得不说 龙王庄的能量员 对我来说还真是个好东西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秦云带着好奇 施展穿旋神通 继续向前 不多久 他来到了一个很宽敞的地下宫殿内 这个地宫内的大堂的中间 有一个金色的巨大圆球 宽达几米 上面还有九天虚幻的小龙缠绕着 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球四周 还树立着九块颜色不同的大杯 那九块杯高达十几米 上面雕刻着许多龙图腾 把中间的金色圆球围起来 秦云也暗暗心惊着 他可以确定 中间的金色光球就是一个仙之圆 但却被改造过了 这种改造手法非常的高明 秦云连忙将这件事告诉了萧月梅 这个地方也没其他人 秦云也把萧月梅放了出来 萧月梅看见之后 惊讶到这是九龙仙缘 能释放出九龙仙缘力 很适合半仙和其他修为的人 只要不是仙人 摄取这种九龙仙缘力 都能轻松地练化 而且不需要复杂地转化过程 秦云拿出了天师阵龙顶 说道能把这东西拿走吗 萧月梅迪喊道 哥别乱来 九龙仙缘 是基于那个九龙天缘阵弄出来的 应该就是那九块碑 没有那些东西 你拿走的也只是仙之缘而已 秦云走过去看了看 惊声道这是九组不同的龙图腾 看见这些图腾纹 秦云就连忙将默默放出来 萧月梅也有些担心地看着四周 希望不要有人进来 这龙王装比我想象中要厉害 居然能有这些东西 应该是得到天龙门大力支持的 天龙门都派人下来了 看来仙荒的天龙门 很重视灵荒繁育的龙家 秦云说道 奇怪 这种地方居然没有人守护 那龙家的仙龙应该在这儿才对的 萧月梅担忧着说道 默默也尽快地将石碑上的龙图腾纹记录下来 他只要记住八个就行了 因为秦云有其中一个 龙和天师都有九种图腾 也不知道具体用处是什么 秦云现在也没太多的精力去研究 也只能收录了再说了 默默用了大半天 才记录下来 石碑上的图腾纹 也只是名文而已 但默默却能看见暗文 所以能完整地记下 哥 你要不要钻进去 萧月梅看着那九龙仙缘说道 钻进去 秦云心中一跳 李进去之后 肯定能吸收更多的能量 这些能量对你有很大的用处 比你直接吸收仙之缘好太多了 萧月梅说道 即便在仙荒指示 许多仙之缘也是经过改造的 灵荒里的仙之缘都很小个很普通 难以改造 龙家的这个仙之缘就特别大 所以才能改造成功的 萧月梅进入九阳神破第一株之后 秦云就连忙钻入那个九龙仙缘里面 秦云一进去 就感觉到浑身痛痒 正有大量的能量 钻入她的身体里 果然很厉害呀 秦云心中惊喜无比 灵蕴儿也开启明阳的吞噬能力 快速地吞噬九龙仙缘力 秦云此时就在九龙仙缘内部 能摄取最强最浓郁的能量 感受着能量如大江般冲入身体 秦云也忍痛高兴着 能摄取到如此多的能量 那种痛苦对她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九龙仙缘释放的能量 有部分是要维持龙王庄的结界阵法 会通过一些阵法 将九龙仙缘力输送到一些特定的练功房 让人在里面修炼吸收 而此时 大部分的九龙仙缘力被秦云截流了 导致不少大型结界和阵法都失效了 不少在练功房里面修炼的人 感觉到九龙仙缘力变得稀薄厚 也连忙走出来 纷纷抱怨起来 只是没多久 整个龙王庄之中 就陷入一阵惶恐之中 许多老辈也都连忙出来安抚 九龙仙缘所在的那个地下宫殿 也来了许多人 九龙仙缘没问题呀 内部的能量还很多的 只是无法释放出来 应该是阵法出现了点问题 一名老者说道 让七齐文师们去维护一下 疏通阵法的齐文 让能量畅通 应该就能恢复了 一名很老的老头说道 没事了 大家放心地回去吧 不对 不久前才维护过阵法 不可能出现那么大的问题 另一名光头老者摇头道 那是怎么回事 要不你进去看看 那很老的老头笑道 我进去不是找死吗 谁受得了里面那狂暴的能量 光头老者冷声道 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记忆中 龙王庄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吧 新龙老祖沉睡闭关了 否则问问他就好了 一群龙家的老者 在外面讨论着 晴云在九龙仙缘里 也听见外面的声音 也是紧张到了极点 外面可是有不少强大的半仙和五弟 如果被发现了 那就麻烦了 第八百三十九章王庄 不仅仅龙家的老者在 天龙门的人也来了 这让晴云心中又是一惊 更是紧张了 他很想跑出去 但若是出去的话 肯定会弄出不小动静 到时候必定会被发现 这群家伙 快点离开吧 晴云也让林韵儿 控制冥阳停止吞噬了 冥阳停止之后 九龙仙缘也渐渐恢复过来 看见九龙仙缘恢复 外面那群人都觉得奇怪无比 在他们看来 九龙仙缘很显然是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对九龙仙缘都不是太了解 即便是天龙门的人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也只能作罢 纷纷离开 躲在九龙仙缘里面的晴云 也暗暗虚了一口气 晴云儿大美人 接下来要怎么办 还能不能继续吸收 晴云问道 当然要继续 这是你踏入五王境的一个好机会 林韵儿说道 九龙仙缘力对你这种阶段来说可是很好的 冥阳刚才就吞噬了许多能量 有了一些反应呢 好吧 那我们继续 晴云也豁出去了 突破就在眼前 成为五王的诱惑很大 他也难以抵挡这种诱惑 林韵儿继续控制冥阳 疯狂地吞噬九龙仙缘内部的能量 晴云忍痛着运转仙磨圣体诀 控制那股刺痛而膨胀的能量 在体内流动 刚才 那些龙家的老者也说了 他们根本就不敢进入九龙仙缘里面 因为在九龙仙缘之中 会被那种狂暴的能量刺痛 即便进去一会儿 他们也都不愿意 但晴云不同 他为了修炼仙磨之体 可是承受了无比巨大的痛苦 在忍受痛苦这方面 他不仅仅精神上可以熬过去 肉身也能支撑 所以才能进入九龙仙缘里 冥阳重新开始吞噬之后 龙王庄里面的灵气又出现了问题 以大群老者又纷纷地来到这个地下实事 来查看九龙仙缘 晴云现在也不怕了 继续吞噬着 因为这群人根本就不敢进来 龙家的老者 和天龙门的老辈 在九龙仙缘外面吵得喋喋不休 相互指责对方没有维护好九龙仙缘 晴云在九龙仙缘之内 也听见外面的争吵 心中觉得好笑的同时 也很是紧张 他担心那些人会发现他在里面 也担心那神秘的仙龙会出现 就在他想到仙龙的时候 林韵儿忽然喊道 小云 你假冒仙龙 让他们离开 假冒仙龙 那我要怎么假冒 晴云问道 如果装得不像 会被识破的 就你模仿龙的声音说话就行了 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林韵儿说道 晴云也听过龙的吼笑 这确实不难 他仔细地想了想之后 就释放出一股震荡的力量 通过自己的喉咙 说出一种粗狂而充满威严的声音 都退下吧 九龙仙元很快就能恢复的 那群人在吵闹的同时 听见这道声音之后 也惊讶无比 仙龙老祖 你 你怎么在里面 你不是在闭关吗 无需多问 都退下吧 晴云提高了声音 让声音有些严厉 他也不多说什么 免得露出马脚 那群人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但却也没多问什么 就连忙退出了这个地下宫殿 毕竟那是从九龙仙元里面传出的声音 所以他们都觉得 仙龙老祖就在九龙仙元里 只是觉得很疑惑 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晴云看见那群人离开 也安心多了 放心吧 就算穿帮了 也是以后的事情 我们现在抓紧时间修炼吧 林韵儿笑道 韵儿 你说姚芳姐能不能出来 这儿有一个仙龙老祖 那么仙人应该也能在龙王庄里面活动的 晴云问道 如果姚芳可以出来 她会安心许多的 不知道 千万不要乱来 若是出了什么差错 姚芳姐被吸入仙荒 那就少了一个帮手了 林韵儿说道 姚芳在关键的时候 总是能给她很大的帮助 成为武王 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将引入体内的灵气 化成王气 然后用王气来强化道丹 让道丹不断进化 以此来获得更强的力量 晴云的冥阳 需要吸收大量的能量 才能进化 才能将灵气化成王气 而她的精神力修为和肉身修为 都是很超前的 精神力是明月 肉身是先魔之体 道丹虽然是冥阳 可确实刚刚您出来冥阳 很比较年轻 冥阳很奇特 无论怎么进化 看起来就是一个黑洞 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内部释放出来的能量 却提升非常巨大 晴云觉得自己的明阳 虽然是个无底洞 但储存的能量也很大 至少是同级别的好几倍以上 明阳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能将许多能量压缩 将那些能量释放的时候 也会带着一股冲力释放出来 能让能量变得更强 对于明阳的运用 晴云也只能通过灵蕴儿 她自己是不能直接去支配的 灵蕴儿是明阳道灵 对明阳的能量运用非常了解 有她的帮助 晴云就不会乱用 免得害了自己 几天过后 九龙仙元也忽然微微震战着 此时整个龙王庄都没有一丁点灵气 乃至整个龙王城 都处于灵气稀薄的状态 龙王庄的老者虽然很急 但也没办法 因为他们以为是先龙老祖在弄什么 龙王庄和龙王城 也是人心惶惶 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九龙仙元里面的晴云 身体忽然鼓起了 然后又干瘪下去 整个身体都像是在剧烈呼吸一样 鼓起了的时候 像是要被撑爆一样 非常可怕 小云 你快要成功了 继续撑住 我也控制明阳用最强的吞噬力 去吞噬能量 灵蕴儿喊道 嗯 晴云儿感觉到自己在突破的边缘 她正疯狂地摄取浩瀚的能量 通过先摩圣体绝炼化 然后打入明阳之中 要轰开明阳里面的那扇门 漆黑的明阳 正在快速地旋转起来 每个一段时间 晴云都会凝聚一股能量 打入明阳的内部 凝聚能量的时候 她的身体也在膨胀着 轰轰 晴云的身体 忽然一阵 发出一股轰响 整个九龙仙元都在猛烈地震动 令地宫发出轻微的震荡 快要成功了 晴云咬着牙 疯狂凝聚能量 让自己的全身上下都膨胀起来 她凝聚足够多的能量死 身体也快要被撑爆 开 晴云控制那股能量 从四面八方打入明阳之中 大量的能量 如奔流斑 从晴云的四肢百骸冲击而去 打向明阳 轰 明阳发出了一声低沉的阵鸣 然后内部也射出两道金光 一股充满王者之气的金光 涌向晴云的全身各处 成功了 明阳能释放王气了 凌云儿喊道 晴云的身体 此时还在改造当中 要被王气洗礼淬炼 然而也在这时 她忽然感应到 一股很强的龙气正在靠近 很强 难道是仙龙老祖 晴云心中一惊 连忙从九龙仙元里面窜出来 施展川玄神通 钻入一面墙壁 返回那个地牢里 晴云刚刚走 就有一名满脸疑惑的 标状老者进来 好在晴云走得快 否则他就有麻烦了 他回到了那个地牢 这里面空荡荡的 也没有其他人的气息 这段时间来 外面的人也没进来过 还好 没被他们发现 晴云常常吁了一口气 真没想到 龙王庄里面 居然有九龙仙元这种好东西 如果我能在里面泡多一点时间 我一定能很快往上突破的 晴云对那九龙仙元很是喜爱 虽然折腾得他很痛 但是突破的那瞬间 却让他感到无比的畅快 我是武王了 即便遇到龙川武和仙如镜 也不会处于弱势了 他正在控制冥阳 释放王旗运养身体 林韵儿笑道 小云 试试看 能不能打开九阳神破的第四株 晴云也趁现在 用最强大的精神力 渗透到九阳神破 他尝试了片刻之后 也只能放弃 不行 打不开 唉 真是可惜了 林韵儿说道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开 我问问姚芳姐 晴云连忙和九阳神破第三株的姚芳联系 姚芳姐 我成为武王了 为什么还无法开启第四株 晴云问道 已成为武王了 姚芳有些惊讶地道 因为晴云突破的实在是太快了 晴云把突破的过程告诉了姚芳 也让她连连惊叹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启第四株 总之这和精神力有关 姚芳说道 晴云的精神化跃之后 是变成了明月 就一直没怎么提升过 但明月释放出来的精神力 也很强的了 算了 等精神力下次提升的时候再说吧 晴云觉得自己的精神力水平 应该能比肩五地了 这时候 石门忽然打开了 晴云心头一惊 连忙控制明阳停止释放王戏 进来的人 是一群雕形大汉 有十五个 而最后进来的事 竟然是那龙川武 你这狗随从 到底对静如做了什么 他从这里回去之后 就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整天躲在房间里面不出来 还对我生气 龙川武冷声道 第八百四十张血血龙窟 和龙川武来的人 还有好几个天龙门的半仙 就在他们刚刚进来 龙玉仓也来到了 你们要干什么 不打囚犯 也是触犯龙王庄规矩的 龙玉仓赶来之后 大吼着道 没什么 我们只是将一些囚犯 转移到这间宽敞的牢房里 一名牢者说道 那十多个囚犯 都是五王静的 都是中年的标状大汉 一看就知道是来自摩荒的 他们故意将那些囚犯转移到这儿 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教训秦云 龙玉仓一眼就看出来了 连忙给秦云传音 云兄 你赶紧跑吧 别理我了 秦云当然不会跑 他现在可是五王了 而且潜伏在龙王庄里面很顺利 我们出去吧 龙川武音笑道 那几个老者 也纷纷走出那扇门 龙玉仓 你也快出来吧 赶紧出来 探监时间到了 几个老者 对着龙玉仓立鹤道 龙玉仓也只能出去 他忽然觉得自己不应该那么担心的 他刚才也看见秦云那有恃无恐的神情 哼 厚重的石门被大力的关上 牢房里那十多个标状大汉 也凝笑起来 其中一个浑身是毛 皮肤漆黑的大汉 立笑道 这个家伙看起来还挺嫩的 我要上了他 上我 你们要打我 秦云皱眉问道 打你 哈哈哈哈 打你有什么乐趣 上你才有乐趣 那名大汉宁笑道 一种无比的恶心涌上秦云的心头 这群标状大汉 居然是那个意思 秦云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毕竟有几个标状大汉想要上他 你们恶心到我了 秦云深呼吸了几口气 淡淡地道 哈哈哈哈 这样就恶心你了 那等一下我要会让你吐 那名大汉狂笑起来 其他的大汉也哄笑起来 这些人都是五王敬的 而且还是魔羞 秦云就算没有突破为五王 也能击败他们 更别说现在了 突破之后 他名阳和骨骼储存的能量 可是提升了很多 释放出去的武道旋律 要比之前强个两三倍 是龙穿武让你们来的吗 秦云问道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你不想被揍 就老老实实地脱掉裤子 一名大汉宁笑道 秦云心中又是一阵恶心 他闭上了眼睛 说道 你们恶心我 我本应该杀掉你们的 但又太便宜你们了 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要让我们生不如死 很狂妄麻 我喜欢 别说了 你们过去把他抓起来 让我先上 几个标状大汉 连忙冲了过去 秦云身体一闪 就消失不见了 那十多个标状的魔羞 都愣了愣 然后连忙东张西望 寻找秦云的身影 那家伙去哪里了 见鬼 这儿也没多大 我们一定能把他找出来的 我们分开找 一定把他弄出来 就在他们要行动的时候 一名标状的大汉 忽然惨叫一声 众人立马看向过去 只见那名大汉的腹部 被一只手穿透 那只手正在捏着那中年的倒单 咔嚓 那倒单被捏得碎裂 喷涌出一股充满心臭的魔气 我 我被废掉了 那名标壮大汉惨叫道 其他的魔羞 连忙冲过去 晴云冷笑一声 催动名羊之中的浩然正气武魂 释放出浩然正气之力 向前一扫 打出一阵带着白色晶莹光芒的气浪 啊啊啊啊 那群魔羞 被浩然正气笼罩 身体像是被灼烧一样腐烂 痛苦无比 也在冒着黑气 你这家伙 用了什么力量 我要死了 一名魔羞被烧得表皮腐烂 看起来惨不忍睹 晴云在远处 打出一掌掌的白色狂风 不断吹袭着那些魔羞 痛得他们惨叫连连 原本浑身是肌肉的他们 现在都骨瘦如柴 那些肌肉都被腐烂了 你们现在虽然看起来很恶心 但我却放心多了 晴云唯唯一笑 这群魔羞去对付拥有浩然正气之力的人 也是找死 那种力量打在他们身上 就像是被烧一样剧痛 即便在墙的魔羞五帝 面对此时的晴云也要被打跪 那时多个魔羞刚才还很嚣张的 现在一个个都痛苦地嚎叫着 晴云也坐在角落里 继续释放王妻去蕴含身体 以巩固修为 两天过后 龙川武他们一群人又来了 龙玉仓这两天也一直在那个禁地门口转着 一看见龙川武出现 他就跟着进入地牢 门打开之后 一阵恶臭扑鼻而来 进入牢房的人 看见那十多个惨不忍睹的魔羞 都不由得震惊 甚至想呕吐 龙玉仓也是吃惊不已 因为即便是他 在这种地方被十多个魔羞五王围攻 也不一定能安然无恙 可晴云雀气定神贤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修炼 而那十多个魔羞 都躺在地面抽颤着 浑身血肉模糊 痛苦地低喊着 咦 你干了什么 龙川武大怒道 他本以为两天后过来 就能看见晴云被打得面目全非 可晴云一点事都没有 他们要打我 我打回他们 就这样 晴云说道 牢房里不能私斗 一名龙家的老者大喊道 来人 把他抓起来 这时候 一名天龙门的老者 走过去查探一名魔羞的伤势 惊声道 是浩然正气之力 难怪这家伙武王进不到 就能轻松击败这十多个家伙 这么说 他又浩然正气武魂 龙川武精喊道 眼神中流露出无比的羡慕 龙玉仓惊乐地看着晴云 满是不敢相信 因为在他眼中 晴云可是个很奸诈的家伙 居然能有正义的武魂 天龙门和龙家的老者 一个个都震惊无比 连忙去看那群魔羞的伤势 经过他们仔细查看之后 也都能确定 那是浩然正气所伤 长老 能不能把他的武魂抽出来给我 龙川武欣喜若狂地喊道 不能 浩然正气武魂非常特殊 如果心术不正的人融合了 会被反噬而逝的 李虽然不是心术不正的人 但却不能去冒这种风险 那名天龙门的老者说道 这家伙为什么能觉醒这种武魂 龙川武知道自己的的性 所以也不敢强行去融合 会搭上自己的性命 把他干掉 我的不到的 我就要毁掉 龙川武 这不是你家 你可别乱来 龙玉仓连忙走到晴云身边 他在牢房里面私斗 要受到处置 一名龙家的老者说道 他们也都很嫉妒 很想把晴云除去 天龙门的老者突然喊道 等等 这家伙有浩然正气武魂 若是让他带路进入血血龙窟 肯定能让我们更加顺利的 晴云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龙玉仓喊道 你们疯了吗 龙玉仓 你应该知道血血龙窟 对我们龙家的重要性 天龙门的老者冷笑道 如果我们能从里面得到那件东西 对我们龙血一族都有很大的益处 龙川武宁笑道 对 就让这个家伙走在前面探路 血血龙窟里面到处都是魔怪 他使用浩然正气之力 就能轻松打退那些魔怪和邪魂 龙玉仓怒道 即便是半仙 都有可能会死在血血龙窟里 更别说一个武军了 就这么定了 我们从仙荒下来 就被吩咐过 要彻底探查一番血血龙窟的 哈哈哈哈 三天后出发 天龙门的老者大笑道 我如果能带你们进去 算不算将功补过 秦云忽然问道 你如果能看路 带我们进入龙窟深处的邪龙殿堂 就算你将功补过 我们以后也不再追究你的过错 龙家的老者说道 好 我答应你们 秦云说道 三天后 我们会来找你的 你就先待在这儿吧 那名老者说道 他们一群人走后 龙玉仓一边摇头 一边来回走着 龙老板 怎么了 秦云问道 云兄 你是不知道 那个血邪龙窟有多可怕 龙玉仓叹道 他们也只是让你进去送死而已 血邪龙窟在哪里 秦云问道 就在我们龙王庄里面 在很深的地下 那也是我们龙家的秘密 我也是偶然间听我爷爷说过的 龙玉仓低声道 传说 在血邪龙窟里 有一门爵士奇功 似乎是很厉害的道法 道法 秦云顿时充满了兴趣 就是能运用大道法则的功法 很强的 好像也是神通的一种 这种神通 是能直接学习的 龙玉仓说道 我去看看我爷爷出关没有 只有他出来 才能阻止他们 龙玉仓也连忙离开了地牢 秦云也没想到 龙王庄居然建造在一个什么血邪龙窟上面 他连忙去角落那座下修炼 调整好状态 三天时间 眨眼就过去了 秦云被押了出来 来到龙王庄西面的一座大山前 大山有一个山洞 山洞前有许多人在这儿 就连仙如静都来了 他看见秦云 冷冷地横了一声 他似乎并没有和龙川武撕破脸 还和龙川武站在一起 第841章地底世界 前些天 仙如静整天都躲在房间里不出来 也让龙川武很着急 后来龙川武说喜要进入血邪龙窟 他才出来的 龙川武怀疑仙如静在地牢里 肯定是受了什么刺激 所以才对他非常的冷漠 狗随从 你是不是在地牢里面欺负过如静 龙川武冷声道 以我的实力 我能怎么欺负他 只有他欺负我的份 秦云铁嘴道 仙如静之前还说过要离开龙王庄什么的 可现在却没有走 而且还要来凑热闹 让秦云暗暗鄙鄙视着他 狗随从 你不要太嚣张了 别以为龙玉仓就能护着你 龙川武冷声道 你最好别让我逮到机会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的 秦云笑道 我不就是打了你一巴掌吗 再说了 你的未婚妻也占了我很大便宜 我们应该扯平了的 初期这件事 仙如静和龙川武都顿时暴跳如雷 你闭嘴 仙如静大喝道 狗随从 我现在就打死你 龙川武怒急 连忙冲向前去 扬起手来就要打秦云 助手 一名天龙门的半仙 忽然闪身来到秦云身前 抓住龙川武的手 冷声道 川武 这个家伙对我们很重要 你可别乱了大事 秦云笑嘻嘻地看着龙川武 问道 川武大人 你的脸应该不痛了吧 毕竟你的脸皮那么厚 肯定没什么事的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放我一马吧 这个山洞口外面 可是来了许多人 其中就有不少其他州的强者 当初 他们可都是在度无偿里面 看见龙川武被一巴掌打飞的 而且还被打烂半边脸 还晕过去了 想起这件事 龙川武就愤怒不已 脸色背弃的发青 一双拳头像要捏碎一样 狗随从 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的 龙川武咬牙切齿地道 这时候天龙门的牢者喊道 各位 那葛血邪龙窟充满凶险 你们可以选择不进去 但如果要跟着我们进去 就必须听我们的安排 天龙门来自仙荒 他们来到龙王庄之后 就邀请其他州的各大势力的人过来 这也是龙家要向其他的人展现自己的实力 血邪龙窟下面 充满制邪的力量 也蕴生出许多邪恶的生灵和怪物 若是拥有浩然正气武魂 进入里面也会安全一些的 甚至还能净化下面的邪灵 所以 他们看见秦云拥有浩然正气武魂之后 就立马想到让他进入血邪龙窟打头阵 天龙门的一名老者 拿出了一条金色的绳子 说道 这可是王庆级别的法宝 可长可短 而且还有很强的韧性 即便是半仙被困住 也难以破开 说完 他就把那根绳子困在秦云的腰间 你先进去吧 你如果死了 我也能通过这条绳子感应到你没有生命气息 那半仙推了秦云一把 把他推入那个山洞 秦云进去之后 就直接滑落在一个坡道 下去之后 他就看见一个很深的大洞 助我好运吧 秦云跳入那个大洞 缓缓地悬浮着降落下去 同时也释放出浩然正气之力 那个洞很深 秦云缓缓地垂落 也感觉到阵阵阴邪的风涌上来 长老 那个狗随从会不会死在里面 不能亲自干掉他 真是难消心头之恨 龙穿五颈握拳头 冷声道 他如果死了 我们就得不到那门道法 而且多年来 进去里面探险的许多前辈 都带着许多厉害的法宝 肯定也都在里面的 那名老者笑道 我检查得很仔细 那个小子身上没有储物法宝 他就算看见 也无法藏起来 听见天龙门这名老者的话 其他人都纷纷激动起来 那个血邪龙窟里面 是有许多法宝的 进入血邪龙窟的秦云 也终于到底了 这应该是十万米之下了 秦云到底之后 四周一片漆黑 虽然有很浓的阴邪冷风 却没有什么邪灵出现 秦云看了看那条金色绳子 一脸不屑 他如果需要 直接用明魂胜刃就能切断 哎 是他们想害我的 那我也害他们一把吧 秦云如果切断了绳子 上面的人就不会下来了 这邪龙窟是一个非常凶险的地方 秦云觉得自己能有足够的自保之力 如果他把那群人带下来 说不定能害死一大群 运尔 龙王庄不是有一条仙龙吗 他为什么不来这儿探查 秦云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等出去再问问龙玉仓吧 林运尔说道 秦云找到了一个通道 然后走过去 大边也不断涌来大量的阴邪之力 他浑身释放着白光闪闪的浩然正气之力 照亮四周 他走了一段路之后 忽然看见地面有一具白骨 看这些骨头 应该是五帝级别的 秦云仔细地看着那具骸骨 他趴在地面 身上有不少骨头都断碎了 应该是仓皇逃出来的时候 被什么东西从背后击伤了 林运尔说道 他手里的东西 似乎是一件王器 秦云捡起那把长枪 笑道 果然是一件王器 而且略有损伤 吃不错的鱼饵 脚云 你可以和上面那些人传音了 把他们引下来 林运尔嬉笑道 把这件破烂王器给他们 他们肯定会冲进来的 秦云拿出了一个传音海螺 给上面的人传音着 喊道 快拉我上去 我捡到了一个好东西 是一把长枪 看样子是盗器 那个放绳子的老者 听见之后 连忙控制绳子收缩起来 快速地把秦云拉回去 秦云也随着绳子缩短 加快速度上去 他出来之后 一群人立马围过来 特别是龙家的那群老者 看见秦云手里的长枪 都欣喜若狂 这是我们一位老祖的兵器 是一件王器呀 你看见这件东西时 附近有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 就插在地面 随后 秦云把下面的情况 简单地描述了下 众人看见他没什么事 也都蠢蠢欲动 想下去看看 这时候 秦云给龙玉舱传来 让他别跟下去 在刚才 天龙门和龙家的老辈 就讨论过了 派一部分人下去 一部分人留守在上面 以免发生什么不测 而龙川武和仙如镜 都是要吵着下去的 最后 确定两百人下去 武王武帝和半仙都有 当然 他们并不是立马就进去 而是让秦云走在前面的5000米带路 秦云再次进入血邪龙窟 很快 他就来到底下 然后向前走去 他之前也只是来到这里而已 那群人下来之后 心中也毛毛的 因为这里面的阴邪之力实在是太重了 秦云也觉得奇怪 龙王庄下面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龙窟深达十多万米 通道都是非常宽敞的那种 一看就知道是让巨龙钻来钻去的 那巨骸骨已经被秦云收起来了 他才不会让那些人看见尸骨 否则肯定会把他们吓跑的 秦云走在前面 穿过了一条万米多长的宽达通道之后 就来到了一个昏暗地方 他站在那里愣住了 因为前方就像是一片山脉 有许多高山 还有一条河流 前方的景象 就像是黑夜中的山川河流 而这可是在深地下面的呀 难道这是一个地底世界 秦云心惊不已 然后连忙把这里的情况 汇报给后面的那群人 他看了看天空 一片漆黑 没有星辰和月光 所以可以肯定 这儿并不是荒芋 而是在深地下面的一个世界 这种地底世界的传说 秦云小时候也在古书上看到过 充满神秘的色彩 这个血邪龙窟 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云很想把龙天机 这只毒龙珠释放出来 但后面有人 他担心会被发现 不多久 后面那群人就赶了过来 他们来到这儿 看见前方那片山川河流 也都惊叹连连 原来传说是真的 这些龙窟能通往一个地底世界 一名老者说道 前面那么大 那我接下来要怎么走 秦云问道 这个麻 你这几天 在山里面到处逛 有什么发现在告诉我们 那名半仙说道 他们可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下来探查的人 几乎都没有生还 所以他们不敢继续向前 担心会死在里面 好吧 秦云一脸无奈 然后快速地冲向一个方向 众人也非常佩服他的胆大 居然毫不畏惧地进入充满未知凶险的地方 先如镜知道秦云神通广大 所以并没什么意外 他甚至怀疑秦云混入龙王庄 可能就是冲着这个血血龙窟来的 秦云一个人 独自奔入前方那片大山里面 这地底世界 居然也能长出许多大树来 而且那些大树都很奇特 树皮就像铁一样 能敲打出清脆的声音 树枝也是一种比较弱的铁 可以随意弯曲 树叶就是薄薄的铁片 当然 这些树木和树叶都是黑色的 很耐火麻 秦云释放火焰烧着一根树干 并没有点燃 他现在也远离了那群人 身上虽然捆绑着一根绳子 但他的行动也不会被发现 所以他就让龙天机出来 准备开始探查这神秘的地底世界 第842章天龙令 有八条龙爪的诸后龙天机 从九阳神坡里面出来了 他看见秦云被金色绳子 捆绑着腰部和上身 便用那沙哑的声音道 你弄不开这条绳子吗 我当然弄得开 我让你出来要让你把那些小蜘蛛放出去 秦云笑道帮我探查探查这附近都有什么东西 如果有发现就立马告诉我 可以是可以 但你先给我吃的 龙天机说道 秦云撇了撇嘴 也只能拿出一块肉 龙天机就是这么现实的 他吃到肉之后也放出一个个小蜘蛛 那小蜘蛛的速度很快 一出来就一下子不见了 冲向四面八方 数量还很多 有上百只 天机 那些小蜘蛛即便在很远 也能和你保持联系吗 秦云好奇地问道 是的 如果有什么发现 我会立即告诉你 龙天机也没有回九阳神坡里面 而是在这外面等着 龙天机此时的模样 还是一只蜘蛛 身体接近于人的形态 秦云倒是挺期待他变成人的 秦云看了看四周 说道 你就不觉得这个地方有些奇怪吗 龙天机在刚才就觉得了 现在听秦云这么说 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看起来很危险 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这是一个地底世界 也叫做什么血血龙窟 秦云坐在一块石头上 耐心等待龙天机的发现 这里面有龙吗 龙天机非常喜欢吃龙肉 忽然很感兴趣 秦云忽然感觉到不小的压力 九天玄却需要吃龙 龙天机这毒龙猪也要吃 他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能不能养得喜 九天玄却和毒龙猪 可都是好东西 就算倾家荡产 他也只能硬撑着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龙 但危险肯定有的 秦云撇嘴道 天机 你难道就只喜欢吃龙肉 不吃点别的东西吗 是的 我只吃龙肉 这能让我体内的龙血更多 龙天机说道 秦云还以为能怂恿他吃点其他什么的 现在看来 这龙天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 就吃定了龙肉 半个多时辰后 秦云的一个传音海螺传来声音 是天龙门一名半仙传来的 你有什么发现吗 那名半仙问道 暂时没有 秦云说道 你们要过来看看吗 不过大半仙果断的打道 他们都怕得要死 更多不会随便踏入地底世界的 秦云就知道他们很怕死 而心中也暗暗高兴着 如果他能在这儿发现好东西 那肯定是归他所有 两个时辰过去了 龙天机说道 有发现了 一只小蜘蛛发现了一具人类尸体 那人类尸体有特别的地方吗 秦云连忙问道 有 身体很强 应该是人类半仙级别的身体 龙天机说道 你要过去看看吗 要 秦云说道 快带我去 秦云也很羡慕龙天机这种能力 放出去的那些小蜘蛛 速度快不说 而且所看见的东西和感应到的东西 都能清晰地传达到龙天机那人 相当于有百多个分身一样 所以秦云无论如何 都要继续养着龙天机的 龙天机的速度也很快 秦云就直接骑在他背上 让他带着跑 这样也能节省体力 秦云也觉得骑着一只大蜘蛛有些怪怪的 但却也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要是在城市里骑成这么一个东西 肯定能吓死人的 秦云心中暗笑着 龙天机狂奔了半个多时辰 终于来到那具尸体的旁边 秦云来到之后 就看见那尸体虽烂了 但血肉还在 是什么东西杀死了这个家伙 秦云皱眉道 这可是一个半仙亚 背后遭到强大的力量攻击而死 这尸体应该是三千年前的 龙天机仔细地看了看 说道 半仙的身体 保存三千年也能正常 只是只是在这种地方 应该有许多魔怪什么的才对 居然没有来吃这尸体 秦这时候也看见 那名半仙的手里 拿着一块令牌 秦云拿过来看了看 看见令牌上有天龙二字 这令牌很强的样子 居然是一件仙器 秦云仔细地看了看 看见上面那些仙闻 顿时震惊不已 林韵儿说道 这个半仙 在龙王庄里面 应该是很有地位的 那个令牌 极有可能是天龙门上面赏伺的 秦云把那天龙令收起来 然后翻找着那尸体 半仙命精没有了 武魂和灵魂都不在 就一个天龙令而已 没有其他东西了 秦云撇了撇嘴 忽然 一阵寒风涌来 龙天机急声喊道 小心 秦云的身体 也猛然闪烁出 一股浓烈的浩然正气 将自己和龙天机笼罩起来 吹来的寒风 化成一个黑影 撞击在那个白色的气罩上 发出一阵惨烈的呼啸声 那个黑影冒着黑气 不断地利吼起来 很是吓人 应该是一个邪灵 秦云心有余悸 刚才那股碰撞过来的力量 很是强悍 若是被打中 身体肯定会被撕裂的 他拿出了冥魂圣刃 直出去 打在那个黑影身上 黑影猛烈地摇颤起了 然后就被冥魂圣刃吞噬了 哈哈 我的冥魂圣刃就是邪灵的可心呀 秦云将冥魂圣刃收回来 只感觉到冥魂圣刃似乎很高兴 在吸收那黑影的能量 邪灵可是很强的魂体 冥魂圣刃比较喜欢吞噬魂体 特别是对付那些邪灵 灵魂圣说道 龙天机还以为要自己出手的 没想到秦云却释放出一种很强的能量 也让他心惊不已 秦云虽然干掉了那个邪灵 可心中却隐隐担忧 这里面的邪灵很强 力量也非常诡异 一不小心就会被重创 主人 小蜘蛛又发现了 龙天机忽然喊道 发现了什么 秦云急忙问道 距离这儿大概两个时辰的路程 那人有一座很大的房屋 龙天机说道 过去看看 秦云觉得那座巨大房屋 应该就是这地底世界的核心所在了 龙天机连忙飞奔起来 带着秦云前去 一路上 秦云不停地释放浩然正气 将自己和龙天机的巨大身体笼罩起来 以免被邪灵攻击 差不多两个时辰后 秦云就看见了那座巨大房屋 远远的看去就是一座高达几百米的圆形宫殿 非常的巨大 宽达至少上万米 远远的看去就感觉到非常震撼了 透着古仆沧桑的神秘气息 还给人一种很强的压迫感 那巨大无比的宫殿里 就好像关押着什么强大的怪物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秦云也让龙天机停下来 有一只小蜘蛛被干掉了 临死前看见了一个很高大的黑色巨人 龙天机说道应该是魔怪了 秦云拿出了传鹰海螺 给天龙门的人传鹰 同时也让龙天机把小蜘蛛收回来 天龙门的那名老者 很快回应了 你自己进入宫殿看看有什么 秦云说道 我不敢进去 外面有实力很强的魔怪 我打不过 你们赶紧过来看看吧 你们想得到好东西 我冒险是不行的 秦云身上还绑着那条绳子 也不知道延伸了多长 似乎可以无限延长一样 非常的神奇 天龙门那边的人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终于决定要过来看看了 他们让秦云站在原地不动 然后顺着那条绳子过来 秦云所在的位置 是一座矮山的山腰 这座矮山也满是那种黑色的铁树 这座矮山的另一边 就是那座巨大宫殿了 秦云坐在一棵树的树洞里 耐心等待着 龙天机用了一个多时辰 也将附近的小蜘蛛收回来了 然后进入九阳神破第三株里 秦云一个人待在那葛树洞里 心中暗笑道 云儿 你说他们过来的时候 会死多少人 林云儿笑道 龙川武别死就行了 否则太便宜他来了 那群人过来 也需要不少时间 秦云估计至少需要三五葛时辰才行 秦云在来的时候 可是做好了各种防护 或者隐秘起来 所以并没有弄出太大的动静 如果是一大群人 那么他们没人泄露一点气息 架起来就很强了 很容易被那些魔怪或者是邪灵发现 秦云一直没斩断那条绳子 也是围来坑死那群人的 他等了四个时辰 那群人终于来了 秦云从树上跳下来 就看见那群人一个个都脸色难看无比 他们总共有两百人的 但现在只剩下一百五十多个 而且还有几十人伤痕累累的 他们在来的路上 死了差不多五十个人 秦云心中不由得笑了起来 他就知道会死不少人的 让他放心的是 龙川武并没有死 但看样子也被吓得不轻 仙如镜也是面无表情 御手紧握着一把仙剑 上面沾满一种绿色的血 狗随从 那座巨大宫殿在哪里 你是故意骗我们的吗 龙川武看见秦云之后 愤恶地冲过去 揪住秦云的衣领 一拳打在秦云的脸上 秦云低声骂道 混蛋 你翻过这座山 就能看见那座宫殿了 那里面有更多可怕的东西 一名老者把龙川武拉开 然后小心地冲上山顶 确定那边确实有一座巨大宫殿 就连忙回来 第843章探路者 秦云冷笑道 我才没有骗你们呢 你们下来之前 就知道这什么血血龙哭的可怕 你们想要得到好东西 自然要付出代价 我可是提着脑袋给你们探路的 居然还怀疑我 如果没有我探路 你们有那么容易找到 那个巨大宫殿吗 其他人虽然没说什么 但心中确实有些佩服秦云 因为秦云是自己一个人 在里面瞎逛 并没有被弄死 还有了大发现 要知道他们在来的路上 可是看见了许多前辈的尸体 遇到许多魔怪邪灵的 那座宫殿门口 有不少魔怪什么的 反正我是不过去的 我会死在那里的 秦云说道 混蛋你死了又怎么样 你对我们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龙川武冷笑道 真的吗 那你们就干掉我吧 然后你龙川武就负责探路 怎么样 秦云坐在地面 靠着一棵树笑道 你也像我一样 腰肩绑着绳子 然后进入那座宫殿 你实力那么强 脸皮那么厚 没那么容易死掉的 龙川武不说话了 他确实不能代替秦云去探路 打死他都不会去的 他们在来的路上 可是遇到了各种危险的东西 都是那些半仙击退的 别说龙川武了 就连那些半仙 都不敢独自一个人 在这里面瞎逛 他们一想到自己独自 在这片神秘可怕的地底世界行走 就不寒而栗 仙如静冷声道 我们如果击退那座宫殿外面的魔怪 你愿意进入那座宫殿探路 秦云探道 我知道宫殿外面有魔怪 所以我不会过去送死的 而宫殿里面有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我也不怕 好 那我们去灭掉那些魔怪 打开宫殿的大门后 你继续探路 一名半仙说道 他们现在也意识到 秦云对他们有多重要 秦云说道 我消耗比较大 你们给点单要什么的 我补充补充 对了 最好给我一套护甲 和好点的兵器 提高我的生存力 对你们也有很大的好处 龙川武英冷的道 狗随从 你别得寸进尺 秦云笑道 龙川武 你虽然比我强 但你在这儿却有个屁用 你能探路吗 你能击退邪灵和魔怪吗 你什么都不能 你只是来混的 关键的时候 说不定还会拖后腿 王八蛋 我要弄死你 龙川武刚刚要冲过去 就被一名武帝给抓住 川武 别闹了 那名武帝审声道 这时候 也有人拿出丹药给秦云 以及一套盗器护甲 和一把盗器级别的刀 秦云笑嘻嘻地接过 然后像是吃糖果一样 吃着那些丹药 先如镜说道 姓云的 你为什么一点伤都没有 比在路上 难道就没遇到什么东西吗 他当然知道秦云 能让身体变得透明 他故意这么问 也是想看看秦云要怎么回答 我有浩然正气啊 邪灵魔怪远远就退让了 自然不敢靠近 秦云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把你丢过去 吓退那些魔怪 龙川武冷冷地道 万一宫殿外面的魔怪 不吃这一套呢 我死了 你们都得抓虾 你们肯定会白来一趟 秦云铁嘴道 这时候 两个半仙 带着十几股五帝 翻过这座山 前往那座宫殿的外面 那些人都是来自天龙门的 他们身上有许多好的装备 和俘虏什么的 战斗力很强 秦云也希望他们能顺利 因为他自己也很想 进入那座巨大宫殿里面看看 他就打算进去之后 切断那条绳子 然后让那群人在里面瞎逛 到时候肯定会死掉一大堆的 半个时辰过去了 出去的人也回来了 魔怪都被灭掉了 就是那扇门有些难以打开 只要我们合力才能打开 一名老者说道 一群人也同意过去 一起打开大门 秦云的腰间 依然绑着那根金色的绳子 他也被龙穿五钉得死死的 想要跑掉也没那么容易 先如镜倒是有些担心秦云会跑掉 所以也把秦云钉得死死的 不多久 秦云就跟着那群人 来到了宫殿的大门前 也看见几个巨大的魔怪了 那些魔怪 像是人一样的身体 皮肤漆黑 体型巨大 身上的血液是绿色的 而且像是泥巴一样粘稠 散发着一种恶臭 那扇大门高达百米 纯黑色的 并没有什么奇纹 意味着没有结界和正法 这扇门真大 你们就不怕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秦云说道 我打开一条缝隙之后 你就进去探路 一名半仙冷声道 秦云耸了耸肩 也没说什么 在那群强者的合力下 大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隙 足够一个人进去 秦云也被推过去 那条缝隙里 溢出很清爽的凉风 只不过在这种场合中 就显得阴森无比 秦云穿过那条门缝 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他也是心惊胆颤的 担心会有什么东西忽然冒出来 他担心什么 就来什么 刚刚进去的他 就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袭来 他的身体连忙闪烁出白光 照亮了里面之后 不由得被挤发凉 前方是一个宽敞的大堂 里面有着许多人 那些人的双眼都被挖掉了 身体有着健壮的肌肉 将身上的衣服撑破 口中的牙齿很长很尖利 吐着充满阴邪的黑气 细黑色的皮肤满是疙瘩 非常的吓人 秦云头皮发麻 好在他身上的浩然正气非常给力 能让这群魔怪不敢靠近 应该有好几万吧 怎么那么多这种东西 而且还很强呢 林韵儿说道 应该很好杀吧 秦云拿出了明魂圣刃 释放出明月精神力 控制明魂圣刃飞射出去 明魂圣刃穿透一个人魔怪的身体 就直接将里面的邪灵吞噬 用于修复损坏的刀身 明魂圣刃飞快地来回穿刺着 疯狂收割那群魔怪 收取大量的邪灵 秦云也冲出去 打出一阵阵浩然正气之力 凝成狂风烈火 将地面的尸体全部焚烧掉 很快 几万个魔怪就被清理干净了 秦云手持明魂圣刃 也感觉到明魂圣刃内部的能量 还不够 还要吸收更多的灵魂 才能修复好 秦云心道 干掉那群魔怪之后 他来到大堂的中间 看见大堂的左边有一个敞开的门 他走过去之后 看见一条漆黑的走廊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秦云拿出一块发光石 大力地丢出去 发光石直射过去 一路上畅通无阻 并没有被东西阻挡 也没出发什么机关 这时候 秦云拿出了一个金刚傀儡 那是他从玄狱那群人那里拐来的 总共有八个 被他稍微改进之后 也能为他所用 当然 这种东西他都是秘密使用 若是被玄狱或者龙家的人知道 肯定要晦气地上跳下窜的 一个金刚傀儡走在前面探路 如果有什么机关陷阱 也能探查出来 金刚傀儡快不得走在前面探路 秦云也觉得有些搞笑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探路者 而他现在又让一个金刚傀儡探路 也不知道这座宫殿里面有什么 总感觉这里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秦云对这座宫殿一无所知 如果要彻底探查的话 也需要很多时间才行 通龙走在长廊的金刚傀儡 忽然被一根剑射穿 身体被穿透之后 那根剑爆开 将金刚傀儡炸成粉碎 秦云被吓了一条 那金刚傀儡可是很强的 能看比武王的肉身 居然就这么被粉碎了 里面果然很多机关 秦云深吸了一口气 也不敢继续向前了 他连忙拿出传音海螺 给天龙门的人传音 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 在门外的人 听见之后 也连忙通过那扇门的缝隙进去 他们拿出发光石照亮那个大堂 仔细地看了看 然后就走向秦云那里 秦云站在那条走廊的入口前 说道 我刚才探查了下 会射出一根进来 你们谁有傀儡人 可以用来试试看 还有没有机关 一名半仙连忙拿出一个傀儡人 让傀儡人走在前面 很顺利地通过那条走廊 看来唯一陷阱 在刚才已经失效了 秦云笑了笑 然后走了进去 他很快就通过那条厂长的走廊 进入另外一个大堂 那个大堂摆着许多两三米高的巨石 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边安全嘛 一名半仙询问的同时 也控制那个傀儡人跟过去看了看 发现许多大石头 没等秦云回答 那名半仙就匆忙走过去了 其他人看见 也急忙跟过去 觉得那个大堂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里面都是大石头 没有释放什么气息 但却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仙如竟用手中的仙剑 大力披斩在一块石头上 却只能留下一点划痕而已 根本无法破坏 很坚固的石头 仙如竟精喊道 极各天龙门的半仙 也有手中的兵器 披砍那些石头 也只是留下淡淡的划痕 里面一定有好东西 一名半仙狂洗着喊道 秦云在用绝领眼看着 只能看见石头里面有模糊的黑影 并不能看清是什么东西 第844章帝王元石 秦云很想知道那些大石头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觉得肯定是什么好东西 只是没办法拿出来 如果不是有这么多人在这儿 他会使用穿玄神通试试 看能不能让自己的手伸进去 仙如竟看着石头 然后对秦云说道 你这家伙 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里面能有什么东西 秦云笑道 这些石头不过是比较坚固的石头而已 我能看见里面有东西 只是不确定那是什么 秦如竟用一种充满威胁的眼神看着秦云 说道 你应该能拿出里面的东西吧 秦如竟可是知道秦云懂得穿玄神通 能轻松穿过许多东西 他此时就在威胁秦云 让他取出里面的东西 这个麻 我才没有那种能力 秦云摇头道 你如果能取出来 我保证没人敢动你 回去之后 你就是自由的 秦如竟说完 然后看了看天龙门和龙家的那群老者 那群人也都连忙点头 说道 小鬼 你如果真的能取出里面的东西 之前的事就算了 秦云撇嘴道 我可信不过你们 秦如竟曾经和秦云待在一个地牢里面 众人看见他非常肯定秦云有办法 所以都觉得秦云能做到 龙家的人不知道秦如竟的身份 但是天龙门那群人却知道 那可是先帝家族里面的人 所以秦如竟的话也很有分量 只要你把里面的东西取出 谁要动你 就先过我这关 我说道做道 秦如竟一把揪住秦云的衣领 立声道 混蛋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选择 要么取出里面的东西 要么就去死 秦如竟紧握的仙剑 寒气逼人 架在秦云的脖子上 好 我答应你 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你也要答应保护我 秦云看了看龙川武 又道 我担心那个家伙会随时杀掉我 龙川武气得牙痒痒 喊道 如竟 这个家伙根本就没法取出里面的东西 别指望他了 秦如竟冷声道 龙川武 他如果真的能取出来 你以后就别再想动他 我会履行我的诺言 保护他 谁都记得 之前在斗舞场的时候 秦如竟对龙川武可是非常关心和充满爱意的 而现在 他却直呼龙川武的名字 由此可见 他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龙川武也是愣了愣 然后怒视着秦云 他觉得这都是秦云搞的鬼 众人都不由得浮想连篇起来 之前 秦如竟为了教训秦云 故意安排在那个地牢里 但自从秦如竟 从那地牢里出来 整个人都变了 这让人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 认为秦如竟极有可能和秦云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一刻 这儿变得非常安静 众人看向龙川武的时候 都觉得他头顶绿油油的 像是戴了一顶绿帽 龙川武也想到了这层 但却觉得不可能 因为他很清楚秦如竟的性格 秦如竟很爱他 可轻都不让他轻 非常的解身自爱 如果秦如竟在地牢里 真的被秦云那什么了 那么秦云也绝对会死的 但是 其他人并不知道 秦如竟的性格 众人看秦云的眼神 也流露出一丝佩服 居然把龙川武给绿了 秦云从大家的眼神中 也看出了些什么 心中苦笑着 在这儿 也只有秦如竟不知道大家想什么 可见他还是比较单纯的那种 龙川武说道 如竟 这个狗随从 如果真的能拿出里面的东西 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对他下手 秦云忽然觉得 秦如竟肯定知道里面有什么 否则也不会做出那么大的沉默 秦如竟冷笑了一声 看向秦云 说道 他们都答应我了 你可以放心取出里面的东西了 秦云摇头道 万一你变卦了呢 我可信不过你 你可是曾经要杀我的人呀 换谁 都信不过一个要杀自己的人 他确实能取出里面的东西 但他信不过秦如竟 他可知道这个女人失恋了 这种女人也是很可怕的 秦如竟拿出了两张白色的符 说道 这是同命符 贴在你身上 你死我就死 我死了 你也得死 这样你应该能放心了吧 说完 先如竟就直接把同命符贴在秦云身上 另外一张贴在自己身上 那张符贴在秦云身上之后 也忽然消失不见了 天龙门那群老辈 一个个都惊恐万分 如竟 先姑娘 李太任性了 同命符怎么能随便乱贴呢 哎呀 万一那小子死了 你就得跟着死的 我们都答应不伤他了 你为什么还那么做 一群老辈 纷纷叹着道 如此一来 他们就要保护秦云了 不能让秦云死掉 否则也会还是先如竞的 谁都知道先如竞的重要性 所以是绝不能让他死去的 龙川武心中气的发产 他也不知道先如竞到底怎么了 居然做出这些不经大脑的事情 秦云心中也在咒骂着先如竞 先如竞对他使用这什么同命符 显然是要让他在关键时刻保护他 先如竞眼神中满是得意地看着秦云 他知道秦云那些花招非常厉害 觉得在关键时候 只有秦云才能靠得住 他可一点都信不过天龙门那群人 谁都以为先如竞这么做 是为了保护秦云 但先如竞这么做 却是要让秦云保护他 他娘的 秦云低难着一连串脏话 你说什么 先如竞提起秦云的衣领 冷声问道 秦云说道 我这就取出里面的东西来 先如竞冷冷一笑 然后看向众人 说道 里面的东西 我要四成 剩下的六成你们分 天龙门的人也只能连连点头 因为不是先如竞的话 他们根本无法取出里面的东西 秦云连忙问道 我呢 能分到多少 分个屁给你 先如竞白了他一眼 秦云没办法 也只能认了 这个大堂的大石头 总共有一百多块 都是两三米宽大的不规则大石头 内部存放的东西 并不是很大 先如竞说道 在这些石头的中间 都有一个西瓜大小的东西 你进去拿出来就行了 好吧 秦云施展了穿旋神通 把手伸进去 也刚好抓住那个东西 众人看见他这种奇迹 也都纷纷惊呼起来 这混蛋的小手段 可是层出不穷的 先如竞逼骂道 众人也都纷纷点头 秦云很快就抓出了一个圆形的石头 看起来就像是个西瓜 表面还是绿色的 这是什么 秦云好奇地问道 别问 你继续取出来就行了 先如竞喊道 其他半仙 也非常好奇地看着那个绿色的石头 连连撑起 秦云心中虽然好奇 而林韵儿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 因为一点气息都没有 很快 他就将那些大石头里面的西瓜石都取了出来 先如竞自己拿走了四十多块 其他的给那群人平分 一名半仙拿到一块之后 惊讶道 这些石头 难道是帝王元石 帝王元石 这顿时让许多五帝五王惊呼起来 秦云也傻眼了 那些看起来像是西瓜的石头 居然是传说中的帝王元石 帝王元石 内部的能量让人吸收之后 能在五王五帝境快速突破 先如竞是五王境的 他得到那么多帝王元石 就能快速地踏入五帝境顶峰 如竞大姐 给我两个行不行 秦云一脸可怜兮兮地说道 眼中满是嫉妒 不行 先如竞一脸的意 其他人也都很嫉妒 可却不能说什么 因为他们都不敢动先如竞 秦云连忙把这件事告诉了肖月梅 肖月梅得之后 连忙喊道 哥 爷灰心 帝王元石不重要 重要的是帝王石母 那些长得奇奇怪怪的大石头 就是帝王石母呀 你全部收走 然后放入这里面吸收仙之源的能量 就能孕育出帝王元石来 你以后有更多的帝王元石 仙姑娘不愧是仙族之人 居然知道那是帝王元石 一名半仙连忙夸赞道 我也只是猜的 帝王元石都是元形 而我也能感应到内部的能量 我以前就用过帝王元石来修炼 先如竞笑了笑道 各位 这里面果然有许多宝物 还请大家齐心协力 这样才能弄到更多 众人表面连连笑着称赞 但心中都骂他 因为他捞走了最多的帝王元石 秦云说道 如竞大姐 你能送我一个储物法宝吗 先如竞给了秦云一个储物版纸 说道 送你的 内部的空间大着呢 秦云看了看内部的空间 果然很大 然后连忙感谢 随后 他也过去将那些大石头 全部收入九阳神魄之中 如此一来 大家都认为他将那些大石头 收入先如竞的版纸 混蛋 你要这些石头干什么 先如竞好奇地问道 这些石头那么硬 如果战斗的时候 我忽然放一个出来 就能抵挡对面的攻击 或者是拿一块石头出来 就能把人砸伤 秦云一脸难过地叹道 你们都得到了帝王元石 我只能拿走这些破石头 自我安慰 那些是帝王石母 可是比帝王元石好许多的东西 但先如竞却不知道 否则根本不会便宜秦云的 好吧 那些破石头就当是我给你的奖励 先如竞笑了笑道 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吧 第845章龙邪灵 这群人之中 最开心的应该就是秦云和先如竞 秦云得到了大量的帝王石母 而先如竞也得到大半的帝王元石 那群老辈的心中都很不爽 因为他们那么多人 平分了那么一点帝王元石 根本就没多少了 但也没办法 因为先如竞让秦云把帝王元石取出来的 功劳最大 他那大头也是理所当然的 秦云的腰间 依然被绑着一根金色的绳子 狗随从 你最好能为我们探好路 否则有你受的 龙川武冷笑道 你要肩背拴着一条绳子 是不是有一种当狗的感觉 龙川武不能伤害秦云 但他却可以不停地辱骂 秦云的脾气好 而且得到大量的帝王石母 所以也没发怒 龙川武 你自己知道吗 这里的那么多人 最没用的就是你 秦云黑笑道 人家伴仙和武帝都能战斗 仙姑娘能发现帝王元石 你龙川武呢 你一点用处都没有 就只知道骂我 当然 我的用处是最大的 我敢说 这儿的绝大多数人 宁愿牺牲你 都绝不会让我死的 那些半仙和武帝 嘴上虽然不说 但却非常同意秦云的话 龙川武 确实一点用处都没有 虽然是个很年轻的武王 但在这儿还是太弱了 龙川武气得很想冲过去 暴打秦云 但他看见仙如 静在这儿 也只能忍住了 狗随从 我们不过是利用你而已 等你没有利用价值 肯定和一堆屎差不多 龙川武怒道 我如果真是一堆屎 那你呢 连屎都不如 哈哈哈哈 秦云大笑着道 川武 够了 一名老者清贺道 龙川武也只能将心中的怒火忍住 秦云走在最前面 在这个大堂的左侧 有一扇门 他过去打开门之后 就看见一条满是血的走廊 看起来好像挺危险的 秦云拿出了一块石头丢过去 石头还没落入那条血路 就有一根黑色的处须伸出来 把那块石头给卷起来弄碎 这儿很危险 秦云喊道 一名半仙看见秦云打开门 并没有什么东西跑出来 也连忙过去 不要距离地面太近 那些东西就不会跑出来了 那老者说道 秦云也只能让身体悬浮起来 从上面漂浮过去 那条走廊很长 有百多米 秦云很快就通过了 一路上都很安全 手里拿着绳子的那名老者 也紧随其后漂浮过去 确定没有什么危险之后 其他人也跟着过去 而秦云穿过走廊之后 转弯走了一会儿 就遇到一扇石门 他直接把石门推开 石门里面 是一个满是红光的石室 还比较宽敞 长宽超过五十米 秦云一进来 就看见这满是红光的石室 吊着许多人 那些人都是老者居多 双脚被绑着 头朝下 浑身被捆绑起来 秦云在石室里 仔细地看了看 顿时惊恐不已 那些被吊着的人 都被一条管状一样的 黑色处须插入喉咙 正不得被吸血着 意味着 这里面被吊着的人 多半都还活着 秦云不敢进去 担心自己也会被吊起来 所以连忙退出那间石室 但是 前进的路就只有通过那间石室了 秦云看了看后面那名老者 说道 里面有许多活人 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龙家的老辈 他们都被吊起来吸血 那些人就像是雪包一样被人养起来 不断地被吸血 而且已经有许多年了 秦云仔细一想 更加害怕了 因为在这里面 必定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吸血 秦云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后面的那群人 他们听见之后 也是脸色凝重 面露恐惧 我可以尝试通过那条路 但是麻 你们难道不就里面那些人了吗 秦云看向龙家的人 你进去看看 哪个生命力强盛 就把他救出来 我们问问里面的情况 一名半仙说道 他们没弄清楚情况 也不敢进去 好吧 秦云再次打开那扇门 进入那个红光闪闪的时事 他进去之后 也被门关上 只留下一条缝隙 让绳子通过 然后再让自己的身体变得透明 以捏起气息 就能安全许多 秦云在里面转而一圈 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摸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 让他很是失望 被吊着的人有一百多个 身上的东西也早已被拿走 秦云找到一个生命力最强的老者 好不容易才解救下来 然后快速地带出去 他逼着老者出去之后 刚刚放在地面 一名龙家的半仙就喊道 是五伯 随后 几个龙家的半仙 连忙给那名半死不活的五伯输送能量 就这家伙生命力比较旺盛的 灵魂也还在 其他那些人都没有灵魂了 只有身体被养着 能不断生出血液 秦云说道 我们想要通过那个地方不容易呀 我猜测 大部分进来这儿的人 通过那间密室的时候 都会被抓起来 不多久 那个五伯就睁开了眼睛 他看见龙家的几个半仙 顿时激动地流泪 口中喃喃地道 我没死 我没死 你们终于来救我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五伯 你们到底遭遇了什么 为何进入这里面人 都没有出去过 一名龙家的半仙问道 现在 这儿就有不少人担心自己无法回去 我们遇到了很强的邪灵 他们修炼出了血肉之躯 而且还懂得吸收我们的血液 进一步进化自己 他们的实力非常可怕 是接近于仙人的家伙 那五伯说起那些邪灵 眼神中满是恐惧之色 你们通过了那间石室吗 秦云指了指那扇门 没 我们都是在之前放满石头的大唐被抓的 五伯摇头道 你们赶紧回去吧 否则你们会死的 五伯 你知道那个大唐的石头都是什么石头吗 嘿嘿 一名龙家的老者笑道 我当然知道 那些石头都是帝王石母 里面能运生出帝王原石来 那五伯说道 但我们并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取走帝王原石 众人听见帝王石母这几个字 就立马猜到 那是能运育帝王原石的石母 而那些帝王石母 都被秦云拿走了 一众人 多闷地看向秦云 秦云没想到 那个老头居然知道帝王石母的事情 那是如静大姐送给我的 你们可别想抢走 秦云连忙躲到仙如静身后 仙如静也是惊讶无比 他通过帝王石母 但传说中 帝王石母是很美丽的 充满九彩光泽 而秦云拿走的那些帝王石母 一个个都丑陋不堪 狗随从 赶紧把那些帝王石母都交出来 龙川武咆哮道 哼 你们都不要 所以是我的了 秦云喊道 他死也不会给那些人的 你赶紧交出来吧 一名半仙 拿出了兵器 小子 你一个人要那些石母 也没什么用处 那可是需要很多能量 才能让石母运生出帝王元石的 快拿出来吧 你们可是一个人独吞完了 我们答应 给你十块 一群半仙和五弟 都纷纷威胁着秦云 秦云说道 如静大姐 你答应过我 要保护我的 你可别让他们伤害我 龙川武喊道 如静 那个小子手里的帝王石母有多贵重 你肯定比我们清楚 那些帝王石母 可是比一千个帝王元石都珍贵的 快让他交出来 先如静说道 我答应过他 把那些石头送给他的 我不能言而无信 如静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帝王石母 所以才给他的 但现在不同了 我们都知道那是非常珍贵的帝王石母 你快让他交出来吧 龙川武说道 我不给 我死也不给你们 秦云大喊道 明明是你们不要的 我捡了便宜 那就是我的 王八蛋 你若是不给 我保证你死得很惨 龙川武大喊道 如静大姐和我身上都贴了铜命符 你有种就杀了我 秦云一脸无所谓的喊道 那铜命符只有七天时间有效 七天之后 就是你的死期 一鸣半仙冷声道 秦云看着仙如镜 丁玛道 你不是答应过要保护我的吗 你看看他们 一个个都恨不得杀掉我 一鸣天龙门的半仙说道 仙姑娘 那些帝王石母是观众大 你千万别儿戏 若是有必要的话 我只能得罪你了 只要有那些帝王石母 意味着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的帝王元石 从长远来看 那可是有巨大利益的 就在众人争吵的时候 那扇门忽然打开了 只见一个浑身漆黑 像是从黑色泥潭跑出来的人 一双眼睛满是红光 双手的爪子像是龙爪一样 那一身能量气息 堪比仙人 而且充满邪恶 众人也立马停止吵闹 看向那个人 是 是龙邪灵 快跑 那五伯惊恐着喊道 感受到那种可怕的邪恶力量 那几个手持仙气的半仙 也都恐惧到了极点 秦云的身体 连忙释放出一阵白光 是浩然正起之力 那个龙邪灵刚刚要过来 却被秦云身上的白光逼退 只能退入那间实施里面 众人看见秦云逼退龙邪灵 都暗暗一喜 也在这时候 秦云追了过去 冲进那间实施里 第八百四十六章道法 龙川武看见秦云进去 忽然有些担心的道 别让那狗随从跑了 他对我们很重要 不仅仅能探路 手里还有大量的帝王石母 一名伴仙手里 拿着一根金色的绳子 笑道他跑不了的 他进去 应该是想把那龙邪灵逼退 然而 就在他拽了拽金色绳子后 脸色骤然大变 他连忙把金色绳子缩回来 却看见绳子被切断了 众人顿时一惊 我去追他 先如近震惊过后 连忙用最快的速度 略向那间实施 秦云可不仅仅能探路 而且身上有浩然正气之力 关键的时刻能逼退强大的龙邪灵 就凭这点 就有巨大的价值 可现在居然跑了 秦云也是故意进入那间实施的 为的就是拿出明魂圣刃割断绳子跑掉 他之前不敢这么做 也是担心遇到危险自己应付不了 而在刚才 他看见强大的龙邪灵都要被逼退 所以就放心地跑掉 如此一来 那群人也不能逼他交出帝王拾目了 秦云还在那间实施里面 走向实施另一端的出口 他刚刚要出去 就看见仙如静飞绿而来 混蛋 你别想跑 仙如静轻和一生 连忙过去抓住秦云 也在这时候秦云感应到那群半仙的气息袭来 他就连忙让自己和仙如静变得透明 他们两人的气息 也忽然消失了 那些追上来的人 刚刚要进去 就看见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龙邪灵 他们背下的连忙退出那间实施 发疯地奔逃起来 龙邪灵也没发现秦云和仙如静 就追了出去 而秦云则是带着仙如静 小心通过那间红光闪闪的实施 来到一条楼梯口 是通向下面的 你这家伙 原来早就能自己跑掉 却一直故意拖着我们过来 你可害人惊 仙如静给秦云传音着 并骂道 哼 我不留一手 肯定会被你们弄死的 你明明答应过我 会保护我的 可他们却还是要对我动手 关键的时候 还是我自己靠得住 秦云也很不爽 我也表态了 说把那些石头送给你的 你没听见吗 仙如静横道 你是打算以后再向我讨要一部分事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算计什么 秦云现在也只能带着他了 你别忘记了 我们身上有铜命符 你随便丢下我 我万一死了 你也得完蛋 仙如静得意地笑道 秦云就知道 仙如静给他贴上那见鬼的铜命符 就是为了绑住他 你听着 那些石母我一个都不会给你的 秦云说道 放心 我也不会要的 我就算要了 也不知怎么才能取出里面的帝王原石 仙如静说的倒是真话 我姑且信你一回 秦云带着他 小心地走下那条楼梯 仙如静就知道 秦云比较靠得住 先前那龙邪灵一出现 那群伴仙都快要被吓尿了 却只有秦云敢冲过去 静云的 若是你我都能安全地回去 我到时候绝对能保住你 仙如静说道 到时候再说吧 说不定我们都死在这里面呢 秦云冷笑道 仙如静捏了他一把 低骂道 乌鸦嘴 别乱说 秦云撇嘴道 你这凶婆娘 明明不蠢 为什么会被龙穿五片的团团转 若不是我带你看见他的真面目 哼哼 你肯定会被他腊手催花的 仙如静青横道 当局者迷 我承认是我看走了眼 好吧 那我感谢你 让我悬崖勒马 他想到自己若是被龙穿五这种人糟蹋了 心中就是一阵恐惧 那条楼梯很长 他们两个人也是慢慢地漂浮着下去 不敢飞太快 兄婆娘 你对这血血龙哭了解多少 秦云问道 了解不多 我只知道这是天龙们一直想探索的 地方 据说是龙家老祖的藏宝之地 也是龙王庄那条仙龙建造的 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变得非常凶险 仙如静说道 秦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 只希望能得到一些好东西 仙如静传音问道 混蛋 你那么厉害 绝对不是一个随从那么简单 你混入龙王庄的目的是什么 我混入龙王庄主要是为了捞点好东西 就这么简单 秦云说道 哼 我就知道你进入龙王庄 是为了偷金摸斗而来 你浑身都是偷金摸斗的好手段 仙如静撇嘴道 兄婆娘 你好端端的不留在仙荒 跑下来干什么 秦云也很好奇 我是跟着龙穿舞着扁三下来的 就是闲着没事干 下来玩的 仙如静冷横道 谁知道遇到那么多鸟事 李氏运气好 遇到本大爷 否则你以后必定会被龙穿舞糟蹋的 你要怎么感谢我 以身相许就免了 我看不上你的 而且你对我以身相许 也是我吃亏 秦云笑道 你以后去到仙荒 我必定会报答你的 哼哼 仙如静音冷一笑 一路上 秦云都和仙如静传音交流着 而且小心翼翼地走着那条楼梯 用了一天的时间 他们才来到底下 在地下 有一个洞窟 秦云和仙如静在洞窟外面 看见了许多龙邪灵 总共有上百之多 那些龙邪灵 都闭着眼睛 似乎在沉睡 秦云带着仙如静 小心地进入那个漆黑的洞窟 洞窟很黑也很深 秦云也只能靠精神力探路 他们走了很久 有大半天这样 在路上也是七拐八拐的 终于来到了尽头 尽头处 居然有着微弱的光亮 尽头是一个洞窟 在这洞窟的中间 有一块石头 石头很平整 在上面放着一张闪烁着淡金色的纸 那是什么 秦云连忙拉着仙如静过去 是道法 看来传说是真的 仙如静看见那张纸上面的内容之后 惊喜得到 是什么道法 秦云确实看见了一些心法口诀 都却很难读懂 没猜错的话 不知道 总之是很重要的道法 这种道法 即便在仙荒也是极其珍贵的 仙如静说道 算是我们一起得道的 但主要功劳在我 所以我要这张纸 你自己记熟吧 秦云拿起那张纸 仙如静拿出一面方形的镜子 照着那张纸 把上面的内容都记录下来 秦云也将那张纸收起来 笑道 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 也不知道那群家伙能活下来几个 仙如静说道 龙穿五死掉就行了 秦云和仙如静小心地退出那个洞窟 在离开的时候 外面那群龙邪灵也进来了 但他们都没有看见秦云和仙如静 因为他们的隐身了 秦云和仙如静也有些害怕 因为那些龙邪灵显然是发现道法被取走了 他们回去的时候 速度也快了许多 这血血龙哭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云一路走 一路思考着 小云等出去之后 就把那道法给月梅或者姚芳姐看看 他们说不定能懂 林韵尔说道 秦云自己看不明白 毕竟那非常深奥的东西 他这次来 也算是收获巨大了 得到一个天龙令 一大堆帝王石母 以及那神秘的道法 折腾了几天 秦云终于带着仙如静 走出了那座巨屋 来到了外面 穿行在山林之中 仙如静也是暗暗激动着 因为这一次冒险 实在是太刺激了 当然 如果不是秦云 他肯定没那么顺利的 龙王庄 一座山的山洞前 有许多人走来走去 那个山洞 就是进入地底世界的入口 他们在这儿等了几天 终于等到有人出来了 但出来的也只是仙如静而已 如静 那个狗随从呢 龙川武看见仙如静安然无恙地出来 也很时高兴 连忙走过去问道 他被抓住了 生死不明 仙如静冷声道 其实秦云也出来了 只不过变得浑身透明 悄悄地溜掉 所以没被人发现 况且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仙如静身上 根本没发现其他东西 这也是秦云和仙如静说好的了 如此一来 就不会有人缠着他要那些帝王原始了 而且龙川武这群人也不能拿秦云怎么样 秦云悄悄地溜走之后 并没有离开龙王庄 而是前往龙玉仓的宅子 天龙门的一名伴仙常探道 可惜呀 那家伙身上有那么多帝王始亩 就这么没了 龙川武咬牙道 那个狗随从就这么死掉了 便宜他了 他没有死 只是被抓起来 你们可以去把他救出来的 仙如静说道 哎 我们去了两百人 能回来的只有八十多人 而且都死伤惨重 一名老者探道 龙川武没受伤 也让仙如静有些不开心 仙如静说道 我累了 我要休息 他也知道秦云还在龙王庄里面 就在龙玉仓那人 而现在 他要急着回去研究那门道法 秦云一出来 就把那道法给了姚方 让他指点一二 姚方得到那门道法 说了一句好东西就没再说话 也让秦云很是着急 第八百四十七章龙玉天 龙玉仓在厅中 走来走去 因为他的只秦云回不来了 被困死在那个邪血龙窟下面 忽然损失这么一个好朋友 他还是很难过的 当然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他存着了几百亿紫金币在秦云那里 就在龙玉仓心痛着自己的紫金币死 他忽然看见秦云出现在厅中 这下的他怪叫起来 啊 龙玉仓像是见鬼一样的看着秦云 他确实也认为眼前的云长叫可能是一只鬼 秦云笑道 龙老板 我回来了 你不是被困在血血龙窟了吗 龙玉仓确定秦云是火的 连忙哈哈的大笑道 嘘 秦云笑了笑 龙玉仓说道 云兄 得知你的事情后 我可是很伤心的 我长那么大 从来没哭过 但刚才却哭了出来 秦云拿出一张紫金卡 笑道 你是为了这几百亿紫金币哭的吧 才不是呢 云兄大人大义 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说真的 我虽然有不少堂兄堂弟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那么好 我早已认定你是我的兄弟了 龙玉仓看着那张紫金卡 心中也放心多了 我把紫金币还给你吧 免得你牵肠挂肚的 秦云哈哈哈哈笑道 云兄 我真的从来没有因为损失这些紫金币而感到难过 如果以后我要面临选择 让我选择几百亿紫金币 还是云兄 我会选择云兄你的 龙玉仓走了过去 拿出一张紫金卡 准备接收那几百亿 龙老板 我中了一种毒 需要几百亿续命 你这几百亿可否借给我 秦云呵呵笑道 云兄 你就别开玩笑了 龙玉仓一脸为难的苦笑道 秦云把那几百亿紫金币雇给了龙玉仓 龙玉仓也显示如是重负一样 尝失了一口气 云兄 你救过我一命 你如果真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一定不会拒绝的 秦云很需要龙玉仓的帮忙 否则之前也不会冒险救他了 他站起身来 在厅中来回走着 叹道 龙老板 我确实需要你的帮忙 龙玉仓笑道 云兄 我就知道你混入我们龙王庄 有其他目的 你说吧 我帮得到 一定会帮你的 秦云深思熟虑过后 说道 龙老板 你想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 云兄行走江湖 肯定截下不少仇人 隐瞒身份也是正常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我倒是想看看云兄的真实面貌 毕竟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兄弟了 龙玉仓说道 秦云把脸上的妆容弄掉之后 笑道 你认得我吗 龙玉仓看见秦云真正面容 愣了愣 然后拿出了一张彩色的画像 仔细地对照了片刻后 不由得额头冒汗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秦 秦 龙玉仓连忙捂住嘴巴 然后拽着秦云进入一间密室里 龙玉仓实在没想到 这个云长教居然就是秦云 但仔细想了想 似乎也只有秦云能做出这么牛逼的事情来 打龙川武一巴掌 还戏弄仙如镜 最后还成功破坏仙如镜和龙川武的感情 龙玉仓也知道 秦云弄到了许多帝王石母 但是那些半仙都以为他被困在龙窟里面 现在 秦云悄悄地跑出来 再换一个身份 就没人知道他是谁了 秦云 久仰大名了 龙玉仓压下心中的震惊 笑道 龙老板 你不会把我攻出去吧 秦云笑道 我可不敢 再说了 我把你攻出去 你肯定也能跑掉的 而且你现在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兄弟 我在龙王庄也需要一个帮手呀 龙玉仓说道 他可是知道 奥兴州的威龙山庄就是被秦云弄掉的 龙老板你放心 你我也没啥仇恨 我不会对付你的 秦云说道 云兄 你上次灭掉威龙山庄的时候 带去的那个女人 真的度过逆天之节 去了鲜荒 龙玉仓好奇地问道 嗯 否则我早就带他来铲瓶龙王庄了 秦云无奈地叹了一声 因为之前说好 要和蓝素瑶一起来龙王庄的 这让龙玉仓心中一跳 云兄 那你这次来我们龙王庄 要想干啥呀 龙玉仓知道秦云的修为不高 但各种手段却能令人抓狂 放心好了 我实力有限 是不能干大的 秦云笑了笑 我这次来 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 我是来寻找一种诅咒的破解之法 第二 我要取回龙巧凤的龙凤武魂 那个诅咒 是一个叫做龙唇员的家伙下的 那个家伙死掉了 他临死前说过 要在腾龙周的龙家 才能解除那种诅咒 龙玉仓脸色凝重 来回走了几步 说道 云兄 龙唇员可是我们龙王庄之中的 有权长老 没想到他真的死掉了 李所说的那种诅咒 确实只有在我们龙王庄 才能解开 但真的很难 出来听听 秦云说道 需要用先龙老祖的血 而且要很多才行 龙玉仓探道 这件事我帮不了你 实在是太难了 那龙凤武魂呢 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秦云又问道 这个倒是容易 龙巧凤的龙凤双武魂 也让我们龙王庄的所有年轻子弟兴奋 因为那龙武魂上面有龙图腾 所以龙王庄准备举办一场比武 最后的奖励就是那龙凤武魂 对了 听说那龙图腾是你雕刻的事吗 龙玉仓一脸激动地看着秦云 秦云当初攻打威龙山庄的时候 心口说过他在龙巧凤的龙武魂上雕刻了龙图腾 也让人知道他是一个奇闻练魂师 龙玉仓之前也见过秦云的奇闻之术 轻松就只做出一张道符来 显然是奇闻道师的级别了 年纪轻轻的奇闻道师 而且还懂得练魂之术 龙玉仓可是非常珍惜这种难得的机遇 所以只要不损害他自己的利益 他一定会帮秦云的 是我雕刻的 秦云说道 云兄要不这样吧 我参加那场比武 我锦力获胜得到那龙凤武魂 龙玉仓说道 我担心龙穿武也会参加 我也参加 秦云说道 你 你可是还不到武王境的 再说了 那只有我们龙家子弟才能参加 龙玉仓连忙摇头 秦云把萧月梅放了出来 萧月梅用了一种神通 把秦云的容貌和体型都变了 变成一个有黑瘦小的光头青年 这让龙玉仓看得双目瞪得滚圆 因为那光头青年的脸型虽然瘦血有黑 但和龙玉仓是有气氛相似的 云兄 你为什么要变得和我那么像 是因为我长得帅吗 龙玉仓惊讶道 因为我哥要冒充你的地点 就叫做龙玉天 萧月梅嬉笑道 龙玉仓张大嘴巴 这能行吗 他不是我们龙家子弟呀 他刚刚说完 秦云一抬手 就打出几道金色的气镜 那些气镜化成龙 而且还有许多龙图腾 这是 这是天龙觉的天龙镜 我都不会 你怎么会的 龙玉仓被惊得大叫起来 秦云笑了笑 随后身体又释放出一股半透明的淡金色气滑 包裹着身体 护 护体龙刚 你竟然也懂 龙玉仓大叫道 你不是秦云 你是谁 我是龙玉天 是你的弟点 秦云哈哈笑道 龙玉仓只觉得自己像是做梦一样 连忙掐着自己大腿的肉 感觉到疼痛之后 才相信眼前的事情是真的 真是邪门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玉仓只觉得自己一辈子可能遇到的怪事 都出现在了眼前 秦云也是成为武王 才能使用护体龙刚的 那是天龙觉之中的法门 是龙巧凤传给他的 龙巧凤从龙图腾武学之中 领悟到的天龙觉非常完整 全部都有 大哥 我现在能以假乱真了吗 秦云笑道 我真想问问我死掉的老爹 是不是真的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龙玉仓探道 我真的有你这么一个地点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 肖月没往完事之后 也进入九阳神坡里面 他在捣鼓着那些帝王使母 秦云笑道 大哥 爷爷什么时候出关 龙玉仓没想到秦云那么快就进入了状态 说道 不知道呀 反正我老爹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没人能查证你的身份 他也很风流 在外面有私生子鱼也是正常 第二天 一大早的 龙玉仓就着急地敲着秦云的门 老爹呀 赶紧起来 那冰母虎来了 哪个冰母虎 秦云一边穿着一套白衣 一边开门问道 就是先如尽呀 他就在厅中 也不知道来干什么的 他说要见我的随从 他知道你在这儿 龙玉仓有些着急 李跟他说 我已经走了 等一下我们试试看 能不能骗过他 大哥 记住了 我是你弟弟 秦云笑道 好 龙玉仓深吸了几口气 然后和秦云走出去 先如尽穿着一套华美的子裙 优雅地坐在厅中的一张椅子上 他看见龙玉仓和一个光头瘦小的男子出来 顿时皱了皱眉头 仔细地打亮着那光头男子 李那随从呢 先如尽问道 我昨晚就送他出龙王庄了 应该远走高飞了吧 龙玉仓说道 先如尽连忙起身 拖着那滑贵的紫色长裙 走到秦云身边 疑惑地问道 这个家伙是什么人 我地点 龙玉天 我是苍 他是天 我兄弟合力 能龙玉苍天 龙玉苍笑道 他怀疑光头男子就是那个姓云的 但体型却瘦小了许多 易容数在高明 也只能改变脸上的容貌 而要长时间改变体型和脸型是很难的 如果使用了缩骨弓之类的弓法 不仅仅会影响力量 在气息方面也难以掌控 第848章五王四变 先如尽一直盯着秦云看 因为他怀疑这个光头男子 极有可能就是那个云兄 这真是你弟弟 你什么时候有个弟弟了 我打听过你的事 你是个一个独苗 先如尽望向龙玉苍 满脸怀疑地问道 我这个弟弟是我老爹在外面生的 算是私生子吧 从小和我关系也挺不错的 我老爹死了 我在龙王庄里面需要帮手 所以就让他来了 龙玉苍说着 还摸了摸秦云那个光头 手感滑溜溜的 像是真的光头一样 先如尽也看见那个发亮的光头 怎么看都不像是伪装的 那个幸运的有没有说他去了哪里 先如尽问道 雷说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幸运 龙玉苍摇头一笑 总之他在已经远离龙王庄了 他这次可是捞到了许多好处的 哼 那个混蛋 居然也不和我打一个招呼就走了 先如尽咬牙切齿地道 先姑娘你不是很讨厌他的吗 龙玉苍笑道 当然讨厌他 所以我才来找他 准备报仇的 先如尽冷恒道 算是便宜了那混蛋 龙玉苍摇了摇头 云兄确实挺厉害的 在龙王庄里面的几番遭遇 却一点事都没有 也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遇到他 先如尽忽然低声问道 龙玉苍 你老实回答我 那个幸运的 有没有去过那些青楼 我不知道 反正我没带他去过 但是麻 像他这种人 身边肯定有很多女人的 根本不用去那些地方 而且他也看不上青楼里面的 风尘女子 龙玉苍笑道 他的品位 比那龙川雾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先如尽白了龙玉苍一眼 反正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秦云也没说话 一直在旁边看着 先如尽此时也打消了一律 他和秦云的同命符力量 也已经失效 所以他也不能感应得到 龙玉苍 你如果再见到那个家伙 帮我把这封信给他 你可不许偷看 否则我要你的命 先如尽拿出了一个信封 递给了龙玉苍 好的 龙玉苍接过来 先如尽把信给了龙玉苍之后 就匆匆离开了 确定他离开之后 龙玉苍才把那封信交给秦云 笑道 云兄 这个女人 似乎对你有点感情呀 别瞎说 秦云打开了那封信 写着的内容 是让秦云以后去了仙荒 可以凭这封信去找他 还告诉了他一个地点 龙玉苍也没问上面写什么 说道 可能再过几天 就要开始比武了 你真的确定参加 秦云笑道 你如果能击败龙川武 我倒是懒得去 但你的实力不行呀 我也只能亲自出马了 龙玉苍撇嘴道 我承认我无法击败龙川武 但你就一定行吗 我当然行 秦云现在可是武王进了 觉得对付龙川武并不是问题 接下来的几天里 龙玉苍也时不时地带秦云到处逛 说那是他的地点 带着他在龙王庄里面混个脸熟 龙王庄里面的人 看见这两兄弟长得很像 根本就没怎么怀疑 只是笑着那是光头版的龙玉苍 这几天来 龙玉苍也整天摸着秦云的脑壳 令秦云很是恼火 但龙玉苍辩解说 这样才能更显得他们兄弟间的感情 才不会让人怀疑 所以秦云也就忍了 他暗暗责备削月眉 为什么给他变一个光亮的大光头 龙王庄内部的比武也确定下来了 玄武进和武王进都人都能参加 但最终只能有一名获胜者 获胜之后 就能得到那龙凤武魂 龙巧凤的龙凤武魂都是紫荆级的 而且龙武魂还有龙图腾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所以参加比武的人 不仅仅是年轻人子弟 就连一些符合条件的老武王 也都纷纷报名参加 让秦云有些淡疼的是 那仙如敬居然也参加了 仙如敬可是武王近后期 以他的水平 足够击败大部分的巅峰武王 龙家和天龙门的人也没办法 仙如敬一直要吵着参加的 所以也就魄力让他去比武了 龙家的人忽然压力很大 因为仙如敬一个外星人 而且还是一个女子 若是真的获得龙凤武魂 那么他们龙王装可是损失巨大呀 该死的兵母虎 真是乱来 龙玉仓在厅中滴骂着 放心吧 我能击败他的 只不过有些难而已 秦云导师比较淡定 那可是武王近后期的呀 而且还是来自仙荒 掌握不少好的武学 别说是你了 就连一些巅峰武王 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 龙玉仓说道 还有三天就开始进行比武 龙王装置中的人 也都是叫苦连天 因为他们都不想面对先入境 龙玉仓并没有参加 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即便参加了 也难以获得第一的 说不定还会被干死 夜晚 秦云在房中修炼着 他要好好熟悉熟悉武王近的力量 武王近有四变 每一变 道玄丹内部的武道旋力都会增强 第四变的时候 道玄丹会彻底进化 王者之力修炼到大成 秦云心道 萧月梅在九阳神坡里面 也不觉得闷 因为里面有许多好玩的东西 特别是那些帝王使母 让他很感兴趣 秦云现在也比较希望能快点学习那门神秘的道法 但是姚芳那边却没什么进展 他说正在研究一种更加简易的学习方法 咚咚咚 龙玉仓来敲着门 喊道 老弟 现在有空吗 秦云打开门之后 问道 都夜晚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龙王庄有一个聚会 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聚会 你去不去 龙玉仓笑道 仙如静也在 他在的话 龙川武肯定也在 那我不去了 秦云说道 老弟等等 那个聚会就是龙川武举办的 这个蠢货似乎还不知道 自己逛窑子被仙如静发现了 所以他一直想挽回仙如静的心 龙玉仓又道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秦云铁嘴道 当然有关系 当初就是你破坏他们的感情 他们说不定能在这场聚会上复合 你当然要去继续破坏他们的感情 龙玉仓笑道 对于这种事 你比较在行的 没好处 我懒得去了 秦云笑道 就算天上的月亮掉下来 他们也绝不会复合的 秦云经过那段时间 仙如静的接触 很清楚那是一个非常傲骨的女人 特别是得知龙川武 对他那种肮脏恶毒的想法之后 更是恨不得把龙川武杀掉 哟 老弟 你是不是搞定他了 一直有传言 说你在地牢里把仙如静上了 龙玉仓笑道 你让仙如静知道龙川武逛窑子 然后在仙如静伤心过度的时候 你再趁虚而入 你这一手 高 真高 龙玉仓对秦云竖起了大拇指 老哥 你可别瞎扯啊 秦云拍开他那大拇指 笑骂道 你不是想着捞好处吗 这容易 那龙川武可是个很爱面子的家伙 到时候我起个头和他开赌 赌点东西什么的 肯定能让他上钩 龙玉仓音笑道 我们兄弟俩合作 肯定能坑死那货的 好 秦云想了想 然后走出了方面 龙王装东面 一个很雅致的花园里 空中悬浮着许多发光石 将美丽的花园照亮 这个花园里 有许多穿着华贵的俊男美女 其中 龙川武和仙如静最为显眼 特别是仙如静 一身高贵华美的蓝色长裙 头戴的蓝色发誓 光芒闪闪 浑身像是缭绕着仙气一样 像是葛布石人间烟火的冷艳仙女 仙如静令龙王装里面 许多打扮的妖艳的美女 黯然失色 毕竟那种气质 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 龙川武穿着淡金色的雕刻锦衣 毕竟她是仙荒下来的 本身也非常有地位 各方面也是很优秀的那种 龙王装的年轻一辈里 也只有龙玉仓是最优秀的 但却依然比不过龙川武 仙如静虽然来参加这个聚会 但却冷冰冰的 那双眸子满是冷目之色 龙川武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这个曾经爱慕他的女人 变成这样 这时公子哥的聚会 一般都是互相攀比的 但今天的主角是龙川武和仙如静 所以大家也都显得比较低调 来这儿也只是吃吃喝喝 谈天说地 然后假装地交流舞学什么的 龙玉仓来得比较晚 他带着秦云来的 秦云变成有黑瘦小的光头男子 身上虽然穿着比较体面的黑衣 但看起来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吐气 龙玉仓 你脸真大 居然来参加这个聚会了 你可别忘了 你爹是龙川武干掉的 一名青年看见龙玉仓来 就笑呵呵地道 放心吧 我一定会为我爹报仇的 龙玉仓冷恒一生 我和龙玉仓有仇 但不妨爱我来这儿白吃白喝 龙川武虽然举办了这个聚会 但仙如静对他不理不睬的 也让他心中很是恼怒 看见龙玉仓兄弟俩来 他也连忙过去 想要找一个人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第849章王气元丹 龙玉仓 龙玉天 欢迎欢迎 你们兄弟俩真是胸襟宽广 我虽然杀了你们的父亲 但你们却依然赏脸 来参加我举办的聚会 龙川武呵呵地笑道 龙玉仓虽然有所准备 但脸色却也不免黑了起来 恨不得一巴掌抽死龙川武 秦云也说道 我听说川武兄和仙姑娘的感情破裂了 但现在看来还不错麻 龙玉仓也笑道 川武兄我说你也真是的 明明有这么好的一个未婚妻 却整天在外面逛窑子 难怪仙姑娘会生气 众人听见这兄弟俩的话 都很少吃惊 谁都知道 龙川武举办聚会 就是为了挽回感情 讨仙如静欢心的 但这兄弟俩一来 一唱一喝的 居然还说龙川武逛窑子 龙川武的脸色刷得一些 变得难看无比 如静 你听我解释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 龙川武连忙对仙如静说道 然后看向龙玉仓 幕后道 龙玉仓 你可别胡说八道 你们兄弟俩 赶紧给我滚蛋 走就走 本来我是来打算和你赌一把的 算了 龙玉仓挥了挥手道 等等 仙如静喊道 你要赌什么 这个麻 当然是独子禁闭了 你也喜欢赌吗 龙玉仓笑道 当然喜欢 我在先慌的时候 就经常和别人赌 你们别走 这种聚会那么无聊 我们就赌一赌吧 仙如静美眸中满是一种兴奋 众人实在没想到 仙如静这种女人 居然那么喜欢赌 龙川武一听 说道 如静 你要赌的话 输掉的紫禁币算我的 赢了算你的 仙如静也没跟龙川武客气 点头道 好 龙川武连忙让人抬来一张很大的桌子 要怎么赌呢 龙玉仓笑道 仙姑娘你是来自仙荒的 你说说你们仙荒的玩法吧 我在仙荒的时候 许多玩法都玩腻了 说说你们的吧 仙如静说道 玩骰子吧 一二三点是小 四五六点是大 就我们两个人玩 晴云说道 这是最简单的玩法 要的就是快速输赢的那种感觉 这时候 龙川武身边的一名龙家的青年 也就是那龙桃 他拿出了一个骰钟和一个骰子放在桌面 龙桃说道 让我来摇骰子 以免你们双方作弊 在摇之前 你们先确定买小买大 仙姑娘你先来 晴云说道 我选小 我赢了 你要给我十亿紫金币 我输了 就给你十亿 敢不敢玩那么大的 仙如静笑道 看得出他非常来劲 十亿怎么够 五十亿吧 晴云笑道 好 够爽快 仙如静说道 开始摇骰子吧 他选小的 晴云也只能是大的了 玩骰子 也是晴云控制的最精准的 他能使用穿旋神通 配合明月精神力 暗中控制骰子的点数 可以做到天衣无缝 绝对不会让人察觉 仙如静也只是随便玩玩 根本就不在意输赢 也只是详解解门而已 因为就算输了 他也没啥损失 那龙桃咬好之后 打开骰钟 看见是五点 五点大 我赢了 五十亿拿来吧 晴云拿出了一张紫金卡 准备接收紫金 金币 众人都不由得傻眼了 他们没想到 仙如静居然输掉了 仙如静之前 可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呀 仙如静贴了龙川武一眼 示意他给紫金币 龙川武也以为 仙如静会用什么手法赌赢的 没想到居然输掉了 从先荒来的龙川武 根本就没什么紫金币 所以只能让 那几个龙家的小弟给了 龙川武那几个小弟 都是开青楼的 虽然赚的不少 但花的也多 他们现在也只能咬牙 一人凑十亿紫金币给秦云 龙玉仓看得暗暗羡慕 没想到秦云一把就赢了五十亿 还来吗 秦云笑道 当然来 采完一把 怎么过瘾 仙如静说完 看向龙川武 问道 你们还有紫金币吗 如果没有了 那我就不玩了 喂 没有了 仙姑娘 五十亿紫金币 可是一笔很大的树木呀 那龙桃一脸死跌了样子 说道 因为仙如竞输掉了 是他们出紫金币的 龙玉仓笑道 川武兄 你不行呢 你的未婚妻 想赌个痛快都不行 也难怪他会不理你 这句话 让龙川武一脸愤怒 我没有紫金币 但我有上品王丹 龙川武说道 一粒中品王丹 价值多少 十亿紫金币应该没问题 龙桃说道 具体也要看是什么王丹 众人都低声惊呼起来 居然赌上品王丹 这也是拼了 王契元丹 龙川武说道 这种丹价值多少 应该不只是十亿吧 价值五十亿 龙桃惊呼道 龙大哥 你别乱来呀 这种丹在林荒 可是很少有的呀 即便有五十亿 也不一定能买到 因为炼制这种丹 所需的药材太少了 龙川武傲然地说道 我有十几粒呢 怕什么 赌就赌 这顿时引起那群年轻人 惊呼起来 一个个都羡慕不已 这种珍贵的王契元丹 龙川武居然有十几粒 王契元丹 对五王静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听说只要吃个几粒 就能突破 这种丹在我们林荒确实少 但在仙荒可能就是烂大街的 龙川武有十几粒 应该是留给自己吃的吧 据说 那也是恢复能量的好东西 看见四周投来羡慕的目光 龙川武得意地笑道 再先慌 这种王契元丹算不上稀有 但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那就别废话了 我们开始赌吧 晴云暗暗激动着 我选大 千如竟喊道 龙桃开始咬骰子 开出来是小 晴云得到了一粒王契元丹 大 千如竟微微皱眉道 真是邪门了 这一次 开出来的依然是小 千如竟三连输了 晴云连赢了三把 也觉得继续赢下去 可能会令人怀疑 所以就放水 故意输了一把 接下来 他每次赢三把或者四把 就故意输掉一把 他根本就没什么损失 输掉一次 就给一粒王契元丹先如竞 如此一来 他和先如竞赌了十几次 真是赢了十次 得到十粒王契元丹 龙川武那十五粒王契元丹也输光了 他之前说过 赢了算先如竞的 所以先如竞赢了几次 也得到几粒王契元丹 损失最大的 当然是龙川武 这也是晴云和龙玉仓喜闻乐见的 我手气挺不错的 赢了好几次 先如竞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众人不由得暗暗鄙蝕他 因为他说了根本不用付出什么 而赢了之后 却能得到东西 换谁都会高兴的 龙川武看见先如竞露出笑容来 虽然很肉疼 但也算松了一口气 龙川武 你没有王契元丹了 龙玉仓说道 你有什么可以赌的 这时候龙桃低声道 大哥 别继续了 那光头邪门得很 我混赌场那么久 一般能赢那么多次的 都是有点问题的 秦云听见听见之后 喊道 你可别诬蔑我 那都是我运气好 我要是真的出老千了 我肯定每次都赢的 龙桃说道 这种赌法一点意思都没有 因为都靠运气的 赌博本来就是看运气的 不看运气难道看谁长得好看吗 秦云冷笑道 龙川武说道 换一种靠实力的赌法 我亲自来和你赌 龙玉仓笑道 掰手腕怎么样 听见掰手腕 龙川武脸色奏变 谁都知道龙川武掰手腕输过 而且还被人打了一巴掌 那可是龙川武心中的痛 龙玉仓 你那狗随从已经死在了斜血龙窟里 没人能赢得了我的 龙川武冷笑道 先如静说道 掰手腕吗 我来 就读武力王气元丹 秦云连忙答道 好 谁都知道 先如静是武王静后期的 实力堪比巅峰武王 他和别人掰手腕 只要是武王静的 都会输给他 先如静也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连忙伸出手来 等着秦云 秦云也伸出手去 握住先如静的御手 之前先如静和他拉过手 但那时候秦云的手掌比较大 现在却小了许多 开始 龙川武喊道 开始之后 先如静的手掌忽然溢出一股冷气 瞬间就把秦云的手冻住 光头的手要废掉了吧 好强的寒气呀 真可怕 这就是先如静真正的实力吗 光头要输了 先如静一脸得意 把秦云的手一点点的压下去 就在他以为要赢的时候 秦云的手忽然溢出一阵淡淡的金光 那种光霞一出现 龙川武和一群龙家的子弟 都脸色大变 先如静也是惊讶不已 御手也传来阵阵撕裂的疼痛 是护体龙刚 那个光头怎么懂得护体龙刚的 龙玉仓 你这个弟弟是从哪里学的护体龙刚 这可是天龙觉之中的天策 就连你爷爷都没有吧 一群龙家子弟 都惊讶到了极点 龙川武能年纪轻轻使用出护体龙刚 就已经令人很震惊了 而龙玉仓那忽然冒出来的地点 却也能使用 先如静咬牙 忍着痛苦 那种护体龙刚出现得太过忽然了 令他措手不及 一下子就被反压了回去 我赢了 秦云猛地把先如静的手被压在桌子上 混蛋 你轻点 龙川武大喊道 他也很震惊 居然有其他的年轻人掌握了护体龙刚 先如静说了 说得很不服 但也只能把武力王弃元丹给秦云 这次我来 龙川武说道 如静 你等着 我会一口气把所有的都赢回来 第850章真龙之魂 秦云笑道 你还有什么好东西吗 想要一口气赢回那些王弃元丹 可是需要同等价值的东西才行 龙川武来自仙荒 身上肯定有仙气什么的 或者是其他的好东西 就看他舍不舍得拿出来 我有一个半仙气 比王弃强 却又不如仙气 等底的上武力王弃元丹 龙川武拿出了一个金色的方盾 又道 看见没有 上面还雕刻了龙图腾 也是很有价值的 秦云看了看 那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房具 点了点头 说道 好 来吧 龙川武的意道 你刚才能赢如镜 不过是因为出其不意 使用了护体龙刚 他来不及应对 才输给你的 这一次 我肯定能赢你 秦云把手伸了出来 抓住龙川武的手 先如镜此时也希望龙川武能赢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继续玩下去 他什么都没赢到 有些很不爽 川武 你一定能赢的 先如镜鼓励着龙川武 然后轻喊开始 龙川武被先如镜鼓励了下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心中也特别的开心 因为先如镜终于像以前那样对他了 秦云暗骂着先如镜 越来越镜精明了 故意鼓励一下龙川武 就能有很不错的效果 先如镜当然不会诚心的跟龙川武和好 他现在也想开了 打算故意亲近龙川武 捞走他身上的好东西 以比之道还失比身 龙川武和秦云的手上 都溢出了护体龙缸 两个人的护体龙缸碰撞着 另整个花园都在阵战 让众人震惊的是 他们掰手腕的时候 释放出来的力量很强 可却都默契地没有去破坏那张桌子 可见两人对力量的掌控都是非常高明 秦云感受到龙川武那一股股护体龙缸 心中也惊讶无比 这家伙的护体龙缸 怎么会那么强的 秦云之前并没有正面去碰撞过护体龙缸 上次他打龙川武一巴掌 也是用了穿旋神通 让自己的手掌穿过去 而这次 他不能再用那种法门了 一定会被看出来的 他也没使用九阳神魄吸收力量 担心会被龙川武发现 龙川武可不是傻子 如果再被阴一次 肯定会有所察觉的 秦云现在可不能曝露身份 因为他要参加那场比武 赢回龙凤武魂 他顿时满头大寒 手也被龙川武给压了下去 砰 秦云的手背 重重地被压在桌子上 把那张桌子震碎 我赢了 龙川武一脸得意地说道 这个花园里的人 也爆发出一阵喝彩 那几个小弟也不停地称赞龙川武 谁都能看出 龙川武轻松获胜 而秦云却满头大寒 这时候 也有人拿出一块四方石 当作是桌子 川武 你真厉害 早知道刚才就让你出手了 仙如静笑道 秦云输了 也只能拿出武力王弃元丹 递给龙川武 龙川武被仙如静称赞了下 也是心情大好 笑道 给如静吧 我说过了 只要赢了 就算是他的 仙如静一脸得意地 接过那武力王弃元丹 还瞪了秦云一眼 冷笑道 光头 你别急 等一下我也要和你再比过 刚才我对你没有防备才输的 我下次肯定能赢你 秦云输掉之后 也有些不高兴了 我们继续 秦云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说道 来就来 龙川武此时也觉得很过瘾 特别是获胜的那瞬间 心中无比的畅快 再加上会被仙如静称赞 就让他更是高兴了 之前连输几次的阴霾 也彻底散开了 大家也都觉得 龙川武接下来必能获胜 脸上满是自信 川武 你定然能再次获胜的 先如静得到了武力王气元丹 也很开心的笑道 开始 秦云和龙川武 再次掰手腕 川武必胜 川武必胜 光头必败 光头必败 这儿的人 除了龙玉仓 其他人都是向着龙川武的 来参加聚会的人 也都是龙家那些年轻的强大子弟 他们用力大吼起来 声音也正向龙王装这片区域 两人都释放出很强的护体龙刚 很显然 龙川武的护体龙刚比较厉害 光芒更亮 气势更强 秦云咬紧牙 不断地释放护体龙刚 可却还是被龙川武一点点地压了下去 哗 龙川武再次获胜 全场一阵呼声 秦云又输了 只能黑着脸 把武力王气元丹地给先如镜 哈哈 你还敢来吗 龙川武笑道 有什么不敢的 秦云撇嘴道 反正那些王气元丹都是从你那赢来的 输掉也没什么 龙川武连赢两把 更加自信了 满脸傲瑟的道 那就来吧 秦云把手放了上去 两人再次开始 龙玉仓也看得有些着急 担心秦云会输个精光 这一次 秦云并没有使用护体龙刚 这也令人有些惊讶 秦云没有使用护体龙刚 而是使用了九绝旋力 他在修炼的时候 也在一直修炼九绝心经的 龙川武也感觉到秦云释放出来力量很强 和之前有些不同了 秦云之前一直使用护体龙刚和龙川武较量 一方面是有些不服 想用护体龙刚击败龙川武 另外就是 他要让人相信他是龙家子弟 让人相信他是龙玉仓的地点 秦云和龙川武较近了一会儿 谁都不能压下去谁 由此可见 两人的力量都是相当的 哼 秦云忽然闷横了一声 释放痛苦神通之力 那股痛苦神通之力涌入龙川武的手臂 让龙川武痛得眯起眼睛 也在这时 秦云猛地把龙川武的手压了下去 我赢了 秦云擦了擦汗 笑道 龙川武连赢两把之后 终于输了 众人都唏嘘地感叹着 先如镜连忙过去 关心着询问龙川武的情况 然后走向秦云 要把武力王弃元丹娇出去 如镜等等 我和他赌的是这个 龙川武拿出了那个金色的方盾 递给了秦云 看见龙川武大方的把那半仙弃娇出去 众人无不称赞他的大方 即便自己输了 也绝不让先如镜把王弃元丹娇出去 秦云看见先如镜美眸中 闪过的一抹微弱的脚侠 就知道这个女人以成长为狡诈的狐狸精 你这混蛋 刚才用的是什么力量 龙川武冷声问道 无敌龙刚 秦云说道 是我自创的 就是将护体龙刚 凝聚成力量 然后忽然地释放出去 能让人脆不及防 龙川武微微皱眉 也在思考着 因为这确实行得通 也暗怪自己太蠢 若是他在这方面多多练习 肯定也能做到那种地步的 当然那都是秦云瞎掰的 蠢货 你把原理告诉我 就不怕我找到克制之法吗 龙川武嘲讽道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我认为你一时间找不到对付的办法 秦云非常自信地笑道 那好 我们再比过 龙川武把手放在那张石头桌子上 你如果输了 给我什么东西 秦云笑着问道 龙川武愣了愣 也在想着 他思考了片刻后 说道 我拿出来的东西太大了 我怕你跟不起 什么东西 你说说看 秦云连忙问道 龙魂 真龙之魂 龙川武说着 拿出了一个灯笼大的金色珠子 说道 里面就封印着一道龙魂 你手头还有武力王气元丹和那剑半仙气 但却远远抵不上我这真龙之魂 再加八百亿紫金币怎么样 秦云说道 我手头有三百亿紫金币 我老哥那有五百亿 说着 秦云拿出了一张紫金卡 让上面的数额显现出来 龙玉仓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心疼地把自己的紫金卡拿出去 众人看见这两兄弟居然那么富有 一个个都嫉妒不已 特别是其他龙家子弟 他们也是和龙玉仓同辈的 但财富却少得可怜 好 八百亿紫金币 加上武力王弃元丹和那个半仙之盾 龙川武的异道 在仙荒 使用的并不是紫金币 而是另外一种仙金币 其实麻 八百亿紫金币去道仙荒 也只是相当于八亿一样 并不是太大 龙川武也知道龙魂无比珍贵 但却觉得自己能稳赢 能抵御那种无敌龙刚 他还认为自己只要赢了这把 把那些东西都给仙如镜 今晚就有可能把仙如镜给上了 懒脑子浮想连篇的龙川武 此时也变得极其兴奋和激动 却不知道他已被仙如镜玩弄于鼓掌之间 来吧 秦云把手伸了出去 嘿嘿笑道 秦云需要龙魂 因为龙魂能让他炼制出奇闻魂 他手里已经有一道龙魂了 但还不够 他需要更多龙魂 龙川武也自信地把手放上去 川武 你别有太大的压力 就算输掉了 我也能赢回来的 仙如镜笑道 我是你最强的后盾 龙川武看见仙如镜脸上甜美的笑容 更加相信自己只要赢了这一局 今晚就能发生些美妙的事情 开始 仙如镜喊道 他确实希望龙川武赢 那样他就能捞到不少好东西 他想到自己捞走龙川武的好东西 然后再一脚把龙川武踹开 心中就暗爽无比 我可以说 他没想到你 虽然他不应该说 他很想到自己的 他还不想到自己的 他想到自己的 可能会有这个 可能会有什么 会有什么 会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就会有什么 我会有什么 那么 大家 感谢观看